公元前221年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缘分 这一年秦王嬴政和他的文臣武将们 经过十年时间运筹帷幄 南征北战 依次平定了韩赵魏楚燕祁六国 由此建立了一个大一统的秦帝国 仅仅十年 秦国就从一个称霸异方的诸侯 成为了天下的公主 人们在惊叹之余 还应该思考一个问题 那就是秦王嬴政的统一事业 为什么如此顺利 秦国取胜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呢 敬请关注王立军独史记 秦始皇之古弓之臣 公元前221年 随着齐国的不战而想 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战争 已经全部结束 让我们简单回忽一下 六国灭王的时间以及顺序 公元前230年灭韩国 公元前228年灭兆国 公元前225年灭魏国 公元前223年灭楚国 公元前222年灭燕国 公元前221年灭齐国 从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 仅仅十个春秋 秦王嬴政就为历史 两个半世纪之久的战国时代 画上了一个硕大的巨号 终结了战国时代的历史 而在这十年之中 秦军势如破竹 所向披靡 犹如风卷残云般 就统领了中华大帝 秦军的速度之快 令人责舍 那么 为什么秦国的统一事业如此顺利 秦王嬴政凭借什么 完成了统一天下的荡业呢 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 做客百家讲台 为您精彩讲述 王立群读史记 秦始皇之 武功之臣 我们前面用了12级的容量 讲了秦王嬴政 消灭六国 统一天下的过程 这个过程 说起来很简单 我们上一期最后讲的时候 我曾经概括了四个字 叫势如破竹 那么嬴政 为什么能够用十年时间 就完成了统一六国的 这么一个重大的历史使命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手下 有一批非常能干的文臣武将 在嬴政身边的武将 首推王典 王奔 父子二人 我们称之为首推 是说这两个人 在灭六国的过程中间 发挥的作用极大 王奔 是聘阳 东乡人 就今天 陕西 同川人 他就是秦国人 他不是外来的 嬴政十八年 也就公元前 二百二十九年 到公元前 二百二十八年 在灭了韩国以后 嬴政命令王奸去灭赵 赵国是非常难灭的 王奸灭赵 用了一年多的时间 就灭掉了秦国 在六国中间 最强有力的一个对手 赵国 第二年 就嬴政二十年 发生了一个突发性的事件 就荆轲刺秦 荆轲刺秦王 发生在灭赵的第二年 因为赵国灭亡以后 直接威胁到燕国 所以太子丹派荆轲刺秦 荆轲刺秦王的事情 发生以后 嬴政非常生气 就命令王奸 管燕 王奸就带领大军 击败了燕军的主力 他没有把燕完全灭掉 但是把燕军的主力 完全给击溃了 这样王奸是灭了一个赵国 同时又击溃了燕军的主力 嬴政二十一年 王奸有一个儿子 叫王奔 也是一元战将 这叫做将门胡子 王奔也立了很大的功 王奔奉命 攻打燕国的都城 基 就是现在北京 攻打燕国的都城 然后王奔 把燕国的都城占了 燕国最后一带国军 燕王洗 逃往辽东 逃走了 就是燕国是被王奸和王奔 父子两个人 共同击败的 在击败了燕国以后 第二年 就嬴政二十二年 王奔又奉命灭位 王奔灭位 我们讲过 这一帐很简单 用水淹大凉三个月 就把魏国给灭了 这样王奔的儿子 王奔独立地灭了一个魏国 王奔是秦王赢政 最倚重的将军 在秦灭六国的过程中 他率领秦国士兵 为秦国开疆拓土 立下不求战口 秦王赢政就是倚仗着 这样的大将 在灭六国的过程中 纵横摆河 昏定四方 但是 我们也不能排除 在秦王赢政身上 还有犯错误的时候 同样在王奸这里 赢政也失去过 一次灭楚的绝好时期 这和一个叫 李信的人有关 那么 这段历史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李信这个人 和我们去年讲过的 汉武帝时期 有一个名将 李广有关系 李信是李广的先祖 李信冒出家来了 李信冒家的原因是 燕王不是逃到了辽东去了吗 然后李信就带领军队去追 追杀谁了 追杀太子丹 太子丹派金轲刺秦 李信就带领几千人追杀 最后 燕王喜 被逼得无奈 为了保全自己 他把自己的儿子 太子丹给诱杀了 杀了太子丹以后 他想用太子丹的头 献给秦王赢政 来保住自己的地位 这个做法 我们现在看来 肯定是要失败的 这说明燕王喜 毫无政治眼望 因为赢政灭六国 统一天下是既定方针 不会因为你把你儿子的头交出来 我就能够放过你 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李信因为这件事情 得到了赢政的赏识 赢政认为他 帅领几千人都敢深入敌后 去追燕王 所以 营正很喜欢李信 李信很年轻 当时才二十多岁 他就问李信 说如果让你带兵去灭楚的话 你要带多少军队 李信说 二十万军队足够了 营正听得很高兴 转过脸来问老将王简 说如果叫你去灭楚 需要带多少军队 王简说 非六十万不可 六十万是个什么概念 六十万是全秦国 全国军队的总和 营正一听 就笑了 说了一句话 说王将军老了 王将军老了 打仗都显得胆怯了 然后任命李信 带领二十万军队 同时给他派了一个副手 叫蒙武 派蒙武 协助他 两个人到了楚地以后 李信给蒙武两个人分兵基础 打得很顺 李信在打了胜仗以后 就想带兵东进 东进以后 想和蒙武会合 这个会合的地点在哪 就是今天安徽的伯州 伯州我们多次讲过 曹操的故乡 华佗的故乡 想到那会合 然后两家合起来 去打寿春 寿春是今天安徽的寿县 打下寿春 就可以把楚王给抓获了 就在李信带领军队 向安徽东进的时候 李信没有料到 其实这一次楚国打仗 是用了一计 他并没有用全部兵力 去给李信拼 只用少量兵力给李信打 所以李信打胜了 楚军的主力 悄悄地跟在李信的军队后边 李信不知道 李信带领军队向安徽移动 然后楚军的大部队 就跟着李信的军队 跟上以后就立即发动进攻 李信军队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然后楚军打赢了以后 没有停 边追边打 连打了三天三夜 是边追边打 李信的军队被全部击溃 两个军营被人家攻占了 七个都尉被杀了 李信是全军大败 落荒而逃 这是秦王嬴政 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间 打的唯一一次败仗 灭楚的第一仗大败了 因为李信败了 蒙武的军队受到牵连 两个人同时败逃 败逃的消息 传到秦王嬴政的耳朵里 嬴政非常生气 因为他灭赵 这前面他灭了韩 赵 魏 又击败了燕 下一步要灭楚 打败了 他很生气 在他震怒之余 他做的第一个反应 就是坐着快车 当时的动车组 就立即去见谁 跑到聘阳去见王柬 这个很不容易 因为他王柬说非六十万不可 李信说二十万就可以摆平 结果李信大白而归 见王柬以后 嬴政第一点就承认错误 他说我没有听将军的话 让李信羞辱了秦国的军队 现在我请将军出山 我错了 将军队了 这是第二点很不容易的 我们只知道秦始皇是个暴君 你还不知道他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间 他是一个勇于承担责任 敢于承认错误的一个国君 像杨检承错误 王柬第一个反应 推 我老了 不中用了 你前段不说话 王将军老了 所以王柬很精明 王柬先说自己老了 我无法承担这个重任 当然嬴政是坚持要他出山 那么坚持要他出山 王柬怎么办 王柬说可以 要让我出山还是那个办法 非六十万不可 嬴政说 你说要多少给你多少 六十万全给你 这还不算 王柬说光给我六十万还不行 还得给我 我还得要地 我还得要房 我还得要大量的湖面 就是要了很多东西 嬴政听了嬴政就哈哈大笑 嬴政说你身为大将军 带六十万军队灭除 你还担心你的子孙家里过不好吗 王柬说我这个人志向不高 不希望猎土封猴 我只希望你现在正用得着 我的时候 我找你要点财产 给子孙留份加业 所以他要了很多东西 开了一个长长的一个单子 要了很多东西 贪婪也是一种手冠 嬴政一听 要地给地 要房给房 要湖面给湖面 要什么给什么 全给了 然后王柬带着军队走了 兵出寒谷关 王柬又派了五拨人回去 拿着王柬开的单子 还继续要 连王柬手下的人都觉得 将军是不是有点显得太过了 已经给你那么东西了 你还要要 王柬说 秦国就六十万大军 都给我带回来了 大王又是一个多疑的人 我要是不要 他会怀疑我有野心 我要的越多 他对我越放心 贪财的人 他不会有其他的政治野心 所以我们说 贪婪也是一种保护色 一个军事将领 有这种头脑 很不简单 到了楚地以后 因为楚国第一次来 李信打了个胜仗 王柬是第二次来的 楚军是前面来的时候 把秦军打得大败而归 这次楚军来是气势汹汹 气很胜 王柬怎么打 王柬不打 我们前面不讲 我们也出吗 王柬不打 他让他的六十万大军 围成一个堆 围成一个堆 我不分散 你吃不掉 我这六十万大军抱成一个团 用了一年的时间 天天是吃好的 喝好的 还要沐浴 就是在野外 还要洗澡 然后让士兵玩 享乐 享受生活 也是一种斗争策略 一年不打 然后他的士兵 吃得好 穿得好 各个体重都增加了 还不打仗 最后没事干 王柬问他的士兵干什么 扔石头 天天在那扔石头 就这样 坚持了一年 僵持了一年 楚军最后锐气全部尽了 所以想移动一下军队 他趁着他军队一移动 王柬让他的虎狼之师冲嘲而出 一下子把楚军给打败了 把楚给灭了 所以王柬独立灭了楚国 我们看看 秦灭六国最难打的是两个国家 一个是赵 一个是楚 谁灭的了 王柬 都是王柬灭的 到这个时候 秦始皇26年 公元前221年 王奔奉命公旗 齐王不战而降 王奔把齐国给灭了 你看这父子两个人 王柬是独立灭的两国 赵国楚国 王奔是独立灭的两国 魏国齐国 他父子两个合起来 还灭了一个燕国 秦始皇灭的六国 王柬父子两个灭了五国 怎么样 功劳够大了 秦始皇手下有这么能征灌战的将领 所以王柬可以说确实有军事才能 是个非常有军事才能的人 秦始皇慧眼识人 识别了王柬 王奔父子 重用了王柬 王奔父子 王柬 王奔父子也利用秦始皇给他提供的历史舞台 展现了父子两代的军事才华 所以秦始皇灭六国很重要的原因 他手下有的是武将 这是王室父子 王奔在秦灭六国的十年过程中 是统兵最多 打仗最多的将军 在他的军事生涯中 几乎没有失败的纪录 透过王奔 我们似乎可以大致知道 秦王嬴政灭六国的奥妙所在 强有力的土帅 对战争的胜负至关重要 蒙虎领导的绵羊 能够战胜绵羊领导的蒙虎 而在秦王嬴政的陆下 聚集了不少这样的军事人才 除了王俭父子之外 在秦国历史上 还有一队父子非常有名 他们就是蒙氏父子 那么他们为秦王嬴政统一六国 都做出了什么贡献呢 这里边第一代蒙氏父子的第一人 蒙昂 蒙昂这个人 他一生侍奉过四代秦国的国君 秦昭襄王 秦孝文王 秦庄襄王 秦王宁政 他辅佐了四代国君 那么蒙昂做出了什么贡献呢 蒙氏父子贡献 大的也不得了 他有三大贡献 第一蒙昂夺取了韩国的军事重镇 秦高和邢阳 这给我们蒋项羽说讲过 邢阳给邢阳是个战略重镇 蒙昂夺取了 秦国就用邢阳给邢阳 蒙昂夺取了赵国三十七座城市 导致赵国的国土面积迅速缩水 第三宫 是秦王嬴政五年 蒙昂攻取魏国二十多个城市 建立了东郡 东郡的地方在现在河南的浦阳这一带 东郡的建立是秦国的国界和齐国相邻 三川郡东郡都是蒙昂大下来的 他非常能大 所以蒙氏父子功劳也非常大 林王嬴政手下有这么多武将 他统一天下难道还不容易吗 这是第二个我们要指出来的家族 在秦王嬴政灭六国的过程中 独单出现了能争冠战的王俭夫子 蒙氏父子 还有很多人为秦国的发展做出过贡献 但是因为史料的局限 他们没能名流兴师 但是透过诗书记载 有一个人的名字熠熠生辉 他的战略思想加快了秦面六国的步伐 让军事强国赵国自毁长城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营政手下还有一个军事家 这个军事家很多人不知道 这个人叫什么呢 叫魏辽 魏了是国卫 是官名 辽是他的名字 这个人姓什么 现在我们不知道了 这个人的职务是国卫 国卫是什么职务啊 国卫就是国防部长 国防部长叫国卫 所以他的职务是魏 他的名字叫辽 把他的职务给名字拼到一块 这个人叫魏辽 魏辽是个大军事家 魏辽也是秦王嬴政手下 非常有名的一个军事家 魏辽的主要贡献是两点 第一 魏辽虽然是个军事家 他并不主张只用武力 魏辽主张是军事的外交 两手并用 魏辽很精明 很有政治眼光的一个人 他说你现在嬴政 对待六国来说 就好比是一个君主 在使唤你手下的郡县的长官 你完全掌握了主动权 但是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 最担心的就像当年 韩赵魏暗中结盟灭了智博一样 我们不是讲了三家分禁吗 魏辽说天下现在最大的危险 就像三家分禁之前一样 韩赵魏三个弱国联合起来 把智博给灭了 这是我们现在最害怕的 那言外之意 现在六国很弱 但是六国要是暗中结合 能够把秦国给灭了 这是我最担心的 所以魏辽说现在怎么办呢 他现在一方面是军事手段以外 另一章要打金钱盘 要用钱去收买六国的权臣 有权力的大臣 你不过是花三十万金 你就可以买得天下 我们讲过 秦王嬴政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间 对于赵国怎么除掉了李牧 用钱买通了国开 杀了李牧 秦灭齐国怎么灭掉了 用重金收买了君王后的弟弟侯胜 误导了齐王剑 所以魏辽主张 除了军事以外 金钱也是一张牌 这一张牌打起来 代价小 收益大 你说我给侯胜给的钱能给多少 我给侯胜那点钱 最后我得了整个的齐国 拿整个齐国和给侯胜的钱相比 我们花的钱是唯不足道的 这叫以小换大 这个嬴政是非常具有一个识人的慧眼的人 他一眼就看出来魏辽很有才华 魏辽到今天还传下来了一部兵书 叫魏辽子 这一部兵书 秦国所有的军事家没有一个人写过兵书 只有魏辽传下了一部兵书叫魏辽子 这部书现在还保存了五卷传下来了 魏辽这个人还有一个特点 爱看面相 他觉得秦政皇的面相不好 他认为秦政皇这个人缺怕人德 用人时签下 得志时吃人 他对秦政皇看法并不好 嬴政对他非常好 嬴政对他的魏辽 这个国防部长的待遇什么呢 穿同样的衣服 吃同样的伙食标准 给这么高的待遇 魏辽还要逃 他觉得他不能为秦王英中华要逃 结果这个事被嬴政发现了 嬴政坚决阻止了魏辽的逃走 而且照样重用他 丝毫没有不信任 这是很了不得的 战国时期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 秦国自商量变幻 一直奉行比较开放的人才政策 所以一些时代精英 纷纷到秦国谋求发展 秦王英政身边的人才也已迁计 而面对这些人才 秦王英政的态度是什么样的 在史书的记载中 一个叫顿若的人与秦王英政的一次见面 让我们看到了秦王英政对待人才的态度 顿若这个人 是个特立独行之人 这个人有一个特点 因为他是个很有才的人 赢政很想见他 赢政知道有的想见他 他提了个条件 让我见赢政可以 但是有一条 我不下拜 我不论见什么君王 我不下拜 同意我这个条件 咱们就见面 不同意这个条件 咱们两个老死不相亡爱 英政是一国之君 顿若说不下拜 顿若说可以 答应这个条件 两个人见面 一见面 顿若都说 说天下有三种人 大王知道吗 第一种人 叫有起实而无起名 第二种人 叫有起名无起实 第三种人 叫既无起名又无起实 这披头盖老一番话 把秦王给说愣了 赢政不知道他说了什么 就问他 你说这三种人是谁啊 顿若会 他说有起实而无起名的商人 商人地位很低 没有名 但商人很有钱 穿的绫罗绸缎 吃的是山珍海味 夹着吃不完的东西 这叫做什么呢 有起实而无起名 那个时候 因为中国古代社会对商人一般判得很低 市农工商 它是最低的 第二种人呢 叫有起名无起实 是谁了 农民 封建社会 重农 所以农民的社会地位非常高 一提农民 大家都竖大拇指 但是就是一点 第一 一年到头累得要死 再一个呢 辛辛苦一年 家里还没吃的 这叫有起名无起实 第三种人是既无起名又无起实是谁了 就是大王您 把嬴政受累了 我怎么叫既无起名又无起实了 顿若说了 他说 你有国君之名 但是你 你有国君之实 但是你却没有孝母之名 你是个不孝之子 你为了老矮事件 你把你母亲都封杀了 所以你叫既无起名又无起实 这句话把秦王嬴政气得 鼻子都气歪了 但嬴政后来想了想 还是咽了这口气 这顿若这件事情可以看得很清楚 其实嬴政在统一六国之前 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之中 嬴政是非常虚心的 他像王俭成人错误 这很难做到的 一般人都知道秦始皇粉书坑儒 谁知道嬴政跑到王俭家里情人错误 要田给田 要地给地 要啥给啥 不知道这一点 只知道他粉书坑儒 另外 只知道嬴政杀人如麻 不知道嬴政还能容纳一个顿若 建军不败 所以嬴政在统一六国之前 其实是非常谦卑的一个人 他唯一骄傲了一次 翘了一次尾巴 就是派李信带领二十万军队灭楚 因为这时候他灭了韩赵卫了 灭了韩赵卫击败的烟 他尾巴有一点翘 尾巴刚一翘 被楚国一棍子打下去了 好了 他又老实了 尾巴夹起来 请王俭 所以嬴政这种虚心纳贱的勇气 胸怀大局的气度 应当说在灭六国之前 表现得相当充分 顿若是秦王嬴政重要的谋臣之一 在秦灭六国的过程中 他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所以在秦灭六国的过程中 正是由于这些文臣如将的误息 秦王嬴政才能够所向披靡 势力做出 但是在这些文臣无将的背后 我们看到的是另外一个秦王嬴政 如果没有博大的胸怀 或许这些人才就发挥不了 最佳的状态 那么面对这些功臣 秦王嬴政是如何对待他们的呢 秦皇待人是非常宽厚的一个人 比如说那个李信 李信灭楚不是扬言 二十万可以灭了楚吗 结果大胆而归 嬴政没杀他 最后让他给王奔一块 还灭了齐 这也很不简单 再一个王俭 王俭父子两个灭了五河 功高盖世 可以给汉初的韩信相媲美 韩信什么下场 王俭什么下场 王俭是安享天年 如果我们把王俭给白起做一个对比的话 看得更亲 我们讲过战国四大名将 四大名将赵国两个 连婆李牧 秦国两个 白起王俭 白起我们刚刚讲过 白起是秦昭湘王时期的重臣 立了无数的功劳 白起最后被封为武安军 他称为封军 但是白起的遭遇很不好 白起在长平之战以后 白起就主张立即灭邯郸 灭了邯郸就可以灭兆 当时这个主张没有被采纳 没有被采纳的重要原因 是丞相范居从中作更 范居说秦国的军队需要休整 现在不能打 而白起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战机 这个战机一旦错失 邯郸你打不下来了 因为长平之战刚刚把赵国主力消灭掉 赵国京城是一片混乱 在这个时候兵发邯郸 可以迅速把邯郸拿下来 邯郸拿下来 赵国就亡了 换句话说 按照白起的意见 在昭襄王 就是秦皇的曾祖父 昭襄王那个时代 已经可以灭赵国了 但这个机会错失了 最后 昭襄王听取了犯局的意见 让军队休整 休整了几个月之后 再去攻打邯郸 机会失去了 让白起挂帅 白起不注重 白起不注重 用别人去打 结果打不赢 打不赢再请白起 白起不干 而秦国为邯郸的打败的战报是一天天送过来 结果导致昭襄王更怒 然后昭襄王就把他怒气 迁怒于人 迁怒于人是无能的表现 迁怒于人才是自毁长城 结果秦昭襄王对白起就更恼火了 后来就怎么办 把他的爵位给夺了 武安军的爵位夺了 降位普通士兵 因为秦在实行二十级的军功绝制 最高一级的军军 他把他从二十级一下 抹光成为普通士兵 把他所有的爵位剥夺 然后还让他迁驻京城 白起出京了十里地 昭襄王和大臣们在商议这件事 又有人告了一桩 说白起出京城还口吐怨言 昭襄王就更生气了 下令人追赶白起 追上去以后白赐给他一把剑 君王让你自裁 让你自杀 白起想不通 我没有任何错 凭什么让我自杀 后来白起仰天长叹 最后是自吻而死 白起的下场 反过来印证了王俭的幸运 王俭的幸运 反过来说明了 秦王嬴政对待功臣的宽厚 秦始皇对功臣 是非常尊敬的 非常宽厚的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功臣是打出来的 功臣是天下公认的 功臣是事业成功的保证 对待功臣不仅是一个态度问题 而且是气度 是你的事业能不能发展的一个标志 秦皇对功臣非常好 秦皇当了皇帝以后 一个功臣没有杀 对人非常宽厚 这在古代的封建国君中间是很少见的 宽厚不仅是一种手段 更是一种品德和气度 应当说秦始皇对功臣是善待的 他有那么多文臣 有那么多武将 他还能善待文臣武将 所以秦始皇灭六国是历史的必然 所以嬴政有这么多重臣 而且他又能够善待重臣 深得重臣之心 所以嬴政只用了十年时间 就扫平天下统一六国 这是嬴政统一天下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么除此以外 嬴政统一天下 还有什么原因呢 请大家继续关注这一话题 谢谢大家 在战国后期的七雄中 任何一个国家都有统一天下的机会 秦国并不是实力最强的国家 然而最终却由秦始皇 以气吞千里之势横扫六合 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 这就引起了人们的思考 为什么在战国七雄中 是秦国担起了历史的重任 完成了统一的使命 这是历史的必然 还是义时的偶然 敬请关注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旨 六世渔猎 在上集节目中 王立群老师讲到 秦王嬴政之所以能够仅用十年时间就拿下六国 这不仅得益于他身边的文臣武将 还得益于他的识人之名和用人之才 在秦国内部 秦王嬴政组织了一个文武齐权搭配得当 相互配合的超强队伍 所以才能够在灭六国之战中 功无不克战无不胜 然而仅仅有这些因素 秦王嬴政就能够吞并天下 独霸九州吗 事实上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我们还得从秦国的历史上去探究他的原因 为什么在战国七宿中 秦国能够统一天下 秦的统一是历史的选择 还是另有他因呢 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台 为您精彩讲述 王立群读史记 秦始皇旨 六世渔猎 秦始皇旨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 就把六国全部摆平 把天下统一了 所以所有的历史书 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都在强调 由秦统一中国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但是所有的教材都回避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说 为什么秦统一中国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呢 这个问题没有人回答 我想讲讲这个问题 我先解释一下 什么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所谓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就是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向 这就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这个大趋势包括两个层面 一个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另一个是历史发展的偶然性 秦统一天下是历史的必然性 它有双层含义 第一 七代明君 第二 代代仲裁 这两点构成了秦统一天下的必然性 什么意思呢 是从秦孝公到秦王嬴政 一共是七代国君 秦国七代国君 没有一个昏君雍主 所以我们称之为七代兵君 这很不容易 再一个 代代仲裁 七代国君 没有一代国君不重用贤才 这也是很不简单的 所以我们说秦统一中国 它是有它的必然性 这个必然性是由这两个因素决定的 在秦始皇统一六国的问题上 有人认为这是历史式 把统一的任务交给了秦国 但王立群老师认为 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和偶然 共同作用的结果 因为秦始皇继承了祖辈的基业 最终完成了统一的使命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 在秦始皇之前 他的先祖们都做了什么工作呢 让我们先追逐一下秦国的历史 秦国从立国到秦王嬴政执政期间 一共有六百多年的历史 三十多位君王 而对统一六国关系最为密切的 就是秦国的最后七代国君 他们分别是秦孝公 秦惠文王 秦母王 秦昭襄王 秦孝文王 秦庄襄王 秦王嬴政 那么这几代国君都做了些什么呢 他们对秦统一六国各自发挥了什么作用呢 我们先讲秦国的七代国君 干了些什么 第一位秦孝公 孝公时期所面临的历史使命是什么呢 变法图强 当时秦国并不是七国中间的强国 秦要统一 必须让自身强大 无论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或者一个人 最重要的第一件事 就是使自身足够的强大起来 这是打破困境的唯一出路 秦国自身不强大 你何谈统一天下呢 孝公就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 通过商鞅变法 使秦国迅速截起 完成了他这一代国君 所应当承担的历史使命 第二代国君 秦惠文王 惠文王时期 条件变了 历史使命也改变了 孝公变法以后 秦国变强了 秦国一强 其他六国得了红眼病了 因为六国不能看着秦国强大 这样六国的有势之势 就要想个办法 怎么样来对付强大的秦国呢 合纵 合纵就是联合 联合六国把秦国给弱了 给灭了 秦国不就完了吗 所以惠文王时期 所面临的历史使命 是怎么样打破六国的合纵 这个历史使命会我们完成了 他用什么办法来完成呢 连横 我用连横破你的合纵 这是第二代国君 第三代国君 秦武王 秦武王在位的时间非常短 只有三年 因为举重砸死了 他死了以后 而且没有儿子 因为他太年轻了 还没有来得及娶妻生子 就砸死了 在位只有三年 他是明君吗 他能有作为吗 秦武王这三年还真了不得 秦武王有一句名言 他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 寡人与戎车通三川魁州市 死不恨已 他说我想坐着车到达三川之地 三川就像在洛阳这一带 魁州市看一看周天子的王城 死了 不遗憾 这是秦武王 武王时期秦国已经比较强大了 那么武王时期的历史使命是什么呢 是抓住历史时机 东进中原 因为秦国是在西方 公元前三百一十一年 年轻的秦武王派他的左丞相甘茂 率领军队去攻打韩国的重镇 义阳 义阳在哪儿呢 义阳在今天河南洛阳西沿四十公里处 它是陕西通往河南的一个唯一的通道 两边是重山峻岭 中间是一线山路 非常狭窄 是个军事重镇 要打义阳 义阳是韩国的 派甘茂去打 甘茂说要打义阳必须联合卫国 然后秦武王就派了甘茂 带了一个副使出使魏国 到达了魏国一谈成功了 魏国同意跟秦国联手 然后让秦国把这个义阳给打下来 打通了义阳 秦国才能兵出韩谷关 否则就出不了韩谷关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关键之地 甘茂是一个很有才的人 甘茂出使魏国成功回来的路上 他给他的副使说 他说你回去告诉咱们的秦王 就说第一 魏国同意给咱们联手了 第二 你还说 虽然同意联手了 但是这个仗不能打 你只要这样说了 将来所有的功劳 都记在你的功劳簿上 他的副使不知道什么原因 回去就给秦王说了 魏王一听就很奇怪 打一样要联合魏国 现在魏国同意联合 你说不能打 为什么呢 召见甘茂 甘茂讲了三件事 这三件事一说 秦王明白了 第一件事叫增身杀人 大家知道增身是中国古代非常有名的一个闲人 他在废地居住的时候 这个地方有一个个增身同姓名的人 也叫增身 结果这个增身杀了人 杀了人以后 后来就有人去给为杀人的这个增身的母亲报信了 说增身杀人了 他母亲当然知道他自己的儿子不会杀人 在那个织布机上 哐哐哐哐照样直布 停了一会第二个人来报告 增身杀人了 他母亲还在那哐哐哐哐直布不动 等了一会第三个人来报告 说增身杀人了 他母亲把直布机一扔爬墙翻墙就逃了 甘茂把这个事讲给秦母王听了 他说增身是个贤者 增身的母亲是最了解自己儿子的人 还隔不住三个人一说 他母亲吓了就逃了 我是一个不是秦国人 我来到秦国帮你们打天下 我要去打天下 你想想 一定会有人在背后说我的坏话 如果我去打异扬 有人在背后说我的坏话 我既没有增身之嫌 你也不可能像增身的母亲那样 那么信任我 我去打异扬 那还能打得下来吗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张仪无功 惠王时期有一个张仪 张仪最重要的 我们讲过他的合纵 张仪立了很大的功 但是没有人说张仪立了功 都把这个功劳说在是秦惠文王的身上 说臣子离功不算功 这是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 文侯烧信 魏国的开国之军 魏文侯派了一个大将 叫岳阳 去攻打中山国 这个打中山国 打了三年把中山国给灭了 灭了中山国以后 岳阳很得意 打了胜仗灭了一个国 岳阳回来了 高兴了不得了 他觉得他自己立了这么大的功 可该受赏了吧 结果一见魏文侯 魏文侯给他搬出来一个大筐 这一筐全是这三年中间 其他大臣告岳阳状的告状信 这告状信堆了一大筐 叫岳阳看 岳阳一看 这么多告状信 魏文侯都不告诉他 压着不放 还支持他 打了三年把中山国给灭了 看了这么一大筐的告状信 岳阳才明白 这个功劳不仅仅是自己的 所以岳阳就立即跪倒在地 说了两句话 此非臣之功业 主君之利益 这不是我的功劳 这是主公主君对我的信任 在那个制度之下 如果得不到领导的信任 你能干成点什么 你什么也干不成 讲完这三点 岳阳说 你说我敢 就打一阳吗 我一阳我一年能打下来吗 我要打不下来 有多少人给背后说我的坏话 像说增身杀人一样 像告岳阳一样 那我还能活吗 这个魏国虽然同意联合了 但这个当死活我不能打 这一说 这个年轻的亲王明白了 他这样吧 咱们俩订个盟月 这个盟月就说你去替我打一阳 我对你是绝对信任 谁告状我也不听 咱俩先订个 签个合同 合同签好 我再打仗 甘宝说可以 咱俩先立个合同 两个人合同书列好 然后甘宝去打了 结果打了五个月 没有打下来 秦武王收到一大批告状信 秦武王动摇了 要求甘宝撤兵 甘宝就回了封信 说咱俩签的合同还算数吗 秦武王一听这个话 继续给他增兵 果然最后 甘宝把韩国军事要地重镇 一样给拿下来了 杀了六万韩军 打开了韩国的西大门 拿下了一样 秦国的军队 可以兵出韩国关直达洛阳 你看 这个举重而死的秦武王 只活了三年 还没来得及结婚生子 他都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你说最后秦始皇统一中国 他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 他前面六代国君 都在做贡献 人家就活了三年 还做了很大的贡献 拿了个异样 第四位国君 昭襄王 昭襄王当然功劳更大 在位56年 把大儿子都熬死了 是吧 是那么一个长寿的国君 昭襄王的历史使命是什么呢 昭襄王是其秦国一战压倒优势了 昭襄王的历史使命是继续东进 摧垮六国的主力 为最后统一奠定基础 昭襄王在位56年 先用魏燃为相 后用范居为相 重用白起 白起不负重托 一缺一战 大败韩魏联军 斩首24万 长平一战 大败赵军 活埋45万 秦国统一 一共杀了100多万 经白起一个人之手 杀了90多万 昭襄王连续不断地用兵 基本上摧毁了六国的胜利军 为最后秦王嬴政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 而且昭襄王时期 如果听了白起的话 就有可能把赵国当时就灭了 拖延了几个月 邯郸之战没有打赢 我们前面讲过这个事情 所以昭襄王也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第五位 秦孝文王 这个就不好说了 在位三天死了 既无功也无过 我们骨雀也称之为民军吧 第六位 庄襄王 就是那个义人 我们前面讲生活的秘密 最终是连接齐国 切断了六国南北合纵的通道 这是一大贡献 再一个 庄襄王利用 这个利用这个赵国给燕国之战的矛盾 占领了赵国三十七成 进一步地削弱了赵国 所以这个义人虽然只有在位三年 他也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第七位 嬴政 嬴政这个时期的历史使命是什么呢 是不失时期的发动对六国的统一战争 所以嬴政继位以后 很快就定下来发动统一战争 十年完成这个历史使命 在整个这个过程中间 我们可以看出来 秦代的七位国军 没有一位犯过大的错误 七代国军都有强烈的使命感 七代国军都完成了自己肩负的历史重任 这是很不简单的 我们说的不简单 是因为这七位国军可不是有意挑的 这七位国军根据秦国的制度 他有的是父死子继 有的是兄中弟极 他有两种继承制度 比如说昭湘王 昭湘王怎么继位的 昭湘王是因为秦武王举重给砸死了 然后在他的兄弟们中间来选 结果是因为太后和魏燃两个人联手 把他给推上来了 他当时正在燕国做人质 对于他来说 完全是个偶然性的当了国军 他做国军之后很偶然的 那么他一当上国军 他是特别能活的一个人 一当上国军就做了56年 大儿子在国外做人质 凹死了 然后停了两年 他的次子安国军继位 安国军继位纯属偶然 他哥要不死能轮到他吗 没他的戏 他哥死了 活不过他 他继位了 他继位纯粹是个偶然 他继位三天 他又死了 然后这才是义人 也就是庄襄王继位 庄襄王继位 也是偶然 庄襄王如果不是吕不为包装 他连安国军的弟子就当不上 你看看这些国军 七代国军 几乎每一个当上国军的人 都是非常偶然的得了 要么是割死了 要么是爹死了早 是吧 要么是谁看中他 把他包装一下 没有一个是必然的 都是非常意外的当上了 但是在这所有的意外当上国军的人中间 没有一个是昏的 都是明军 这很了不得 这很了不得 西汉初年有一个著名的文学家 政治家叫贾义 贾义写过过勤论上中下三篇非常有名 凡是上过中学的都读过过勤论上 过勤论的上篇中间 贾义写过一句名言 说秦王嬴政奋六世之余列 什么叫六世之余列了 什么叫奋六世之余列了 是继承了他前面的六代国军的工业 那个列就是工业 继承六代国军的工业 到他这一代七代 七代国军连续不断的努力 最终在得以统一天下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 代代明君 这可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 在秦始皇的前六代先祖身上 他们都完成了 他们所肩负的历史使命 因此到秦始皇时期 一切都水到渠成 西汉文学家贾义说的 分六世之余列 极为准确地概括了这一点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曲折前进 在战国前期 六国也曾经风光战进 但他们的发展势头 没有持续下去 导战国中期时 当秦孝宫开始重用 商鞅实行变广时 六国的发展与秦国 已经相形建筑 与秦国的距离越来越大 而难能可贵的是 在秦国的这七代君王身上 还保持着一个 其他六国国军都不具备的特点 这同样为秦国的发展 带来了优势 第二点 代代用才 这七代国君是明君 而这七代国的明君 都重用了人才 这人才还都不是一般的人才 我们说秦孝宫 秦孝宫用了谁了 用了为人商鞅 商鞅是个人家 他重用了他 然后是秦王 秦王我们刚才讲过肝帽 肝帽打一羊 肝帽是哪国人呢 肝帽是楚国人 秦王重用了他 昭襄王 昭襄王重用了 魏国人范君 又是用了一个引进的人才 孝文王咱不说了 就三天 咱不说了 庄襄王 庄襄王重用了魏人吕不韦 这魏国虽然很小 很早都被灭了 魏国出了两个顶尖的人才 一个是商鞅 一个是吕不韦 很不容易的 嬴政 嬴政重用了楚人李斯 你看这七代国君 两个魏国人 一个商鞅 一个吕不韦 两个楚国人 一个甘茂 一个李斯 还有一个韩赵魏的 那个魏国人 范君 七代国君 不但自己是明君 而且都用了当时 顶级的人才 这让我们看起来 太了不起了 太了不起了 这些因素叠加到一块 就形成秦国统一天下的历史必然性 秦国统一天下的历史必然性 就是这两个原因造成的 代代民君 代代仲裁 所以导致他 这个国家蒸蒸日上 当我们分析了 秦国最后统一六国的各种因素后 我们会发现 秦国再强大 也只是一个国家 而六国的土地 六国的人口 六国的人才 都挤背于秦国 无论如何 六国也不可能都被秦国吞掉 但是事实上 这种不可能还是发生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 六国为什么会灭亡呢 晚唐诗人杜穆 在《阿旁功夫》里 曾经给出过一个惊人的答案 他认为 灭六国者 六国也 非秦也 那么 杜穆的这种说法 到底有没有道理 秦国能够统一六国 和六国本身 有没有关系 王立群老师的观点 又是什么呢 秦统一天下的偶然性 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 六国犯错误 第二个 秦国的偶然性 六国犯错误 韩赵卫 焉楚齐 六国犯的错误 恰恰是帮了秦国的忙 就像两个打平方球一样的 我这个球虽然打得不好 但世界冠军给我打的时候 他老犯规 他老出错 那我不就当了世界冠军了吗 六国犯错误 就反过来帮了秦国的忙 那么六国犯了什么错呢 第一 三家分禁 我们专门用一集讲三家分禁 三家分禁给秦统一中国的关系太密切了 那个秦国是一个强大统一的国家 韩赵卫三国从他分出来 分出来了韩赵卫都十分了的 如果韩赵卫合成一国 挡在秦国的中间 秦国就不可能兵出韩苦官 根本就不可能有秦皇统一天下 那压根就不可能的事 统一天下的很可能是晋 公元前四五三年韩赵卫三家分禁 公元前四零三年周天子正式承认 韩赵卫是三个诸后 分裂了 韩赵卫这一分给秦国提供了多大的方便 如果我们倒过来想 不是三家分禁 要是三家分秦 秦能统一天下吗 但是历史就非常奇特 正当秦国苦苦挣扎 就觉得兵出韩国官出不成的时候 晋国一分为三 这叫天助秦也 老天帮了秦国的大忙 三家分禁的受益者不是韩赵卫 三家分禁最大的受益者是秦国 这是第一 三家分禁 第二 赵国胜衰 三家分禁 秦国已经得了大便宜了 但是韩赵卫三家中间又冒出来一个赵国 特别秦大 特别是赵武灵王 赵武灵王甚至于想灭掉秦国 赵国的军事力量当时非常强大 但是赵武灵王 但是赵武灵王前明后岸 他竟然想让长子做代王 让幼子做赵王 把赵国一分为三 结果导致 一分为二 结果导致什么 沙丘 政变 最后赵武灵王被饿死了 像这样的国军叫前明后岸之军 这么一个赵军 他没有出现在秦国 出现在赵国 紧跟着赵孝成王 中了秦的反奸计 不信任连坡 用了赵阔 导致长平之战战败 四十五万大军 被杀 最后到王国之军赵王前 还中了反奸计 杀了李牧 赵武国犯了多少错 赵武灵王 赵孝成王 赵王前 那么多犯错 你犯一次错 秦就得一分 你犯两次错 他就得两分 你犯三次错 他就得十分 帮了秦国的大忙 再说韩国 韩国的悲剧 在什么地方 韩国的悲剧 在韩非出生了太晚 韩非怎么能到王国的时候 才出生 他要是早出生一点 韩非可比商鞅厉害得多 韩非是先秦法家的杰出代表 极大成者 如果韩非早出世几十年 如果韩王重用韩非 韩非让韩国强大起来了 光一个韩国就把秦国给封死了 你出不了韩国关 悲剧 我们再说韩国 历史曾经眷顾过韩国 但是韩国把机会给错失了 魏文侯是第一个重用 李奎变法 所以到战国初年 第一个强大的国家是韩国 但后来桂陵之战 马陵之战 两次战败 而且他的顶级人才 武企 商鞅 孙斌 范居 全跑了 哪一个不是国家级的人才 哪一个不够两院院士 全走了 一个都不胜 最后胜了一个 姓陵军 姓陵军率领五国联军 大败秦军的时候 是哪一年 公元前247年 这一年是秦庄祥王去世 这一年是秦王嬴政继位 这个时候秦国已经非常强大了 然后姓陵军率五国联军 大败秦军 如果姓陵军继续活下来 那嬴政够他 够他这盘菜不好吃的 这个菜就像河豚一样 吃不好叫中毒的 结果姓陵军最后 竟然被安息王罢职 姓陵军郁郁郁寡欢 沉迷于酒色之中 四年而死 他死的是秦王嬴政四年 假如他不死 他活着 那嬴政收拾天下 能那么容易吗 历史并不是没有给魏国机会 问题是给你机会 你错过了 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烟国 烟国 烟国微不足道 但是烟国可是 第一 他充分地享受了远交进攻的所有的好处 远交进攻 他在北京 在辽宁 秦国不打他 所有的好处都享受了 但是他干了什么 第一 弱齐弄了五年 齐国衰弱了 秦国的一个主要对手 被燕国折腾回来 你不是帮了秦国的大忙吗 第二 皮赵 长平之战之后 赵国正需要休息的时候 燕国不让他休息 你不是想睡吗 我不让你睡 然后 赵国 撑不住了 他竟是无视生非 最后把人家都折腾死了 也盖他死了 所以燕国也犯了很多错误 除国 我们刚刚讲过 不思变法 政治腐败 那么一个庞大的国土 最后导致亡国 最后齐国 齐国也很可惜 齐敏王滥用武力 灭宋 导致五国伐齐 他被灭五年 这叫滥用武力 君王后和齐王剑 不用武力 最后想当五百里地的封军 被饿死在松林里边 齐国是国策错误 犯了一连串的错误 所以你算算 六国出了多少错 六国可以说 六国中间没有一国不犯致命的错误 正因为六国都犯了致命的错误 所以六国最后都无可奈何花落去 人家秦国期待明君 秦国进出明君 活三天的不犯错 活三年的都建齐功 这六国的君 他进出的窝囊费 要么是就是滥用武力 要么就是不朽五倍 就是这六国 好像是着了魔一样 瘟疫 六国的君主得了瘟病 就是我们讲那个过程 觉得非常可惜 六国 人口 国土面积 军队总量 都是秦国的若干倍 最后被人家秦国一个一个全收拾完 他们犯了很多错 但是你不要忘记 当你犯错误的时候 恰恰是给你对手最好的礼物 秦国就得意了 所以秦始皇统一中国是两大因素造成的 一个是秦国六代国君 代代明君 代代仲裁 必然的结果 一个是六国不断的犯错 不断的衰落 一个蒸蒸日上 一个江河日下 最后的结果 当然是秦国赢了 赢得你没脾气 那你没有办法 你最后你这个老是不争气 扶不起来 所以我们说 秦统一天下 是历史的必然 这个必然中间包括六国的那么多偶然情 大家不要忽略偶然情 但是虽然我们讲了很多偶然 但是我们也得承认 无论讲多少偶然 毕竟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了 总还是秦始皇把天下给统一了 那么统一的天下的秦始皇 他又该怎么样经营他这么一个庞大的帝国呢 请大家继续关注秦王嬴政 在完成统一大业之后的种种作为 谢谢大家 公元前221年 秦王嬴政终于完成了 他兼并六国统一天下的使命 建立了一个大一统的帝国 随后秦王嬴政不时时机地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 有利于统一的法令和措施 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统一的政权 由此一个新的称号诞生了 那就是皇帝 皇帝制度和皇帝意识一确立就影响了中国社会几千年 那么皇帝制度是怎么确立的 它的确立给中国历史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静紧关注王立军独史记秦始皇之 集权皇帝 公元前221年 秦王嬴政终于完成了他统一六国的历史使命 建立了一个大一统的帝国 但与此同时 一个新的问题摆在嬴政的面前 那就是他的称谓问题 在秦朝以前 周天子都称王 昔日唯沃都尊的名号 已经被许多人堂而皇之地采用了 秦王嬴政面对着自己大一统的江山 他觉得王的称号 已经无法彰显自己的威严了 必须寻找一个新的称谓 于是一个新的称号诞生了 那就是皇帝 那么皇帝一词究竟有着什么特殊的含义 嬴政为什么独独钟情于这两个字呢 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 王立群独史记 秦始皇之 集权皇帝 公元前221年的一天 秦王嬴政坐在他的都城 咸阳的大殿上 这一天他奉外高兴 因为刚刚节到 他派往齐国的使者 给他带回来一个消息 这个消息说 齐王田建 愿意去做一个五百里地的封军 然后举国投降 这个消息对嬴政来说太好了 第一 齐国的不战而降 大大缩短了 他扫平六国的时间 第二 他对齐王田建的愚蠢感到可笑 因为根本就不存在一个五百里地的封军的事 而大殿上的大臣们听到出使齐国使者的汇报以后 都在高呼万岁 就在这个时候 就在这个时候 嬴政向当朝的大臣们提了一个问题 他说如今天下大定 我也不能再叫秦王了 我该叫个什么 请大家商量一下 如果再叫秦王 就不足以显示我们大秦国的胜利 也不足以名垂青史 嬴政这番话说完以后 大殿上鸦雀无声 然后大臣们开始纷纷议论起来了 手下的大臣包括最重要的丞相 玉石大夫 还有廷尉 这时候廷尉是李斯了 在一块商量以后 向嬴政报告 他说古代最有名的莫过于三皇五帝 三皇就是所谓的天皇 地皇 太皇 这三皇中间太皇是最尊贵 五帝是皇帝 专须 帝窟 姚 顺 这个古代最尊贵的莫过于三皇五帝了 而三皇五帝他们统治的地盘 比我们现在大秦要小得多 而且诸侯们有时候来朝 有的也不来朝拜 所以大臣们一块商议 在三皇中间最尊贵的是太皇 所以建议秦王改称太皇 嬴政听完以后 就讲了两句话 第一句话 去太留皇 把太的去掉 把皇留下来 五帝的地保留 合起来叫皇帝 这就是嬴政在扫平六国以后 他提出第一个问题 而且自己当机拍板做了个决断 这大臣们又说 他说今后你的所有的命令 都叫做制书和诏书 而且你本人 这个本人自称称震 震这个字在中国古代 它是个第一人称代词 原来谁都可以用 现在就说 只有秦王他才能够专用 这就是中国皇帝之称的原来 皇帝的称号 就是在秦始皇扫平六国以后 他定下来 叫大臣们讨论的第一个问题 这个定下来以后 嬴政又提了第二个问题 他说过去 古代的君王死过以后 新继位的君王和大臣们 要根据先王的医生的表现 给他用一个字概括一下 这一个字叫适 他说这个做法不好 这个做法是 后代的即位的君王和大臣 议论前代的君王 这叫以下义上 他说从我这开始 以后废除施法 我叫始皇帝 我死以后 这就叫始皇帝了 下面叫二世 三世一直到万世 这嬴政在灭了六国以后 他做的第一件事 是两个问题 第一 自称皇帝 第二 取消事法 这两件事情 在中国历史上 都是大事情 因为从此以后 中国历朝历代的最高统治者 谁也没有再改变称呼 都叫皇帝 皇帝就由此而来 那么 嬴政的这种做法 表现了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呢 我们可以毫无保留的说 嬴政这种做法的本身 表明 表明他的头脑已经开始发热了 他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 扫平六国统一天下 在他以前三十五代秦国的国军 没有完成的事情 他不到十年全部完成了 所以这个时候 他觉得他的秦王朝可以传之万事 不可能再出现改朝换代了 而且他不允许 这个后代的君王和大臣 给前代君王议定施法 实际上是取消了 也就是剥夺了 后世对他生前的任何批评 因为施法是一种批评 那有的皇帝死了以后称五 我们讲过汉武帝 武帝 有的称文 叫文帝 这都是有讲究的 称文称武 都是要有一定的标准 才能称文称武的 还有的皇帝没有活到 他应该活的年龄被杀了 他可能被称为哀帝 哀 像这个文 武 哀都是诗 都是诗号 但是秦皇把他统统剥夺了 就不允许 死后对他的屈性都不允许 那么生前的就更不允许了 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 那秦王嬴政在继承了国军的位置 完成天下统一以后 为什么他立即做的事情 就是自称皇帝 而且取消释法 为什么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 自以为德金三皇 攻盖五帝 于是皇帝一词也就诞生了 由此开始 他还制定了一系列 与皇帝有关的制度 如智 赵 是皇帝命令文告的独特形式 陛下是臣民对皇帝的尊称 皇帝的亲属 也有了独有的称谓 如皇帝的父亲叫太上皇 皇帝的母亲叫皇太后 皇帝的妻子叫皇后等等 与此同时 秦始皇还建立了 与皇帝相关的礼仪制度 但是由于史料的匮乏 他的原始面貌 我们很难理清了 那么让人奇怪的是 秦始皇为什么在统一天下后 就立刻要为自己证明呢 这里边的原因 大体上来说是三点 第一 正名 第二 神话 第三 圣话 我们分别加以说明 中国古代的文人 特别是中国古代的帝王 都非常重视正名 因为先秦主子 非常重视正名 孔子就说过一句 非常有名的话 叫必也正名呼 古人都认为名不正言不顺 所以正名是一件大事情 秦皇统一天下以后 他第一个要做的事情 这个所谓商议一个帝号 实际上从本质上讲 就是要定一个称呼 自己怎么称 这叫正名 这是第一件 第二点 神话 因为称皇帝的过程 也就是树立自己 绝对权威的过程 什么叫皇呢 据古书的记载 天人之总称 叫做皇 什么叫帝呢 帝则天号 帝是天之号 所以皇和帝 在中国古代 是两个最神圣的词 秦始皇要把这两个 最神圣的词 拼到一块 作为自己的称呼 这明摆着 这明摆着是要神化自己 第三点是圣化 秦始皇是一个皇帝意识 非常强烈的一个帝王 他这个帝王意识非常强烈 所以他需要把自己放在一个 至尊至圣 至大至上的位置上 所以他需要圣化自己 那么怎么个圣化呢 我们具两点可以看得出来 一个是以龙自举 我们中国这个龙 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象征 而在先秦 龙是一种神物 龙也是民间老百姓 对皇帝的一个俗称 所以秦代的老百姓 称秦始皇叫祖龙 你不是始皇帝吗 所以老百姓都称他为子 祖龙 据秦始皇本记中间记载 秦始皇临死之前 民间流传的一句话 这句话叫 今年祖龙死 这个话就传到秦始皇那里去了 这种话带有预言性质的 我们把它叫做什么呢 叫做称 就是一种预言 秦始皇听完以后 脸沉下来 好长时间没说话 他后来就做了个解释 他说祖龙者人之先也 祖龙是什么呢 祖龙不是指我 祖龙是指人类的先祖 他否认自己就是祖龙 实际上他这个龙的意识非常强 也就是帝王意识非常强的 再一个垄断心态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那个镇 镇本来是所有的人都可以称镇 但是从秦始皇以后 只有皇帝才能称镇 这就是垄断的一个字 这垄断的一个字 实际上就是表现了秦始皇 唯我独尊的一种思想 因为帝王制度实际上就是一人制度 所有的权力都控制在一个人的手里面 所以他要垄断这个镇这个字 以上我们讲了三个方面 正明 神话 圣化 但是这三个方面合起来 其实秦始皇 正明号的根本目的 是为了加强控制 加强对统一的天下的控制 因为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 他知道他现在掌握的不是一个秦国了 而是包含七国在内的一个庞大的帝国 这么一个庞大的帝国 你怎么能够把它掌握得住 他需要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 便于控制整个的天下 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问题 一名号 我们看到 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 还在运用各种手段 加强巩固自己的统治 可以说 他所建立的皇帝制度 在许多方面都具有首创性 而这些制度 绝大部分被汉王朝继承下来 稍加变动 使之更加完善 此后的两千多年间 虽然历代王朝都对皇帝制度有所损益 但秦始皇确立的这个制度的基本框架和精神 基本上没有变化 它影响了中国社会几千年 但是在这里 秦始皇仍有一个问题不能回避 那就是 他毕竟是夺了周朝的江山 而建立的一个大帝国 这一点 秦始皇又如何向天下人解释呢 当然 秦始皇是夺了人家周天子的江山 建立了秦帝国 那么你夺了人家周朝 周朝分为西周跟东周 东周又分为春秋跟战国 秦始皇最后是把东周也给灭了 把周天子封的诸侯全灭了 等于是从周朝夺了一个江山 那么你这个夺合法不合法 这就存在了一个问题 秦始皇要为自己的秦帝国 寻找一个合法性的依据 这历代帝王 如果我们通读二十四史 你发现这个历代帝王 在论证自己的合法性的时候 都玩了四种把戏 我们概括起来是四种把戏 第一叫扶衬 第二叫得运 第三叫传国喜 第四叫封善 这个帝王他当了帝王以后 怎么证明自己就是合法的呢 他都是这四条 这四条要么全做 这四条要么做其中的几条 来证明自己是个合法的皇帝 我们看秦始皇怎么做的 我们先说这个扶衬 扶是扶瑞 祥瑞 一般一个新王朝建立之前 他会出现一些祥瑞的事 这个秦始皇建秦帝国的时候 没有出现祥瑞 他后来怎么办呢 他找了一个根据 他说五百年前 五百年前 秦文公打猎 打到一条黑龙 这是个祥瑞 五百年前 这把他老祖宗搬出来 来证明他自己的合法 这是第一个 扶瑞 他们又更多的了 他就举这个事 那刘邦后来就多了 刘邦什么 斩白蛇 刘邦头上有云气 那个云气别人看不见 就吕后能够看得见 刘邦爱喝酒 喝了酒了以后 他没钱 竟赦人家的酒喝 喝了酒到年中 不给人家钱 他赦谁家的酒喝 谁家的酒店的生意 就特别红火 到年底的时候 赦给刘邦的酒越多 他这个酒店 赚的钱就越多 这全是神话 所以甚至于来 刘邦出生都是神话的 他不是他爹给他娘生的 是一个龙 缠在他娘的身上 生下来就是他 这皇帝当了以后 都要想办法 刘邦的想的办法 比秦皇想的还多 秦皇是第一个 刘邦在他的基础上 要发扬光大 办法就越往后 他办法就多 招就越多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叫德韵 德韵这个词 大家第一次听 很陌生 但是有八个字 大家在电视剧中间 经常听 非常熟悉 就是我们看电视剧中间 一读皇帝的圣旨 前面八个字是什么 奉天承运 皇帝赵岳 这八个字 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 都非常熟悉 我现在就讲奉天承运 什么叫奉天 奉天是奉天命 承运是承德韵 这个德韵 就是过去我们光说奉天承运 没有掰开来讲 掰开来讲 是奉天命承德韵 这个德韵是怎么来的 这个德韵是战国时期 形成的一种学说 因为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 哲学思想是阴阳 后来又阴阳发展成五行 我们在中一系列讲过五行 金木水河土 古代的帝王 他们把每一个王朝 和金木水河土相配 在秦始皇这时候是怎么配的 他说人家周朝是火运 周朝是火运 那么秦始皇就称他这个王朝 是什么呢 是水运 水可以克火嘛 所以我是水运的王朝 而这个说法是齐国一个人 叫周炎他提出来的 他提出来金木水河土是五种德 这王朝的更替是一个德韵王朝取代的另一个王朝 这叫五行相克 这个武德中始呢 就是金木水河土这代表着五行中间的每一个形的王朝 它是互相取代的 周朝是火 秦朝是水 这个五行又和五色相配 红黄蓝白黑和五色相配 那么水配的是什么颜色呢 水配的颜色是黑 五行再和东西南北四方相配 东西南北中四方相配 那个水配的是什么呢 水配的是北 秦始皇就说他那个王朝是水运王朝 他取代了火运的周朝 而这个水运呢 在方位是北 在四季是东季 还有和五色和颜色相配 它是黑色 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武德中始 所谓这个王朝的交替 就是代表不同德运的王朝 一个取代一个 这样来的 所以秦朝很明显 水运 北方 冬季 颜色 上黑 所以大家看过张一谋上演的英雄吗 你看那个英雄 那个秦皇的大殿上 秦皇穿的衣服 包括文武百官的衣服 还有大殿的颜色 主色调 什么色呢 黑色 当时你要不懂武德这个说 你就看个热闹 懂得了你就明白 他是有讲究的 而且 这个秦朝皇还规定 我这个水运王朝 水运是主 它的这个数字是主六 因为这个水是阴 火是阳 水是阴火是阳 所以水运王朝 以六为集数 它这个六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看两个卦 五行和八卦的相配 这个是前卦 这个是空卦 前卦的是阳 空卦的是阴 空卦呢 你看它分为这六排 最底下 这个是初六 二六 三六 四六 五六 上六 整个的阴 都是以六为代表 所以水运王朝 宠上六 所以秦皇规定 官员的帽子 六寸高 一步 多长呢 一步是六尺 坐那个车 要六尺长 坐那个车前面 驾车的马 六匹马 分天下为三十六郡 三十六郡是六六三十六 搞了一整套 这就是所谓的德运说 这套听起来的话呢 挺玄乎 挺玄乎的 其实秦皇呢 他是用这种说法来论证 他这个王朝 是个水运王朝 这一套理论呢 我们今天听起来 觉得怪怪的 这就能证明你合法了 但是当时的人都信这一套 所以当时一说 大家都知道 他是受命于天的天子 承认他 这是第二点 得运 第三点 传国喜 我们在秦赵之中经 曾经讲过 当时的秦赵乡王 想拿十五座城 换赵国的一块什么东西 何时必 没有换成 后来秦把赵五给灭了 何时必就到手了 何时必到手以后 秦皇中让李斯 写了八个字 把何时必 刻成一个传国的玉玺 当然还有一种说法 不是用何时必刻的 用蓝天玉刻的 这八个字叫寿命于天 寄寿永昌 这八个字什么意思呢 说我这个地位 是老天给我的 叫寿命于天 寄寿永昌 就是永远可以传下去 这是传国喜 这传国喜很重要 刚才我们讲德运 总觉得德运不好琢磨 所以传国喜 它就不一样了 传国喜是一看得见 摸得着的东西 所以古人就认为 传国喜是德运的 一个物质化的表现 我当皇帝是合法的 为什么呢 我有传国喜 过去我们听过三国 大家知道三国是为 那个传国喜的问题 孙坚得到以后 闹了很大的矛盾 每一个当皇帝人 都想拿到传国喜 拿到传国喜 证明你这个皇帝 就是合法的 就是奉天成韵的 这传国喜一直到宋代 以后丢了 所以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 没有传国喜 非常遗憾 他遗憾了很长时间 所以这是第三个 秦皇也具备了 第四个的就是风扇 什么叫风扇 在泰山顶上修一个坛 祭天 这叫风 在梁府山底下 祭地 这叫扇 泰山给梁府是两座山 梁府山就在泰山脚下 就在泰山附近 风给扇 是一前一后同时举行 合起来叫风扇 秦始皇是在28年 也就是公元前219年 专门登了伊斯泰山 举行了风扇大典 这个风扇大典 它不是一般的 这个一个祭天仪式 风扇大典是一个具有宗教性质的 一个祭天地的仪式 那不是一般人能够祭的 你要是做个平民百姓 你敢到太山上祭天 肯定的把你杀了 因为你 那就意味了你想夺位啊 只有 什么样的人可以去祭天呢 古代举行风扇的只有两种人 第一种人 一姓而旺 改了姓 自己当了皇帝的人 可以去祭泰山 举行风扇 再一个 治理天下 太平的人 可以举行风扇 除了这两种皇帝以外 其他人不能 所以我们知道秦始皇 汉武帝都举行过风扇大典 其实这个风扇 它是一个仪式 秦始皇就是要通过这个仪式 来证明自己是奉天成运的合法皇帝 什么福瑞 德运 风扇 这些东西一块来搞 证明自己是个合法的皇帝 就是我夺了人家的权利 夺了人家周朝天子的这个 是合法的 这个很重要 它为什么重要呢 第一 证明我这个皇帝 不是偷人家的 把人家的东西偷过来 我来当皇帝了 我是奉天成运的皇帝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说 其他的人你别跟我学 你们要学着我 从我手里把那个东西带夺走 不合法 你们不是奉天成运的 只有我一个人 朕是奉天成运的 所以他这个德运说 这个德运说是个双刃剑 德运说既能够论证 新王朝的合法 他又能为下一个王朝 代替这个新王朝 做理论上的论证 那秦朝皇当然不愿意论证 刘邦能够取代他 他当然不愿意论证这个了 所以他只愿意论证 我这个王朝是合法的 那当然刘邦当了皇帝以后 刘邦就要竭力 要论证 他也是合法的 是奉天成运的 所以这个皇帝继位以后 他首先考虑的问题 是巩固江山 打江山不容易 做江山更不容易 所以所有这些做法的目的 就是从论论上 证明自己合法 便于自己控制天下 统治天下 实际上 他是从思想舆论上来完成 对天下统一 对天下的统一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其实我们说 秦始皇无论是称皇帝 还是神化自己 其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在政治上 实现高度统一 不允许诸侯纷争的局面 持续下去 所以秦始皇首创了皇帝制度 他用武德学说 来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 保证了官方思想舆论上的统一 但仅有这些 还是远远不够的 在加强对地方和官员的控制上 秦始皇也是想尽的办法 那么这一点 他又是怎么做的呢 你光有思想上的统一不行 你怎么能够从组织上 保证你天下的统一 秦始皇也想了办法 这个办法 就是公元前221年 当秦始皇刚刚灭完六国以后 丞相王婉就给他提了个建议 说我们灭了六国 这六国中间有三个国家 离秦国太远 一个是燕国 一个是齐国 还有一个楚国 这三国原来离秦国就很远 这三国我们现在不好控制 我建议在这三个国家 封你的儿子做诸佛王 用他们去控制这些国家 秦始皇听说以后 就把这个事交给大臣们去议论 然后在朝堂上议论的时候 大臣们的意见是一边倒 绝大多数大臣都赞成王婉的说法 一定要封皇子为诸佛王 镇住这三个边缘的诸佛国 只有一个人反对 这个人是谁呢 李斯 李斯反对 李斯这时候的职务是廷尉 廷尉是主管司法的官 李斯反对 李斯说不能分 为什么不能封这个诸佛国呢 他说有一个道理 他说你刚开始分的时候 你是封你的儿子 儿子跟儿子之间的血缘关系非常近 手足之情 他很近 他不会闹分裂 但是儿子传孙子 孙子再往下传 越传越远 将来传个几代以后 那几代以后那些诸佛王的血缘关系就远了 因为血缘关系近你来分 因为血缘关系远 他们互相之间就要争土地 争权利 争权利 这就是周天子最后闹的春秋战国闹的不可收拾的原因 如果我们今天封了 我们还会走周天子的劳力 所以不能封 天下只能实现郡县制 秦始皇听完以后 采纳了李斯的意见 分天下为三十六郡 三十六是六的六倍 三十六郡 刚开始封的是三十六郡 这样郡县制就产生了 郡县制是怎么来的呢 最早的郡是晋国产生的 在战国策中间曾经记载过一段话 这样讲 说克敌者上大夫受陷 下大夫受郡 这句话的意思说 打败敌人以后 上大夫要封给他一个郡 下大夫封给他一个郡 从这个话你可以看出来 早期的郡比县低 县高 郡低 到了战国时期 县作为一级行政组织 实际上比郡要低 战国七雄都在边疆的重镇 设立了郡 而在郡下再来设置县 这我们讲过很多这种例子 比如说我们前面讲古宫之臣 讲秦皇统一六国的原因的时候 讲过秦武王史上一个甘茂 甘茂打下来 一阳建立了什么郡呢 三川郡 将吕不韦打下来浦阳这一块以后 建立了什么郡呢 东郡 就是战国时期 七国都有郡 秦国从商鞅变法开始 就把一些小的义合并成县 但是真正在全国实行郡县 是从秦始皇开始 这个郡县制 它是从组织上保证秦始皇的绝对权利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郡县制一设立以后 郡得太守 县的县令县长 是由皇帝亲自任命 而且他不能够施洗 这样就保证了皇权的绝对的权威 所谓郡县制 是从组织上来保证了皇帝制度的实行 所以郡县制给皇帝制 是密切配合的一种制度 在中央政府怎么办呢 中央政府秦始皇实行三宫九卿 丞相 太尉 玉史大夫 这是三宫 下面还有九个主要的大臣 叫九卿 地方上的郡县 中央的三宫九卿 这是从组织上保证 皇帝的绝对权威 这样秦皇实际上在建国以后 就是在他统一六国以后 他首先做的是为自己证明 神化 圣化自己 然后采取各种办法 从各个方面论证自己政权的合法 最后又从组织上用三宫九卿制 给郡县制保证了皇帝的绝对权威 所以我们这一集讲的这一些 实际上的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 采取各种办法巩固他的统一成果 但是秦始皇巩固统一 可不仅仅是限于我们讲这一点 秦始皇还在文化 经济 军事 各个方面 采取了多项措施 来巩固秦朝的统一 那么秦朝还采取了哪些办法 来巩固他的统一呢 请大家继续关注这个话题 谢谢大家 秦始皇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 在文化上采取统一文字 在经济上采取统一度量衡的政策 而史书记载 秦始皇是采用小传统一文字的 但秦朝流传下来的文字 更多的却是秦力 这是为什么呢 是史书的记载记错了吗 还是另有原因呢 秦始皇在经济上统一度量衡的做法 又会带来怎样的结果呢 请请关注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之统一制度 在上一集中 王立群先生讲到 秦始皇从政治制度组织制度上 采取了许多办法来巩固秦帝国的统治 而接下来 在文化和经济上 秦始皇也采取了统一文字和统一度量衡的做法 来加强统治 史书记载 秦始皇是采用小传来统一中国文字 但是我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从出土的秦朝文字中 我们看到更多的却是秦力 这是为什么呢 是史书的记载错了吗 还是另有别的原因呢 秦始皇还在经济上采取了统一度量衡的做法 这又会带来怎样的结果呢 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继续讲述 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之统一制度 因为我们上一集讲到的 秦始皇主要是从政治上与组织上 来保证他这个帝国的统一 这个你可以想象得到 秦国本来就是在陕西甘肃 云夏这一片一个小国 这一下子把整个中国都给统一了 你想想站在这么大的地方 他能不担心对其他地方的控制 能控制得住吗 特别是一个小国 因为秦国的面积 领土面积在六国中间不算大的 楚国的面积是最大的 占那么大的地方 他怎么能够把这地方都控制起来 这是他必须要考虑的 所以上集我们讲了政治制度 组织制度上 他从制度上想了很多办法 这一集的我们要讲 秦志皇在文化上 在经济上采取什么样的办法 来控制整个的天下 秦志皇在文化上控制天下 最重要的措施就是统一文字 因为在文字这个问题上 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件 统一文字涉及了三个大问题 第一 为什么要统一 第二 用什么东西来统一天下的文字 第三 怎么样来看待 秦志皇统一文字这件事情 涉及了三个问题 当然 秦志皇统一文字的前提 是文字的混乱 战国时期 天下的文字 不但各国的经济 政治是分裂的 文字也不同意 我这里边拿了一个表 这个表上呢 写了两个字 上面这一行 都是马匹的马 大家看着 这是齐国的马 楚国的马 燕国的马 韩国的马 赵国的马 魏国的马 写法兜头 第二行是安全的安 针 六国的安全的 安的写法也不一样 这个文字的不统一 是因为一体字 简化字太多 随意简化 随意地 就写一个同音字 这样一来 导致文字不统一 秦志皇统一六国以后 他把文字统一了 统一以后的 天下的马都写成这个了 安全的安都写成这个了 这两个字 是小传的马和安 这说明 在战国时期 六国的文字 差异很大 文字的差异 就带来了一个大问题 带来一个什么问题 文字的混乱 甚至于达到不可辨认 这就麻烦了 假如秦皇下了一个诏书 秦皇的诏书用秦国的文字写 到了赵国不认识 到了韩国不认识 你说这皇帝的诏书怎么贯策 所以秦志皇统一文字的原因 是两大原因 第一 文字本身混乱 第二 便于政令统一 这是最重要的目的 其实秦志皇他统一文字 他的根本出发点 还是为了鼓舞统一 你别秦志皇 弄个奉天成运皇帝赵月 人家这八个字都看不懂 你还谈什么天下统一 就无从谈起 所以文字的统一 是政令统一的前提 而政令的统一 又是保证国家统一的必要措施 所以秦志皇在文字上 下了很大的功夫 要统一文字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怎么样统一呢 六国的文字都不一样 怎么样把天下的文字统一起来 两点 第一 把六国的文字 一张纸 一道命令 全部废除 废除掉 然后 制定一个全国统一的文字标准 因为当时没有 报纸 杂志 网络 电视 当时居然是手写 在手写的情况下 必须要下令 废除原来的文字 然后制定统一的 这里有一段重要的记载 说明了这个问题 这是一部书 这一部书在中国文化史上 在中国文字史上 非常有名 这一部书叫 说文解字 它的作者是东汉 河南的许顺 河南人 许顺在说文解字中间 写了一个序 非常有名 我读研究生的时候 我的导师 我的导师给我们讲 说文解字序 光那个序 我听他的说文解字 光听序 听了一个学期 还没看正文 光序 老先生 我们讲了一个学期 这段序 我读其中的一段 这段话很重要 秦皇帝初歼天下 丞相李思 乃奏同志 霸起不欲情文何者 思做苍结篇 中车府令赵高 做原历篇 太史令胡武进 做博学篇 截取始咒大传 祸破神改 所谓小传者也 这段话 是许顺的寿命解字序 这话的大意是说什么呢 秦中皇统一天下以后 有丞相李思 向秦中皇报告 要统一文字 统一文字怎么来做的呢 第一 是霸除了不和 秦国文字相同的文字 全部废掉 然后写了三部标准的字书 当时没有字典 就是请了三个人 一个是李思 李思写的叫苍结篇 第二个人是中车府令赵高 赵高这个人大家非常熟悉 现在还不写他 秦中皇死了以后 他很活跃 赵高这个人 他写了一个原历篇 另外还有一个太史令 胡武静 写了个博学篇 这样苍结篇 原历篇 博学篇 三个就是三个字书的标准 然后把这个三个标准 抄一下 颁布到全国 但是这三部字书都失传了 我们现在都看不到 现在所我们能够看到的 就是秦始皇在巡游天下的时候 在泰山 在狼牙台 它有刻石 秦中皇到一个地方 找一个石头刻碑 这个碑上的字 都是李思写的 我这里是现存的 李思在泰山上的刻石 不太清楚 不太清楚 如果我们处理一下 就是这样 大家看见了吧 这叫什么呢 这叫小传 这个文字大家一看 第一 不认识 第二 像画画 第三 非常漂亮 你看这字 既整齐又漂亮 但是有一个缺点 不好写 不好认不好写 我们根据许慎 真的说文解字序现在可以断定 秦始皇是用小传这一种书体 统一了全国的文字 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和这个历史记载相反的现象 什么现象呢 现在我们从地下不是出土了很多东西吗 挖出来很多秦代的剪毒 木头的或者是竹子的 这东西简称为秦简 在这个秦简上我们看到的字不是小传 大量存在的是秦代的历书 秦历 这样学术界就出现了一种观点 有的历史学家认为 秦始皇统一文字 是既用了小传 又用了历书 用两种书体统一了文字 在史书的记载中 秦始皇是用小传统一的中国文字 但是我们从秦朝的出土文物中发现 秦朝历书的使用也很普遍 要弄清楚秦始皇到底是用小传 还是历书统一中国文字 我们首先就要来了解一下 小传和历书的区别 小传和历书是两种不同的书写体式 小传笔划复杂 整齐和谐 写出来的字像图画一样漂亮 但是书写麻烦 而历书笔划比小传简洁 主要是将小传的远转笔划 改为方辙 书写效果略微宽扁 讲究蚕头厌买 那么在秦始皇统一中国文字的时候 他究竟是采取了小传和历书 哪一种书写体式 来作为文字统一的标准呢 王立群先生的看法是什么呢 秦始皇用什么统一的 贴下了文字呢 我认为是小传 理由是什么呢 两条 第一 许慎的说文解字序 这是一条理由 许慎说了很清楚 第二 目前存在的 秦始皇在各地刻石 秦始皇在各地的刻石 像泰山 宜山 植服 狼牙台 结石 这些地方的刻石 全部是小传 刻石是秦始皇公布的 由李斯传写的最有名的这些文字 这些文字都是小传 只能说明秦始皇是用小传统一的 那么这就带来一个问题 既然秦始皇用小传统一全国的文字 为什么我们现在从地下挖出来的 大部分不是小传 是秦代的历书 这怎么解释 这就出现两种说法 一种就是目前一些历史学家主张的 说是用小传给历书统一了 我的看法不是这样 我的看法是 秦始皇用小传统一中国文字的做法 失败了 为什么失败的呢 因为我们知道 中国的文字大体上的发展顺序 是这样的文字 殷商时期是甲骨文 甲骨文以后是经文 经文以后是大传 大传以后是小传 小传以后是历书 历书以后是楷书行书 楷书嘛它是习近出现的 中国文字的书写体式 是这样演变的 文字的功能是什么 交流啊 文字的唯一功能就是交流 所以文字有没有生命力 取决于这个文字 是不是便于书写 便于时任 一个是便于你认识它 再一个是便于你写 只有这样的文字 才具有生命力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小传虽然很漂亮 但是不好写 它不好用 这样就出现了历书 谈到历书 这问题还有四个小问题 第一 什么是历书 第二 谁创造了历书 第三 为什么秦始皇不用历书 统一中国的文字 第四 怎么样 用小传统一中国文字的评价 这四点我们要简单说一下 因为这都涉及到 秦始皇统一文字的问题 我们先说什么叫历书 什么叫历书 现在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 是占主导地位的一种说法 习近有一个书论家 这个人叫卫恒 他写过一本书 叫四体书室 卫恒在四体书室中间 写了这么一个故事 说秦代有一个人叫陈苗 这个人犯的罪 罚着他去做劳仪 在做劳仪的时候 他发现秦代的司法官 用小传写那个司法文书 非常难写 小传下画画 那些书法官天天在那画 画的半天画不几个字 很难写 然后他就发明了 一种代替他的书写格式 这就是历书 后来这个事 被秦代皇知道了 秦代皇就赦免了成苗的罪 然后让成苗做御史 专门用历书体来写 由于成苗本身是个徒例 他又是在徒例中间流行 所以这个历书 是由此而来称之为历书 这是目前在主导的说法 这个说法 没有道理 没有道理 我不赞成 我主张另一种说法 什么说法呢 历书的历是历属的意思 历书是历属于某一种书体的简辩书写格式 历书是历属于哪一种书体呢 历书是历属于大传 大传很混乱 大传很难写 在大传书写的过程中间 就有一些无名的书写的人 就慢慢地改造大传 创造了一种古代的历书体 因为文字也好 一种书体也好 绝不是一个人能够创造的 一个人创造的 其他人不会认 只有大家集体创造的 大家才认 才便于交流 所以成秒造立书 是一种不可靠的说法 那么我们今天 我提出来这个说法 就是在学术界也有少数人 主张这种说法 这种说法是少数派 但是它是符合实际的 现在我举一个例子 说明秦代 在李斯他们用小传 来统一中国文字的时候 其实秦代早就出现了隶属 大家看这个 这个可是在中国当代书法界 非常有名的三块秦简 这是1980年 在四川青川县 发现的三块木简 叫青川木毒 青川木毒 这个青川木毒 是秦武王二年 也就是公元前309年 书写的 有关田地管理的一个文告 这个文告中间 因为这是一个 它的原件 我这中间 我抽出了两个字 这两个字 大家比较容易认 一个是123的3 一个是耳切的耳 这两个字 是从这个青川木毒中间 抽出两个字 这两个字 大家一看 它和我们今天的隶属 非常接近 这就说明 在秦武王时期 秦国已经出现了 青川木毒这样的隶属体 说明秦历早就存在 秦始皇统一中国文字的做法 本身是对的 但是秦始皇犯了一个错误 他没有用最简便 最好写的秦历 去统一六国的文字 他用什么去统一呢 用最华美 最漂亮的小传去统一了 小传很漂亮 但是不实用 立书了 没有小传好看 但是立书了实用 所以秦皇依靠他的政令 推行小传的结果 导致小传实际上 没有被老百姓接受 大量出土的文献 我们现在从地下挖出来的秦简 绝大多数是秦历 不是秦传 或者说是由传到历的一个过渡期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样的话 秦始皇统一文字中间 他采用小传 表明了秦始皇的一种爱美心理 秦始皇是很爱美的 连文字 他要选取那个整齐漂亮的小传 来统一天下的文字 出发点很好 他的手段也很强硬 秦始皇的话 谁敢不听啊 我们开句玩笑话 当时小孩哭了 家长要吓着小孩不哭 都会说秦始皇来了 小孩立马就不哭了 那小孩都怕秦始皇 都知道秦始皇很厉害的 但是他用正令的方法 去推行文字 竟然失败了 说明什么 说明文字的流行 有它自身的规律 这个规律就是四个字 从俗 从简 文字能够流行的 最根本的原因 就是从俗 从简 违背了这个原则 人们就不去用 很少有人 再去写那个最繁杂的字 秦始皇为了加强秦帝国的统治 在文化上采取书同文的政策 也就是要用小传来统一中国文字 但是最终他用正令 推行小传的做法没有成功 人们更多的是用隶书来进行书写 那么对于秦始皇 用小传来统一文字的做法 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呢 首先我们应当肯定 秦始皇统一中国文字功不可没 这一点应当 绝对应当肯定 主观上 它是为了加强统治 但是客观上 它大大便利了思想的统一 特别是对我们这个多民族的统一帝国的形成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它成为维护中国统一的一种无形的力量 所以统一文字功劳很大 因为中国这个地方 由于地方太大 导致方言众多 我们现在很多地方的话听不懂 福建话 闽南话 闽北话 客家话 广东话 我们都听不懂 幸亏我们有一个统一的文字 虽然你方言读的音不一样 但是一看文字 我全懂了 所以文字的统一 就弥合了方言的多样化 带来的交流的障碍 不是听不懂吗 听不懂咱俩手写的交流 写一句交流一句 就像那个网上聊天一样 你用广东话 我用普通话 我们照样交流 因为我们是文字的交流 所以 文字成了跨越时空 传承中华文化的一个载体 它对形成中华民族 统一的心理 统一的文化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的 一股无形的巨大的力量 但是秦朝皇统一中国文字 有它的缺点 就是它采取华美整齐的小传 而没有采用了简便 易写的历书 这是它的缺点 结果导致 秦朝皇用小传 统一中国文字失败了 没有成功 倒是历书通行天下 秦朝皇统一中国的文字的做法 在秦代并没有真正完成 什么时候完成了 汉代 汉代通行的是历书 秦朝皇的书通文字的愿望 真正的实现是汉代 汉代真正实现的书通文字 因为用历书统一了 所以小传就成了 中国文字书写体制中间 最短命的一种书体 它流传的时间最短 这个原因很简单 为什么 历书能够取代小传 原因在什么地方 在书写工具 中国的这些书写工具是毛笔 传说毛笔还是秦朝皇手下的一个大将 蒙田说他们发明的 这个我们且不论 至少说秦代已经发明了毛笔 毛笔是一种笔头非常软的一种书写工具 它和那个硬笔书法不同 所以毛笔这种书写工具 在写的时候 很容易写成那个残头边尾的历书 所以历书体制 所以能取代小传 其实起决定作用的是书写工具 你现在要用圆柱笔来写 历书也不好写 什么好写 庞中华的那个字好写 但是硬笔书法 因为书体的流行取决于书写工具 而在那个时代书写工具是毛笔 所以导致小传没有隶书流行的好 所以秦朝皇统一中国的文字 在某种意义上失败了 也成功了 成功是汉代成功了 这是我们讲的 秦始皇在文化上巩固统一的重大措施 统一文字 秦始皇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 在文化上采取了一项重大措施 这就是统一文字 那么接下来在经济上 秦始皇又会采取什么办法来加强统治呢 那么在经济上 秦始皇还采用什么办法巩固统一呢 有两个很重要的一项 第一 统一货币 第二 统一多量衡 这两点至关重要 第一个货币就是钱 钱要不统一 那这中间可就麻烦大了 而战国时期呢 六国的货币都不同 我这打了一张铜 很漂亮 这张铜大家可以看看 这就是战国时期六国的货币 这一个叫布币 它像一个农具 像一个农具一样 这是韩兆魏三国使用的这个货币 这个币呢叫刀币 像个刀一样 当然这种货币现在坐飞机都不能用 带了 它安检你过不去 你带刀你上飞机 你说你带钱你肯定不愿意 你说你带了只刀 你说我是古钱 那肯定也给你没收 是吧 刀具不能带上飞机 但这个呢 它确实是 当时齐国 赵国 燕国这一块流行的就是这个刀币 这个呢是秦代流行的 秦国流行的原型钱币 这是秦国的货币 这就是后来秦始皇统一天下的货币 叫秦半两 这一块钱 这一块钱是半两 这个呢是楚国的货币 你说这些货币如果不统一 怎么去交换呢 等到住店的时候 到北京来一住店 你拿出来刀 我拿出来 往哪一摆 那老板怎么收钱呢 货币不同一 经济就不能统一 而且战国时期的货币 还有一个大弊端 谁都可以造钱 可以私人造钱呢 秦始皇就实行了两个办法 第一 我要统一 第二 我这个货币的制造权 收归国有 这一条很关键 它是国家巩固统一的 很重要的一个措施 为什么汉代汉景帝出现 吴楚七国叛乱呢 吴楚七国叛乱的时候 是吴王刘弊 他自己可以造钱 他可以开同山造钱 他当然他就付了 有钱呢 他就可以买兵器 可以招兵买马 就可以造反了 秦始皇统一货币呢 首先是 只允许国家 发行货币 不允许私人发行 这是一条 再一个 把全国的货币 统一成上币和下币 两种 上币是黄金 下币 就是秦班梁这个钱 这样一来 全国的货币都统一了 秦始皇就掌握了 国家的经济命脉 这个是当皇帝 必不可少的 你尽管你称了皇帝 你说你多么伟大 钱不在你手里边 你这个皇帝 不好当的 所以皇帝 首先除了政治上统一 文字上统一 还得把钱管起来 所以秦始皇这一招 也很灵啊 把钱袋子给管起来了 我们说秦始皇统一文字 不太成功 就是他的小传 没有流行开 但是秦始皇统一货币 非常成功 为什么呢 大家看看这个 秦班梁这个货币 你把这些货币 大家都比较一下 你想想放到你的口袋里 哪一种最方便 你这放个刀好啊 你还是放个这好啊 它这一个 为什么这一个货币 统一全国能够成功呢 它两条都符合 第一它实用 它外面是个圆的 你放到哪儿的 不至于像个刀一样 给你这脱颖而出 不至于出现这种情况吧 这是第一种 它避免了 再一个呢 这个货币 外源内方 符合中国古典哲学的道理 中国古典哲学 就主张天元地方 外源内方 它又符合中国古典哲学 它又方便实用 所以秦班梁立即通行天下 所以你光靠权力 去推行一种东西 强行推行 不一定能够成功 凡是能够成功的 它必然是符合实际的 你比如说文字 一定要好认好写 钱币一定要好用 携带方便 是吧 当然现在更方便的是那个卡 是吧 但是秦带当然没发现卡 那些秦半两就很方便了 所以我们一直到 我们现在不是还有语言的吗 那还是学了秦始皇 就中间插了个 少了个小方孔 是吧 所以秦始皇 当然这个统一货币呢 还是很成功的 第二条在经济上的统一 统一度量横 度量横 度量横 大家经常说 其实度量横是三种量聚 度量长短 量量容器 横量重量 度量横是三种量聚 战国时期 不但各国独立 货币不统一 度量横也不统一 我举一个例子 我们就说尺子来说吧 目前传世的战国的铜尺 一共传到今天的出土的 有四把尺子 这四把尺子多长呢 我报一下它的长度 22.3厘米 22.5厘米 22.7厘米 23.1厘米 流传到今天的战国的铜尺 四把 这四把尺子最长的 23.1厘米 这一尺 23.1厘米 最短的一尺 22.3厘米 差多少 如果这尺子要不统一的话 你买东西亏不亏啊 你想想 我去买东西的时候 我拿那个长的去量 我卖东西的时候 我拿那个短的去量 我的店里同时背两把尺子 那不把消费坑害了吗 所以战国时期这个度 战国时期的度 不统一 就一个流传到今天的 四把铜尺的长度都不一样 一个统一的帝国 能允许吗 再说量据 量据 名称不一样 大小不一样 各国的是乱七八糟 最后我们说一说横 就是说他那个称重量的 那也是七国各有各的称 都不一样 这就没有办法 所以前床看到这个度量横的不统一 带来两大弊端 第一个交流很不方便 你说这个交换怎么交换 我给你五尺步 我是用二十二点三两的 你给我五尺步 你是用二三点一两的 那这个交换起来就不公平了 再一个 收税 怎么收 按什么尺子 按什么量度 按什么横距来收 这要是不统一的话 各地用各地的那个度量横来收租子 上国家交 有的交了很少 有的交了很多 这赋税就不公平了 我同样是大秦国的子民 凭什么他就交的少 凭什么我们这儿就飞的交的多呢 凭什么我们这儿的量距就 就飞的大一点才行的呢 他不统一啊 你这肯定的统一 一个统一的国家 度 量 横都得统一 这样便于交换 便于向国家交纳赋税 公平啊 所以度量横的统一 它是必然的 所以秦国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 把度量横也给全部给统一了 统一以后 秦代的尺子一律都是23.1厘米 统统是23.1厘米 那么我们就可以算出来 那么秦始皇带的剑 七尺长是多长 23.1厘米 你统一就可以算出来了 他这个度量横的统一 是经济上必不可少的 我们这一期讲的 秦始皇在文化上统一文字 在经济上统一货币 统一度量横 目的都是为了巩固 刚刚诞生的秦帝国 所以这些措施 总的来说 都是积极的 他对于中国第一个封建的 中央继权的帝国的统一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但是我们这两集讲的 只讲到了 在政治制度 文化政策 还有经济措施上的 他对全国的统一 做了一些工作 我们还有一些没有讲的 比如说在军事上 在其他方面 秦始皇还采取了什么办法 来巩固新建的统一的帝国 请大家继续关注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 采取的各项措施 谢谢大家 长城作为代表中国的 一个文化符号 有人说 这是中国劳动人民 勤劳智慧的象征 也有人把它看成是 秦始皇实行暴政的 一个历史印记 一曲千古剧场 梦江女窟长城 反映了百姓 对这段历史的 气血控诉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 中国的万里长城呢 两千多年前的秦始皇 为什么要修 绵延万里的长城呢 进行关注 系列节目 王力群独始记 秦始皇之 万里长城 王力群老师 在前两集中讲到 秦朝作为中国 统一多名封建国家的 肇事 在史册上 留下了 彪炳千秋的 厚重力波 作为秦朝的 缔造者秦始皇 他肺分锋 设巨箭 实行专制主义 中央集权制度 并开创了 车同轨 书同文的 大一统文明 因此 秦始皇给后世 留下了千古一帝的名 然而 修建举世主墓的 绵延万里的长城 去给秦始皇带来 回遇参半的历史评价 有人认为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 修长城 是为了防御外敌入侵 保障百姓安居乐意 因此 长城是中华文明的象征 也有人认为 修长城 反映了秦始皇的暴政 那一块块 尽有民族血汗的成砖 就是秦始皇 柔令百姓的一个历史印记 民间传说中的 孟江与哭倒长城的故事 就反映了人们 对秦王朝暴政的痛恨 而据实书记载 这个给秦始皇后世 带来巨大影响的长城 他修建的起因 其实就是源于 一个人的一句话 那么 事实果真如此吗 秦始皇 为什么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 来修建万里长城 万里长城 对于我们现代人 又具有怎样的意义呢 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 做客百家讲台 为您精彩讲述 王立群读史记 秦始皇之 万里长城 秦始皇在做了皇帝以后 他多次到全国各地去巡游 他是个非常喜欢去巡游的一个皇帝 当然他这个巡游的目的比较多 其中在公元前215年 就他第四次巡游回来以后 他心里很焦急 因为他在等一个人 这一天的话秦始皇就在大殿上等 他等这个人呢 是他非常信任的一个方式 叫卢生 因为规定好这一天 说是卢生 要来向他汇报 秦始皇等他什么呢 等他找的长生不老之药 据说这个卢生 能给秦始皇找到这个药 等了很长时间 卢生来了 卢生来了以后 秦始皇就等着他 看他拿出什么仙药 就这个卢生呢 没有带仙药 带了是书 这个书原话叫图路 图路翻成我们今天的意思来 就是讲浮衬 讲这个预言的一些书 这个卢生向他汇报 说这个书里边记录了一句很重要的话 这个话让秦始皇一听 大吃一惊 因为这句话呢 全文是 王秦者 胡也 翻成今天的话 就是灭亡秦国的是胡 当然这个胡指什么 没有解释 这个消息提供了两点 第一 秦朝要灭亡 第二 灭亡秦朝的是胡 这个胡是什么 卢生没有讲 而这个话呢 是图路 就是秦颜的书上讲的 所以秦朝皇听了以后啊 心里非常失落 他本来是等仙药的啊 结果得到了十一句话 而这句话还特别不中听 所以秦朝皇听了以后就很震惊 他仔细想了一下 他就断定 这个胡指的是胡人 那么胡人在秦帝国建立以后 指的是谁呢 匈奴 在史记的秦朝皇本记中间记载 秦朝皇听了这句话 立即下令叫大江蒙田上阵 给蒙田交代了一个任务 带三十万大军去攻打匈奴 然后又接着叫蒙田修万里长城 所以这一句话对秦朝皇影响非常之大 当然现代的历史学家不完全相信 说秦朝皇都因为这一句话 就要修一个举世文明的万里长城 我们现在觉得万里长城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民族的象征 据说说在太空看地球 唯一能看到的就是这个长城 但这个长城 据史记的秦朝皇本记的记载 就是卢生这一句话就修了 那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呢 我觉得这个话应当这样看 首先这句话在秦朝皇肯定有很大的触动 这个原因很简单 第一 他相信卢生 卢生是他最信任的一个方式 所以卢生带来了这个书上记载的话 他深信不疑 如果他要不相信卢生 他就不会相信卢生能给他找来 长生不老之要 所以他信这句话 秦朝皇做了皇帝以后 他对这个图称 就称言这一类的预言 他很相信 这是一点 再一个的话 这个话给他带的刺激太大 因为王不但意味着个体生命的结束 而且王还意味着一个王朝的国运的终结 所以秦朝皇很震惊 但是这并不是秦朝皇决定 集匈奴修长城的唯一原因 我觉得秦朝皇派蒙田带三十万大军 北极匈奴修万里长城 还有其他原因 那么另一个原因是什么 那就是匈奴对秦的威胁 因为匈奴从春秋战国以来 一直到汉朝 我们这个汉民族 农业民族北方的一个游牧民族 据史记匈奴列传的记载 说这个民族 而能齐阳引功射鸟鼠 烧掌则色虎兔 用为实 势力能弯功 敬畏假计 这是史记匈奴列传的一段记载 这个记载什么意思呢 说匈奴人 这个小孩小的时候 他都骑在羊背上 就开始学射箭了 这时候射了就是鸟 再大一点就开始打猎了 等长大以后 成人以后 各个都是射箭技术 极精的 飘悍的骑兵 所以一个匈奴人 作为一个游牧民族 他的生存环境 决定了他善于骑马射箭 所以这个民族 对农耕民族来说 威胁很大 而且在战国时期 当时北方和匈奴接壤的三个国家 秦国 赵国 燕国 都受到匈奴的威胁 所以秦 赵 燕 都和匈奴交界的地方 修了长城 就是各国修了自己防御匈奴的长城 在秦皇兼并六国的过程中间 赵国给燕国自身难保 就顾不上防备匈奴了 而秦国只顾得兼并六国了 也顾不得去防备匈奴了 所以当秦统一六国的时候 其实匈奴趁着中原的混战 匈奴的军队主力南下 占了河套 殷山 这些地方都占领了 所以匈奴对当时秦帝国威胁很大 这也应当是秦始皇决定 蒙田北极匈奴修万里长城的 非常重要的事 两个原因 一个是卢生的话 王秦者胡言 再一个实际存在的军事威胁 所以秦始皇向修万里长城 主持这项工作的是蒙田 史记的蒙田传记载 说秦已并天下 乃使蒙田将三十万众 北诸戎笛 收河南诸长城 因地形用险至塞 起临陶至辽东 严毛万里里 这是史记蒙田传记载 这个蒙田所做的工作 秦带的长城 它的西边 是从甘肃的临陶开始 一直到辽东 蒙田用四年时间把它修好了 这个四年时间 修一个万里长城 那是速度是相当快的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它利用了原来秦赵 燕三国的旧的长城 秦国的长城 昭湘王是继修的 赵国有长城 燕国有长城 所以秦长城的西段 用的是秦国的 中段用的是赵国的 东段用的是燕国的 秦始皇并不是第一个修长城的 但是长城正因为秦始皇 而有了一个相知后世的名字 万里长城 长城其实最早出现于春秋时期 楚国修建的方城 是国国最早建于记载的长城 到了战国时期 很多诸侯国 比如齐 燕 赵 秦 魏 他们为了加强防御和化定疆界 都纷纷修住了长城 到了秦朝统一六国之后 秦朝在秦赵燕三国长城的基础上 修住了万里长城 之后的汉朝一直到明朝 历朝历代都修建于长城 而我们现在最容易看到的 保存较为完整的长城 是明朝修建的 实际上 春秋战国时期 许多诸侯国 以及之后各朝各代 修建的长城长度相加超过了十万里 所以长城堪称是上下两千年 纵横十万里的伟大工程奇迹 显然长城作为一道高耸的 绵延不断的长墙 它在冷兵器时代 所具备的军事效应 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它所耗费的人力和物力 也是惊人的 长城在保护农耕民族的同时 修长城的时候 秦代的老百姓 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因为当时修长城主要是三种人 一种是罪犯 一种是蒸发的民工 第三种就是军人 这三种人都要参与长城的修建 所以修长城死了很多人 现在我们看到了比较早的 有关修长城死人 较多的一个重要记载 是历道园的水晶柱 历道园水晶柱和水柱中间 记载了一段话 这段话是历道园引了别人的 他的原话这样子 故阳泉物理论月 秦皇室蒙田朱长城死者相主 明歌月 生男甚物质 生女五用不 不见长城下 失害相直住 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说秦代流传那个民谣 生了男孩 掐死了 别让他活 生了女孩 用最好的食品来喂养他 你没有看见那个长城 它是无数男性的尸骨 把它雷起来的 这是水晶柱 和水柱中间明确记载的一个民谣 这是一首很完整的五言诗 这首五言诗 写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 因为中国这个农耕社会 历来是重男轻女 但是这个民谣反映的是什么呢 重女轻男 家里千万别生男孩 因为生了男孩就得去修长城 一修长城 那就得死到那 那与其让他死到那 不如干脆 不要男孩 只要女孩 长城像一条巨人 绵延上万里 它翻越微微群山 穿过茫茫草原 跨过浩瀚的沙漠 奔向苍茫的大海 长城不愧是世界上 罕见的建筑奇迹 据史料记载 秦始皇使用了近百万的劳动力 来修筑长城 占当时全国人口的二十分之一 而且那个时代没有任何机械 工作环境又是崇山峻里 峭壁深河 因此有人认为 长城的修筑 是秦始皇蹂躏百姓的 一个重要证据 妇如皆知的民间故事 孟江女哭长城 就反映了当时修筑长城 劳役的残酷 寄托了人们 对秦王朝暴政的痛恨 那么孟江女哭长城的故事 究竟是如何流传下来的呢 这个故事与秦始皇的暴政 究竟具有怎样的关系呢 孟江女的故事流传非常广 其实这个故事 它的原形是左传 相公二十三年的一段原始的记载 这个记载的原话 和秦皇教授和秦皇教授 毫无关系 他说齐国有一个大夫 叫齐梁 齐梁的作战 战死了 齐梁的妻子 碰见了齐国的国君 就是齐庄公 齐庄公遇见齐梁的妻子以后 就想在路边上 祭奠 这个齐梁 结果齐梁的妻子不同意 他说这不合理数 所以说如果你要祭的话 要祭奠的话 到家里去 后来齐庄公没有办法 就到齐梁的家里边 去祭奠了 这个战死的齐梁 这就是左传记载的 最早的孟江女故事的原形 这里你可以看出来 这里边的主人公 这个女的叫齐梁齐 不是孟江女 另外这个故事 是齐国的一个大夫 在战争中间战死了 和修长城毫无关系 两百多年以后 出现的另外一部书 叫李记 李记的唐公篇 又记载了这个事 但是这个记载的话 就发生了一点变化 因为在李记唐公篇的记载中间 写到了一个人叫曾子 曾子在记述这个事情的时候 有一句很有名的评价 这个评价叫 其妻迎起旧与路 而哭止哀 就是她的妻子就迎那个灵鹫 而且哭得很悲痛 这一句话就看起来很简单 但这一句话的有一个字 叫哭 这个哭很重要 孟江女的故事 这个故事的体验就是这个哭 因为孟江女叫哭倒长城 骂倒琴 这哭是一个关键 原来所传的记载中间没有哭 到了李记中间出现了哭 这是她的第一个演变 到了汉代 孟江女的故事又出现演变 当然这时候还没有出现孟江女 还叫做齐良妻 这时候出现了一个大学者 叫刘相 他和他的儿子刘心 两个人是第一次大规模 整理中国图书的人 大家都知道秦始皇粉术坑儒 把书都给烧了 所以到汉代开国的时候 汉代的皇帝就叫老百姓献书 后来老百姓献的书多了 堆积到宫廷里没有办法 然后这个时候就找了个大学者 叫刘相 后来他的任务没有完成 因为他的儿子刘心 他负责两代 负责整理老百姓献的书 所以刘相就编了两部书 一部书叫说院 是个历史故事集 另一部书叫列女传 这两部书都提到了齐良妻 在刘相的说院这部书里边 有这么一段话 他说起妻闻之而哭 成为之赤 而与为之崩 什么意思呢 说齐良的妻子 知道她丈夫站死了就哭 这一哭了 成崩了 在刘相的说院中间 第一次出现 齐良妻哭 把成给哭崩了 这增加了一个心理元素 在列女传中间的话 又增加了一个情节 齐良的妻子 在安葬齐良之前 他先沉尸 丞下 就把他丈夫的尸体 摆在齐国的丞下 然后就哭 哭了十天 哭了十天以后 成崩了 崩了以后 他去把他丈夫安葬了 安葬完了以后 齐良的妻子 投水自尽 殉情了 殉情了 所以刘相在 说院给列女传中间 增加了两个情节 一个是 哭夫崩成 再一个 殉情自杀 两个新的情节出现 这是汉代 直到这个时候为止 还叫齐良妻 不叫孟江女儿 到了唐代 齐良妻这个故事 又发生变化了 唐代是一个民间文艺 非常发达的时代 这个时候 像辩文 像画本 像戏曲 名歌 都出现了 有关 齐良妻的故事 而且这里边最重要的 有两个民间形式 我们要提一下 一个 东皇发现的 我们知道 东皇 他是在 十九世纪末叶 发现的 东皇文献中间 保存了一个 东皇曲子词 在东皇曲子词中间 出现了这么几句话 说 孟江女 齐良妻 一去燕山 更不归 这个话什么意思 孟江女 齐良妻 这就是说 孟江女 给齐良妻 是一个人 是一个人 这是东皇曲子中间 传下来的 所以我们现在 根据这个文献 基本上可以断定 孟江女的名字 最早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记载 就是唐代 唐代的齐良妻 变成了孟江女 而且 于去燕山 更不归 那是往长城那儿去了 而且 在这个残存的曲子中间 还有送寒衣 就为他送衣服 这个情节 这是第一个变化 第二个 因为唐代 是一个诗歌鼎盛的时期 在唐代的诗人中间 有一个群体很扎眼 是和尚 他还是诗人 所以这一类诗人的 我们有一个称呼 叫诗僧 唐代有一个诗僧 这个人叫冠修 冠修就写了一首诗 题目就叫齐良妻 我给大家读一下 说秦之无道戏 四海枯 竹长城戏 折凶奴 竹人竹土一万里 齐良真夫 啼污污 尚无妇戏 终无妇 下无子戏 孤夫姑 一号成崩 赛色苦 再号齐良 孤出土 疲魂急破 向竹归 莫上少年 莫下飞 这是一首叙事诗 当然带有点书情诗 基本上是个叙事诗 他这个意思是说的话 秦之皇修万里长城 死了很多人 而且的话 修长城是一边租城 一边就是竹人 把那个死的人都租到那个城墙里边去了 结果齐良妻子 他的丈夫死了 他又没有孩子 所以他就哭 哭得把城窟崩了 是一哭 把城窟崩了 再哭 齐良妻子 把他丈夫的尸骨 从崩塌的城墙里 哭得给崩出来了 这个故事的话 就非常明显了 这孟江女 哭长城的故事 到这儿 基本上都出来了 如果我们要概括一下 七个字 哭到长城 骂到秦 全出来了 哭成 骂秦 全有了 所以 孟江女的故事 直接给秦始皇对接起来 是到了唐代 但是我们从历史文献的角度来看 这完全是民间故事 我们不能说胡扯 这文献有记载 我们不能说胡扯 但是民间故事 它和文献的历史事实完全不同 至少有两点 第一 史书根本没有记载 所谓的孟江女哭长城的事情 我们看到最早的 左传的记载 是齐梁七 不是哭长城 这是第一点 再一点 谁也不能给长城哭倒 谁哭了能把城墙哭倒 汉代的有一个著名的 一个学者叫王冲 他的论横 敢虚偏 就明确的批判 把长城哭倒这件事 他这样说的 他说你对着城墙哭 这是真的 把城哭倒了 这是假的 这个王冲在论后 就批判这件事情 不过我们应当这样看 王冲是就历史事实而言 就文献来讲 绝不会这样的 你哪能哭 能把城哭倒 那不就 你等于制造地震的吗 那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这也是个 真是个民间故事 而且是流传极广 而且是 孟江女哭长城的事情来画了 现在列入飞舞 这种画一下 而我们国家的各种各样的民间文艺 都说唱这个东西 老百姓就爱听 你说是假的 老百姓都听代代相传 从唐代开始 这个你怎么解释的来 民间故事 应当看作是一种民间舆论 在这个民间舆论中间 我们至少可以看出来三点 第一 秦皇是暴君 秦长城是暴政 老百姓对暴政 极其反感 这三点可以从孟江女哭长城的故事中间看得出来 之所以出现这个故事 是因为封建社会 老百姓没有话语权 老百姓他没有一个表达自己爱憎的一个平台 孟江女的故事刚好给他了一个平台 所以孟江女哭长城的事情 应当是看作 它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现象 这里边出现的几个人 都是文化符号 秦始皇不是历史上那个秦始皇 秦始皇是中国封建史上一切暴君的一个文化符号 长城呢 长城也不是秦始皇修的那个长城 长城是中国历史上一切暴政的一个文化符号 孟江女呢 是反暴政的一个文化符号 这样来看就好解释了 通过王立群教授的介绍可以谈图 历史上孟江女哭的并不是秦常城 而是山东的齐常城 孟江女哭长城的故事 实际与秦始皇并没有直接关系 但是这个远远流长的民间传说 也反映了我国历朝历代广大劳动人民 对官府不惜民力 给人民增加过重负担的愤怒与抗议 只不过把矛头的焦点都对准了秦始皇修万里长城 那么抛开民间传说 我们又该如何历史地看待秦始皇所修建的万里长城呢 我觉得至少 首先应当肯定 秦始皇修长城和吉匈奴 是他在统一了六国以后 巩固他这一个庞大帝国的一项重要措施 秦始皇在完成对六国的兼兵以后 他是北极匈奴南征百岳 他并不是把六国收拾完了就算了了 他并没有就此而停止战争 最北面他派蒙田用三十万大军去打匈奴 对南方在灭了楚国以后 秦始皇在他统治之下 他派了五十万大军南征百岳 百岳之地主要指的现在的浙江 福建 广东 广西 这一带 秦始皇征百岳动用了五十万军队 征匈奴动用了三十万军队 也就是在他完成对六国的兼兵以后 他动用八十万军队南征北战 如果放在这么一个大背景之下来看 秦始皇的急匈奴修长城和他的征百岳 是一个整体都是他完成他统一帝国的一个步骤 在秦始皇看来把楚国灭了 楚国的国界并不是秦帝国南边的国界线 秦始皇认为秦帝国南边的国界线到哪呢 应该到海边 所以他打浙江 打这个福建 两广都拿下来 他就是一直打到南海海岸线上 这个时候 这个地方就是海岸线一内的 都属于他秦帝国的版图 所以你这样来看 那么他这个征匈奴和征南越 它是一回事 都是他在继续地完成他对六国兼并以后 对整个国家的统一 所以他这个修长城 你要放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来理解他 他不但修了长城 秦始皇在用兵作战的同时 还修了两个重要的路 一个叫赤道 一个叫执道 这也是他统一帝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跟修长城一样 这个执道是从现在陕西的重化 就当时的甘泉宫 向北一直经过二多寺草原 到达秦朝在北方的一个比较远的边郡 叫九元郡 九元郡的治所就是今天的包头史 内蒙的包头 这条路基本上是南北的 南北走向的 所以称这为直道 这个直道是和长城对应的 这个直道它一方面是个交通线 另一方面是个运兵的快速通道 按我们今天的说法 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是秦始皇调兵 因为秦始皇有了这个直道 它可以迅速把它关中的军队调到长城一线 这是修了直道 这个直道 另外它修赤道 它这个赤道的就是以首都咸阳 为中心的一个公路网 这个赤道就更大了 它有通往洛阳的东方大道 有通往隆西郡的西方大道 有到达南洋的五官道 还有到太原的这个临近道 还有穿过秦岭 到巴蜀的这个秦蜀战道 它就是以秦朝的都城 咸阳为中心 修了一个四通八达的公路网 这个当然现在还有一些地方发现 说那个秦朝修这个赤道 在有些地段就类似火车 说秦皇时期已经发明了火车 当然那个火车不是蒸汽机 是马拉的 马拉的 它铺了有枕木 然后枕木的宽度了 刚好是马的蹄子跑起来 正好跑到枕木上 说在河南的南洋发现了一段 总而言之 这个赤道直道 是秦皇修的公路 所以我们知道秦朝皇他统一中国以后 他采取了很多办法来巩固他的帝国 所以秦朝皇修长城 我们应当这样来看 这样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 我们知道秦朝皇 一个他是集权皇帝 他把权力要集中到手里边去 再一个秦朝皇是个工程皇帝 在他统治的十二年中间 他修长城 修执道 修赤道 修皇陵 修宫殿 最有名的俄旁宫 所以这个皇帝在位十二年 大兴土木 这个换句话说 在秦皇在位的这十二年 全国到处是建筑工地 到处的大兴土木 但是在秦朝皇所有的大兴土木的建筑中间 我们应当划分为两类 一类 皇陵 宫殿 这一类 纯粹是为了他个人生前享受 死后享受的 这一类东西应当坚决于批判 但是另一类 像迟道 像执道 像长城 这一类是有利有弊 一方面耗费了大量的民力 搞得老百姓民不聊生 另一方面 它又确实有用 它对巩固统一的帝国 对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稀扰 它确实有用 所以长城这个工程和皇陵和宫殿相比较来说 应当说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不能完全等同于修秦皇陵修宫殿 因为从秦代以后有汉长城 历朝历代的国君除了元代不修长城 秦代不修长城以外 修得最凶的是明代 修得最凶的是明代 历朝历代都修它 说明它还有一定的作用 你要没有一定的作用 谁去花那么多钱 把秦长城 汉长城修成 我们今天看到的明长城了 它肯定是有用的 纵观历史 中国长城的修建并不都是国事衰微时的闭关退审之策 相反 很多武力十分强大的朝代 例如汉朝 唐朝 也把修长城作为保障社会环境安定的举措 如今长城已没有了军事功能 但是它已经成为一个文化符号 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象征 如今的长城 虽然历经历史风雨的波势 但它仍然以苍苍茫茫的气势 威武雄魂的壮阔 浓缩成了一种后世的文化积淀 以永恒的苍凉和悲壮 永远留在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史册中 当秦始皇自称皇帝不断加强中央集权之时 一个新的苦恼也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那就是死亡 人有生老病死 这是谁都不能回避的问题 秦始皇也不例外 而面对自己巨大的成功 秦始皇不甘心自己最终死亡的结局 他要寻找长生不老 于是一场闹剧就上演了 那么在这场闹剧中谁是主角呢 他们的故事是怎么开始的 敬请关注王力群独史记秦始皇之 生死茫茫 当秦始皇兼并六国统一天下 加强集权 一切都尘埃落定后 秦始皇面对大好河山 面对花样翻新的锦衣玉石 他当然希望这种人间享受 永远保持下去 而在秦始皇的一生中 有一个人对他的生死观念影响最大 他就是徐福 是他向秦始皇灌输了长生不老的思想 并四处为秦始皇求仙问药 让秦始皇一次又一次地资助他出海 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徐福东渡 成就了徐福航海家的美名 而徐福却没有成全 秦始皇长生不老的愿望 一次又一次地蒙蔽了秦始皇 那么徐福为什么能够瞒天过海 欺骗秦始皇 秦始皇追求长生的路上 到底上演的什么故事 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作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 王立群独史记秦始皇之生死茫茫 秦始皇是一个非常喜欢巡游的皇帝 在他执政期间曾经五次外出巡游 其中他第二次巡游是在他当了皇帝的第二年 他外出到东边去巡游 这次巡游对秦始皇的一生影响非常大 因为这次巡游他要到泰山举行风扇大典 而这次到泰山举行风扇他遇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几乎改变了秦始皇的后半生 他对秦始皇的影响非常大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徐福 徐福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他是一个方氏 方氏就是方术之氏 也就是懂得阴阳五行 懂得神仙学说的这些人 我们称之为方氏 那么徐福为什么能够深刻地影响秦始皇呢 因为徐福他向秦始皇介绍了 在秦始皇看来是一个文所未闻的新的一种文化 就是神仙文化 也就是神仙思想 那么什么是神仙思想呢 就是在战国时期开始流行 在中国的奇地 也就是山东沿海的以外流行的一种思想 就是认为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是仙人 这种人是永远不会有死亡的 而一般的人我们是必然有死亡的 而一般的凡人如果吃了仙药也可以成仙 这就是神仙思想 这个思想其实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 早已经在齐国这一带流传了 这个思想秦始皇听说过了吗 秦始皇没有听说过 所以秦始皇到了齐帝听了徐福的介绍以后 他就觉得好像在他眼前动开了一个新的天地 他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神仙 一般的人吃了仙药以后可以长生不老 这个对一般的人诱惑力太大了 我们一般的人都知道人有生老病死 衰老和死亡 他是不可避免的 这是人生非常大的一个困惑 这个谁也避免不了 所以一听说吃了仙药可以成仙 秦始皇特别感兴趣 那么齐帝为什么会产生神仙思想呢 三大原因 第一是海市蜃楼 这个海市蜃楼是海边独有的一种现象 这是一种光学现象 所谓光的折射 在海上航行的人 或者是居住在海边的人 他可以突然之间 在不经意中间看到海上出现了远方的城堡 他看到那一座一座的宫殿 他看到这些东西 他觉得非常神奇 而当时的科学 自然科学的知识 无法解释这种现象的产生 所以海边上的人就以为 这个海市蜃楼就是神仙世界 而秦国在大西边 看不到海市蜃楼 这是一点 第二点 五行学说 我们在讲秦皇的极权皇帝的时候 特意讲过齐国的昼言 他最早提出来了武德宗史说 也就是说武德 也就是五行相生相克的这种理论 在齐地流传的也比较早 而按照五行的理论 齐国所在的东方 他是主生的 既然主生 所以他容易让人们想起来长生 长生不老 这也是神仙学说 产生的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和五行之说结合起来 第三就是三神山 齐地一直流传着三座神山的这种传说 所谓三座神山就是蓬莱 方丈 宁海 这三座山是在渤海之中 在战国末年 这个三神山说就流传得很广 像燕昭王 像齐国的齐威王 齐宣王 都曾经大规模地派人到海上去寻找三神山 其实三神山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那个海市蜃楼的一种反应 三神山有什么魅力呢 三神山最大的魅力是三点 第一 就是它有一种长生不老的仙耀 三神山有仙耀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这个三神山是可遇而不可求 不是说你想找就能找到 那就是海市蜃楼什么时候出现 人们是把握不住的 第三是可见而不可登 你可以看到远远的海上出现了那三座神山 出现了海市蜃楼 但是你想登过去 等你船走到边上消失了 没有了 这就是三神山的魅力 秦始皇在第二次东旬的时候 来到齐地 这个登泰山 在泰山举行风扇 他遇到了徐福 徐福给他介绍了神仙学说 这个神仙学说对秦始皇影响太大了 可以说他在人间是无所不有 无所不能 但是秦始皇唯独有一个最大的忧虑 就是死亡 这说明秦始皇 尽管至高至上至尊至大 唯独死亡他不能避免 所以秦始皇始终感到 在他头上悬了一把利剑 这个利剑就是死亡之剑 怎么能够解除他 他想来想去 只有徐福的神仙说能够解除他 所以一听到神仙说以后 可以说 这个秦始皇立即达到了一种耻迷的程度了 兼并六国统一天下的秦始皇 在人间可以说是无所不有 但是让他唯独感到遗憾的 就是不能避免死亡 所以当秦始皇听到徐福的神仙思想时 他顿时觉得眼尖一亮 长生不冷 不正是自己现在最大的心愿吗 那么当秦始皇达到痴迷状态时 他会做出什么事情呢 那么秦始皇耻迷神仙学说的表现是什么 第一 他立即答应了徐福到海上去寻找三神山 去寻找仙耀的要求 徐福第一次见到这个秦始皇 就向秦始皇提出来 你要给我船 你要给我人 你要给我钱 我去替你找仙耀 秦始皇立即答应 秦始皇可不是一个轻易的 能够好忽悠的人 他明显他兼并六国 那么六国的国君都斗不过他 想从秦始皇的兜里面掏钱 那不是一般的人 秦始皇兜里有的是钱 但那一般的人你拿不出来 但徐福能拿过来 徐福这一番话 把秦始皇给说动了 秦始皇首先就在嬴政 也就是秦始皇28年 派徐福出海求仙去了 这是一点 第二点 他在徐福入海以后 他又寻找到了第二个 他信任的一个方式 这个人叫卢生 卢生这个人我们讲过 在万里长城内集中间 我们讲过 这个卢生 是秦始皇在他身边的方式中间 第二个最信任的人 第一个最信任的是徐福 第二个就是这个卢生 由徐福到卢生 说明秦始皇的思想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徐福是一个人 到了卢生 那就是秦始皇信任的方式 是一批人 这一大批人都从秦始皇那 得到了政府的财政补贴 然后去替他找新药 所以这些人都从秦始皇那 拿到钱 第三点 自称真人 秦始皇在继位以后 我们讲过他 第一个就是把秦王改成皇帝 然后他自称为镇 他自称为镇 这个镇就被他垄断了 他垄断这个字 垄断了多长时间 可以说是垄断了九年 一直称镇 到了秦始皇三十五年 也就是公元前二百一十二年 秦始皇突然下了个诏书 这个诏书有这么几句话 说 五目真人 自卫真人 不称镇 这个话的意思说 我非常羡慕真人 羡慕真人 我今后就称真人了 再也别 我再不说真了 这就说明秦始皇思想发生了重大转折 从称镇到自称真人 那么什么是真人 这就来了一个问题 什么是真人 这个真人这个话 谁来都受到了 卢生 卢生向他推荐的真人 卢生怎么说呢 卢生说 这个真人就是仙人 真人有一个什么特点呢 进到水里边 身上不沾水 进到火里边 不感到灼热 而且真人能够腾云驾雾 真人能够长生不老 这其实真人这四大特点 不怕进水 不怕入火 腾云驾雾 长生不老 其实我觉得秦始皇倒不追求腾云驾雾 他最看重的是长生不老 所以这个真人说 说过以后 秦始皇就决定 不称真了 改称真人 而且这个卢生 还给他讲了另一番话 卢生说 他说我帮你求这个仙药 为什么你找不到仙药了 很简单 你找不到仙药是有东西在中间从中做梗 换句话说 你求宣异族是事出有因 什么原因呢 是物有害之者 也就是说有一种东西叫恶鬼 这个恶鬼跟真人是并存的 恶鬼不除 你真人你见不到 这样 卢生就向秦始皇提出来了第三个观点 要除恶鬼见真人 这个时候的秦始皇已经完全相信卢生这一套 他就认为恶鬼避真人之 恶鬼如果不除 真人就不可能来到 那么怎么才能避恶鬼呢 卢生给他提了个办法 他说你要想把这个恶鬼赶走 你一定要让你居住的地方不让别人知道 就是你晚上在哪住 是任何人不能知道的 假如做臣子的知道了你的住处 那么恶鬼跟着就来了 你住的地方假如谁都不知道 恶鬼就找不到你这来 你就能见到真人了 这话把秦始皇完全给忽悠住了 秦始皇想那怎么办呢 我们前面讲过秦始皇 秦始皇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人 他每灭掉一个国家 他就把这个国家的所有的宫殿 画成图纸 按照这个图纸 在秦朝的咸阳宫 去修仿制的宫殿 然后再把人家的宫殿的美女 在诏树搬到他的咸阳来 这灭了六国以后 咸阳周围的宫殿有多少来 史书记载是270座宫殿 这270座宫殿 他每一个宫殿都可以住 但是有一个特点 他要是在地下跑到哪个宫殿去 谁都看得见了 秦始皇就想了个办法 他把咸阳周围的270座宫殿 从空中把它连接起来 就像咱们今天的立交桥一样 是吧 当时当然不叫立交了 叫福道 重复的福道 也就是宫殿给宫殿 从空中连起来 然后两边把它折盖住 底下的人在下面 根本看不见上面有没有人 这个宫殿相当浩大 因为宫殿跟宫殿有时候相距很远 咸阳周围是270座宫殿 全部在空中连成一个整体 然后秦始皇每天晚上住在哪个宫殿 谁也不知道 他就觉得如果这样做的话 那么恶鬼就避开了 真人就该来了 为了达到这一点 秦始皇下了三道命令 第一 改朕为真人 第二 京城的宫殿一律相连 第三 胆敢泄露他居住的地方的人 一律杀无赦 结果下面一连串出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 杀随从 他这个杀随从是怎么回事的 是秦始皇下令不久 有一次秦始皇他是在宫殿上面 宫殿跟宫殿之间不是有一个连接的桥 叫福道吗 他从福道上远远的可以看见地下 看见了谁了 看见他的丞相李斯了 李斯带了一对自己的随从 从下面过 但李斯是丞相 权力很大 李斯的车队 车也多 人也多 非常壮观 秦始皇看过以后 秦始皇很不满意 嘴里就嘟囔了几句 不满意的话 过了一段时间 他又看 从上面 又看见李斯的车队了 发现大变 李斯的车队变得轻装减从 车非常少 随从也非常少 秦始皇马上意识到 上一次他嘟囔了几句话 有人透信给李斯了 否则的话 李斯的车队原来是几十辆车 怎么现在变成那么一两辆车了 不可能的事情了 一定有人泄露 秦始皇猜测是对的 上一次秦始皇当他表达对李斯庞大车队不满的时候 确实有一个宦官 下面悄悄地为了讨好丞相李斯 把这个话烧给李斯 李斯一听 秦始皇不乐意自己这个庞大的车队 立即把车队给捡了 捡了车队以后 秦始皇就知道有人泄露 他就要查 他就查那天说话的时候 当时我身边都有谁 这个很好就查出来 都有谁 然后就问你们这中间谁向外泄露了 那个泄露的人他不敢承认 因为一承认他就要被杀 那些没有泄露的人肯定不会承认 结果查的结果是那天所有在边的人没有一个承认的 秦始皇一怒之下 那天所有的人一律杀光 这一杀传出来以后 秦始皇以后在宫中再说任何话 没有一个人向外传的了 这是一件事 第二件事 秦始皇花了很大的精力去求仙 也就是从他继位的第二年开始 遇到徐福开始去求仙 但他一直找不到仙药 特别是徐福 一走就好多年 一点消息都没有 他信任的其他的一些方式 给他出这个点子出那个点子 叫他住到谁也不知道的地方 他就整天到处躲着住 躲来躲去的住 还是见不到真人 他问卢生 卢生说那还有恶鬼 他也不知道恶鬼是谁 他也不知道怎么驱逐恶鬼的办法 所以他后来就让他手下的博士写了一首诗 叫先真人诗 这个诗的原文今天没有传下来 这是很遗憾的 这个诗的诗名传下来了 我们知道有先真人诗诗 我们从这个诗的先真人诗的诗名可以看出来 秦始皇对这个先真人 对真人非常仰慕 但是就是见不到 很遗憾 他每到一地都找人唱这个歌 但是唱来唱去就是见不到真人 第三件事这是第二件事了 第三件事 秦始皇还曾经下国一道令 把那个腊月的腊改了个日子 大家知道我们现在阴历 农历的每年的十二月叫腊月 为什么叫腊月 因为这一个月要举行一个祭祀 叫腊祭 每年的十二月举行个祭祀叫腊祭 所以称为腊月 那么秦始皇把这个腊改成什么 改成家瓶 家奖的家 平安的家瓶 为什么要改的是有道理的 因为当时有一个传说 有一个叫毛莹的人 他的曾祖父成仙 他的曾祖父成仙 在他的曾祖父成仙之前 当地就流传着一首诗 流传着一首诗 传唱了很远 这个诗的原文一共五句 神仙得者毛出城 驾龙上升入太清 时下玄州戏吃城 既是尔网在我赢 帝若学至腊家贫 关键是最后一句 帝若学至腊家贫 这个意思就说了 我已经得到成仙了 那么皇帝要学我的话 要把这个腊改成家瓶 这是当时流传的一首 所谓的成仙前的流传的一首名歌 然后秦始皇听说过以后 就把这个腊月的腊改成家瓶 连月他都要改 连祭司的名字都要改 说明秦始皇求仙的心情 多么迫切 秦始皇为长生父老 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以上王立群老师所举的例子 都是由史料记载的 那么还有多少 是没有被记载下来的 我们就不知道 但是我们知道 秦始皇在接受 徐福神仙思想的同时 就派徐福出海巡邀 那么接受了这个兼具任务的徐福 会给秦始皇带来什么消息呢 到了秦始皇37年 也就是秦始皇临死的这一年 他第五次巡邮 这次巡邮 他在齐地 遇到了一境外出求仙九年的徐福 徐福回来了 徐福从秦始皇第二次巡邮 第一次见到徐福 改变了他的人生观 到第二次见到徐福 中间隔了九年 这徐福入海 走了九年 徐福又回来了 回来以后 拜见秦始皇 说我找到三尘山了 山上的仙药我也找到了 就是遇到了一个麻烦 什么麻烦呢 有一条大鱼 老是添乱 这个鱼怎么添乱呢 就是我到了山上以后 这个鱼就挡着我的船 我就靠不了岸 所以我现在赶快回来给你报信 我需要你给我派一条弓箭手 用连发的箭 叫连弩 用连弩射那个大鱼 我很快就可以把仙药给你带回来 这秦始皇一听 惊喜若狂 非常高兴 这徐福 本来他对徐福很恼火 这徐福一走 走了九年 向泥牛入海 杳无音信 现在回来了 说 找到神山的 也看到仙药了 就是因为那个大鱼作祟 现在无法靠岸 你只要派到弓箭手去 我就能成 所以秦始皇信 对徐福没有惩罚 徐福是秦始皇一生中间 遇到的方式中间 最高明的一个方式 他从秦始皇的兜里边掏了两次钱 赚了两把 第一把赚了走了九年 花的差不多了 又拐回来 又忽悠了一次秦始皇 秦始皇又第二次资助了他 这一次徐福要了更多 这次要了更多 徐福说遇到了一条大鱼 所以秦始皇就相信了 结果遇到徐福的当天晚上 秦始皇做了个梦 在梦中给海神打仗 打了一仗 第二天醒了 他就找一个博士为他解梦 这个解梦的博士说 他说海神你轻易见不到 海神一般出现的时候都找大鱼的前面开道 这个博士解梦又提到大鱼 秦始皇对大鱼印象就很深刻了 所以秦始皇就立即准备弓箭 他不再走陆地了 要走海路 就在今天山东半岛他要走海路 而且他要亲自要射大鱼 他认为这个大鱼阻挡他得到先要 结果他走这一路 还竟然最后叫他碰见了一条大鱼 秦始皇还真把这个大鱼给射死了 所以他对徐福很相信 这是秦始皇本纪的记载 实际还有一篇叫淮南恒山列传 淮南恒山列传 讲的给秦始皇本纪讲的有一些诧异 就有一点不同 他是怎么说的 他徐福到了神山 见到了海神 那个海神就问他 你是西土皇帝派来的人吗 因为神山是在东边 秦皇上是在西边 他说是啊 他说你是来干什么的 他说我是奉西土皇帝的命令 来求药的 然后海神就说 你们那个皇帝给的礼品太少了 这个药只能看 不能拿走 带的礼物太少 那么徐福就说 我们要拿什么礼物 你才能让我带走仙药来 他说我们需要的是 同男同女 还需要 这个 鼓舞的种子 还需要 众多的百宫 就是会各种技能的熟练工人 需要这样的人 你把这人拿过来 我就给你先要 这秦成皇一听高兴了 给了徐福三千同男同女 给了他了 大批 能工巧匠 还给了他百孤的种子 造了很多船 然后徐福带着的三千同女就走了 这个淮南横山列传的记载 影响极大 据说 淮南横山列传还记载 徐福带着一些人找到一个地方 这个土地很肥沃 然后徐福就在那住下来 这三千同男同女后来长大了 就结婚了 繁衍了 然后徐福就在那地方称王了 再不回来了 所以徐福入海 就成了中外交通史上的一个热点了 车子里边有三个问题很关键 第一 徐福为什么二次出海 第二 徐福是从哪里出海了 第三 徐福到哪去了 现在的话 在徐福出海这个问题中间 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求先说 一种是避难说 求先说我们不说了 另一种说法 认为徐福是避勤难 他就像桃花园的人一样 避勤难 不过桃花园的人是入到山里了 徐福更聪明 他要了童男童女 要童男童女的话 对求先来说 是符合秋先的要求了 其中不怀疑 而童男童女又是繁衍人口的一个基础 而且他带了百公 落地以后 他什么都能干 他带了有五股的种子 只要有地就能种粮食 所以他完全具备了一个海上移民的条件 是徐福带这些人 在秦始皇的支持之下 蒙蔽了秦始皇 搞了一次大规模的海上移民 移到哪去了 现在有人说移到日本去了 说日本人都是徐福的后裔 这些说法我们不再讨论 不管怎么样 徐福算是从秦始皇那儿 要了两次 秦始皇都信 这最后一次要是秦始皇第五次大巡游 他给了徐福一大批钱 人 财物 船 徐福一走 没有消息了 秦始皇不久就病死了 他死以后也没有人再去查徐福了 至于徐福到哪儿去了 大家有兴趣 你们慢慢去研究 但是我们至少说 这个神仙说极大的影响了秦皇 这其中最成功的一个神仙学家 就是徐福 他能同样骗一个人 能骗两次 这是高手 当然我不是主张大家都去做徐福那样 可能忽悠一嘴去了 但至少说徐福蒙蔽秦始皇 蒙蔽了两次 但是反过来我们我要问 徐福为什么能够骗秦始皇 为什么能够骗成功 秦始皇信 秦始皇要不信 你看 他要来找我 我肯定不给他自助 我都不相信这一套 我不相信他能给吗 他找你也不成 找秦始皇就行 因为秦始皇什么都不缺 是吧 就怕死亡 所以咱们一般的人 不会相信这一点 那么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了 秦始皇这么相信 达到耻迷的程度 相信神仙说 那秦始皇难道不知道 人生必死吗 秦始皇从来不是一个愚蠢的人 但是徐福却是一个绝对聪明的人 他骗得了这位精明过人的千古遗地 让他一次又一次地甘心受骗 可以说在这场骗局中 徐福是最大的赢家 他不但成为了一代航海家 他的东渡行为 也成为了中国航海史上的一次壮局 而秦始皇却望眼欲穿 等待徐福 一直到他去世 那么秦始皇难道不知道人生必死吗 他是怎么看待死亡的呢 我觉得秦始皇实际上还是 他还是知道人是要死亡的 至少我们可以举出了五点证据 第一 大建陵墓 人要不死 何必给自己建陵墓呢 你建那么豪华的一个秦始皇陵 干嘛呢 那不是就将来 等着将来自己进去了吗 你要知道你能长生不老 你何必建陵墓呢 第二 他废除释法 他说以后不能搞释法了 我叫始皇帝 下面是二释 三释 直至万释 你要是长生不老 你永远不死 那么就不可能有二释了 也不可能有人再为你的医生的评价 做一个释法了 给一个释法了 你还要废除释法干什么呢 这是第二 第三 当别人告诉他 有人传了一句话 烧给他叫 今年祖龙死 他赶快解释 祖龙是人的祖先 不是指我 为什么要做这个解释呢 他承认自己是龙 但是不承认自己是祖龙 他认为祖龙指的不是自己 极力回避祖龙死这个话题 为什么呢 回避死亡 不愿意谈 第四 大求先要 徐福 卢生 一大批人忽悠着他 据卢生 他们在我们要讲焚书坑儒之前 卢生和几个人在会儿商议 说京城中间那些方术支持多少人 三百多个 那不是一个两个 是一批人 一批人都在像 因为这有一个财富效应 就像股市一样 一个人挣了钱的话 大家都往里面寄 徐福成功地 从秦始皇那两次获得财富 能有人不跟着去学吗 所以有人跟着去学 所以大求先要 再一个 秦始皇怎么继位呢 那是他曾祖父 他祖父 他父亲一个一个都走了 他才继位 假如人能够长生不老 轮到自己当皇帝吗 你要能够长生不老 你的先辈能长生不老 没有你当皇帝 那么你的先人都走了 你怎么可能长生不老呢 所以我觉得秦始皇对死亡 还是有把握的 就是有一个把握 就是有一个认可 他一方面拼命地求先 求先的同时反应 这过来正好说明 他是承认人是要死亡的 哪有不死的 所以秦始皇一方面是大修领悟 一方面是权力求先 两手并重 他其实在生死之间 他是一危不定的 人生短暂 长生是不可能的 其实人生最大的成功 不是长生不老 而是死而无憾 所以寻求长生 是秦始皇一个不懈的追求 但是秦始皇并没有因为追求长生 糊涂到不去治理他的国家了 国家他还在治理 他在追求长生的同时 他还在经营着一个庞大的帝国 但是这两件事 但是秦始皇有两件事处理得非常不好 这两件事让他留下来了千古的骂名 那么这两件事是什么事情 请大家继续关注秦始皇 在执政以后的所作所为 这一集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秦始皇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秦帝国 并亲自管理着这个庞大的帝国 他的很多政令 后世毁欲参半 但是在两件事情的处理上 他的做法却遭到了后世的一致谴责 这两件事情 一个是焚书 另一个是坑儒 那么这两件事情 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 我们今天又应该怎样看待这两件事呢 敬请关注王力群读史记秦始皇之 谈到秦始皇 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他灭六国统一天下 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千古一帝 但是在这个千古一帝秦始皇的身上 后来发生了两件事情 就让他留下了千古骂名 这两件事情 一个是焚书 一个是坑儒 合在一起就是焚书坑儒 这个词已经成为了中国历史上 一个著名的典故 谈到秦始皇 我们就绕不开焚书坑儒这个词 那么焚书坑儒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为什么这个词与秦始皇的关系如此密切 我们今天应该怎样评价 当年发生的这两件事情呢 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 王立群读始祭秦始皇之焚书坑儒 人们提到秦始皇 就要谈到焚书坑儒的 说到秦始皇的残暴 还要说到这一个 焚书坑儒的 说到秦国二世王国 要讲焚书坑儒的 讲到中国历史上的专制主义 要讲焚书坑儒的 甚至于我们讲到 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场巨大的浩劫 也要讲到焚书坑儒 所以焚书坑儒 我给秦始皇是一二二二一 几乎是不可剥离 到了这么一个程度 所以我们这一集 专门来讨论一下 焚书坑儒的问题 这里边有三个问题 第一 怎么发生的 焚书坑儒坑这两件事 怎么发生的 第二 为什么这两件事 和秦始皇的关系 这么密切 第三 评价 我们今天怎么来 看待这件事 下面我们就来 分别来讲一下 焚书这件事情 发生的时间 其实是比较晚的 并不是秦始皇 坚并六国统一天下就发生了 而是在始皇三十四年发生的焚书事件 始皇三十四年 也就是公元前二百一十三年 这时候拒秦始皇的死亡已经只有几年的时间了 也就是秦始皇最后几年出现的事情 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 有一次举行一个盛大酒宴 在这个酒宴上 七十个博士 秦始皇手下的七十个博士 联合起来举杯 为秦始皇祝寿 就是敬酒 这个场面很宏大 七十个博士 集体敬酒 这个类似 鸟巢的开幕式了 很壮观 秦始皇看来很受感动 在敬完酒以后 有一个博士 就上来讲了一番话 这番话 讲得让秦始皇也心花弄放 这个话怎么说呢 他说过去的秦国非常小 偏处西垂 也不过是千里之大 现在的秦帝国 可以说是日月所照之处 无所不在 所以由西到今 秦帝国的国土是翻了多少多少倍 而且现在诸侯都被平了 都建立了郡县 所以大秦王朝 可以传之万事 所以他很高兴 这是一个博士给秦始皇的注酒词 当然这个话说完以后 秦始皇心里很得意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另一个博士站出来了 这个博士我们要特意提一下 这个人叫淳于悦 我们要提提这个人 因为这个人的话涉及一个重大事件 这个淳于悦是个奇地的博士 他在那个博士的注酒词之后 他出来发话 淳于悦说什么 其实淳于悦讲的主要是两点 他说我听说商朝 周朝能够之所以传万事 就传千年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他分封了子弟 工臣作为诸侯 所以这些子弟给工臣做了诸侯 他们可以辅佐天子 这样一化 这个天子才能够使自己的国运长远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而现在 大秦帝国虽然统一了天下 但是只有你一个人是皇帝 你的工臣 你的子弟都没有得到分封 一旦出现了特殊情况 就不可能有人去帮助你稳定大局 所以淳于悦主张要分封逐厚 不能够都实行俊宪制 他说刚才那个博士说那个话 是一派胡言 他是误导你 你不能听他的 秦皇听了两个博士的谈话以后 就下了一道令 这个事交给大臣们 停意 大臣们在讨论这件事情 这两个人的意见是针锋相对的 一个是为秦皇歌功颂德的 另一个指出来 秦皇的郡县不如封建 就分封诸侯 这实际上是封建和郡县的 一种政治见解上的争论 当然这两种意见说完以后 一个是格颂秦始皇的 一个是批评秦始皇 不实行分封制 秦始皇交付庭义 大臣们都不敢发言 唯独一个人站出来说话 这个人就是丞相的死 我们知道李斯在秦始皇 兼并六国以后 就立足实行郡县制 这一次又是李斯站出来说 李斯站出来说 说了最重要的两点 第一 要法后王 他说我们中国古代 五帝不同法 三代不同理 为什么三代 这个五帝三代 他们在治理国家上 方法上不一样呢 是因为他面对的情况不一样 所以他治国的方略也不一样 所以你应当法后王 而不能够法先王 你老是学前人 前人治国有他面对的情况 我们今天治国有我们要面对的情况 你要根据你面临的现实去制定合理的国策 这是李斯主张的第一点 李斯提出第二点就说什么 要废私学 他说在兼并六国 统一六国之前 有一个什么局面呢 私学很多 各家都有自己的学说 然后各家说自己的学说 然后当中央政府的命令下达以后 都按照自己的学说去评价 去批判 去评论 这样一来搞得人们的思想混乱了 所以李斯主张 第一不能够法先王要法后王 第二要废私学 那么要达到这两点该怎么做呢 李斯提了一个办法 他说请陛下批准 除了秦国史官写的书以外 其他各国的历史书一律销毁 而且不是博士官 自己职务需要藏书以外 民间的所有藏的像诗 也就是我们说的诗经 书 书经 上书 还有竹子百家的书 一律销毁 如果谁要聚众 谈论诗书 要杀头 以谷飞金 要灭族 限定三十日 把所有的书 集中到郡县 集中销毁 如果官员执情不报 也按照同样的罪去处罚 令下三十日 如果不执行的话 要罚作承担 承担是一种刑法 四年 四年的刑期 白天站岗放哨 晚上修长城 这叫承担 这样把这些书都毁掉 但是有一些书不能毁 医药类的 农书 还有占卜用的书 这些书不毁 其他的书 主要是竹子百家的书 诗书要全部毁掉 这是李斯提出来的 秦始皇听了以后 就下了个令 照办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 著名的粉书令 秦始皇下达粉书令 导火索 是博士们 关于封建制和郡县制 孰犹孰猎之争 一场政治制度的争论 会引发秦始皇下令粉书 我们可以看出 秦始皇是想用暴力手段 来控制舆论 进而巩固政权 这可以说是一种愚民政策 这件事情就是发生在 秦始皇身上的粉书事件 那么坑儒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再说一说坑儒 就是粉书的第二年 又出现一件事 什么事呢 就是方式 最受信用的第二个方式 我们刚才讲过了 除了徐福以外 是卢生 这个卢生和侯生 两个人 他们一帮人在一块商议 就觉得自己这个仙药 找了好几年找不到 如果再继续找不到仙药的话 秦始皇肯定要严厉处罚他们 所以他们就在私下谈话的时候 谈到了秦始皇的为人 为政 求先 各个方面 而且对秦始皇各个方面的评价 全是一种负面的评价 比如说 谈到秦始皇的为人 这卢生 侯生是怎么评价的呢 说秦始皇这个人 他以为自己从古至今 没有一个人能超过他 这叫什么呢 这叫自负 刚愎自用 再一个 他手下有七十个博士 但这七十个博士 他并不听 只是冲个树 他手下有丞相 有大臣 这些人都不管用 所有的事情事无巨细 无论大小 都要有皇上说了算 这说明秦始皇贪恋权力 专权 而且秦始皇每一天 要亲自看很多公文 他看公文达到多少来 一百二十斤 我们知道 这个秦代 它不是写在纸上 秦代是用毛笔 写在木简 或者竹简上面 它是有重量的 他一天要看一百二十斤 秦代的一斤 和今天的二百五十克 就是半斤 所以一百二十斤 相当于六十斤 六十斤 就是秦始皇每天 要称出来六十斤的 竹简给木简 然后要亲自看和批阅 所有的事情 他都要管 大臣们 又不敢向他提意见 他也听不到 什么反面意见 都是向他讨好 保持自己的入位 秦始皇这个人的 违政太差 违人也很差 求要 求不着他就要杀 所以这两个人 议论完了以后 两个人就逃了 这两个人 都是得到秦始皇 重点资助的人 这可以说是协据款逃亡 但是这两个人 做事做得很不谨慎 他们谈论的事情 很快被秦始皇知道了 而且这两个人又逃亡了 所以秦始皇听到以后 非常震怒 因为他有两点 对秦始皇刺激特别大 第一 自己受骗 秦始皇是用巨资 资助他们去求先的 结果你找不到先要 携款逃亡 第二 是他们议论朝政的时候 议论到秦始皇的 为人为政 这话都让秦始皇听说了 所以秦始皇一怒之下 就在朝堂之上 对这些方式 清算了一番 或者这些方式 比如说 一批方式 是拿了钱 不辞而别 另一批方式 像卢生 受了巨额的资助 还在背后说我的坏话 第三 像徐福 这时候把徐福要说上了 徐福这个人 拿了钱 一出海 几年没有消息 当然徐福还没有第二次见他 但这个时候 因为徐福走了好几年了 没有消息 他也很恼火 但是徐福第二次去见他 说他大于阻拦他的时候 秦始皇又信了 但这个时候 说卢生 喉生的时候 连徐福一块烧着说了 说这些人没有一个好家伙 然后他就下令 查 紧接着就在京城 大搜捕 然后是进行大审讯 在审讯中间 被抓的这些人 互相之间还揭发 他有一个从宽从严的问题 所以坦白从严 举报有功 互相之间一检举揭发 最后以统计多少人呢 460个 秦始皇把460个人全抓了 只要你共认的有谁 就抓谁 最后这460个人 全抓起来以后 秦始皇就下令 把这些人全部活埋 而且要通告天下 为了这件事情 他的长子扶苏 听声而出 站出来劝阻他 秦始皇不但不听 而且很生气 把他的长子 我们知道秦始皇的儿子 真正留下名字的不多 这个长子扶苏 是最早留下名字的 也是秦始皇很信任的 他把他贬到哪儿去了 贬到北方 蒙田的长城军团 去做监军 等于贬出京城了 可见这一次的发怒 秦始皇是生了很大的气 受了很大的刺激 这个时候已经到了 秦始皇的晚年了 也就始皇35年 他给这些方式定了个罪 叫做祸畏妖言 倚乱前首 这叫什么罪呢 这叫妖言罪 所以这一次就活埋了 460个方式 这就是所谓的坑 杀了460个人 关于他的来源和经过 我们都讲完了 焚书和坑书这两件事情 是秦始皇称帝以后 为了控制舆论 巩固统治所做的两项决策 但也正是这两件事 在历史上 对秦始皇留下了千古骂名 那么我们今天 又应该如何评价 发生在秦始皇身上的 焚书坑乳事件呢 那么我们现在要讲的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怎么评价这件事情 我们今天怎么样评价 焚书坑乳这件事情 我想来谈几点看法 第一 我们先谈谈焚书的后果 秦始皇烧了那么多书 后果怎么样的呢 第一 秦始皇的粉书 开渔民之先河 中国历代的封建统治者 都是对老百姓 实行渔民统治 希望通过渔民来达到 巩固政权的这个目的 而秦始皇是开了一个 非常恶劣的头 在这一点上 秦始皇做了一件 非常错的事 非常蠢的事 非常蠢 他用暴力来进行渔民统治 用暴力来控制舆论 他希望用这个办法 来巩固着统治 这是开了一个不好的头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点 本来粉书这件事 是由俊宪给封建 这两种政治制度 孰优孰劣而引发的一场争论 它是一种政治制度的争论 秦始皇采取的办法 是用粉书的办法 来解决问题 实际上粉书不能解决 封建和俊宪治 封建制 他的危害在将来 俊宪治 他的危害在当前 这个话好懂 封建刚封的时候都封的是亲兄弟 他绝不会互相打 但是若干代以后 血缘关系越远 这些封诸佛王之间互相就要打了 所以分封的危害在未来 郡县的危害呢 郡县的危害就是 当前一旦天下有个风吹草动 没有人去保护中央政权 没有力量 秦始皇的儿子们都没有封王 没有力量去保护中央政权 所以这两种制度 应当说是各有利弊 秦始皇片面地采用暴力 镇压一种说法 实际上 他是一种很愚蠢的做法 当然秦始皇在这场 这个焚书之中 并没有去处罚纯于悦 就是最先提出来 要实行封建制的纯于悦 那个博士 秦始皇没有处罚他 这叫明智 但是他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 采纳了李斯的粉书令 这叫愚蠢 不杀纯于悦 是明智的 但是粉书却是愚蠢的 第三 中国历史上 大多数人是不赞成粉书 大多数人都不赞成粉书 因为粉书对先秦的古籍 是一种重大的破坏 而且粉书不可能巩固统治 粉书的结果没有达到 你巩固统治的目的 这方面有很多例子 我觉得的话 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举一首很有名的诗 这首诗是唐人张叶写的粉书坑 这个诗过去曾经讲过 我们在这里再简单提一提 这首诗是一首绝句诗 很短 只有四句 全诗说 这首诗很有名 我们再重新讲它一下 这个诗博都是写书的工具 载体 就是诗简和捐博 我们这里带着书 诗博烟消是书被毁了 地业虚 就是秦帝国的地业 也同时随着粉书而驱若 所以叫诗博烟消 帝也虚 诗博就是你粉书的结果 带来是秦帝国的根基动摇了 光和空锁祖龙局 说秦帝国用这种办法 来防范天下的读书人 实际上只把祖龙 就是秦帝国一个人给锁住了 其他人你都控制不住 坑灰未冷 山东乱 就是你这个坑儒 那个粉书坑还没有冷 山东的变乱就起来了 最终灭了秦国的刘邦跟项羽 原来都是不读书的人 当然这个话并不绝对 刘邦跟项羽多少都读了点书 都多少都还读了点书 特别是项羽 还是读了一些书的 只是说粉书并没有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 最后是刘项羽不是灭了秦吗 所以我们通过唐人的诗 你可以看出来 唐代的文人是不赞成秦始皇的粉书的 认为秦始皇的粉书没有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 反而导致他的王国 我觉得这是我们要谈的第一点 第二个问题我想说的就是 坑乳之说并不准确 为什么这样讲呢 史记的汝林列传明确记载 吉至秦之济世 粉诗书坑树士 司马迁在史记的汝林列传中间 明确地提到粉诗书坑树士 不是坑儒是坑树士 什么是树士呢 树士实际上就是阴阳五行这一派的学者 就阴阳五行派 他不是纯粹的乳生 这些人也读儒家经典 但他不是纯乳 这是史记的记载 汉代王冲在论横的 这个贤南篇也提到 此王秦之所以诸欧语而坑树士 王冲在论横中间也提到坑树士 第三 汉书汝林传 就班固的汉书汝林传中间 也称杀术士 所以我们把汉代的典籍翻过来看一下 从司马迁到班固 从史记到汉书 再到王冲 这些人没有一个人谈坑儒 都是写坑树士杀术士 儒跟树士有交叉 但并不等同 所以坑儒的说法 并不完全准确 应当准确的说法 使坑树士更准确 王立群先生从史料中 给我们找出了 焚书坑儒一词的来历 这个词的最早出处 是史记中的焚诗书坑树士 但是我们从中发现了一个疑问 因为史记中的记载 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焚书坑儒中的坑儒 而是明确记载坑的是术士 那么焚书坑儒一词中的坑儒说 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 那么坑儒说是怎么来的呢 到了西晋 有一个学者叫魏弘 他为古文尚书作序的时候 第一次提到 即史皇灭先代典 即粉书坑儒 西晋的魏弘 在古文尚书序中间 第一次提到粉书坑儒 到了南朝 刘宋时期的范页 写后汉书 又提到粉书坑儒 这西晋以后了 所以我们从西晋以后 才看到粉书坑儒这个词 所以粉书坑儒这个词 是后世的说法 并不是汉人的说法 汉人给秦历的时间最近 但是汉人从来不提坑儒 我们应当相信汉人的说法 比后人 西晋以后的人的说法 更准确 这是第二点看法 第三点 魏弘不但说了焚书坑儒 而且他把坑儒 编了一个新的说法 魏弘的坑儒 和秦历本记记载的坑儒 完全不一样 魏弘怎么说 秦历统一文字 用历书给小传 统一文字 这个我们专门讲过 然后他怕天下读书人不服 就把天下的读书人 都招到京城去 招到京城去以后 先封他们做狼 就是皇帝的侍从 然后秦历统秘密派人 在咸阳附近的离山 有地热的地方 再要叫他们去种瓜 这个季节是冬季 因为离山地下有温泉 他在有地热的地方 他种瓜 果然把瓜也长出来了 结了 然后他让这些读书人去讨论 这个冬天能不能长瓜 这些乳生们就在朝堂上 争了个一塌糊涂 有人说冬天不可能长瓜 有人说冬天能长瓜 争的一塌糊涂 因为秦代没有塑料大棚 那个时候反计种瓜 也是很不容易的 秦始皇还倒是挺会想办法 在地下有地热的地方去种瓜 还真种出来了 然后秦始皇就说 这样吧 咱们别争了 你们就实地考察一下 把这些人 七百多个人 骗到离山的一个山谷里边 进行实地考察 正在实地考察的时候 秦始皇下令 让两边从山上 向下边用机器推土 把这七百个乳生 全部活埋了 这就是魏弘编造出来 一个新的坑儒说 这个说法是习近太出现 他和司马迁在史记 秦始皇本记记载的坑儒 完全不一样 那个起因和这个起因不一样 死的人数也不一样 这个人多 七百多个 而且是因为 是统一文字引发的 而魏弘这个新说 在唐代极为流行 魏弘这个新说 你读起来 那秦始皇简直是坏透了 冬天找一个 有温泉的地方 种点瓜 把那些毒株人骗到那去考察 然后从山上推土 把那人全埋了 那不坏透了吗 而且毫无理由 这杀人杀了就没有道理了 而史记的秦始皇本记中间 那个杀人给这个杀人不一样 那个卢生 侯生 他们都是骗了秦始皇的钱 又找不到仙药 最后说了秦始皇一番坏话 然后写款逃了 就是按现在来说 你骗了一笔基金 然后你又没有完成任务 然后你还写巨款逃亡 那你也是个刑事犯 那个魏弘新说那些人 就被杀了就太远了 所以那个新说 跟那个原说差别非常之大 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说明秦始皇的坑儒到唐代 已经受到唐代知识界的 普遍的批评 在这种普遍的批评的声音之下 人们宁可相信魏弘的新说 而不相信司马迁在秦始皇本记中间的原说 这才是魏弘新说 在唐代流行的根本原因 所以我们从这可以看出来 为什么焚书坑儒给秦始皇不能够剥离 因为真正批评秦始皇粉书坑儒的是从唐代开始 唐代开始以后 人们对秦始皇的粉书坑儒 这个批评之声越来越强 所以坑儒坑儒就越来越多的受到人们的指责 而具体的分析就比较少了 而且坑儒的人数也变得不一样了 有460 有464 有467 还有700多 各种说法都有 数字并不重要 当然数字也很重要 因为每一个数字代表着一条人命 这就是数字的重要 数字并不重要 就在于因为坑儒 最重要的不在于他杀了多少人 而他开了一个头 开了一个坏的先例 在北坑的这些术室中间 只有少数人是从秦始皇那领了巨资 然后找不到仙药 说了一番坏话 然后携款逃亡 这是少数人 大多数人并没有像徐福 像侯生 像卢生那么幸运 大多数人没有 他们只是背后参与议论 是因言获罪 所以最后也被杀了 这些人 秦始皇对这些人 就是大多数因言获罪人的治罪 是向天下昭示了秦帝国的文化政策的取向 昭示了秦帝国文化专制的是他的既定国策 只是说明了这一点 但是历史往往是和统治者的初衷相违背的 秦始皇是希望通过焚书坑儒 巩固他的中央集权 结果却得罪了一大批读书人 把这些人赶到他的对立面去了 所以当陈胜吴广发动秦末大起义的时候 一大批读书人都跑到起义军中间去 包括孔子的后裔都跑过去了 秦始皇手下的博士 包括蜀孙通 那不是跑到刘邦那去了吗 把这一批人赶到自己的对立面去了 成为推翻秦帝国的一支重要力量 这是秦始皇当年粉诗书坑树士所没有想到的 所以秦始皇在他统治的后期 做了两件非常错误的事情 这些事情等于说是为秦帝国的灭亡 积居了一股强大的力量 在秦始皇执行这些错误政策的同时 他的人生也迅速地走向了泄墨 也就是秦始皇在焚出坑茹不久 就走进了他的晚年 那么秦始皇他的人生的闭幕式 是怎么上演的 请大家继续关注这个话题 谢谢大家 围绕着千古一帝秦始皇又泰国的谜团 秦始皇之死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千古一案 目前史学界对此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种说法认为秦始皇死于疾病 还有人认为他是死于谋杀 那么秦始皇之死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王力群读史记》秦始皇之 秦始皇之死 秦始皇通过焚尸书 坑树式 清除了思想文化上对极权统治的不利因素 至此 秦始皇已经建立了一个高度极权的秦帝国 这终于让一生追求极权的秦始皇没有了后顾之忧 人到中年的秦始皇 此时考虑更多的是如何与死神作斗争 为了寻找长生不老之药 秦始皇在49岁的时候又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五次大巡游 这次巡游 秦始皇原本是想追求长生不老的 没成想 自己却由此走向了不归路 并引发了一个千古一案 秦始皇命丧沙丘 那么秦始皇的这次巡游究竟具有怎样的背景呢 秦始皇为什么会蹊跷地死在了巡游路上呢 让我们跟随王力群教授沿着秦始皇人生的最后轨迹 透过重重迷雾一起揭秦始皇之死 我们前面讲过秦始皇是一个巡游皇帝 在他当了皇帝的十几年中间 他曾经五次外出大巡游 其中 第五次大巡游是在公元前210年 其实第五次大巡游本身对于秦始皇来说 就是一个挽救生命之旅 因为这次巡游是由于三大原因促成了他这一次驻游 这三大原因 第一就是营获守心 第二是陨石事件 第三是陈碧事件 这三个事件对于秦始皇来说 刺激都很大 我们先介绍 第一件事 就是营获守心 这个营获守心 大家听起来非常陌生 等一会儿我会详细的介绍 因为在中国古代的人们的心目中间 自然界的天象就是那个星星 星辰那个星象 有两种现象是最受人们关注 一个叫五星连珠 一个叫营获守心 什么叫五星连珠 就是金木水火土 五个行星连成一条线 这叫五星连珠 这个五星连珠在古人来说 是个非常吉利的一个现象 史书记载 在汉高祖刘邦继位的当年 曾经出现过五星连珠 那就意味着汉高祖的继位 是顺应了天命 他不知道2000年后 我们的天文学家很高明 用计算机模拟推演2000年前 推的结果是高祖二年的事 非要记载高祖元年 为了证明就是汉高祖刘邦 顺应天命了 这是一种很吉利的现象 叫五星连珠 这些天文学家在推演的过程中间 发现历史上还有两次五星连珠 史书没有记载 一次发生在旅后称制的时候 有了五星连珠 还有一次是无则天称帝的时候 出现五星连珠 史学家干脆不记 你要记录 那等于证明什么了 证明旅后称制 无则天称帝 顺应了天命了 所以史学家不记了 所以这些事看了出来以后 我们就知道 历史文献 有时候它也有真伪之分 所以现代 我们利用现代天文学证明 五星连珠 该出的时候它不记 不该出的时候它就记 这是一个在中国古代 非常独特的一种现象 这是吉 什么是凶呢 就是淫祸守心 秦皇本记明确记载 三十六年 银祸守心 秦皇三十六年出现银祸守心 那么银祸守心是什么意思呢 银祸是代表了一种心 就是银祸 在古人来说 它叫银祸 我们今天叫火星 火星叫银祸 这是古人的名称 再一个 守心 这个心 是一个心朽 是天上的二十八朽之一 二十八朽中间 有一个叫心星 这个心星 现代天文学 不叫它心朽 心朽是我们中国人的称呼 那么世界上通用的 天文学叫做什么呢 叫做天蝎座 讲星座 我们现在八零后 大家都知道 都很熟悉了 叫天蝎座 什么叫萤祸守心呢 就是火星 在运行的过程中间 它靠近了天蝎座 然后它停留在天蝎座的旁边 待了一段时间 也就是火星给天蝎座 给星星接得很近 而这个天蝎座 也就是这个心星 它是三颗形古城 一颗的最亮 旁边两颗的叫暗 古人就认为 那个最亮的那一颗 代表皇帝 另外两颗 代表的是皇子 所以萤祸守心 本来是火星 靠近了星球 也就是靠近了天蝎座 是一个自然天象 但是古代的天文学家 就把它解释成 这是因为那个星球 那个天蝎座 代表的是帝王的行为 所以就认为 当火星接见它的时候 靠近它的时候 就是侵犯它 带来了结果 非常危险 那要么是皇帝侍卫 要么是皇帝要死亡 所以秦皇36年 出现了一个 非常凶的一个天象 就是营祸守心 所以这个营祸守心 对秦皇心理影响非常大 这是第一件 让秦皇非常恶心的事 36年又出现了第二件事 什么事情呢 陨石事件 就是在秦国的一个郡 叫东郡 这个郡过去我们讲过 这是秦皇年幼期间 在吕不韦之政期间的时候 打下来的一个靠近齐国的一个郡 东郡 东郡这一年出现了一个怪事 天上掉下了一块陨石 我们今天看起来陨石出现很正常 陨石落下来以后 有人在这个陨石上刻了几个字 叫始皇死而帝分 这几个字非同小可 这几个字透露了两个信息 第一秦始皇将死 第二秦始皇一死 秦国的土地就要被别人分割占领了 那就是秦始皇灭亡了 所以地方官当然不敢隐瞒 立即上报 秦始皇得到这个报告以后 大惊失色 立即派人去查 结果的话 在陨石坠落这个地方 逐户去排查 最后是一无所获 愤怒的秦始皇下令 第一把这个陨石周围的所有的老百姓全部杀光 他认为这中间一定有隐匿的凶手 第二把这块石头给我烧了 最后是人死了 石头烧了 但是秦始皇心里那块阴影始终没有散去 这是始皇36年出现的第二件 这个怪事 第一 萤火守心 第二 陨石事件 第三 陈碧事件 陈碧事件是什么呢 就是这一年的秋天又出现一个怪事 秦始皇的一个使者从东边来 这个使者经过华阴 这个地方的华阴是一个县 经过华阴的时候碰到一个人 这个人手里拿了一块玉璧 拦住了这个使者 拦住使者就告诉他 说你把这块币替我送给浩执君 而且告诉他 你替我捎一句话 这句话叫 今年祖龙死 然后这个使者就莫名其妙 就拿着这个币想问这一个不速之客 结果这一个人突然之间就消失在夜幕之中 所以这个使者回来以后把这个币献给了秦始皇 把这个事告诉了秦始皇 回到宫里 秦始皇就对他身边的人解释 说这个祖龙不是指我 实际上秦始皇知道 这个祖龙指的是他自己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 一连串发生的三件事 让秦始皇心里头非常闹喝的方 而后来使者送给他的那块币 他经过鉴定 是秦始皇28年 他在南巡的时候 为了祭江沉到江里的一块币 他没有想到当年祭江神的一块币 十年以后 竟然非常奇特的又被人送回来了 多多怪事 一年连发三件怪事 所以秦始皇就去占卜了 占卜的结果 告诉他 有两个办法可以化解你目前的凶向 第一 迁徙 你要迁一部分老百姓到一个地方去 第二 出游 你一定要出去大巡游 用出巡来避难 所以秦始皇首先迁徙了三万户人 然后第二年他开始出巡 第二年就是秦始皇三十七年 这一年叫公元前二百一十年 秦始皇第五次出巡 这次出巡他首先来到南方 到了贵迹 祭奠了大雨 然后他又北上到达狼牙 就山东的淋漪 到了狼牙以后 他遇见了已经走了九年的一个方氏 徐福 徐福这次又回来了 来见他了 向他报告 先要找到了 就是有大骄鱼在作乱 然后秦始皇还很高兴支持了他 秦始皇给了他同男同女 给了他百公 给了他百孤的种子 给了很多 让徐福二次出海 去他寻找先要 这都是第五次大巡游的事情 结果送走徐福不久 走到平原津 这个地方 平原津是什么地方 就是今天山东平原县的西南 秦始皇本记记载了一句话 至平原津而病 这句话的意思是走到平原津 秦始皇病 这里我要解释一下 古代的病和今天的病不一样 不是说得的病不一样 而是这个字意的含义不一样 古代的 我们现在不是有一个疾病的一个双音词吗 一个叫疾 一个叫病 古人把得的比较轻的病叫疾 比如说寡人有疾 就是说你的病很轻 如果说病 那就说这个病情很重 才叫病 所以古代 疾和病是两个不同的词 疾 小病 轻病 病 重病 大病 至平原津而病 说明秦始皇到平原津的时候 病重了 突然之间得了重病 再往下记载是上病已肾 皇上的病越来越厉害 而且这个病一起来就很快 越病越重 上病已肾翻成我们现代汉语 叫什么呢 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书 就通知家属 准备吧 准备后世吧 已经无能违了 这叫上病已肾 就是秦始皇得了疾病 而且病情迅速的恶化 秦始皇也感到不妙 史记的秦始皇本记记载 说秦始皇病了以后 误言死 非常讨厌 在他面前说这个死亡的问题 而且群臣莫敢言死事 没有人敢在秦始皇的面前说秦始皇死的事情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秦始皇有病以后 病重以后 没有一个大臣敢在秦始皇面前商量 秦始皇死以后 身后的事情怎么办 不能讲 因为你要讲他身后的事情 必然会说陛下有什么不测 陛下万一有什么事情 这话都不敢讲 因为秦始皇是最怕别人 在他面前提到他的死亡的人 谁敢在秦始皇面前说 那不是找死吗 据秦始皇本记记载 秦始皇这时候怎么办呢 他写了一封信 加盖了皇帝的玉玺 要招他的皇长子福苏 从蒙田的北方赶回京城 主持他的丧葬 这个书已经写好 就皇帝的诏书写好 也盖了章 这说明秦始皇也预感到 尽管他刚刚送走徐福不久 他知道他自己生命不永 而李斯列传的记载和他稍有不同 当秦始皇病重的时候 秦始皇把赵高招过来了 然后让赵高草逆了一个招书 这个招书有这么几点 第一 第一 要求福苏把兵权交给蒙田 第二叫做迅速赶回咸阳 主持他的丧葬 结果这个信写好以后 还没有来得及交给使者 秦始皇死了 李斯列传写了这么三个情节 然后这一封没有发出来的诏书 还有其他的玉析 就留在赵高的手里边了 而这件事只有丞相李斯 赵高和秦始皇的小儿子 也就是他第十八子胡亥 知道 还有身边的几个小宦官知道 这里呢 李斯不用说了 左丞相 他是随行皇出游的人 赵高是什么身份的 赵高是中车府令 这是一个官 中国古代的官只要加一个中 说明这个人可以出入皇宫 中车府令是什么官 是专门给皇帝管车队的 按我们现在的说法 就是皇帝专用车队的队档 这都是皇帝很信任的人 另外赵高还有一个身份 叫行服席士 服是调兵的兵服 习是皇帝的御习 因为赵高还有一种身份 他一方面管皇帝的车队 另一方面他掌管着秦始皇调兵的虎服 和皇帝的御习 说明赵高深得秦始皇的信任 因为这两个官职 中车府令兼行服席士 这是很不容易的 但是这个车队在秦始皇命中以后 并没有停 而是迅速的继续前进 结果走到沙丘 就是今天河北的广宗县 秦始皇并故 这一年 也就是秦始皇37年 公元前210年 秦始皇这一年多大呢 49周岁 但是古人计算年龄 都是按虚岁 所以一般史书都讲 秦始皇50岁病死在沙丘 目前我们所知道的秦始皇的死亡的原因 在学术界主要是两种说法 第一 病死说 第二 谋杀说 我们分别介绍一下 关于这个病死呢 现在又有多种说法 一 自幼有病 要从小就有病 身体不好 第二 因类致病 第三 遗传致病 第四 高温致病 就是秦始皇病死 人们提了很多种说法 我们先分析一下 秦始皇是不是自幼有病 这个自幼有病啊 和秦始皇的长相有关 秦始皇长得什么样子 在史记的秦始皇本记中间 有一个记载 这个记载呢 是秦始皇在统一中国之前 他手下有一个军事家 叫魏辽 我们讲过这个人 魏辽第一次见秦始皇的时候 就对秦始皇的外貌有一个描述 这个描述很有意思 这样来讲 他说秦皇为人 风准 长目 知鸟应 柴生 秦始皇这个人是个什么样子 风准 准是指鼻子 风准现在有两种解释 一种说 风准就是指秦始皇是高鼻梁 高鼻梁肯定很漂亮 再一个 说他那个鼻子是个马鞍形 这个就不好看 马鞍形的鼻子 这是风准 长目是说他的眼睛是大眼睛 第三 是说秦始皇的胸 是智鸟胸 智鸟 智是一种猛 智鸟是一种猛禽 这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 说秦始皇这个胸 是脊胸 像那个鸡一样 大家都见过我们 吃那个鸡 要是鸡胸的话 说明有病 再一个 说他那个胸 是个老鹰的胸 像一只鹰一样 那个胸 第四 谈到秦始皇的声音 是柴生 柴郎的柴 所以有人就根据他这个柴生 猜测 秦始皇有支气管炎 有支气管炎 那个人说话的声音 就像柴一样 柴生 所以根据他这个外形描述 判断 秦始皇有病 从小就有病 生下来就是脊胸 柴生 说他从小有病 这是历史文献中间 关于秦始皇的外貌的 唯一的记载 可信不可信 秦始皇本记记载的 我们讲过文献记载 我们刚讲过五星连珠的事情 迎获守心的事情 所以文献的记载 是重要依据 但不能够全新 所以我估计 魏辽对秦始皇的印象不好 魏辽说了这个 以后就说了秦始皇一大堆话 当时叫秦王 说了他一大堆坏话 魏辽就想撂条子 秦王把他挽留下来 委任他做国威 所以魏辽这个话 不太可信 所以我们觉得的话 这个说法不太可靠 自由有病说 不太可靠 第二种说法 因累治病 说秦始皇累的了 这个累我大概说了 他们有几个方面的累 第一 过劳 说秦始皇非常勤政 每天要看很多公文 他看的奏章那些公文 是《论经》称的 秦代是120斤 和今天的60斤 每天要看60斤重的简读 看完以后 在上面批 至于批多少字 咱不知道 但是我们知道 清代的皇帝 对奏章批的文字 有时候皇帝批的字 比奏章的原文还要长 要是那个批法的话 那一天写的字 可真是不少 而秦始皇又是大权独揽 事无巨细 一切都要管 所以他一生是忙忙碌碌 很秦政 但是大家要注意 他的秦政是为了大权独揽 防止皇权旁落 这是他秦政的目的 所以秦始皇是一个过劳皇帝 那么过劳 累很了还不累死了 这是一个原因 因累之病 第二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是巡游 秦始皇是个巡游皇帝 他在十二年为皇帝中间 他五次巡游 最后一次的巡游 他是从头一年的七月 九月出发 到第二年的七月 他几乎在外面是九个月的时间 这个巡游累不累 取决于四个条件 第一 路况 第二 车况 第三 季节 第四 时间 说你出去累不累 取决于四个条件 我们先说路 秦始皇时期 有当时最先进的路 叫赤道 但他那个赤道 我们可以断定 他那个赤道 绝对赶不上咱们的高速公路 肯定颠簸 再说车 秦始皇坐的车 再好 他比不过我们今天的奔驰宝马 更赶不上专列 和那个动车组赶不上 那车一不好 路又不好 你想想 那人在上面一坐九个月 肯定很辛劳 第三是时间 秦始皇每一次出去的时间都很长 第四 季节 这季节很重要 你像春天 秋天出去很美 夏天 冬天 那就很麻烦 秦始皇第五四大巡游 是冬天也赶上了 他死的时候是七月份 七月份死在河北 七月份的河北 你想想阴历七月 那个天够热了 够热了 所以他这个劳累 巡游这个劳累 对他的影响也很大 第三 遗传 遗传之病 秦始皇的家庭的遗传不太好 他的曾祖父 昭湘王 我们知道活了76岁 那是最高寿的 他的曾祖父 确实给他有长寿基因 但他的祖父 安国军就不行了 安国军正式继位 三天就死了 而安国军的话 我们推算一下 他是昭湘王的第二个儿子 长子是被昭湘王给拗死了 昭湘王活到76岁 死了 那么作为他的第二个儿子 我觉得他给昭湘王的年龄相错 应当在20岁左右 那么这就是他的祖父 是50多岁死了 他的父亲义仁 即位三年死了 义仁是在安国军的儿子中间 居中 既不是老大 也不是老小 所以他给安国军的年龄的话 也应当有一个 有一定的距离 所以我估计 义仁死的年龄 不到40岁 他祖父50多岁 他父亲不到40岁 他活到49 差不多 差不多 就说这个家族遗传 遗传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第四 高温 高温也能使人之 秦湘王出去以后 他最后是发病到死亡 都是在最炎热的夏季 这恐怕也是他导致死亡 非常重要的原因 最有名的是我们已故的一个著名学者 郭沫若先生 他曾经写过一个历史小说 叫《始皇之死》 这个历史小说 首先说明郭沫若是懂医的 他原来学医 郭沫若是历史学家 他又是一个文学家 他在历史小说中间写 秦湘王是怎么死的呢 他在平津 就是这个山东平津 渡黄河的时候 他得了病 什么病呢 他得了癫痫 癫痫病 至于郭老师怎么判断 秦湘王得了癫痫病 我们不知道 得了癫痫病以后 因为是夏天 他车上还放了铜兵剑 结果他又摔了 摔倒了 然后后脑勺 碰在铜兵剑上 后脑受伤 加剧了他这个癫痫病 这样的话 就导致他脑茫炎 然后的话 秦湘王就死了 到了沙丘 住了一夜 第二天就死了 等到赵高里斯 发现的时候 发现秦湘王的 左耳的流那个黑血 仔细一看 他左耳上 有一个一寸多长的铁钉 说有人把秦湘王给害死了 郭沫若先生 郭沫若先生在始皇之死中间 还明确地写出来 谁害他了呢 他的第十八字 胡亥 胡亥为什么害他呢 因为秦湘王病了以后 我们可以推想出来 他本来是想传位 给长子复苏的 找复苏来主持丧事 所以胡亥就没有戏了 所以胡亥就害死了秦湘王 这是一种说法 胡亥害死 另一种说法呢 是赵高 说胡亥 竭尽秦湘王的机会 没有赵高多 赵高作为中车府令 行服席事 他整天伴随在秦湘王的审辩 赵高不愿意让扶苏继位 扶苏继位以后 扶苏不会重用他 信任他 赵高就会失去这些重要的职位 所以赵高谋害了秦湘王 这是第二说 第三说 那不是赵高 也不是胡亥 是李斯 为什么是李斯呢 因为扶苏已即位 扶苏要重用 蒙氏兄弟 又轮不到李斯了 所以李斯下手了 这是关于谋杀说的三个主要人 但是我认为 谋杀说 没有文献记载 没有文物佐证 纯靠逻辑推理 而且是以秦皇死以后 李斯 赵高 胡亥的表现 倒过来推 在秦皇生前 他们有可能加害秦皇 就这个逻辑上说 也不太能站得住脚 所以我认为 这个谋杀说 不大可靠 不大可靠 比较可靠的 还是病死说 病死说有文献记载 而且我们分析 累 病 遗传 高温 都是现实的情况 所以秦始皇之死 最大的可能性 还是因病之死 但是不管怎么样 秦始皇37年 也就是公元前210年 秦始皇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追求长生的皇帝 最终是病死在大巡游的路途之中 秦始皇死前犯了很多错误 但是他临死之前 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 这个最大的错误就是 他一没有立皇后 二没有立太子 三有一个让长子扶苏 回京主持丧事的这封诏书 也没有来得及发出去 这样就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特别是秦始皇 为什么不立皇后不立太子 这是一个历史迷案 因此 关于秦始皇不立皇后不立太子的问题 是秦始皇讲解中间 我们必须要正面回答的一个问题 请大家继续关注这一个话题 谢谢大家 在第五次的巡游途中 秦始皇的意外离世 让随行人员顿时慌了手脚 丞相李斯竟然决定密不发丧 按照既定方针继续巡游 那么李斯决定密不发丧的背后 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李斯是如何做到 在炎热的夏季带着秦始皇的死尸 继续巡游的呢 敬请关注王力寻读史记 秦始皇之密不发丧 上一集讲到 秦始皇原本想通过巡游来避灾 没想到在巡游路上命丧皇权 秦始皇的意外死亡 让手握大权的丞相李斯非常犯 秦始皇的死亡 引起了秦帝国瞬间的权力真空 在没有确立新的接班人之前 丞相李斯决定密不发丧 问题是 秦始皇死的时候正好是炎热的夏季 尸体不可避免地要散发出难闻的臭味 随行的大队人马不可能闻不到 而且秦始皇是一个秦政皇帝 在巡游途中他还要批阅公文 如果长时间图办公也难免会引起怀疑 那么李斯怎样才能做到密不发丧呢 李斯决定密不发丧的背后 究竟有着怎样的难言之言呢 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 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之密不发丧 历史最怕意外 但是历史往往是充满着意外 上一集我们讲到秦始皇本来是出游 为了为自己化解灾难的 结果他意外的死在了路上 所以秦始皇死以后 陪同他出行的左丞相李斯 李斯就面临一个大难题 这个难题是要不要公布秦始皇死亡的消息 所以李斯是这个时候执掌权力最高的 秦汉时期的丞相权力很大 怎么办 如果公布了会怎么样 如果不公布该怎么做 李斯是最发愁的 最后李斯的决定四个字 秘不发丧 保密不发布死亡的消息 要决定秘不发丧的话 那么就带来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怎么样才能做到秘不发丧 人死了 你怎么的让随行的所有人都相信秦始皇还活着 这是一个大问题 非常现实的问题 第二个 李斯为什么要秘不发丧 皇帝死了 皇帝死了就应当公告天下 拥立新军继位 为什么秘不发丧 这是两个必不可少 必须回答 而且是相互紧密相关的两个问题 我们现在逐一来回答这个问题 怎么样来做到 让秦始皇死了以后 还能够让文武百官 所有的随从都认为秦始皇没有死的 一句话叫假贡善 臭鲍鱼 双管齐下 这话说的有点刻刻 什么叫假贡善 什么叫臭鲍鱼 因为要把这个真相盖起来 必须做到两点 第一 要让死去的秦始皇 正常生活 正常工作 这是一点 必须要做到 第二 秦始皇的尸体发臭以后 一定不能够让别人知道 这是人死了 尸体发臭 必须保重这两点 我们看你是怎么做 第一点 让秦始皇正常生活 正常工作 这怎么办 秦始皇每一天 到吃饭的时候 照样要给他上膳 秦始皇坐在车上 要给他供膳 当然 秦始皇死了 肯定是不能吃了 这不知道好过了谁了 肯定有一个人坐到车里 带他吃 但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历史没有记载 但我觉得这个人 至少享受了 当秦始皇那种生活待遇 过了口服了 第二个 刚该处理朝政的时候 大臣们要向着秦始皇坐的车子 汇报工作 秦始皇坐的车是专车 他这几十辆豪华车的外形一样 这个车是外面看不见里面 里面能看见外边 秦始皇说话的自己也不说 他通过一个宦官 把他的话传出去 历史也没有记载 哪个宦官有这么大的本领 能够对文武百官 报告的事情 都能够准确地给予答复 让人家看不出破绽 这文章都不知道 但是肯定有两个人 一个坐到里面吃 一个坐到里面传话 这样 秦始皇就是正常生活 正常工作 谁都不知道他死了 这第一条 第二条 比较麻烦 秦始皇病死在七月 七月里边正是高温的季节 尸体很快腐烂 发臭 尸臭味怎么掩盖 最后 李斯想了个办法 找了一车臭鲍鱼 找了一些臭鲍鱼 装在其他的豪华车里边 其中一辆车放的是发臭的秦始皇的尸体 另外的车子都放的是那些臭鲍鱼 这样的话 臭湿味跟臭鱼味混到一块了 这不叫臭味相投 这叫臭味相合 合到一块 到底是鱼装的车多吗 那尸体就能鱼聚 那鱼可以放好多车 最后那个鱼味就盖住了湿味 大家只闻到臭味 不知道是有人死了 可见掩盖真相总是有办法的 所以这个车队还不敢停 人死了还不敢停 继续沿着沙丘 沿着既定的路线 向西再向北 一直走到秦帝国最北边的一个郡 叫九元郡 九元郡的治所就是今天内蒙古的包头市 到达包头以后 完成了预定的巡游的所有的路线 然后从包头沿着赤道 迅速的南下返回他的都城咸阳 这是李斯做到的第一点 密不发丧 把真相掩盖住了 并容光无限 可是他死后 却不得不于一车臭暴鱼为伍 这绝对是秦始皇生前所没有想到的 而且做这件事的人 竟然是他生前最依仗的大臣 丞相李斯 那么丞相李斯 为什么要费尽心机 来掩盖秦始皇死亡的消息呢 这个原因概括起来是两句话 一句话叫 欲刺客逢盗贼天下不闻 这是一句话 第二句话 吴皇后吴太子丞相为难 这两个原因就决定了 李斯只能够密不发丧 我们分别来介绍一下 什么叫欲刺客逢盗贼天下不闻 我们介绍两件事 第一件事 社会不稳定 我们举两件小事来说明一下 始皇29年 也就公元前218年 秦始皇第三次大巡游 走到阳武县的伯浪沙 就今天河南省原阳县的东关 在伯浪沙这个地方 欲刺 这次遇刺 是秦皇坐了几十辆豪华车 这几十辆豪华车中的外形完全一样 秦皇坐在一辆车上 其他的车不知道坐的是谁 这个行刺的人 主谋是谁 主谋就是后来帮助汉高祖刘邦打天下的 第一谋是张良 张良带了个刺客 这个刺客连了个大铁锤 史书记载是120斤 和我们今天60斤 他要把60斤的大铁锤 当做个标枪一样来一个大头直 这一般人做不到的 标枪多轻 60斤重的铁锤 像直标枪一样支过去 结果砸过去 他不知道秦皇坐哪一辆车 只能猜天方坐哪辆车 结果砸过去 把砸住那个车砸了个稀巴烂 恰恰秦志皇没坐到这个车上 这里大家知道 秦志皇为什么搞几十辆一样的车了 他要是只有那一样豪华车 那这个刺客一锤就把那个车砸扁了 遇到刺客了 主谋是张良 张良为什么行刺 张良的祖父做韩国的国相 辅佐了三代国军 张良的父亲又辅佐了韩国的两代国军 还是做国相 张良的父亲给祖父辅佐了韩国五位国军 史书称为五世相韩 这么一个家庭 你可以想象 张良他对韩国的故国之情是多么深 所以秦灭韩国的时候 张良家里死了三百多口 死了三百多个人 张良一个都不肝脏 一个肝脏要花钱 把所有的家产全部变卖了 然后用重金收买天下的刺客 最后重金之下必有勇富 买到了一个大理事 这个大理事能够把六十斤的铁锤当标枪耍 最后张良就带着刺客 在柏浪沙聚集秦始皇 结果没有砸中 秦始皇极为震怒 立即在天下举行了二十天的严打 二十天全国严打 结果张良还是高手 隐姓埋名 给刺客两个人都安然撤退了 张良跑到哪了 跑到江苏 藏起来了 躲起来了 张良这个事 其实是个偶然事件 但是偶然就是必然 张良刑刺秦始皇 是代表了六国被灭以后 对秦始皇的刻骨仇恨 秦始皇灭六国的时候 是实行的大屠杀 大迁徙的政策 你比如灭了魏国以后 他把魏王家杀了 然后把魏王家的儿子们全杀了 只有一个公子逃了 然后秦始皇还在天下重金悬赏 要斩尽杀绝 灭燕国杀太子安 灭齐国 把齐王剑骗出来 说给他五百利的封军 结果把齐王剑在个松树林里饿死了 所以六国被灭以后 六国的国君的公族 都对秦始皇怀着刻骨仇恨 这些人都时时刻刻想着机会 谋害秦始皇 最终张良是付出行动的 其他人怎么办 其他人等着第二年 秦始皇死在公元前 210年 第二年是公元前 2009年 2009年就爆发陈阵吴王起义 这些人全部都加入到起义军中年去了 立即在各地建立自己的国家 所以整个天下的形势并不稳定 这是李斯很大的一个顾忌 其他人活着 这些人还敢来行刺 万一知道老皇帝死了 秦皇帝未立 那么这些人不知道要折腾出来什么事的 李斯作为丞相能不担忧吗 这叫律刺客 什么叫逢盗贼了 逢盗贼是另一种事情 逢盗贼是指秦始皇31年 始皇31年 也就是公元前216年 秦始皇在咸阳换了一套便服 带了四个大内高手 一夜出微服私刑 在咸阳秦国的都城里面 遇到盗贼 然后这一伙盗贼给四个大内的高手武士 就斗起来了 打起来了 情况非常危急 幸亏这四个人武功高强 把那几个盗贼 十几个盗贼的算是打跑了 这一下子你想想 在京城 咸阳 秦始皇 夜晚微服之行 还能够遇见盗贼 你说这社会稳定吗 所以秦始皇 第二次在关中实行严打 这次严打十天 一个盗贼也没抓住 所以我们说 遇刺客逢盗贼天下不稳 这是李斯密不发丧 非常重要的一个 秦始皇虽然通过强权和武力 控制了天下 建立了一个高度集权的秦帝国 但是压迫有多大 反抗就有多强力 通过王立群教授的分析可以看 秦始皇生前所统治的天下 其实并不太平 为了不使秦始皇死的消息传扬出去 而引起乱死 所以丞相李斯决定密不发丧 然而让丞相李斯最为担心的局势 一旦公布了秦始皇的死讯 很有可能会造成 秦朝王室的权力之争 因为秦始皇在世的时候 既没有立皇后又没有立太子 那么秦始皇生前 为什么没有立皇后和太子呢 王立群教授将带领我们一起探究 这个历史谜团 密不发丧 第二个原因是 无皇后无太子 丞相为难 秦始皇在他死前 既不离皇后又不离太子 这在中国历史上 没有一个地方这样做 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因为大家知道 太子是国之储君 国之根本 太子一动 天下动摇 我们讲过汉武帝那个系列 大家知道 太子非常重要 太子如果不缺立的话 其他的儿子都会想着去夺这个位 所以 太子不立 这是秦始皇生前非常大的一个事物 再一个 没有立皇后 皇帝活着的时候 皇后可以母仪天下 皇帝一死 皇太后就掌管政权 你看刘邦死了以后 里后不就掌管政权了吗 他在拥立新军 稳定大局方面 可以发挥到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是秦皇没有皇后 既没有太子又没有皇后 你说这丞相多为难 如果没有皇后 如果没有皇后 没有太子的话 这中间留下来了太多的空白点 这有许多文章可做 这是李斯非常担心的 这样我们就需要来破解这些谜团了 要回答问题 第一 为什么不理皇后 我总结了一下 大概有这么四条 第一 多不胜选 第二 怨母仇女 第三 热衷求仙 第四 条件太高 这四条 我们逐一来解释一下 先说多不幸选 选皇后 少了不好选 少了没挑头 就两三个你怎么选 多了也不好选 多了看花眼 不好选 是吧 一般人碰不到这种情况 皇帝他就比较麻烦 秦之皇后宫有多少加厉 大家都知道的就是唐代诗人写的诗 后宫加厉三千人 三千宠爱在一身 那三千已经叫你眼花缭乱了 要比三千再多几倍你怎么办 而秦之皇本记怎么记载的 秦之皇宫每灭一国就把这一国的宫殿全部图纸画下来 然后仿照着在咸阳照这个样 把齐国灭了 把齐国的宫殿圆蓬不动的在秦国的都城咸阳都建起来 灭了楚国 把楚国的宫殿画成图纸在那都建起来 灭了六国以后 咸阳周围有多少宫殿呢 二百七十座 有多少美女呢 据史记正义 引三浦旧事的记载 后宫列女 万余人 万余人就是一万多人 我打个类比 大家知道西晋的开国皇帝是司马延 司马延取代了魏国 然后又灭了蜀国 灭了吴国 他把蜀国的后宫的加历 吴国的后宫的美女 全部集中到他的皇宫里面 结果据晋书后斐传记载 晋武帝司马延后宫的美女一万 他晚上不知道跑到哪个房间睡觉 司马延也是个很有意思的皇帝 他最后怎么办呢 他坐了个洋车 就是用洋拉的那个车 洋车什么好处呢 洋声性温顺 他不会像马 突然间受惊狂奔 把皇帝给拖死了 不至于出现这种情况 洋很温顺 再一个洋走得慢 是吧 安全 所以晋武帝司马延 每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发愁 怎么办呢 坐个洋车 他也不敢 让洋随便走 洋走累了 停到哪个宫殿 他就在那流宿 这一万多美女 他不知道选哪个地方去晚上流宿了 这样来让很多美女很发愁 但是美女中间也有很聪明的 那些聪明的宫女怎么办呢 知道是洋拉车就想办法了 每天晚上到傍晚时间都派人去割很多青草 放在自己那个房间门口 那洋一闻见青草味 洋就奔过去了 洋一去吃草 车就停那了 敬武帝司马延下车就流宿到那了 这宫女就受宠了 司马延那个时代一万个人 他就不知道了 就懵了 秦始皇后宫比他们厉害 敬武帝司马延还是未属三国的后宫 美女集中到一块 秦始皇是元秦国 加上那六国是七国的 加到一块 据史迹正义引着古书的记载 万余人 万余人是一万多 所以这叫第一个原因 多不生选 太多了 不好选 第二个是怨母仇女 秦始皇的母亲对秦始皇刺激非常大 大家知道秦始皇的母亲不是喜欢烙矮 给烙矮还生两个儿子 后来这个事件发作以后 秦始皇处死了烙矮 然后把他母亲给流放了 流放以后 很多人去劝谏 秦始皇一下子杀了二十多个 最后是来了一个人 大家还记得那个人吗 毛娇 他来劝 他说你把母亲囚禁起来 不利于你兼并天下统一中国 毛娇讲完说 我也去死 秦始皇一听讲了有道理 把毛娇放了 把那母亲放回来了 从此以后 秦始皇 对这个女人产生了一种偏见 尽管他后宫的家里有一万多 但是他对女人有一个偏见 他认为 母仪天下的女人太难找了 所以由于他仇恨他母亲 不减点 导致他对天下所有的女人都怀有偏见 这样以来 他在选皇后的时候 他看谁都觉得达不到那个标准 迟迟迟决定不下来 秦始皇的这个女性观 就是从赵姬传我们看出来 他对女性是讲真洁的 还有一个表现 他对女性讲真洁的时候 我们看到第五次大巡游 秦始皇第五次大巡游是死在巡游回来的路上 在那第五次大巡游的时候 他在南方刻了一块石 每道地方都要刻石济宫 他刻石留下来了六句话 这六句话很重要 第五次大巡游 在贵姬山祭奠大羽的时候 他的刻石留下了这么六句话 叫 事省宣逸 由子而嫁 被死不争 房阁内外 禁止淫逸 男女结成 这六句话 前三句是不允许寡妇改嫁 什么叫背负不争呢 丈夫死了 你背叛了你的丈夫 你又改嫁了 这叫失去争结了 这叫背负不争 后面三句是不允许男女之间发生苟且之事 还有一个事件呢 就是寡妇青 在史记的《货之列传》中间记载 秦之皇一生就表彰了一个女性 这个女人还是个寡妇 姓不知道了 只知道她的名字叫青 这寡妇青 秦之皇对她非常尊重 寡妇青是个什么人呢 寡妇青按我们今天的说法 是个私企老板 经营什么产业呢 单杀 她丈夫死了以后 她经营单杀这个产业 而且树袋不衰 她也不改嫁 所以秦之皇对她特价表彰 秦之皇还修了一个台 叫女怀青台 来表彰这个寡妇 你看 流放母亲表彰寡妇 对起来 再加上课时 我们可以看出来 秦之皇是提倡争洁的 这样就带来的话 她对女性的要求比较严 所以的话 秦之皇在选皇后的时候 很难选得上 很难选一个合适的 这也是迟迟不立皇后的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 热衷求仙 一般求仙的人都不顾家庭 只忙着求仙升天 顾不上家庭 这也是秦之皇从即位 当皇帝的第二年就遇上徐福 一直到第五次 大巡游又第二次见徐福 他一生念念不忘 二求仓生 当然这也反映了人的一种本性 贪生勿死 这是一种人的本性 所以秦之皇求仙也耽搁了他的立皇 第四条件太高 秦之皇立皇后有三个时间段 第一个时间段 是从十三岁继位 到二十二岁举行夹冠礼 截冠权利 这是第一个时间段 这个时间段 他可以完婚 可以立皇后 但这个时间段他没有立 什么原因 我们不知道 这第一个时间段 第二个时间段 是从二十二岁正式接官权利 平定落矮之段 到三十九岁兼并六国统一天下 第二个时间段 这个时间段 他又可以立皇后 也没有立 唯一的解释 就这一段时间 忙着兼并六国 忙着公事 忘了私事 不过立皇后也废不着做大事 两天都解决了 这个也没有立 这是第二个时间段 第三个时间段 是三十九岁称帝 到他四十九岁 也就是五十岁死亡 这是第三个时间段 这个时间段 实际上他已经立不了皇后了 为什么 这支书 他自恃甚高 他认为自己功高三皇 名高五帝 他是至高至贵至尊至上的圣人 神人 哪个女人配得上他 没有女人能配得上他了 所以当他把自己抬得太高的时候 那行单身了 当然他那个单身 另外一种意义 就是已经立不了皇后了 因为你把你自己抬得太高了 你这个时候 你要秦朝皇放下身段 再去找一个 就比较难了 所以这也是他不立皇后的原因 总而言之 我们分析秦皇不立皇后 是四大原因 秦始皇当政之后 不仅没有立皇后 而且在十二年的皇帝生涯中 也没有立太子 秦始皇不会不明白 太子是异国的储君 天下的根本 储君立江山才能稳固 群臣才能安心 而且秦始皇自称始皇帝 想让自己的帝业 能够千秋万代的传承下去 他就更应该立太子 那么秦始皇 为什么生前没有立太子呢 这里面透露出秦始皇 怎样的心理呢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不立太子呢 皇后你可以不立太子 你可以立啊 这也麻烦 不立太子也麻烦 我们首先讨论第一个问题 秦始皇有多少个儿子 因为立太子首先他有儿子 没儿子你立什么 秦始皇有多少儿子 据始集里斯列传的记载 始皇有二十余子 有二十多个皇子 留下姓名的皇子有四个 就是长子扶苏 还有第十八子胡亥 还有另外两个 留下姓名的 现在我们统计出来的 秦始皇的儿子 至少有二十三个儿子 还有十个女儿 那就是我们知道 秦始皇有二十 至少有二十三个公子 还有十位公主 这二十三个人 都可以在中间选为太子 这二十三个人 都可以选为太子 秦始皇为什么不从中间选一个呢 我觉得这中间的原因 大概有这么几 第一 仇女导致 因为秦始皇是怨母仇女 由于仇女 他很难在他的儿子中间 二十三个儿子中间 谁的母亲 他都看不上 尽管给他生了儿子 这二十三个儿子的母亲 他没有一个看上的 这是他不利皇后的 非常重要的原因 在这二十多个儿子中间 他最器重的是长子扶苏 但是长子扶苏 在坑树式的事件中间 公开出来劝阻秦始皇 秦始皇在恼怒之下 把长子扶苏派到了蒙田的长城军团 做监军 掌握军权 防守北边的边防去了 扶苏的离京是一个大事件 这个大事件 是扶苏的一次失误 结果是让他失去了两个机会 如果扶苏留在秦皇身边 那么扶苏被立为太子的可能性 就非常之大 结果扶苏走了 扶苏离京就离开了政治中心 一个从政的皇子 如果离开了政治中心 他就可能会失去很多机会 这是一个重大原因 再一个 离开了这个政治中心以后 你又到了长城军团去了 长城军团的负责人是谁 就来了蒙田 和蒙田走得比较近了 就带来了李斯的嫉妒 因为李斯知道扶苏给蒙田走得近了 那么扶苏如果继位以后 扶苏可能更信任的是蒙氏兄弟 这就招来了李斯的反对 而李斯是跟在秦皇身边出游的 深受秦皇信任的丞相 所以扶苏这一次失误 带来了两次机会的错过 扶苏的失误 导致秦皇没有在和世的儿子 来选为太子 秦皇一直到临死 留那个遗诏 还是招扶苏回京城主持丧事 那个言外之业 就是让扶苏来继位了 丧事完了你就要继位了 他还是看好扶苏的 但是扶苏的对他的顶撞 导致他把扶苏发配到边疆去了 这是原因之一 但是是次要原因 原因之三 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秦正皇为什么不离太子 以我来看两个字 怕死 怕死是最根本的 为什么这样讲呢 立太子就意味着承认自己一定会死亡 否则你立太子干嘛 立太子要承认自己死亡 对于一个千方百计 企图长生的皇帝来说 这是一个痛苦的现实 秦皇不敢承认这个现实 他也不敢面对这个现实 他一方面拼命地追求长生 另一方面 他要避免直接去面对立太子 这个尴尬的现实 这个敏感的话题 所以我们在生死茫茫那一集中间讲过 秦正皇对徐夫两次资助 对卢生逃亡感到非常愤怒 无论是对徐夫的信任 或者是对卢生的愤怒 我们都可以看出来 愤怒也好 信任也好 其实都是一种心理 就是求仙之息 非常强烈 一个如此追求成仙的人 他是不敢承认自己要死亡的 他越是不敢承认自己要死亡 越是不敢面对立太子这件事 所以怕死是秦正皇不立太子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如果自己立太子就意味着自己的死亡的时间快到了 但是意志抵挡不了规律 秦正皇可望长生是他的个人意志 而一个人必然死亡 这是生命的规律 意志是抵挡不住规律的 所以决心成仙的秦始皇最终还是走完了他的生命的路程 这位生前叱闸风云的千古一帝 最后竟然是以一具腐烂发臭的尸体走进了他修建了近四十年的皇陵地宫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历史不能倒退 谢幕就是谢幕 以上王立群教授为我们分析了丞相李斯密不发丧的两大原因 一是当时秦王朝的社会并不稳定 二是秦始皇由于诸多原因生前没有立皇后和太子 使得秦帝国没有名正言顺的接班人 在这种情况下 向天下公布秦始皇的死讯 很可能会引起社会的骚动 以及内庭的争权夺利 终归是直里包不住火 秦始皇的死讯早晚还是要公布天下的 那么为了秦帝国权力的平稳过渡 丞相李斯还将会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事态会按照李斯所期望的发展吗 在秦王朝历史上 这次最高权力的交接过程中 还存在着怎样的变数呢 王立群教授在以后的日子里 将继续为您精彩讲述秦始皇的身后事 公元前210年 秦始皇并死在巡游途中 最后有一个人物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拉开了一段大秦帝国风雨飘摇的末落史 死前此人一直默默无闻 而在秦始皇死后 他上演了一幕短暂而有爆发力的个人独角戏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他是如何操纵这一切的呢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王立群独始祭秦始皇之沙丘政变 从相公立国到秦国崛起 从称霸诸侯到横扫六合 从统一制度到沙丘之死 在系列节目 王立群独始祭秦始皇中 王立群老师用了33集的篇幅 为我们展现了2000多年前 秦国波澜壮阔的发展史 以及秦始皇横扫六合建立地质的辉煌功绩 然而尽管秦始皇自认为德奸三皇攻盖五帝 但上苍并没有因此而特别眷顾这位皇帝 在他50岁时就让他止步于人间 公元前210年 秦始皇开始了第五次大巡游 随他一起巡游的有丞相李斯 中车弗林赵高和他的小儿子胡亥 让秦始皇想不到的是 这次巡游成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次大巡游 当他们的车队走到沙丘的时候 秦始皇突然暴病身亡 那么他身边的三个重要人物 丞相李斯 中车弗林赵高和幼子胡亥 在这一关键时刻会上演什么样的一幕呢 俗话说山中无老虎 猴子成霸王 秦始皇这只老虎死了 接下来就是猴子的天下 那么猴子会是谁呢 谁会最先跳出来呢 从今天开始 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继续带领我们 走进大秦帝国末年 那段风雨飘摇的历史 冷眼观察面对权力诱惑时 最本真的人性角逐 故事还是从秦始皇死后说起吧 静静关注王立群读史记 秦始皇之沙丘政变 但是秦始皇沙丘病故以后 出现了一件非常奇特的事情 什么事情呢 是一个由秦始皇口寿 然后记录下来 加盖了秦始皇西印 已经封好的那个诏书 没有发出来 这个诏书没有发 这个诏书不是一般的诏书 它是关系到秦帝国 第一次最高权力交捷的一个重要诏书 我们知道 封建帝国 它的政权最危机的时候 其中有一个 就是最高权力交捷的时候 而秦始皇这个诏书 就是化解这场危机的 一根定海神针 但是这个诏书没有发出 这样体现秦始皇 个人遗愿的这个诏书 为什么没有发出 史记 有两篇传记 记载了这件事情 第一 秦始皇本记 有记载 秦始皇本记是怎么记载的呢 说秦始皇病重的时候 写了个诏书 让这个诏书的主要内容 是让他的长子扶苏 回到京城主持丧事 然后这个诏书 已经封口了 加了西印 封了口 没有交给使者 史记的原话是四个字 未受使者 不久秦始皇病死 这是秦始皇本记的记载 另一个记载 就是李斯列传 李斯列传的记载 是秦始皇到达沙丘病重 然后招 赵高来 由秦始皇口寿 赵高记录 写了一封诏书 这个诏书的内容 比秦始皇本记 多了一项 就是要扶苏 把军权 交给蒙田 然后返回京城主持丧事 其他和本记的记载一样 其中也写到一句 未受使者 紧接着秦始皇病死 史记两处都记载了 而且都有非常关键的四个字 未受使者 这个诏书没有发出来 而未受使者 我觉得 它有 我们可以做三重理解 第一 赵书写好以后 秦始皇他本人没有立即交给谁 这是一项可能 第二 赵书写好以后 秦皇已经 并无法支配这个行动了 赵书没发出来 第三 赵书写好以后 有人从政作梗 赵书没发出来 只有三种可能 那么这三种可能中间 哪一种是历史的真实呢 我的看法是 不好讲 文献记载太简单了 这三种情况 我们分别的加以分析 先说第一点 赵书写好 秦始皇没有让立即发 赵书写好了 盖了席印封好了 但是秦始皇没有说 立即发 有没有可能性 有 两点 第一 秦始皇对自己的死亡 心理准备不足 就是他有预感 所以他写了赵书 但是他还有幻想 所以赵书没有马上发 这是一种可能 还有一个原因 是秦始皇个人的自负 因为秦始皇觉得 他自己生前 可以说是威风拔面 没有一个人 敢对他的话不遵从的 他把自己封为皇帝 认为自己至尊 至贵 至上 所以他认为 他即使是有了什么不测 没有人敢改变他的意志 所以这两点决定了 秦始皇赵书写好 但是没有及时发出 这个好理解 因为这时候秦始皇才刚刚 周岁49 虚岁才50岁 一个50岁的人 而且他是在巡游的途中 途中他刚刚第二次接见了徐福 还给徐福派了强奴守 让徐福带队 再去寻找仙药 他认为仙药是可以找得到的 所以他才赞助了徐福 他没有想到 他的人生马上要举行闭幕式了 他这个没有准备 所以赵书写好以后 他没有让使者立即发出 有可能性 我觉得这是一种 第二种情况有没有可能性呢 就是写好以后 病重了 已经无法表达自己的意愿了 比如说 病重了不会说话了 一下子就昏迷了 赵书没有发 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也有 因为秦始皇对自己的最后的闭幕 对自己人生的终结 我们刚讲过 他心理准备不足 所以他这个诏书 他写了很晚 太子他也没有早立 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 我们拿秦始皇跟汉武帝做一个比较 你就可以知道 秦始皇是多么匆忙 而汉武帝是多么从容 我们过去讲过汉武帝 汉武帝是早年立的太子 晚年逼死太子 临死前三天 他又立了八岁的小儿子刘富林 做太子 而且召集了五位顾名大臣 霍光 上官杰 三红阳 车千秋 把这些人都交到自己的身边 把这些人都交到自己的身边 明确说明 辅佐他这个小儿子 一切安排好了 三天以后他走了 把握住临死前三天 那要很大的本领 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 秦始皇就不行 他很不从容 他觉得 别说前三天 他觉得还早着了 但是等到时候了 他来不及了 所以他没有明确立太子 他也没有召集一帮人 作为他的未来的继承人的顾名大臣 所以当他意识到 这个接班是个问题的时候 他还没有意识到 这是个大问题 所以秦始皇处理这个事情 有三大漏洞 第一 没有明确太子 第二 没有明确一帮顾命大臣 第三 没有亲自督导 立即把招数发出来 这三点 都是致命的 秦始皇有二十多个儿子 你如果不明确地说 有哪个儿子接班 那二十多个皇子 都可以当秦二世 这不是一个漏洞吗 你个人的愿望就不一定能够实现了 再一个 你没有立一帮顾命大臣 那汉武帝是立了五个顾命大臣 那五个人 那就不是一个人能说了算 你现在秦始皇倒好办 秦始皇死的时候 只有谁知道 赵高知道 李斯知道 胡亥知道 皇子中间 二十多个皇子只有胡亥知道 那么多大臣只有李斯知道 一帮他身边的人员 只有赵高知道 这个范围非常小 由于你不是一批顾命大臣 就带来一个问题 赵高一个人可以一手折天 他说秦皇让胡亥当 别人就没有法证明 这个话是真的 是假的 假如有四五个人 那就不一样了 谁敢说假话 其他几个人就证明 他说的是假话 再一个 他没有亲自督促 像立太子这么一个大事情 你不亲自去抓 仅仅是写好了 盖了锡印 然后封了口 你不亲自督促发出 万一哪个环节上有了问题 没有发出 那将来怎么办 这就是我们说秦皇很自负 他觉得自己 活着的时候威风拔面 死了以后 你们谁敢违抗 他没想到 他死了以后 别说立太子的事情被篡改了 而且他死了以后 连他的尸体都臭了烂 他要是知道 他死以后尸体都臭烂 他生前早把这些 让他尸体发臭的人 一个一个都收拾了 但是你死后就不行了 你想 想满意就满意 不想满意 让你发臭你就发臭 你一点还管不了 是吧 那么第三种可能性有没有了 就是有人从中作梗 这个事情有没有可能性呢 秦始皇生前是何等威风 荡平六国所向披靡 然而他祖梦也不会想到 自己死后会有如此的下场 不但身体腐烂便知 而且连诏书都没有发出 生前在他身边 唯唯诺诺的小人 不但挺起了腰板 而且公然藐视他的权威了 他们有这个胆量吗 司马迁的记载也含含糊 那么凭借人的直觉判断 秦始皇的赵书未受使者 会不会有人从中作梗呢 也不太好讲 因为赵书写好以后 是放到赵高那了 赵高知道这件事 只有赵高可以从中作梗 因为赵书在他那放着 发不发全在赵高呢 如果不是秦始皇亲自督促的话 那这件事情上 发书给发 没有发书 胡亥不知道 李斯也不知道 只有赵高知道 所以如果有人作梗的话 只有一个人有最大的嫌疑 那就是赵高 赵高有没有可能从中作梗呢 也不太好讲 也不太好讲 我说为什么不太好讲呢 说他有 他有可能 你看秦始皇刚一死 他就马上想着篡改遗诏 说明秦始皇病危的时候 赵高的心里边的小算盘已经开始打了 他计算机已经开始高速运转 想着秦始皇死了以后怎么办 他想到了 各种可能性都想了 但是你说他现在秦始皇未咽气之前 他就把招书扣下来 硬是不发 估计这种可能性 有但是也不是太大 因为毕竟秦始皇是很厉害的 谁敢说秦始皇一定死 万一他又病好了 你要不发 那你将来你赵高 你就吃不了兜着走 所以赵高敢不敢 能不能 我觉得都是两可的事 最可能的是什么 赵高是摸着石头过河 走一步 看一步 我先按着不发 你要是好了 将来有可能过问这个事了 我赶快发 你要是一天不如一天 一个小时不如一个小时 一分钟不如一分钟 那我就不发了 反正你死了以后你也管不了了 所以可能性最大的 那就是赵高 实际上是在观察 这种可能性大 所以我们分析 未受使者的三种可能 其实都有 都有可能性 但是究竟到底哪一个是真的 确实历史记载太简单了 我们在这不敢妄谈 我们只是讲了 有这么三种可能性 但是赵书没有发出 实在是关系太大了 他对秦朝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政治漏洞 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巨大的政治漏洞 因为关于秦始皇之死 秦始皇的诏书 秦始皇立复苏为继承人 知道的范围非常小 我刚才说过了 范围非常小 皇子中间只有一个 大臣中间只有一个 身边人中间只有一个 其他有几个小太监 谁敢说 那几个小太监敢泄露一点风声 立即就可能被处决掉 所以这个范围非常小 再一个 预洗事在赵高手里边 只要胡害赵高李斯联手 就可以在信息被封锁的情况下 另写一份遗诏 然后加一个吸引 谁都说不出了真假 所以这个政治漏洞在什么地方呢 这个政治漏洞就在于 赵书变遗诏 本来是赵书 最后竟然变成遗诏了 这个遗诏的内容 又不为外人所知 发现这个政治漏洞的人 一定是一个在政治上最敏感的人 这个人是谁呢 两千多年过去 没有人能弄清秦始皇赵书 未受使者的真实原因 我们只能怪秦始皇 没有汉武帝那样的涛略 他太自信了 自信自己的权威 在死后还能够光芒万丈 自信胡老鱼为在 然而就在他一直高傲地 仰视天空的时候 已经有人开始在他脚下挖坑了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他又是如何挖坑的呢 这个人是谁呢 是赵高 赵高首先发现了这个政治漏洞 赵高是谁呢 赵高是赵国王时的一个远亲 他是赵国王时的远亲 他怎么来到秦国 历史记载的很简单 有些学者说 赵高的先人是作为人质来到秦国的 这是一种推测 我们没有文献记载 不好妄言 现在我们知道就是赵高的母亲 犯过罪 扶过刑 刑满以后 在隐关 隐蔽的隐 官僚的关 在隐关这个地方工作 隐关是个什么地方呢 隐关是一个刑满释放人员的一个劳动的场所 他在这里工作 赵高的兄弟们就出生在隐关 从小就是在隐关长大 所以赵高的出身并不好 不是一个贵族血统的人 但是赵高呢 他有一大优势 两手绝活 改变了他的一生 他一大优势 就是为人强力 史书记载叫为人强力 什么叫为人强力呢 就是赵高这个人办事 非常勤奋 很勤勉 是这么一个人 赵高的办事的勤勉 后来就被秦皇所知道了 这是他一大优势 两手绝活 第一 赵高的书法写得很好 特别是小传写得极其漂亮 我们知道秦皇实行全国文字统一的时候 颁布了三部字书 其中有一部就是赵高写的原历篇 班刑天下 赵高本身是个书法家 擅长写秦传小传 这是一大优势 一个特点 一手绝活 另一个绝活就是赵高通法律 他的法律非常好 而秦国是讲究以法治国 以利为师的一个国家 所以赵高的一笔好字 通晓法律 再加上他办事的勤勉 被秦皇知道了 秦皇就重用了他 而且让他担任了一个非常 亲信的一个职务 就是中车府定 专门替皇帝管车马 这官大不大了 一点都不大 但这个官可不是一般的人干得了 那是皇帝最信任的人 来管这个 打个比方 他相当于什么 替秦皇专门管那个专列 管专列的 那个官并不算大 但是管专列的人 都是秦皇最信任的人 这说明秦皇他并不计较一个人出身怎么样 只要你工作勤奋 他就要用你 但是人都是有贪欲的 赵高也不例外 他做的是一个集要官 就在秦皇身边管管车马 这个官不是高官 是一个进尘 但不是是高官 不能算众臣 只能叫做进尘 所以赵高也想由进尘变成众臣 那怎么办 赵高就动脑子了 因为这个做高官 他有一个特点 高官是跟出来的 就你跟着谁干 将来可以就可以做到高官 所以赵高就需要在秦皇的 二十多个儿子中间选择一个人 然后就跟着这个人 这个人将来如果掌握的权力 赵高也就可以由进尘变为重臣 那么这一个人 赵高选这个人都有三个条件 第一 受宠爱 因为只有受宠爱 将来才有可能继位 第二 好忽悠 好忽悠你将来你才能掌控他 第三 放得上 这也是放大垮 但是你的够得着 你的够得着 他选来选去 复苏倒是受宠爱 复苏不仅是宠爱 而且是宠信 但是复苏另外两条都不行 第一 复苏不好忽悠 第二 复苏你也棒不上 所以在二十多个皇子中间 他选了胡亥 胡亥这三条都符合 第一 第一 受宠爱 第二 好忽悠 第三 棒得上 所以胡亥就成了赵高选择的对象 赵高就想办法贴近胡亥 结果还真叫他贴上了 这就是赵高很大的一个本领 他的政治的敏锐不在于他在这个时候发现政治漏洞 而且在这之前他已经在皇子中间选择了他的一个猎物 而且把这个人给忽悠住了 然后他教胡亥什么呢 教胡亥 绝育就是法律 因为他通晓法律 他又字又写得好 那么他就可以成为胡亥的老师 而胡亥能不能听从赵高的愿望呢 因为秦皇在沙丘病故以后 第一个想到改变遗诏的人就是赵高 那么胡亥能听赵高的话吗 尽管两个人关系平时私交不错 在这个关键时刻篡改父皇遗诏 然后杀兄夺位 胡亥能同意吗 我们说山中无老虎 猴子称霸王 在秦始皇这只老虎死了以后 赵高是第一个跳出来称霸的猴子 此人功于心计 狡黠奸华 很早就为自己的未来做了安排 获得了秦始皇父子两代人的信任 在这一关键时刻 如果福祖继位 自己的好日子很可能就要到头了 但胡亥继位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那么怎样来说服胡亥呢 胡亥会同意吗 当然 这要看胡亥两点 第一 胡亥是个什么样的人 第二 看赵高怎么样去游说胡亥 我觉得赵高对胡亥做的工作 一共进行了三次 第一次他找胡亥说了很清楚 说先皇去世 长子扶苏 受命回京主持丧事 那毫无意外 就是当丧事完毕以后 扶苏要继位 一旦你大哥继位 你什么都没有 这番话很显然是要挑起胡亥 对秦皇遗诏的不满 便与赵高丛中做手脚 胡亥怎么回答呢 胡亥有两句话 说得很漂亮 叫明君之臣 明父之子 圣明的君王 他了解他手下的大臣 圣明的父亲 他也了解他的儿子 所以叫明君之父 明父之子 既然这种情况下 那么叫我大哥当 那么就是我大哥当老 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所以胡亥首先第一次游说 胡亥就拒绝了 但是赵高并不死心 因为赵高懂得一个人 他对外界诱惑的抵抗 是有限度的 所以我们经常说 除了诱惑 我什么都能抗得住 所以第一次游说 失败以后 赵高并不死心 赵高紧跟着 第二次找 胡亥谈话 这次谈话 赵高讲了两点 他说 当今天下的权力 天下的大事 取决于三个人 你 我 李斯 丞相李斯 你是皇子 丞相 加上我 我长得玉玺 由于始皇之死 是在一个非常小的范围内 外人都不知道 我手里又掌管着玉玺的话 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改变这个现实 他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 为人之臣 和为臣之君 那个差别太大了 那就是说 当皇帝跟当臣子 那个差别 简直是没法相比 那就是说 为臣和臣与人 差别很大 至人和为人所至 差别很大 他跟胡亥讲了两点 但是胡亥又拒绝了 他讲了两点 胡亥讲了三条 胡亥讲了哪三条 废兄立地 不义 把哥哥废了 然后立他的弟弟 不道义 这叫废兄立地 不义 第二 不奉父赵 这叫不孝 父亲已经有了照命 我不去尊奉父亲的照命 这叫不孝 第三 我能力不行 要强行夺这个位子 那么这叫不能 我做不到 你看胡亥讲的三点 不义 不孝 不孝 这是哪一派学说的思想 完全是儒家学派的思想 所以我们前面讲过 秦始皇焚书坑儒 我纠正过 那不叫坑儒 叫坑术士 你看 胡亥 面对赵高的诱惑 所说的 不义 不孝 不能 完全是儒家这一套 忠孝 结义 说明胡亥 深受儒家思想影响 假如秦始皇是坑儒 要把儒家给灭掉 那么 胡亥在哪儿 学了这么一套儒家的思想 所以胡亥 第二次又拒绝了 但是这个拒绝并没有让赵高回心 赵高觉得这里边有两点 第一 事关重大 第二 话未说绝 什么叫事关重大呢 胡亥如果撑了地 赵高就有可能掌控胡亥 把秦国的江山变成他赵高的江山 所以这件事情 成和不成对赵高来说 关系太大了 这是第一点 什么叫话未说绝呢 因为胡亥仅仅是拒绝 假如胡亥把这个话告诉李斯 让李斯抓捕赵高 治赵高的罪 那才叫真正的拒绝了 那叫绝情绝义 现在仅仅是嘴上说 赵高不死心 所以 赵高来了第三次游说 我说了你两次 你不听 我说你第三次 这次说 因为人都有软裂 什么是软裂 厉害就是软裂 所以赵高就给李 就给胡亥 讲了 这个 历史故事 赵高还是懂得一些历史故事的 他讲了这么几个故事 他说当年 夏朝的最后一个国君 叫夏捷 而商汤起兵灭夏捷 那叫什么 那叫以臣逝君 臣子把国君给杀了 但是历史上 有谁说商汤做的不对呢 历史的属服上都赞扬 说商汤是圣王 杀夏捷 夏捷是暴君 以臣逝君这样的事情 历史都不谴责 这是一个历史 再一个 武王灭商 周武王在商朝末年起兵 率领八百诸侯 把商周王给打败了 最后周王死了 武王灭商的故事 在古代流传非常广 胡亥熟读儒家的经典 当然对这段历史很熟悉 这也叫什么 这也叫以臣逝君 你周武王再怎么定 你是臣 商周王再怎么样 暴虐 无道 他是国君 你臣子把国君杀了 商汤灭了夏捷 武王杀了周王 这在中国历史上 都是赫赫有名的 以臣逝君的事情 但是儒家对这个事情是怎么看待的 叫顺天应人 叫顺天命 应人心 没有人去谴责这件事情 这说明什么 臣子可以逝君 以臣逝君 不受谴责 这是一件事 这是一件事 卫国的国君 把他的父亲杀了 卫君是父 夺取了卫国国君的位置 连孔子都不谴责他 还认为他做了很对 这叫什么呢 这叫以子是父 前面叫以臣逝君 你看 臣子杀死国君 儿子杀死父亲 这可以说是最不人道的 最不孝的了 但是历史并没有谴责他 孔子也没有谴责他 那你这个以帝是兄 为什么不可以呢 这两个故事 很能打动胡亥的心 这是赵高说的一个方面 因为这是用历史事实来 来说服这个胡亥的 胡亥听进去了 而且下面赵高又讲 赵高说 办大事不要拒小节 这叫大行不小锦 再一个 你宠上大德的时候 不要讲那小德了 这叫盛德不辞让 说就是 实际上就是讲了一点 抓大放小 抓大节 放小的 大局 大节 大事 这是从正面讲 反过来你要不这样做 故小而望大 厚必有害 虎一犹鱼 后必有悔 如果你不这样做 将来你一定会受害 一定会感到后悔 正反两个方面给胡亥讲 讲完以后 这第三次劝 胡亥听进去了 所以胡亥 接受了赵高的意见 这是赵高 杀求政变 非常关键的一点 他首先把胡亥 这一个最关键的人物 拿下来了 因为拿下了胡亥以后 胡亥 胡亥不但可以和他合谋 而且胡亥将来可以合法的成为秦二世 而且拿下了胡亥以后 还可以用胡亥再去威胁另外一个人 所以胡亥拿下来是最关键的一点 胡亥尽管前两次都拒绝了 但是最后在利害的问题上 胡亥还是屈服了 这样沙丘政变 拉开序幕 但这里边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赵高是受发难者 胡亥是他的合伙人 但他两个人要办成这个事 不可能 还有一个人他绕不开 这个人是谁 李斯 李斯是丞相 李斯手握重拳 赵高要说利了胡亥 李斯说不可能 据我所知是利了扶苏 那就全完了 丞相说话的分量很重 而且李斯掌握的权力 足以在沙丘这个地方抓捕赵高 所以如果再拿不下李斯的话 那么他们两个的合谋 完全不可能得到实行 所以要想让这个沙丘政变成功 必须要拿下 另一个关键人物 就是李斯 李斯能听赵高的吗 李斯能够和胡亥赵高联手吗 这是一个大问题 所以请大家继续关注沙丘政变的故事 这一讲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李斯是秦始皇最重要的大臣之一 也是秦始皇最信任的大臣 两人关系非常密切 史书记载 李斯所有的儿子娶的都是秦始皇的女儿 李斯所有的女儿嫁的都是秦始皇的儿子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 和秦始皇有着密切关系的人 在关键时刻 还是背叛了秦始皇 那么李斯是如何一步步走向背叛的呢 进行关注系列节目 王力群独史记 秦始皇之 李斯辩解 公元前210年 秦始皇突然病逝在巡游途中 此事一出 一下子让大秦帝国慌得手脚 秦始皇生前没有明确太子之威 没有向臣民公开皇位继承人 那么谁来领导这个庞大而又新生的国家呢 有一个人开始动脑 此人就是赵高 上一集讲到 赵高把如意算盘打到了胡亥的身上 在赵高似是而非的歪力面前 他终于被拖下了身 然而赵高知道 拿下武派 事情只成功了一半 要向大功告成 还必须将另外一个人 拉入阴谋之中 那个人就是丞相李斯 李斯作为丞相 能号令内外陈公 在老皇帝已逝 新皇帝还没有确立起见 他的一言一行至关重要 那么如何才能把李斯拉下水 赵高又会用什么样的说辞呢 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讲述 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之 李斯便捷 赵高三劝 胡亥投城 这沙丘政变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 但这件事要想办成 要想把圆圈画圆 少不了李斯 李斯的角色成相 李斯的地位老臣 重臣 手握大权 李斯如果不同意 毅力太子篡改赵书 这事没门 不可能办成 那么赵高将怎么样来做李斯的工作呢 还是老办法 谈话 谈话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赵高不是把李斯杀了 杀了不行 杀了李斯 人家才以为你这是搞军事政变的 他必须得让李斯也能够为他服务 而赵高给李斯的交锋 给胡亥 赵高给胡亥的交锋 就完全是两码事 胡亥当时的年龄只有21岁 很小 而李斯的年龄不一样 李斯有两个特点 第一 酒精官场 李斯是个重臣老臣 他从上竹客书 那个上那个建竹客书 那是秦王十年 到秦始皇37年 秦始皇在沙丘病故 李斯主持秦国国政长达27年 长达27年将近30年掌握国政 所以这个人可以说是酒精官场 还有一个特点 手里边的权 他执掌朝政不是一天两天 所以李斯给赵高之间的这种较量 不像胡亥 胡亥就三个回合就打败了 那么赵高跟李斯要打几个回合了 大家听我细说 我们先看第一个回合 当然赵高一上场就是单刀直入 因为最简单的方法 往往是最有效的方法 所以赵高也不用绕圈子 上来就说 先皇病故 这是事实吧 移赵立福苏为太子 但是移赵没有发出 皇帝的玉玺在我的手里边 知道的范围非常小 就那么几个人 只要胡亥 你我三个人一联手 我们就可以把移赵改了 另外立福亥为二世 所以赵高见到李斯以后 别的都不说 先把一个完整的计划 托给李斯 叫李斯表态 李斯怎么说 李斯的回答 斩钉截铁 李斯先下了个判断 说你这一番话 是亡国之言 这就定的性了 亡国之言 这话分量非常重 不是当臣子应该说的话 这等于当头一棒 打回去了 当然赵高是有准备的 这一棒子打不死他 赵高一看 第一次失败了 第一个回合 李斯不吃这一套 亡国之言 好 第二个回合来了 这一次来 赵高就厉害了 赵高一下子出来了 李斯 五个不如 叫五不如 什么叫五不如 是拿李斯和蒙田相比 我们知道福苏被贬以后 贬到哪儿去的 我们在 粉丝书坑树士那一节中 讲过 福苏被贬到 长城军团做监军了 长城军团的主帅 是蒙田 然后赵高就拿这个蒙田和李斯做了个比较 他说比的结果是你是五不如 先说第一点 你的才能和蒙田相比怎么样 第二 你的谋略和蒙田相比怎么样 第三 你的人气 你的人心的相比和他的相比怎么样 第四 你的功劳和他的相比怎么样 第五 你和福苏的关系 蒙田和福苏的关系相比 你怎么样 一连串 提了五个方面 李斯一听 愣了一下 回答了一句话 他说这五个方面 我都赶不上蒙田 当然这个话 我认为有点过谦 实际上 如果拿李斯给蒙田相比的话 不是五不如 因为有两点我们觉得不太好比较 比如说 才能 两个人才能 谁大谁小 蒙田有蒙田之才 李斯有李斯之才 第二 功劳 蒙田李斯各有其功 所以这个才能 功劳 这个不太好比 但是我觉得有三点 李斯是比不过蒙田的 这三点 第一 是家族 第二 是人心 第三 是关系 这三点他比不上他 我们可以分开 做一点说明 我们先说 家族 蒙田的家族 在秦国 已经是干了三代了 秦昭湘王时期 蒙田的祖父 蒙昊 已经是昭湘王手下的大将 蒙昊之后 是蒙田的父亲 蒙武 那也是秦国的重臣 到了第三代 有蒙田 在外面做将军 他的弟弟 蒙义 是秦皇的正清 他兄弟两个 一文一武 一内一外 那可以说 秦国很多做官的人 都比不上他们 李斯是单枪 提马到秦国来打天下 所以家族的背景 家族的功劳 那给蒙田是无法相比 那比如说同月而语 不能同年而语 甚至可以说 不能同十年而语 人家一家三代人 为秦国服务 你才来了多少 顶多27年 这是第一点不足 再一个 蒙田蒙义 我们在历史上 只看到他们的功劳 没有看到他们明显的过失 而李斯性管有功劳 李斯有一个重大的过失 就是他首先提出来 要粉诗书 促使秦始皇下了粉书令 粉书令是不得人心的 所以在人心的向背 在人气上相比 那蒙田的人气 那要比李斯的人气要高得多 这是第二点不如 第一是家族 第二是人气 人心 第三 关系 福苏被贸 东书被贸到蒙田的军团 去担任监军以后 和蒙田的关系非常密切 所以福苏当了皇帝以后 有可能重用蒙田 因为中国有一句老话 叫干部源自熟悉 如果说福苏当了皇帝的话 他对蒙田的熟悉 要超过福斯的熟悉 这是一个 第二点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两个人的政见 政治见解不一样 李斯主张粉诗书的时候 福苏没有表态 贤之皇坑术士的时候 福苏坚决反对 李斯没有表态 所以在粉诗书和坑术士 这两个问题上 我们似乎不能找出来 直接的证据 让福苏和李斯做一个对比 但是我们大体上 可以知道一个什么现象 就是李斯主张郡献制 李斯主张粉诗书 这些都和秦始皇高度一致 换句话说 就李斯在很多问题上 他和秦始皇一样 都是独裁专政的鼓吹者和实行者 所以李斯和秦始皇的政治见解 比较一致 福苏和秦始皇的政治见解 是有距离的 而蒙田蒙义 没有出现反对的声音 也没有提出来这个那个 他们倒很可能给福苏的意见 比较一致 所以李斯给福苏 很可能有政见上的不和 这是我们的推测和分析 所以论关系来说 那肯定是两个人 政治见解相同的两个人 关系更近一点 这叫什么 这叫同志 是不是 志同而道合 这叫同志 反过来 那么李斯给福苏 就可能不那么太吻合 所以就关系来说 那显然李斯比不上蒙田 所以我们说家族 人心 还有关系 这李斯都赶不上 但是李斯的表态 尽管这个话很厉害 这个话 赵高是挑拨李斯的妒忌心 然后让李斯站在他的一边 这叫公心为上 但是李斯并没有吃这一套 李斯最后说什么 说此舞者皆不及蒙田 我这五个方面都赶不上 但是你何必渴求我呢 赶不上就赶不上了 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可说的 李斯又拒绝了 这是第二个回合 紧接着赵高盯着李斯不放 第三个回合 第三个回合 赵高讲了三点 第一 秦朝的丞相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 你现在是当丞相的 那我可以告诉你 秦朝的丞相在历史上 你翻翻着看看 一个一个最后都是获罪 大部分是被杀 所以你不要以为你当丞相 当丞相从历史上看 几乎都没有好下场 这句话很损 第二点 如果服苏继位了 服苏重用的一定是蒙田 这话也很损 到那个时候 你想一锦还乡 不可能 丞相没有好下场 这两点是配套的 第三 胡亥虽然年轻 但是胡亥非常适合做皇帝 胡亥有很多优点 这个优点 那个优点 摆了一大堆 总而言之 就是说 你当丞相没有好下场 服苏一继位 你就当不成 而胡亥又是个非常合适的人选 可以当继承人 这话就调得很明了 李斯怎么回答 这是第三个回合了 李斯非常坚定 他说 斯奉主之诏 听天之命 你仔细评论评论这句话 我李斯自执道奉皇上的诏书 听上天的安排 将来我是死是活 是祸是福 我都认了 但是我就是奉主之诏 听天之命 这两句话很不简单 把赵高 第三个回合挡回去了 在赵高和李斯的前三个回合中 赵高是咄咄逼人 远行逼路 李斯步步为营 寸步无上 赵高这个功于心计的家伙 此前 他在秦宫 一直是不险山漏水 让人们真正认识他的 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他操纵权力 玩弄阴谋 已经远远超过了李斯 但李斯的侧 显然让赵高心不起想风浪 那么拿下李斯 赵高还会拿出什么样的杀手锏呢 赵高还不死心 赵高叫铁皮狮 这个狮子 啪到你身上 非钉就说你出血不行 你不出血 他这个狮子就不走 所以第四个回合又来了 这第四个回合 赵高他觉得 最能够打动一个人的 大家想想是什么 厉害 什么是厉 什么是害 厉害最能打动人 所以赵高就从厉害上讲了 他说你知道什么叫安 什么叫伪 安全和危险 他说安可以转化成伪 危可以转化成安 一个人的一生 如果不懂得安伪的话 那这个人绝对不算不上是一个聪明的人 这言外之意 就是你听我的就是安 你不听我的就是伪 这话就是料了证明 这叫威蝎啊 这叫威蝎啊 这叫威蝎的一切不一 我今天官至高位 我的子孙能够享受荣华富贵 全靠先皇的提拔 所以在威王时刻 先皇把重托交给了我 岂可富贵 我怎么能够背叛先皇的嘱托呢 说你想安慰 我讲感恩 把赵高的第四个回合又挡回去了 赵高还不依不饶 第五个回合又来了 赵高这个人很厉害了 你看你知道吗 很能讲话的人 那比百家讲坛的老师都厉害多了 你知道吗 他要是当年来这儿讲的话 那全国人都被他忽悠了 非常能讲 第五个回合 他打了一个王牌 胡亥 他把胡亥拿出来了 我刚才就说过 胡亥一旦被赵高收服以后 胡亥就成了李斯 不是 成了赵高手里的一张牌 而且是一张王牌 这张牌很厉害 因为胡亥是皇子 他可以拥立他做皇帝 赵高怎么说了 当前天下的权力 百姓的命运就掌握在三个人手里边 你我活害 掌握了整个天下的权力 一个命运 那么 你 我们现在这样做 这叫什么呢 我们三个人 是以上至下 以内至外 这是我们控制的最高权力的 我们如果这样办 是以上至下 以内至外 别人要想反对我们 他是以下抗上 以外至内 他叫谋反 那么李斯该如何回答他 这个话很厉害 所以李斯没有正面去回答他 李斯讲了一个非常巧妙的办法 我怎么回答呢 你给我说的这么厉害 我不直接给你碰 我跟你讲故事 李斯一口气讲了三个历史故事 我把历史故事的道理告诉你 你就明白了 第一个故事 晋献公宠幸立吉 这个故事我们过去听过 晋献公宠幸立吉 结果晋献公死业后立吉的儿子 立吉的儿子又被大臣杀掉 导致晋国五代乱 为什么 李斯并没有直接讲 但李斯这个故事包含了一个道理 就是如果一个国家的最高的权力的交接 不能够按照一个正常的顺序 正常的制度去交接的话 它带来的危害 不单是伟基一代王朝 可能伟基若干代 伟害之大 伟害之劣 历史是有惨痛教训的 这是其一 第二 齐桓公春秋五霸之一 齐桓公的父亲是齐湘公 齐湘公当年被他的堂弟谋杀了 然后齐国的人又把杀害齐湘公的 他的堂弟又给杀了 这样就导致齐湘公的两个儿子 争夺齐国国君的王位 这两个儿子 一个是叫公子鸠 一个叫公子小白 先是公子鸠 派人去杀公子小白 没有成功 然后公子小白就抢先回到齐国 登上国君 这个公子小白 就是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齐皇公 齐桓公继位以后 又派人攻打鲁国 把在鲁国居住的公子鸠给杀了 巩固了自己的王位 兄弟相残 就是因为继承制度导致兄弟相残 第三个例子 讲商周王 商周王杀了他的叔叔 壁杆囚禁了他的弟弟姬子 他杀他的叔叔就挖心而死 把他叔叔的心给掏了 这是商周王很大的一个过失 杀其蜀求其弟 最终导致商周王亡国 李斯讲这三个历史故事 从晋献宫 讲到齐桓公 再讲到商周王 其实在讲一个事情 这个王位的继承 皇权的继承 一定要有规则 这个没有规则的话 就整个就乱套了 他是讲了这一番道理 所以最后李斯得了一个结论 我上面讲的晋献宫 齐桓公 还有这个商周王 最后他得了一个结论是什么呢 三者逆天 这三个国 就这三件事都违背了天意 最后导致王国 说这个王国乱政 说这一个军位的继承 我们必须要遵守规则 按规则办 不按规则办不行 这说明李斯还在坚持 还在坚持 这是第五个回合 赵高还不罢休 第六个回合又杀过来 第六个回合 赵高说的更绝 还是厉害 还是讲厉害 因为厉害最能控制一个人 怎么讲呢 君听臣之计 就是你听我的话 即有即常有封侯 适事称姑 就是你要听我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长保富贵 而且适事可以称姑 就是你可以做诸后 假如你不听我的 适此而不从 祸及子孙 不但你自己 而且影响到你的子孙 正反两个方面 讲厉 讲害 这是第六个回合 这六个回合一打 李斯招架不住了 李斯最后什么表现呢 李斯最后是养天大哭 养天大哭 说什么呢 说自己很不幸 生逢乱世 他自己又不能够以死尽忠 所以他感到很无奈 非常无能无奈 最终屈从了 最终屈从了 经过六个回合的较量 李斯 蒜和胡亥 赵高合谋了 那下面我们要讲的一个问题就是 李斯的屈从意味着什么 李斯的屈从意味着沙丘政变 实际上已经成功了 因为没有更多的人知道内幕 这三个人联手可以篡改遗诏 李斯可以老臣重臣的身份 证明秦皇的遗证 就是赤子扶苏 立胡海 未清二世 他可以以他的身份来证明 别人再怀疑 拿不出证据 遗证被毁了 他们又伪造了一个 本来就是他们手写的 他们再写一遍盖个章 谁能辩真伟 富尔摩斯请过来也无能 这没法破解 这就是死穴 所以李斯一屈服 沙丘政变成了定局 铁案翻不了了 所以李斯便捷是个大问题 那么我们这里面要 讨论的下一个问题 李斯为什么会便捷 李斯可是秦皇的老臣重臣 他为什么会便捷 在赵高的威逼利友面前 李斯的道德防线和心理防线 一起崩溃 当自己家族的利益 与帝国利益 一起放在天平上时 李斯选择了背叛 那个曾经意气风发 聪明过人的李斯 已不复存在 或许是那个 令他起家的老鼠哲学 又在起作用 李斯最终选择了仓鼠 在李斯的发迹中 他好不容易 从一只侧鼠变成了仓鼠 他要把这种生活继续下去 那么李斯的便捷 将给秦王朝带来什么呢 后人的评价有两说 第一说叫双簧说 第二说叫须从说 什么叫双簧呢 说李斯本来就打算立胡亥 他给赵高那六个回合 全是演给观众看的 做秀的 有两个人演双簧的 双簧说 另一说是李斯原来不想这样做 最后是无奈 只好这样做了 这叫须从与赵高 双簧说给须从说 哪一个比较符合历史事实呢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 我们先说双簧说 如果说赵高给李斯演双簧的话 那只有一点根据 就是李斯和扶苏可能正见不合 再加上了扶苏和蒙田的关系比较铁 那么李斯就有可能早就决定投靠胡亥了 所以他给赵高两个人 那六个回合的较量 全是假打 不是真打 是作秀 是演戏 是欺骗历史 这个说法我觉得不太可信 不太可信 因为毕竟在这个问题中间 李斯和他 我们刚才详细的讲了六个回合的薄纱 那六个回合的薄纱 那要是事先安排好的 那还真的找一个好的编剧 好好写一个脚本 你怎么攻我 我怎么防守 然后要反复的排练 那不是一般能够做得到的 我觉得李斯给赵高那六个回合的较量 不是长期排练最后的表演 而是两个人的一个真实的较量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比较大 应当说屈从说 倒是比较合乎我的观点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这六个回合 第一个回合 赵高上来就说要篡改遗诏 立胡孩 这是赵高的说法 李斯是怎么反驳 王国之言 一句话就个顶回去了 第二个回合 赵高摆出来五不如 你五个方面都赶不上蒙田 将来肯定人家重用蒙田 不重用你 李斯是义正言辞 怎么说 我子执道奉赵 个人安慰我 置之度外 这是很义正言辞的 第三个回合 赵高强调 扶苏一称帝 一定要重用蒙田 李斯回答说 我子执道 奉主执照听天执命 我的职责是奉主执照 我的命运听天执命 但是我不能备主 第四个回合 赵高是大谈安慰 李斯是大讲主恩 你讲安慰 我讲主恩 第五个回合 赵高以胡亥压李斯 李斯说 国军的继承 必须遵守一定的程序 不按程序来不行 李斯有教训 第六个回合 赵高大讲 顺其意则利 逆其意则伪 这个时候李斯才屈从 应当说 李斯是屈从 而不是迎合 虽然屈从给迎合 最终的结果是一样的 但是屈从给迎合 对李斯的评价就有了区别 结果一样 但评价不一样 所以我们说 一个人选择应该选择的是勇敢 选择不应该选择的是无奈 放弃 放弃 不该放弃的是懦夫 放弃 应该放弃的是睿智 所以李斯的辩解 主要是怯懦和无奈 是屈从而不是迎合 因为他毕竟跟着秦始皇27年 深得秦始皇信任 而且他为秦 兼并六国统一中国 做了很多贡献 比如说 在兼并六国之前 他主张首先灭韩 兼并六国以后 他立主实行郡县制 统一文字的时候 他写了统一文字的标准字书 当然也做了一些措施 比如说 他建议粉诗书 但这个人是有功有过 这很正常 而且李斯跟秦始皇的关系 非常密切 历史记载 李斯所有的儿子 娶的都是秦始皇的女儿 李斯所有的女儿 嫁的都是秦始皇的儿子 这叫什么关系 燕亲关系 政治联盟 婚姻是一种政治联盟的手段 李斯有多少儿子 咱们不知道 反正各个娶的是公主 有多少女儿也不知道 但是各个嫁的也是公子 两家是这么一个关系 所以我说双皇说不可靠 双皇说英文说不可靠的 而且李斯 他的长子李游 做了三餐君的太守 当李游回家省亲的时候 文武百官都到李斯家里去祝贺 李斯家门口的车辆 有上千辆车 李斯看过以后感到震惊 也感到后怕 他想起他老师说过一句话 他老师是谁 荀子 荀子给他说过一句话 悟尽大圣 这万事万物 最害怕的是达到顶点 圣极则衰 所以李斯当时就感慨 你看我现在 我儿子一回来 我就没打招呼 文武百官都来 冲着什么 我的权势 我的权势如果达到这么一个程度的话 我将来在什么时候收手 他已经想到这问题了 但他始终没有破解 对于秦帝国来说 可以说是成也李斯 败也李斯 当年他为秦国带来的是一系列 立竿见影的计策 使秦国在统一六国的道路上 所向不敌 秦始皇更是视李斯为故宫之臣 但这一切都成为了过眼烟雨 那么谁该为李斯的辩解负责呢 秦始皇有没有责任呢 李斯是辩解了 谁应当为李斯的辩解负责任 那毫无疑问 首先是李斯本人 是吧 你自己辩解了 你能叫别人负责任吗 那肯定是李斯要负责任的 因为李斯有两种选择 面对赵高 他可以做拼死一争 他也可能成功 也可能失败 但是他的取从就注定 杀求政变成功 也注定秦帝国 快要终结了 所以李斯在这个问题中间 他首先应当他自己负责任 第二个 我觉得应当为李斯辩解负责任的 还有一个人 是谁 秦始皇应当负责任 秦始皇不该留下这么多漏洞 你留了这么个大漏洞 叫李斯一个人去扛漏洞 他扛不住 秦始皇为什么留了个漏洞 没有立太子 没有立太子也不要紧 临终之前 把跟随他寻行 所有的大臣都叫到身边 明确宣布扶苏继位 那李斯还能一手遮天吗 他也没有这样做 那真不行 像后来的汉武帝一样 立若干个顾命大臣 搞一个顾命大臣班子 班子说了算 李斯一个人说了不算 也行啊 再一个 第四个 赶快把移道发出出去 在自己未厌弃之间 移道发出去了 移道发出去了 不可再追回 不可再更改了 这也可以 所以他自己犯了很多错 留了这么一个大洞 然后让李斯一个人去堵枪眼 李斯堵不住啊 所以胡亥在赵高的策划之下 最终摆平了李斯 为他的登集 做好的准备 也就是说基本上这个大决定了 但是 胡亥 赵高 李斯 结成了一个三家村 结成了一个政变集团 并不意味着政变就能成功 因为 这三个人结盟以后 在他们的面前 还有蓝鹿虎 这个蓝鹿虎是谁 怎么搬掉这个蓝鹿虎 请大家继续关注 沙丘政变 谢谢大家 沙丘政变的始作俑者赵高 怂恿秦相李斯和皇子胡亥 密谋篡改遗诏 赐死皇位的合法继承人扶苏 拥立胡亥为敌 那么对整个事件 一无所知的扶苏 会相信这一突如其来的遗诏吗 面对自己被赐死的命运 他会有什么反应呢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王力群独史记 秦始皇之 二世诈利 秦始皇晚年迷恋神仙之道 追求长生不冷 迟迟没有去理太子人选 直到公元前210年 他在巡游到沙丘的时候 染上重病 临终前才颁布诏书 明确指定长子扶苏 作为皇位的继承人 但秦帝国的中车府邻赵高 丞相李斯和秦始皇的 另一个儿子胡亥 联手篡改遗诏 妄图把胡亥推上皇位继承人的位置 那么被蒙在谷里的扶苏 面对这份遗诏 会不会起疑心呢 这场发生在沙丘的正面 现在还充满着态度的变数 赵高虽然和李斯胡亥秘密 篡改了秦始皇的遗诏 但他的成功取决于胡苏 面对这份遗诏的态度 胡苏在朝臣和皇族中 有巨大的影响力 又在秦军主力部队 长城军团中做监军 如果胡苏不相信遗诏 或者不接受自己被赐死的命运 他一旦折腾起来 杀掉正面就肯定不能成功了 所以赵高 李斯和胡亥 发出那份被篡改的遗诏后 就一直在忐忑不安地 等待着结果 他们最终等来了什么结果呢 胡苏究竟会怎样面对 这份被篡改的遗诏呢 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 为您精彩讲述 王立群独史记 秦始皇之 二世诈吏 上一集我们讲到 赵高 胡亥 李斯 三个人结成了一个政变集团 但是三个人结盟 并不能意味着 政变就一定能够成功 因为要想政变成功 这里边还必须要解决一个重要人物 这个人是谁呢 胡苏 胡苏的地位非常重要 胡苏有四个方面的 优势 第一 黄长子 第二 秦始皇遗诏中间 明确规定的合法继承人 第三 胡苏在朝臣和皇族中间 有巨大影响力 第四 胡苏手握重兵 因为在秦始皇并故期间 当时秦国的两大军团 是长城军团三十万主力 而这三十万离秦国都城咸阳非常近 另一个是征南岳未归的五十万 这是南北两大军团 剩余的军队都不足以威胁天下 而胡苏手握三十万重军 所以他这种四大优势 决定了胡苏是必须要搬开的一个绊脚石 如果拿不下胡苏 如果胡苏不相信一道 如果胡苏带兵求见秦始皇 这事儿麻烦就大了 所以三个人的结盟 尽管决定了大事 但是要想万无一失 必须解决复苏 那么他们就写了一个假的遗诏 这个假遗诏的核心就是次次复苏 复苏会怎么处理 这是一大问题 另一个和胡苏搭帮的是蒙田 蒙田是长城军团的主帅 蒙田是三代家族为秦国服务 具有巨大的优势 蒙田又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 蒙田会怎么看待遗诏 蒙田会服从吗 这两个人要不解决 侯害要想登基 还有难度 所以在李斯屈从以后 他们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复苏了 我刚才讲了复苏的四大优势 但是复苏也有两个明显的弱点 第一个弱点就是复苏不知道秦日光已经病故 不知道遗诏中间立他为继承人 这两个不知道是复苏的一个致命的弱点 这两个不知道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造成的 假如复苏知道他的父亲立他为继承人 那复苏马上会理直其乱的起兵的 信息的不对称导致了复苏在政治上的一大弱势 再一个复苏不知道 赵高手里边掌握的皇帝的玉玺可以伪造余术 这个也是他不知道的 所以胡亥赵高李斯就草拟了一个假的遗诏 这个遗诏就是赐死复苏 赐复苏死 既然叫复苏死 那你总得有个理由吧 复苏犯什么罪了 凭什么理由让复苏赐死呢 四大理由 手边无功 诽谤朝政 牟利太子 为人不孝 四大罪状 我们逐一的分析一下 先说手边无功 说复苏带领三十万大军 在边地驻扎了几年 没有解决边换 这叫手边无功 这个话完全是欲加之罪 大家可以想想 蒙田给复苏接受的使命就是防范匈奴的南下 这才修了万里长城 万里长城是祖阁 草原民族和农业民族的一个屏障 他是祖阁 是防范 所以说他手边无功 这是个欲加之罪 是个借口 第二 我们说诽谤朝政 什么叫诽谤朝政呢 就是复苏多次上书 向秦皇劝谏 扶苏劝谏的目的无非是两点 第一 为了秦帝国的长远利益 第二 为了他父皇的历史名声 这是他劝谏的理由 结果 他们给扶苏加的罪名 是诽谤朝政 这也是欲加之罪 第三 牟利太子 说扶苏想当太子 阴谋夺取太子之位 这更是谎言 什么叫牟利太子 扶苏是皇长子 本来就应该是太子 更何况 扶苏是秦皇遗诏 亲定的接班人 他就是亲定的太子 这不存在牟利的问题 但是偏偏说他牟利 所谓牟利 无非是说他想当 扶苏要是真想当的话 扶苏最好的办法 就是把嘴巴闭起来 扶苏要是把嘴巴闭起来 他到不了长城 也到不了边疆 说不定他早就当上了 就是因为他说了多 秦正皇对他不高兴 但是秦正皇达心底里 还是信任这个儿子的 否则一遭 怎么会传位给他这个儿子 这是第三 第四 为人不孝 什么叫不孝 什么叫孝 最大的孝 莫过于恪守 这个父训 这是最大的孝道 父亲说的话 你听着就要孝 父亲说要传位扶苏 然后胡败他们改这个遗诏 把扶苏刺死 这才叫不孝 现在这叫什么呢 这叫血口喷人 倒打一耙 说扶苏不孝 赵高 李斯和胡败 篡改遗诏 要把胡败 推上大兴帝国 皇位继承人的位置 胡败的哥哥 扶苏就成为了 必须被除去的对象 因为扶苏是真正遗诏中的 法定继承人 他的存在 是对胡败继承地位 最大的威胁 所以 赵高 李斯和胡败 三人精心炮制了 四大罪状 以秦始皇遗诏的形式 刺死扶苏 那么扶苏会接受自己 被摆布的命运吗 他看到遗诏之后的反应 是什么呢 扶苏看到遗诏以后怎么办 扶苏看到以后 实际的记载是 扶苏气 第一个反应 哭 入内舍 进到礼物 与自杀 相自杀 这就是扶苏看到的 看到刺死他的诏书以后 扶苏的三个表现 一哭 二入 三自杀 怎么看待扶苏 我觉得 看到这个场面 我第一个反应 单纯 单纯的令人可敬 单纯的也令人可笑 叫哀起不幸 怒起不争 这个人在这一点上 确实 于中于孝 他只能说 是一个合法的继承人 不能称之为一个合适的继承人 合法 并不合适 如果他是一个合适的继承人 那他应当有丰富的政治阅历 有丰富的政治经验 他足以应对这个复杂的政治局面 他应付不了 他的反应是什么呢 四个字 深信 一样 他就以为那是他爹的亲命 父 父而赐子死 父教子死 子不得不死 他就马上就死 但是另外同时被赐死的还有一个人 这个人给扶苏的做法完全不一样 这个人是抗制不尊 不去死 你叫我死 你怎么不死 他不死 他要抗争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蒙田 蒙田给扶苏 一个是主帅 一个是监军 现在赐扶苏死 也赐蒙田死 扶苏是又哭又要自杀 蒙田是坚决不死 坚决不自杀 而且要劝主 叫扶苏不要死 结果扶苏不听见 最后扶苏首先自杀 首先自杀 但蒙田不自杀 蒙田还劝扶苏 劝了四条 这四条是第一条就是什么呢 是陛下在外 为立太子 你不能死 这是第一条 陛下在外边 没有立太子 你怎么能死呢 第一 第二 我统重兵 你为监军 肩负重任 我是统兵的主帅 你是监军之人 咱们两个 减负着国家的重任 不能死 我们又重任在监 不能死 第三 单之一 怎能清信 怎么能说 这里面没有阴谋 你看 蒙田就比他有政治经验 他怀疑 这一个人 开着一辆车过来 给他一张纸 你死吧 哪那么简单 就这么 我就得死 我得验证一下 这车是真的吗 这人是真的吗 这信是真的吗 哪能一见 马上就自杀了 蒙田不信 第四 请示皇上再做决定 自杀不晚 再请示 等皇上的决定再来了 证明是真的了 再自杀不晚 何必死得那么急 急什么急 现在就是蒙田明显的比复苏有政治阅历 有政治经验 但是蒙田由于信息不对称 蒙田现在根本不知道秦成皇已死 根本不知道秦成皇遗诏的真实内容 不知道这是篡改的遗诏 如果蒙田知道的话 蒙田早就带领了三十万大军杀过去了 这时候你知道赵高 李斯给胡亥三个人在哪了 三个人还拉着一具臭尸体在那瞎转悠了 他不敢回去了 他必须听到扶苏死了才敢回去 那要想瞎转悠 他带领三十万大军 那很容易把他们一网打尽的 信息不对称 严重了束缚了当事人的判断能力 所以信息多重要 结果使得回来向胡亥报告 说扶苏自杀了 蒙田被关押了 他要求核实 然后实际的记载是 斯高大喜 李斯给赵高都非常高兴 高兴的不在于蒙田 高兴的是扶苏就那么稀里糊涂死了 这是他们最高兴的 因为扶苏对他们的威胁最大 扶苏自杀最大的一个障碍被搬除掉了 所以他们心里非常高兴 所以立马做了三条决定 立即返回京城 原来秦朝王死了以后 他们还在外面转了好几个月 拉着一具臭尸体 还向北转了好几个月 一听说扶苏死了立即返京 第二个决定 回到京城立即发丧 公布秦皇死的消息 第三 马上永利胡亥继位秦二世 你看 都在等着扶苏死 只要扶苏一死 马上可以回京 可以发丧 可以登吉 什么都可以办 就等扶苏死 结果扶苏竟然自杀了 这里边我们要问 这三个政变小集团 为什么只盯着扶苏 秦朝王二十多个儿子中间 还有那二十多个 他为什么不去盯 光盯着扶苏了 最关心的是扶苏 为什么 我觉得有两点 一个是不重要 一个是来不及 秦朝王的二十多个儿子 现在历史上都没有留下来名字 秦朝王的二十多留下名字只有四个 其他的儿子的名字都没有留下来 说明什么 地位不重要 为什么地位不重要 是由于秦朝王实行的郡献制 郡献制的实行 剥夺了秦朝王的二十多被封为诸后的权利 由于没有被封侯 封王 秦朝王的所有儿子都没有政治实力 不能够在政坛上呼风唤雨 一盏拳脚 这是最重要的 政治制度决定政治能量 反过来 经济制度也决定经济能量 政治制度就决定了秦朝王的儿子们 一个一个只能是被人载阁的羔羊 而不能是呼风唤雨的诸侯王 这个制度决定了他的儿子 没有实力 所以用不着管他们 不重要 这叫不重要 来不及是什么 最紧要处理的是合法的继承人扶苏 把这个处理完了 其他的慢慢再收拾 还顾不上去收拾其他人 来不及 所以一个是不重要 一个来不及 所以其他的几个儿子 他现在都不钉 专钉着扶苏 将来 至于将来我们再说 扶苏相信了被篡改的遗诏 自杀了 压在赵高 李斯和胡海 三人心头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 至此 沙丘政变可以说完全成功 已经没有什么能够阻碍胡海 登上皇帝的宝座了 而另一个被刺死的人 长城军团主帅蒙田 没有自杀 被关押了起来 那么他的命运将会怎样呢 那么扶苏是死掉了 那还有一个蒙田呢 蒙田没死啊 那么蒙田没有死 这在赵高的心里边 跟胡海的心里边 分量都不一样 胡海一听说蒙田 这个扶苏死了以后 胡海的反应就是 马上向释放蒙田 他觉得蒙田放了 没有必要再杀蒙田 但是赵高不愿意 赵高主张必须要把蒙田要杀掉 赵高为什么一定要把蒙田和他的弟弟蒙义要一块杀掉 这里边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 是旧恨 所谓的旧恨 就是当年赵高曾经犯过法 犯过法 秦始皇让谁审他的案子呢 让蒙田的弟弟蒙义去审案子 蒙义不畏强权 严格判案 最后给赵高判了个死刑 幸亏秦始皇一干预 这赵高没有被处决 但是赵高从此以后 对蒙义 那是怀上了刻骨仇恨 必欲除之而后快 所以在这个当口 他绝不能放过蒙义 而蒙义呢 偏偏在沙丘政变的时候 蒙义参加了秦始皇的第五次大巡游 跟着一块去了 在秦始皇在山东平原军病重以后 蒙义意外的结了一个使命 秦始皇让他回去 向一些名山大山去祈祷 为他祈福 等他祈祷回来 秦始皇已经病死了 蒙义不知道 蒙义当时并不知道这个情况 在关键时刻蒙义不在身边 如果蒙义在的话 蒙义也会知道秦始皇已死了 蒙义也会知道遗诏的内容 那么还面临一个问题 这三个人合伙还不行 还得说服蒙义 蒙义就不好忽悠了 蒙义是个立场很坚定的人 所以这个巧就巧的 蒙义刚好被支出去了 被派出去了 所以赵高担心 首先是旧恨 这个旧恨让他决定 一定想借这个机会 公报私仇杀掉蒙义 这是第一点 第二 担心 赵高很担心 担心什么呢 第一 担心蒙义不听自己的 第二 担心 蒙义的 他的哥哥 蒙田和扶苏的关系 非常好 第三 他担心 蒙氏兄弟 会得到 秦二是胡海的重任 信任 因为胡海直到扶苏死了以后 马上想放了蒙田 所以赵高就担心 蒙氏兄弟再次受到二是的重用 那就大麻烦了 所以他想一鼓作气 把蒙氏兄弟也给除掉 因为蒙氏兄弟有个很大的优势 他两个是一文一武 一外一内 蒙田是武将 蒙义是文官 一个掌兵权 一个掌朝政 两个人一外一内 一上一下 一文一武 兄弟两个共掌朝政 这个对赵高来说威胁很大 他感觉威胁很大 小人的核武器是诬陷 所以赵高就使了诬陷这一手 他怎么除掉蒙义呢 他去给胡亥说 他说先皇早就想立你为太子 只有一个人反对 是谁了 就是蒙义 蒙义不赞成 所以你没有立 本来赵高说这个话 完全是个没有根据的谎言 但是秦二世竟然信了 信了以后就下令把祈祷山川回来的蒙义 扣留在带地把他关起来 但是关起来并没有杀 这时候是蒙义被关 蒙田也被关 蒙氏兄弟都被囚禁起来了 但是并没有决定要杀他们 而在这种情况下 出来了一个人 为蒙氏兄弟说情 这个人 这个人的人名 我们目前先不讲他 我们以后会讲到这个人 就有一个人站出来 为蒙田蒙义兄弟说情 这个人求情的话 分量很重 而且是当着秦二世的面 直接给秦二世说的 这个人给秦二世 还有非常密切的特殊关系 他对秦二世说 讲了两个国家灭亡的历史 一个是赵国 一个是齐国 赵国给齐国的灭亡 仅仅在14年前 所以胡亥他是很清楚的 这个人就给秦二世胡亥说 他说您想想赵国怎么灭亡的 赵国灭亡就是因为赵王听了奸臣的话 杀了自己的大将李牧 最后导致赵国灭亡 齐国怎么灭亡呢 齐国是听了小人的话 然后的话是杀了他的众臣 重用了一个后胜 就是君王后的弟弟后胜 导致齐国灭亡 赵国的王国 齐国的王国 历历在墓才十几年 他们的王国的原因 都是因为杀了众臣 而蒙氏兄弟就是我们秦国的李牧 你假如把蒙氏兄弟杀了 是自毁长城 将来我们这个国家就很危险了 这种话说的分量很重 而且是用最有说服力的历史事实 说给秦二世听的 秦二世听进去了吗 没有 为什么听不进去 赵高作祟 赵高在里边做手脚 赵高一定要除掉蒙氏兄弟 所以赵高就不停地说坏话 最后导致秦二世下决心 先杀蒙义 他派人去找到蒙义 要蒙义 刺死蒙义 说你反对利益 胡亥做太子 你没有了解先王的心意 先王就是想利胡亥的 是你在阻拦 蒙义说我很年轻的时候就受到先皇的重视了 重用了 我跟着先皇几十年 一直到先皇去世 我都是秦国的正卿 这说明我是了解先皇的意思的 你说我不了解先皇的用意 这不可能 再一个 太子能够跟着先皇外出巡游 那是在所有的儿子中间最受宠爱的 我什么时候反对过胡亥了 也没有 所以说不存在 你们加给我的这个罪名不存在 当然他用这个话是想劝使者 但是这个使者 他给使者说了半天使得听不进去 因为使者心里非常明白 使者这次来就是奉秦二世的命令 处死这个蒙义的 你怎么说 他都说我不是决策人 我的任务就是来执行死刑的 那蒙义还说什么了 最后是自好自杀了 蒙义自杀以后 紧跟着要处理的是他的兄长 长城军团的主帅蒙田 杀蒙田什么理由 杀蒙义的理由说他是反对 行二是当太子 杀蒙田什么理由 两条 第一 你的罪多了 不说具体的 光说你的罪多了 再一个 你弟弟犯了重罪 蒙田还是宁死不去 为自己辩护 蒙田辩护了三条 第一 我们蒙市三代有功于秦 毫无愧疚可言 这是第一 第二 我手里边统帅三十万重兵 即使我被你们关押着 只要我一声令下 马上可以发动三十万军队 发动兵变 第三 我之所以不这样做 是因为我 不想如墨我们祖上的英明 如墨我们的祖光 祖宗的这种荣光 我才不这样做 如果不是这 我早就反了 讲了这三条以后 蒙田也很会讲 他希望能够打动 没想到这个使者 说了很清楚 他说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只知道执行皇上的命令 让你死 蒙田说了一番话 还是无用 结果蒙田最后是服毒自杀 被逼自杀 这样 沙丘政变的最大的两个绊脚石 扶苏和蒙氏兄弟全部被除掉 沙丘政变成功了 沙丘政变两个最大的绊脚石 扶苏和蒙氏兄弟全部被除掉了 沙丘政变的始作俑者赵高 得到了荣华富贵 而李斯则保住了自己的相位 轮不着做皇帝的扶害 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从表面上看 他们都是受益者 而受害者则是本来应该当皇帝 却被赐死的皇长子扶苏 但是我们从更深一层来考虑 真正的受益者和受害者 其实另有其人 那么他们是谁呢 有两个问题 我们需要讨论一下 第一个问题 谁是沙丘政变的谁 第二个问题 谁是沙丘政变的受害者 这两个问题表面上看起来非常简单 沙丘政变的受益者 那还不简单 胡亥 赵高 李斯 这是受益者 因为胡亥意外地当上了皇帝 秦二世 赵高被秦二世任命为郎中令 郎中令是九成之一的高官 他从一个集要官做了高官 这叫进步了 政治上进步了 再一个是李斯 保住了自己丞相的位置 荣华富贵保住了 这很明显是受益者 其实还有两个受益人 一个是一个人 一个是一类人 大家往往忽略了 没有想到 你想想这三个人是受益人吗 这三个人只能说是个暂时的受益者 他们干的是一个埋葬一个帝国的罪恶的勾当 随着这个帝国的崩溃 这三个人都将受到历史的惩罚 所以历史很有意思 历史总爱和那些想掌握历史命运的人 开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越是想掌握历史命运 越是掌握不住历史命运 我们下面讲 大家可以看到 胡亥是什么下场 李斯是什么下场 赵高是什么下场 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受益者 真正的受益者是现在正在折服在民间的 那个叫刘邦的人 他是真正的受益者 但是刘邦这时候并不知道他是受益者 其实他是受益者 因为这三个人瞎折腾 把这个王朝给折腾毁了 那个刘邦 比秦始皇小了两岁 刘邦将来他成为中国第二个中央继权的统一王朝的开国皇帝 他是真正的受益者 但是他这时候还不知道 还正在山里头闷着了 这是一个受益者 另外一批受益者是什么 那些折服在民间 尚未登上政治舞台的人 比如说萧和 比如说张良 这些人随着秦帝国的崩溃 汉帝国的建立 他们将登上政治舞台 成为一代名臣良相 他们是受益者 第二个问题 谁是受害者 这个名列也好 第一个受害者 护害 不是 扶苏 扶苏是最大的受害者 扶苏是皇长子 是亲定的继承人 又是有影响力的人 还手握重拳 就他死了 而且扶出最大的悲剧 他不知道他是怎么死的 忽略忽略死了 他不知道是他爹死了 然后他爹是立他为皇太子 立他是继承人 然后遗诏被篡改 然后弄个假遗诏 忽悠了他一下 他自杀了 他完全不知道真相 到现在他都不知道 一个人死了两千多年 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死了 本来该当皇帝的 就那么稀里糊涂的死了 最大的受害者之一 另一个受害者 蒙田蒙义 兄弟俩 这哥俩一文一武 都是秦国的重臣 这哥俩就是因为这场政变 死了 他俩像扶苏一样 他俩像扶苏一样 不知道死于谁手 不知道为什么死 两个人临死之前 慷慨陈词为自己做辩护 都讲了大量的历史典故 最后还是被赐自死 两个人也是悲剧人物 所以这两个人明摆着受害者 还有一个受害者 是谁 大家要动脑筋想一想 这个受害者是秦始皇 秦始皇是个最大的受害者 大家想想有没有道理 秦始皇兼并六国统一中国 创建了第一个中央继权的帝国 贡献很大 他创建了这个帝国 但是他所建立的皇帝制度 不好 他把皇帝捧得太高了 至高至上至尊至大 皇帝的权威不可抗拒 不可逆转 只要假皇帝之命 叫谁死谁就得死 这个皇帝制度 他亲手建立的皇帝制度 把他这个国家给毁掉了 所以秦始皇可不是清二一曲的 兼并六国统一中国了 他是在秦国三十五代国君 持续的努力之下 特别是从秦孝公变法以后 秦孝公 秦武王 秦昭湘王 一直到秦始皇的祖父 父亲秦始皇 三十多代国君监苦的奋斗的努力 最后兼并统一 建立这个秦帝国 结果他一死很快就完了 所以秦始皇是最大的受害者 而他亲自创立的皇帝制度 埋葬了他这个帝国 所以我一直在想 这一期讲完以后 我们要留一个思考题 这个思考题很简单 就秦皇的一生 是成功的还是失败呢 请大家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他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 因为这个问题很重要 这个问题很重要 如果你把这个问题考虑清楚以后 你可以明白很多道理 所以我们留一个思考题 沙旧政变最终让秦二世当上了皇帝 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他成为秦帝国的第二代继承人 那么秦二世当了皇帝以后 该怎么样治理这一个庞大的 统一的帝国呢 请大家继续关注 二世执政以后的所作所为 谢谢大家 沙旧政变 胡害沙兄弟杀忠臣 以血腥的手段 夺取了本不属于他的皇位 他虽然如愿以偿地 坐上了秦二世位置 但他心里会是什么滋味 他当上皇帝之后 首先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王力群独史记 秦始皇之巩固地位 上一集讲到 胡害篡改秦始皇遗诏 赐死了自己的哥哥 王位的合法继承人扶苏 同时杀掉了对秦帝国 忠心耿耿的大臣蒙田蒙义 可以说 胡害是在自己的兄弟 和忠臣良将的血泊之中 登上了秦二世的宝座 胡害以这种方式 成为君领天下的皇帝 他的心里会是什么滋味呢 在皇帝的宝座上 胡害终于可以 毫无顾忌地发好使命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那么胡害上台之后 都做了什么事情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河南大学王力群教授 为您精彩讲述 王力群独史记 秦始皇之巩固地位 我们看了一下史记呢 秦始皇本记 和李斯列传记载的 秦二世胡害当上皇帝以后 的作为并不完全相同 始皇本记上记载 胡害当上秦二世以后 就做了两件事 一个是强化祭祀 第二个是寻游天下 而李斯列传的记载呢 是说秦二世胡害当上皇帝以后 他第一件事想做的 就是想享受人生 这两个传记的记载有不同 这就有一个问题 那么史记的秦始皇本记的记载 和史记的李斯列传的记载 哪一个更符合历史的事实 这就是来了一个问题了 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 我们两千多年的皇帝制度 下面的几百位皇帝 他们继承皇位的方式 千奇百怪 但是大致上不出两种类型 第一叫顺承 第二叫逆执 顺承有两个原则 一个原则是 先皇明确继承人 第二个原则是 皇帝继承制度 明确继承人 这两个原则 确定的继承人 都叫做顺承 他们都是合法的 正当的继承皇位 反过来说 用非正常的手段 夺取了皇位的 这就叫逆执 那么胡亥 是篡改一诏 杀死长兄 夺了皇位 毫无疑问 胡亥属于逆执 不属于顺承 这点很明确 不过我们也得说明一点 顺承也好 逆执也好 他讲的是个什么问题 他实际上讲的 就是继承皇位 是合法的 是非法的 就是你这个 是不是符合法定程序 你是不是符合游戏规则 是讲这个问题的 顺承给你取 并不表明这个皇帝 是明君还是昏君 这和这个无关 因为顺承给逆取的 都有明君 也都有昏君 所以他只是说 你符合不符合 法定程序 我们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唐太宗李世民 大家都知道这个人 他是杀兄逼父 夺取皇位的 那很明显 李世民一定是逆取的 但是李世民在中国历史上 是一代明君 他构建了 贞观之志 逆取的皇帝 他有一个普遍的心理 心虚 他知道他这个位子 来路不正 因为他知道 他拥有的这个天下 这叫做我们按照 现在的说法 叫大宗财产 来历不明罪 你把整个天下 弄到你的腰包里来了 来路不正 所以逆取的皇帝 普遍的心态是心虚 所以心虚的皇帝 往往要怎么样 要夹起尾巴做人 不敢那么嚣张 所以你看李世民 那么容忍未争 未争多次提一件 惹得李世民龙颜大怒 李世民都忍啊 而且李世民的尾巴 还夹了一辈子 不是夹了一时一会儿 所以最后 李世民成就了贞观之志 他最后李世民 是用自己的正级 说明他是一个合法的继承人 所以我们觉得 一个皇帝 你能不能证明自己 是一个合法的皇帝 按照正当的原则 他是两条 两条原则 第一 一符合规则 第二 拥有正级 规则和正级 是确定你是合法继承人的 两个正常途径 那我们反过来看 秦二是胡亥 那规则就不用说了 他完全给规则改了 他规则就没法提 其实胡亥有一条路 可以证明自己是个合法的皇帝 那就是正级 但是胡亥 很可惜 他继位以后 没有正级 我觉得胡亥没有正级 两点因素决定的 第一 他太年轻 他不懂 第二 他是中国古代第一个逆取皇位的人 秦之皇是第一个皇帝 他是第一个逆取皇位的人 在他之前还没有足够的历史经验 让他作为一个镜子 以史为鉴 所以胡亥不知道 用正级来证明自己是合法的皇帝 通过沙丘政变 胡亥篡改了秦始皇的遗诏 杀害了皇长子 秦始皇亲定的皇位继承人福祖 用非正常的手段 夺得了本来不属于自己的皇位 在皇帝的位置上 胡亥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证明自己皇位的合法性 那么 他都做了一些什么 来证明自己是秦帝国合法的继承人呢 因此 李斯列传说胡亥一当上皇帝以后 马上就想了人生 不靠心 我觉得秦始皇本记的记载更可信 那就是胡亥当上皇帝以后 他首先要做的给秦始皇一样 也需要证明自己是个合法的皇帝 他尽管是非法夺取了皇位 但是他要证明自己是个合法的皇帝 胡亥怎么做呢 我们看一下历史的记载 我们可以看出来 胡亥玩了四把 也就是说 他是从四个方面 来证明自己是一个合法的继承人 这四点是什么 第一 加强祭祀 胡亥的加强祭祀含双重含义 一方面是增加祭祀祖先的牲畜的数量 就牺牲的数量 第二个是增加祭祀的对象 因为祭祀是表现对先人的感恩 胡亥用这个办法来证明自己是个合法的皇帝 因为他说 秦皇把皇位传给他 他加强祭祀的目的 说明自己是敬畏先皇 感恩先皇 这是第一首 第二首 是尊崇始皇帝庙 中国古代的制度规定 皇帝允许留七庙 也就是说在皇帝的祭祀中间 可以祭祀七代祖先 在秦皇之前 就有这么一个制度 所以在秦皇死了以后 胡亥呢 他就做了一个改动 他把这个祭祀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秦位诸后时候的祭祀 第二是秦始皇当皇帝以后的祭祀 他把它分开了 也就是秦位诸后和秦位皇帝 他分成两类来祭 秦位诸后时候的祭祀 那毫无疑问 既然可以允许祭七代祖先 那个局中的毫无疑问 应当是秦相公 我们讲过相公立国 所以中间那一个一定是秦相公 后面的六个 它分成两排 就是左边三个 右边三个 当然我们说这个祭祀的对象 都是指的那个神位 就放一个牌子 写一个神位 那个神位表明 他是祭祀的对象是谁 那和秦始皇血缘关系最近的 那个神位是哪些人的呢 秦相公 然后是惠文王 岛武王 昭襄王 孝文王 庄襄王 这六位 加上秦相公 这合起来 这是一个祖庙 这个祖庙 是秦皇称帝以前的祖庙 这是一个祖庙 这个秦二世就规定 这个祖庙 每一年的祭祀 由大臣去祭 就可以了 皇帝不必自己亲自去祭 另一个呢 是始皇帝庙 就秦始皇座位始祖 然后下面 他要 因为下面他是第二世 他还没有过世嘛 所以下面的神位 他没有牌 那就秦皇是 作为这一个 秦建成皇帝制度以后的 这个祖庙 这个祖庙 以秦皇位始祖 然后往下面 再往下接着牌 而这个祖庙 每一年的祭祀 是由皇帝亲自祭祀 全国的老百姓 人人都得贡献祭品 这表明 他遵宠秦始皇 他把秦座 祖后和秦座皇帝的祖庙 分开 然后隆重地 祭祀秦始皇的庙 表明自己感恩先皇 他想用这个办法 证明先皇传位给我 我对先皇赶恩被制 这是第二首 第三首 寻游天下 这个胡亥当上皇帝以后 他和赵高有一番谈话 他给赵高说 他说 我年少继位 天下的老百姓 其实人心并没有福 那怎么办呢 先皇在位的时候 多次寻游天下 震慑天下 如果我要不去寻游天下 那么我只向天下示弱 天下的老百姓 就不会服从我 所以秦二世继位以后 就在秦二世元年 举行了一个大规模的寻游 凡是秦始皇寻游 到过的地方 秦二世都去 秦始皇到过的地方 有一个特点 他要刻石 刻一块石碑 然后秦二世怎么办呢 秦二世为了显摆自己 他就在秦始皇刻的石碑的侧面 把当年跟秦始皇一块 寻游的大臣的名字刻上 当然刻上大臣的名字很明显 他不是为了把这些大臣纪念下来 他想通过这个办法 把自己的名字 落在秦始皇的刻的石碑上 为自己树碑 这是第三 第四首大兴土木 秦二世 我们讲过秦始皇是个功臣皇帝 秦二世完全继承了秦始皇的衣钵 修了很多东西 怎么修呢 当然第一个要修的 肯定是秦始皇的皇陵 因为秦始皇死的时候 拉回咸阳 那个尸体已经腐烂变臭了 那第一个建设就要修皇陵 皇陵修好了 然后秦二世就下令 修什么来 修阿旁宫 阿旁是个地名 这是秦始皇在始皇35年决定修建的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宫殿 但秦始皇死的时候没有修成 是在阿旁这个地方修 原来打算修好以后再给他起个好名字 但是没有修完秦始皇死了 死了以后了就忙着修他的皇陵顾不上 皇陵修完了赶快再修厄旁宫 所以这是秦二世 秦二世为什么要修厄旁宫呢 秦二世也有他的道理 他说这个厄旁宫是先皇决定要修的 他如果我现在要是不修的话 那等于说是先皇这个事做错了 那么我是继承先皇的皇位的 我也为了赶能报答先皇 我得把先皇未尽的事业完成 所以继续修 当然秦二世也没来得及修完 他自己就死了 所以秦皇阿旁宫一直到最后的始终是没有修完的 所以胡亥就做的这四件事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韩兰墓 胡亥登上皇帝的宝座后 首先做了四件事 加强祭祀 尊崇始皇帝庙 君有天下和大兴土墓 这四件事情其实只是为了一个目的 证明他皇帝位置的合法性 从这些事情中 我们可以看出 胡亥虽然坐上了皇帝的位置 但是他心里是虚的 因为他是用非法的手段夺取了皇位 所以尽管阻碍他登上皇位的 扶苏 蒙田 蒙义等人已经死了 但胡亥依然感到害怕 此时他怕的是什么呢 我们讲完胡亥的作为了 我们就要说 胡亥为什么这样做了 是因为胡亥害怕 怕什么呢 两点 一怕大臣不服 二怕皇子争位 秦二世窃取了皇位 当了皇帝 尽管大臣们尊称他为皇帝 他知道大臣们心里并不服他 因为大臣们一点点就没有看出来 秦始皇有传位给他的这种征兆和异象 大臣们不服 第二 秦始皇有二十多个儿子 胡亥排行第十八 所以胡亥 那其他的皇子也有权力继承 因为没有立太子 没有立太子 那皇长子又自杀了 其他的儿子都有权力 所以这是胡亥的两怕 这两怕 赵高给他献了两条计 说你光怕不行啊 你得想办法 咱们得把这个局面给维持下去 怎么办 因为赵高也明白 不光是秦二世的地位不稳 赵高的地位也不稳 赵高原来只不过是个内臣 虽然秦始皇很信任他 他是中车府令 同时还管着皇帝的玉玺 但是赵高的地位 既不是大臣又不是众臣 在外朝之中没有地位 所以赵高知道自己 其实大臣们也不服 那怎么办呢 赵高就想出来了一个办法 这个办法如果我们概括起来 就叫做杀旧恒心 把老臣旧臣给杀了 我们再提拔一批 所以赵高这两手 合并起来 就是一杀 二提 杀谁呢 杀大臣 杀皇子 杀公主 提谁呢 提自己的亲信 按赵高的说法 按赵高的说法 这个叫什么呢 叫贫者负质 见者贵质 你不是穷吗 我让你负 你不是地位低吗 我让你地位高 这样一来 就等于说 摆在朝中 整个来了一个大换班 大换起 这样一来 他就觉得 秦二世的地位可以稳 自己的地位也可以稳 大家注意 这个贫者负质 见者贵质 这八个字 非常厉害 这八个字 可以说是 古往今来 一切统治者 培养个人势力的 一个最毒辣的一招 因为你这样做的结果 仅就是 等于是把这个朝中的大臣 整个给换了一遍 完全换成自己的人 这样做 赵高就告诉秦二世 你要这样做了以后 你就可以怎么样 高枕四智 崇诺 你可以高枕无忧 你可以放心大胆地 去享受生活了 底下都是你的人 而秦二世本人 对赵高这个说法 非常认同 秦二世其实这时候 是两种思想都有 一方面是怕 怕大臣不服 怕皇子夺位 另一方面 他急于享乐 当了皇帝以后 他急于享乐 秦二世呼害 当上皇帝是多大了 二十一岁 二十一岁的一个小伙子 他说了一个什么话 他说人生俱世间也 匹游趁六吉 过绝西也 他说人生活在世上 就好像是赶着一个六匹马 飞奔的快车 迅速地通过了一个小的间隙 那六匹马飞奔的快车 过一个间隙 那就是一刹那一眨眼就过去了 胡亥把人生看得这么悲观 他说人生太短 胡亥总的看法就是人生太短 为什么 一般来说二十一岁的人 不会有这么一个感慨的 二十一岁的人觉得 那时间还长着了 自己要到老的话 那还早着了 起码还有几十年呢 怎么会二十一岁就把人生看得这么短暂呢 有一个原因 胡亥这一次是跟着他爹亲自去出游了 出游之前 他父亲秦始皇 还非常健康 几个月之后 他父亲就病死在路上了 胡亥是作为儿子亲眼看见他的父亲 几个月之间就从一个强壮的 一个中年男子 一下子变成一个腐烂的尸体 这个过程 胡亥是亲眼目睹了 这个对胡亥的刺激非常之大 他从他父亲几个月的生死变化中间 他悟出来的一个人生道理 人生太短 所以八百年以后 唐代有一个诗人叫许魂 写了两句很有名的诗 末道少年头不白 君看攀月几净霜 你不要说年轻人 你不要说你的头发不白 就是说我们特别年轻的同志 你不要认为自己岁月还早 其实每一个人都经不住岁月的魔力 黑发变白发 也就是短短的几十年 攀月是我们中国古代西晋世纪 一个著名的美男子 但是许魂就说 没有多长时间 攀月的头发就白了 这个自古一来 爱美之心是相同的 古今中外这个不奇怪 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个胡亥的他确实是想想乐 胡亥当皇帝之前 在沙丘亲眼目睹了父亲秦始皇的死亡 使他感受到人生短促 他希望能够享受人生 但他是用非法的手段登上地位的 他的心里毕竟是虚的 在内心深处 他还有害怕失去皇位的恐惧感 恐惧跟享受比起来 胡亥首先要处理的 就是恐惧的问题 那么他是怎么解决 自己内心的恐惧感呢 怎么解决呢 杀 杀 然后胡亥就对大臣和 他的兄妹们实行白色恐怖 紧接着秦皇的十位公子 在咸阳街头被集体斩首 十二位公主在渡县被处死 秦始皇有一个儿子叫公子高 公子高自己知道难免一死 他就想逃 但是他担心逃了以后 他的家人会被杀 最后公子高逼得没有办法 给秦二世上了个咒书 要求为秦皇殉葬 秦二世答应了 公子高殉葬而死 保全了自己的家人 你看他惨到什么程度 另外秦二这个秦始皇 还有三个儿子 叫公子江吕等三人 这三个人也被抓起来了 抓起来以后就说他们失礼 这三个儿子其实是非常谨慎的 任何事情都挑不出来错 结果胡亥派人去杀他的时候 他想知道我们三个人罪名是什么 所有的礼节我们都没有违背过 所有的错话我们都说过 我们犯了什么罪 执行死刑的人说 我没有参加讨论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奉命要杀你们三个 最后公子江吕这三个人 是仰天大哭 喊着老天 就是天护无罪 最后兄弟三个人全部自杀 就秦二世即位以后 把他的兄弟姐妹全杀光了 胡亥不知道用政级证明自己是合法的 胡亥只知道用屠杀 用白色恐怖来维护自己的统治 所以这是秦帝国建国以后 在他的皇族内部发生的一次大的屠杀 也就是这件事情 这么一个大屠杀 其实是和什么事情有关的 是和沙丘政变相关的 没有沙丘政变 就没有胡亥登位 没有胡亥登吉 就没有这场大屠杀 所以我们在讨论这个大屠杀 讨论秦二世巩固自己地位的时候 我们不得不提到沙丘政变的问题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韩兰文 因为沙丘政变 本来轮不到当皇帝的胡亥 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这不仅使大臣和皇子们遭了殃 历经了大屠杀的悲剧 而且胡亥卸取地位 也直接加速了秦帝国的灭亡 可以说沙丘政变既改写了秦帝国的历史 也改写了中国古代的历史 那么这一场政变为什么能够发生 还有为什么能够取得成功呢 沙丘政变是为什么会发生的 我想它的原因无外后是两个方面 一个是偶然性 第二个是必然性 它是偶然性和必然性交互作用的一个结果 当然我们分开来说 它的必然性 我给它概括了六个方面 有六大必然性 第一 迟迟不立皇子 第二 迟迟不立皇太后 第三 赵叔便遗诏 第四 赵高的敏感和赵高的操控得法 赵高发现那个政治漏洞 而且赵高怎么样说服胡亥 脅迫李斯 赵高做的是很到位的 第五 李斯便捷 第六 扶苏的于中于孝 这六条就是沙丘政变发生的必然 这六大必然因素 其实我们刚才讲这六条 还不是最根本的 导致沙丘政变最根本的原因是 秦始皇建立的皇帝制度 皇帝制度确立了皇帝的至高无上 皇帝制度使大臣们不敢怀疑皇帝的任何决定 所以皇帝制度 所以皇帝制度为野心家阴谋家 借皇帝之名发动宫廷正面 提供了一个客观的根据 谁敢怀疑皇帝的遗诏 谁敢不执行皇帝的遗诏 只要有皇帝的遗诏 谁都可以去当皇帝 其他大臣都不敢怀疑 所以秦始皇亲自确立的皇帝制度 导致了沙丘政变 如果说我们探讨沙丘政变的政治原因的话 它的必然性的话 前面的六条是必然性 但是最大的必然性 是秦始皇自已定的皇帝制度 那么偶然性呢 既然沙丘政变有必然性的一面 也有偶然性的一面 偶然性的一面是什么呢 我觉得有四条 第一 秦始皇病死沙丘 秦始皇死的地方不对 假如你死在咸阳 你想想情况会有多大的变化 假如秦始皇不死在沙丘 死在咸阳 当然一个人死在哪 这个不好说 看那个车了 车要快了 那不一定死到哪了 是吧 但是这个死在什么地方 它是偶然的 但是这个偶然性很重要 你想想他如果死在咸阳 大臣们能不知道吗 大臣们如果都知道的话 那赵高还能够篡改遗兆吗 所以李斯还敢便捷吗 所以他死在这个沙丘 这是一大忽然 死在外头了 大臣们根本不知道 这是一 第二 胡亥参加第五次大巡游 秦始皇一生五次巡游 这胡亥都没参加 这胡亥就最后一次 他要求参加了 他这一参加 他爹死了 哪有那么巧的事 他偏偏他这么一去 他一参加就死了 而且死在路上了 死在外边了 假如胡亥不参加 前四次没参加 第五次也没参加 那赵高不给胡亥两个人通好气 他能够压服 胁迫李斯吗 李斯会服从吗 所以这胡亥参加 纯束偶然 但是他导致沙丘政变爆发 第三 蒙毅在沙丘政变之前 出差未归 这也是一大偶然因素 蒙毅是秦始皇最信任的大臣之一 蒙毅如果没有死的话 因为秦始皇一病重 在平原尼一德病重 马上就叫蒙毅 到国内的明山大川 去为他祈福 消灾 蒙毅出差了 没有回来 等他回来了 已经死过了 消息被封锁了 假如蒙毅没有出差呢 假如蒙毅出差回来了早一点呢 蒙毅在那个身边 蒙毅可是赵高的克行啊 蒙是在当时朝中是没有人可比的 蒙是祖宗三代是秦帝国的重臣 蒙毅的祖父 蒙毅是秦始皇的曾祖父 昭湘王的重臣 他有两大功劳 一个是建了三川郡 一个是建了东郡 他的父亲蒙武 是有功之臣 参加灭烟之战 杀了向烟 扶落了楚王 他的弟弟蒙田 打败齐国 迫使齐王剑 不战而降 而且蒙田后来 又作为长城军团的司令 同管秦朝的三十万精锐的军队 蒙田在外掌兵权 蒙毅在内掌朝政 他兄弟两个 一文一武一内一外 所有的大臣 包括李四在内 都赶不上蒙氏兄弟 在朝中这么大的权力 偏偏在沙丘政变之前 蒙毅被秦朝派出去出差了 这一出差还没有回来 等他回来 事晚了 这蒙毅为什么偏偏这时候走了 早走一点 早回一点 这事不是都叫他赶上了吗 他如果赶上了 赵高能行成事吗 我们知道历史记载 赵高曾经犯过罪 谁处理他了 蒙毅判了他死刑 秦朝皇最后把赵高高赦免了 如果是蒙毅在的话 那赵高能够那么德行应手的 完成杀教政变吗 所以这又是一个非常偶然的 还有一个偶然性的因素 秦朝皇的诏书 怎么没有及时发出 秦朝皇多英明 22岁刚举行夹冠礼 立即粉碎了烙埃 吕不韦两大集团 然后把他母亲驱逐 当然后来又截回来 然后用了十年时间 兼兵六国统一天下 那么一个英明的皇帝 怎么能够在死的时候 留下来那么一个巨大的政治漏洞 秦朝皇这么一代 有作为的一个君王 最后留下这么一个大政治漏洞 对身后之势 一点都没有做周到精密的准备 这不也是一个偶然吗 我觉得我们前面讲的六大必然 又讲了四大偶然 这些偶然性跟必然性交织到一块 就发生了杀旧政变 有了杀旧政变 就有了湖海继位 有了湖海继位 就有了皇室内部的大屠杀 所以这一系列事件 是环环相扣的 大屠杀 我们讲过 它针对的是两个方面 第一是秦始皇的儿子和女儿 就是公子与公主 另一方面 针对的是大臣 那么对皇子和公主的屠杀 我们讲过了 那么秦始 秦二世继位以后 对大臣们的屠杀 是怎么进行的呢 我们下一集再讲 李思身为秦始皇 秦二世两朝成相 效力秦国朝政近四十年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 两朝元老开过功臣 却没能逃脱 盛极则衰的预言 最终锒铛入狱 受急刑而死 那么李思功高盖世 为什么会被杀掉 谁又是操纵 这一切的幕后黑手呢 系列节目 王力群独死记 秦始皇之 李思之死 为您解密 李思被杀的幕后玄机 前面的节目说到 通过沙丘政变 窃取地位的胡亥 作贼心虚 为了巩固地位 他对自己的兄弟姐妹 进行了大肆的屠杀 整个大秦帝国 笼罩在血腥和恐怖的 气氛之中 之所以造成这样的局面 除了胡亥的帮凶 奸臣赵高之外 丞相李思也难辞其咎 而让李思做梦也想不到的是 他的妥协与纵容 并没能使自己得以保全 最终他竟然从 堂堂的异国丞相 沦为了阶下囚 刀下鬼 那么李思为什么被杀 究竟谁是操纵着 一切的幕后黑手呢 系列节目 王立群独死记 秦始皇之 李思之死 为您解密 李思被杀的幕后玄机 到了晴22年 7月这一天 咸阳城 突然中间有一个重大新闻 吸引了所有的人 可以说咸阳城内 是人头窜动 观者如睹 大家都去看什么呢 看一个人被杀 而且这个人是宜三族 所谓宜三族 就是他本人要受五种刑罚以后被杀 他的兄弟姐妹父母子女 一块要被杀 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就是李思 李思这一天可以说是身披甲锁 和他的家人一块被处死 李思不是一般的人 李思的身份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是秦始皇给秦二世 两代国君的丞相 是秦朝的开国元勋 是协助秦二世 胡亥登上国家 最高统治地位的重臣之一 是发动沙丘政变的三人集团的重要人物之一 这个人竟然这一天被杀了 所以李思在被杀之前和他的第二个儿子 两个人在一块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 李思看到他的儿子就说 他说我还能带着你牵着黄狗 出上蔡县的东门一块去打猎吗 说完以后 父子两个抱头痛哭 然后全部被杀 李思是上蔡人 当年他在上蔡县经常领着儿子 出上蔡的东门去打猎 打兔子 现在最后他竟然被杀了 可以说是一个开国元勋被杀了 当然我们讲过 这个胡亥几位以后 他要杀的是两种人 一是公子公主 二是大臣众臣 李思是众臣之首 所以李思被杀也有他的一些原因 那我们现在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李思之死原因是什么 李思为什么死呢 其实李思之死和他写的一封咒书有关 那么这封咒书怎么会关系到李思的死呢 因为这封咒书牵扯到一个人和一件事 这一个人是谁呢 是赵高 这一件事是什么事呢 大家听我细说 因为在李思被处死之前 有一天李思在家里边赵高来求见 就赵高的身份是郎中令 李思的身份是丞相 所以李思的地位很高 丞相属于三公 郎中令则属于九卿 三公的地位明显要高于九卿的地位 这赵高一进来就带着满脸讨好李思的脸色 对李思说 他说现在天下大乱 关东这个盗贼已经是不可收拾了 但是皇上还忙着给他寻欢作乐 修着阿帆宫 修这个赤道 完全不顾及这些事情 他我想给皇帝提点意见 但是又一想了我这个身份太低 像这一类关系到国家大政的事 非君莫属 只有你的嘴说出来皇上才信 换个人说 特别像我这样的人去说 皇上根本都不理 当然这个话说得非常好听 李思一听就很高兴 赵高来求他办事的 而且求他的事是劝谏秦二世 李思马上就很高兴了答应了 答应以后李思就说他现在难 我早就想劝谏皇上 但是现在我见不到皇上 皇上整天不出宫 皇上不出来我见不到他 赵高说这好吧 你只要想给皇上觐见 那我就给你帮个忙 我在宫里边 我可以进出宫中 我在宫里边瞅着皇上 一旦闲了 我就赶快拍一个宦官来给你送信 你接到我的信 你就赶快去求见 好了 一连出现了三次 第一次 这个秦二世 正和几个美女在寻欢作乐 玩得正高兴了 赵高一看机会来了 赶快派人通知李思 李思是一溜烟跑过来 求见秦二世 这秦二世和几个美女玩得正高兴 突然中间报告说丞相求见 这把秦二世给气了 是吧 放下美女 中断寻欢 出宫见这个李思 这李思给他说了啥 他也没听见 说了什么意见 他也没采纳 还惹了一肚子不高兴 这李思也很沮丧地回去了 秦二世的也很恼火地回去了 这第一次 隔了没几天 秦二世又和几个美女在一块玩的 正在信头上 李思又接到赵高的通报 说皇上正闲着了 你快来吧 这李思又去了 又通报 说丞相求见 这一回秦二世 那个火气就更大了 他和几个美女玩得正在信头上 然后不得不强忍着把美女放下 然后去见那个老头子 去见这个李思 李思当时这个年龄已经很大了 见了李思 李思又劝谏 这秦二世是一句话也没坑 听他说完就打发他走了 一肚子怒火 这李思第二世还没进见 成功 所以李思他还想再一次进见 又过了几天 赵高一看又有机会了 什么机会呢 这秦二世又换了几个美女 正在那玩 赵高马上通知李思 说皇上正闲着来 然后李思又来了 这一来 这秦二世这一回就彻底火了 说丞相他专找我玩的正高兴的时候 他就来了 勃然大怒 但是还是强压怒火 见了李思 可是李思一无所知啊 谁在旁边偷着乐呢 赵高 赵高在耍他两个来 一个我不让你玩的高兴 一个我老叫你碰你一鼻子灰 所以赵高在里边扯着两根线 让他俩在这掐来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韩兰文 赵高为什么要设计陷害李思 可以说其中的背景并不复杂 李思原来是秦始皇的丞相 大权在墨 而赵高则不同 他在秦始皇手下虽受信任 和他最多是进尘 还称不上是重臣 地位 权力 声望 都远远不如李思 沙丘政变之后 虽然赵高已经成为 秦二世胡亥最为处境和倚重的大臣 但赵高的野心并没有得到满足 相反 野心日益膨胀的赵高 把李思视为自己政治上 在上台阶的绊脚石 所以才会设计陷害李思 然而赵高想要除掉位居丞相的李思 取而代之也并非易事 那么接下来 他还会使出怎样卑劣的手段 秦二世这一次真的恼火 秦二世一恼火 而且这一次火是真动气 真火跟假火不一样 赵高整天伺候秦二世的 他知道秦二世真火了 他一看火候到了 他要怎么办呢 要滴三滴油 火上浇油 这三滴油这么滴的 滴滴油怎么说的呢 他说李思之所以这样说 是李思想列土称王 因为李思参加了沙丘政变 沙丘政变以后你当上皇上了 你当上皇上呢 人家还是个丞相 人家光想分一块地能够称个王 所以这是李思的第一个目的 他妄想封王 第二 李思勾结陈胜 这里边我们没有交代一件事 就是秦始皇死后的第二年 也就是秦二世元年的七月爆发的陈胜吴广起义 陈胜吴广的大军呢 有一支军队就向关中这个地方打过来 往关中那打一定要经过三川郡 三川郡的郡守是李思的长子李游 结果这齐一军的队伍声势浩大 三川郡守李游挡不住 结果的话呢 齐一军就绕过三川郡 直扑寒冠而来 所以赵高就向秦二世交了第二理由 他说这不是理由打不过他 而是他暗中放他们过来了 他为啥放他过来了 因为他他是老乡 说李思是楚国上菜人 陈胜吴广都是楚国人 说他们是县埃着县的老乡 老乡见老乡 互相帮个忙 所以他从那打 他就放他过 这是第二滴 第三滴友 李思身为丞相 在朝中的权力太大了 必须消他的权 讲了这三条 这就是三滴友 本来秦二世就一枪怒火 这赵高又低上三滴友 这火就更旺了 这火着一旺 秦二世就决定抓捕李思 但是抓捕李思 李思可不是一般的大臣 是众臣之首 怎么办呢 没有根据你没法抓他 你他光打你的姓头 你这个抓人家没有道理 是吧 那怎么办呢 就查他的儿子李游 用这件事来作为突破口 然后把他父子两个 一块抓了 所以就确定 要查李游通贼 这个贼是谁呢 这个贼就是陈胜吴广 这里我们再简单的交代一下 这个事是怎么回事 秦皇是公元前210年去世的 他死后的第二年 也就是公元前209年 是秦二世元年 这一年的7月 发生了一件事 就是陈胜吴广 带领800个数族 被派遣到渝阳 渝阳就是今天北京的秘云 到秘云去戍边 走到大泽乡 就大泽乡在安徽了 走到大泽乡这个地方的话 遇到大雨 走不成 误了期限 按照秦代的法律 失期当战 误了期限就要杀头 所以这800人 即使从安徽再赶到 今天的北京的命运 也是死 在没有活路的情况下 陈胜吴广最后决定 干脆反了嘛 陈胜吴广就在大泽乡起义了 这是秦二世元年发生的事情 秦二世元年爆发了 陈胜吴广的起义 这个起义 刚开始只有800个农民 而且他们装备很差 并没有很大的力量 但是这个陈胜吴广的起义 恰恰是适应了整个秦帝国子民 对秦王朝长期统治的强烈不满 可以说是一颗火星掉到汽油桶里了 一下子就熊熊燃烧起来了 所以就我们经常说的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所以山东六国立即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 这个大起义中间有两个力量 非常之的重视 一个是主体 大起义的主体是农民 农民是最苦的人 所以农民的造反性最强 第二是六国的后裔 六国被灭了 但是六国国军的后裔还在 他们不甘心自己国家的灭亡 他们有一个特点 在当地特有声望 所以这些人就纷纷开始建国 这就是所谓的盗贼事件 实际上就是一场大的起义 那么这场大起义 就和我们前面讲的 李游抵挡不住 让起义军过了三川郡 向西打联系起来了 当然秦二是去查李游的事 李斯很快就知道了 李斯一直到 李斯因为见不到秦二是 没法去解释 他知道秦二是在查自己的儿子 查自己的儿子是假 要杀自己是真 所以李斯不能坐以待毙 所以李斯当时就想了一个办法 既然你要查我 我也豁出去了 他就给秦二是上了一封咒书 这就我们说李斯只是死和这封咒书有关 在这个咒书中间 李斯就提出了一个观点 他说赵高要谋反 此时的李斯已经知道了赵高诬陷他的事实 他感到自己已经被赵高逼上了绝路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反歌相机 然而李斯上咒书 告赵高谋反 是否有确凿的证据 看到咒书的秦二是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这封咒书又是如何导致了李斯最终的死亡呢 李斯给秦二是上了一封咒书 他说赵高要谋反 证据呢 李斯举了两个历史上的例子 他说过去宋皇后的时代 宋皇后首先有一个大臣叫子憨 这个大臣给宋皇后说了一番话 说了很有意思 他说这个老百姓最讨厌的是什么 是杀戮惩罚 最喜欢的是什么 是奖赏奖励赏赐 老百姓一个喜欢赏 一个讨厌的就是杀罚 他说既然这样 国家呢是既需要赏赐 又需要处罚 两方面都不能缺 所以干脆咱俩分分工 你当国君的 你专门管省 我作为大臣的 我专门管那个杀罚 这样呢 你落个美名 我落个恶名 你看这样分工好不好 这一说这个宋皇后挺高兴 这是个好办法 就接受这个办法了 让他的大臣子憨管这个杀戮和惩罚 结果呢他不知道 管杀戮惩罚的 是最有权力的人 大臣们都害怕的 就是管杀戮惩罚的 所以不到一年的时光 这个子汉就把整个朝政控制了 子汉控制了朝政以后 顺理成章的 就把宋皇后给杀了 把宋国的国君给杀了 李斯讲这个例子 说赵高就是今天的子汉 这是一个历史故事 第二个历史故事呢 他举齐国的故事 他说齐国有一个国君首相 有一个大臣叫田长 说田长的富贝就很有办法 他家里很有钱 他向齐国老百姓带粮食的时候怎么进来 老百姓凡事来借粮食 他用那个大斗 你不是借粮斗吗 我用大斗给你粮上粮斗 等老百姓来还粮食的时候 他用小斗去收 借给你两大斗 我再收两小斗 这叫让利与民 没有多少年的光景 这齐国的老百姓都不喜欢到了国君 都喜欢田长 喜欢他们家 所以到了田长这一代了 他还这样做 最后田长就仰仗着齐国百姓的支持 把齐简公杀了 然后自己做了齐国国君 这就是所谓的田世代齐 讲了这两个故事 李斯就说 当今的赵高兼有子憨和田长两个人的特点 所以赵高必定会反 秦二世相信吗 秦二世信谁的呢 秦二世看了李斯的奏书以后说 你不用怀疑赵高 赵高是个忠臣 赵高这个人 在国家稳定的时候 他不会胡作非为 国家混乱的时候 赵高不会叛变 我很相信他 你不要随便的怀疑他 再加上我这么年轻 执掌朝政 你又年龄那么大了 我又靠不了你几天 而赵高是我最一众的大臣 我离了他 我怎么能治理天下呢 就不信这个话 不信其实倒也相安无事 最可怕的是什么呢 是这个秦二世 竟然把李斯告赵高撞这件事 和盘告诉了赵高 当然赵高这一句知道 那李斯是在必除之列了 所以赵高就得请二世说了 他说这个丞相现在最怕的就是我 如果我一死 丞相就成了齐国的田长 不是田世代齐吗 我赵高 他这个言外之意说 我赵高其实现在是遏制 丞相的一股力量 假如把我去掉 没有遏制丞相的力量 那丞相就会杀了你夺取军权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秦二世就下令抓捕李斯 结果李斯因为一封奏书去告状 按照我们现在说法 叫实名举报 这李斯是实名举报赵高 结果反而被抓进大牢 所以一进牢 这李斯心里感情特别难受 按我们今天的说法 就特别郁闷 为什么郁闷呢 三条 第一 冤屈 说李斯谋反 李斯是想忠心耿耿地维护秦帝国 所以说他谋反 他感到冤 第二 愤怒 他一心想的是大秦帝国 没有想到大秦帝国的国君 竟然把他作为叛臣抓起来要处死 第三 是焦虑 他知道天下已经大完了 李斯虽然参与了沙丘政变 但是李斯的头脑非常清醒 他知道天下已经大乱 如果这样下去 能把我李斯再杀了 那秦朝的灭亡 指日可待 只是时间问题 而且秦二世还下令 李斯的案件 由赵高来逐审 这李斯不完了吗 李斯告的就是赵高 然后让赵高去审李斯 所以李斯 当然这个时候就非常危险了 同时和李斯一块儿觐见的 还有两个人 一个是右丞相冯去吉 另一个是将军冯杰 这两个大臣也被下令要抓捕 这两个大臣觉得大臣将相不受辱 两个大臣在未入狱之前全部自杀 只有李斯一个人入了狱 那么李斯为什么不自杀呢 右丞相自杀了 将军自杀了 作为左丞相的李斯 为什么不自杀 因为李斯有自己的想法 这个想法是三点 第一 他认为自己才华出众 第二 他认为自己功劳很大 第三 他认为自己确无叛变之心 所以他不愿意去死 李斯觉得当年不是秦皇下逐客令 他写过一封奏书叫《建逐客书》吗 那封奏书一上 秦之皇不是把逐客令给取消 而且重用了李斯的吗 所以李斯想顾忌重演 你现在不够抓到狱中了吗 我再给秦二世写封信 这封信说我李斯有七条大罪 哪七条大罪呢 第一 兼并六国统一天下 第二 南平北越 北诸胡人 第三 善待功臣 雍立皇帝 第四 建立设计 修建宗庙 第五 统一制度 统一文字 第六 修诸赤道 大兴楼贯 第七 清行伯父 获取民心 这叫七罪啊 这是七宫 李斯明了说自己有七条罪状 实际上是像秦二世说明自己有七件大功 他想到这封奏书一上 自己肯定马上就给出狱 但这一次可不像上那个建竹客书 这一次的奏书上去以后竟然一点消息都没有 为什么 秦二世没看到 秦二世为什么没有看到 赵高把信给扣下来了 赵高说 一个囚犯哪有资格给皇上上奏书 烧了 秦二世就没看到 所以李斯的命运就非常危险了 但是李斯给赵高两个人都是明白法律的人 秦朝的法律是非常严格的 像李斯这样的重臣 赵高对他用酷刑 用重刑 李斯只好认罪了 因为你要不认罪 能把你打死 所以他受不了重刑 他认罪了 李斯就等着将来的复案复查 反正将来秦二世要派人复查 赵高也明白 秦二世一定要派人复查 赵高怎么办 赵高事先就派了十几拨人 都是他的门客 假装成秦二世的御史业者来复查案件 一说这些人 一说我们是奉二世皇上的命令来复查案件 李斯就马上翻供 这一翻供 这个假的这些钦差 就立即变脸 把李斯给重打一顿 等李斯的伤稍微好了一点 又来了人 说我们是秦二世的使者 李斯又翻供 又翻供又一次死打 怜哀了几次亏以后 李斯不敢翻供 到了秦二世真派人来的时候 李斯竟然不敢翻供 还以为是赵高的门客 李斯就全部认罪 承认自己谋反 承认自己有罪 这个东西就报到秦二世去了 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来 李斯是个政治家 赵高是个阴谋家 这政治家永远是斗不过阴谋家的 所以赵高这一招 把秦二世把李斯两个人全骗了 秦二世拿到这个李斯 签字画鸭的口供 还非常感激赵高的说了一句话 说如果没有你 我差一点被李斯给骗了 所以就判决李斯死刑 这才有了开始处死李斯权 灭三族啊 这样李斯就走完了 自己一生流血的仕途 您现在收看的是 百家讲韩兰文 对于李斯的死 有人认为 李斯对秦邦朝忠心耿耿 最终反受冤屈而死 令人同情 但也有学者认为 李斯是一个极端自私 谈生怕死的小人 为了个人利益 他陷害老同学韩非 为迎合秦始皇 他建议焚书 为宝珠自身 他参与沙丘政变 陷害忠良 李斯最终被赵高诬陷 惨遭杀害 是咎由自取 罪有应得 那么 对于李斯之死的真正原因 王立群老师又有怎样独到的见解呢 那么李斯 作为一个两朝元老开国原心 他为什么会被杀呢 也就是李斯之死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我觉得是三条 第一 赵高野心勃勃 第二 李斯难辞机究 第三 皇帝制度难抗 这三条是导致李斯死亡的三大问题 我们先说赵高 赵高在沙丘政变之前 只不过是一个赶车的 管大印的 一个小官 沙丘政变以后 他做了郎中令 这个赵高的野心是没有止境的 我们中国人都知道有一句成语 叫欲赫南田 一个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 欲赫南田 没有止境 赵高已经做了郎中令 郎中令只久轻了 赵高满足了吗 赵高还没有满足 他还要设计把李斯给除掉 因为除掉李斯以后 他就成为丞相了 他就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 手握重权的丞相了 那比郎中令的职位要高得多 郎中令不过是皇宫的警卫司令 你要做了一个丞相 那个权力当然远远高于郎中令的权位 所以李斯应当说 是被赵高作为一个政治对手除掉的 这就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叫李斯难辞击决 李斯自己有责任了 你自己虽然是被冤杀的 但是李斯的被冤杀 其实他有很大的责任 李斯责任在哪呢 第一 助纣为虐 篡改遗诏 杀旧政变嘛 杀旧政变没有李斯的参与 不可能成功 这叫助纣为虐 篡改遗诏 第二 鼓励二世严行俊法 这还牵涉到李斯的 还有一封很有名的上书 叫行都则书 都是监都 则是处罚 李斯在自己的儿子 受到审查的时候 他曾经给秦二世上过一封奏书 叫行都则书 李斯流传到今天最有名的是三篇奏书 这三篇奏书中间 被大家所熟悉的 是建竹课书 建竹课书被历代王朝的文学选本都选了 我们的中学语文课本还选了 建竹课书 非常有名 所以建竹课书 为李斯赢得的是千古方明 行都则书给李斯带来的是千古恶名 因为他这个行都则书就是要皇帝 对大臣和百姓进行严厉的监督处罚 那这样来说 秦二世在专制独裁路上会越走越远 而秦二世的独裁和专制越发展 李斯之死越成定局 你想想 秦二世越是专制独裁 李斯这一封行都则书的结果 最后导致秦二世更加专制 更加独裁 这个皇上越专制越独裁 他杀个大臣越不当回事 那么李斯之死不就成了 顺理成章的事了吗 所以我们说 李斯自己对自己的死亡难辞其咎 最后一点是皇帝制度难抗 李斯之死和秦始皇 创立的皇帝制息息相关 皇帝制度是皇帝凌驾于所有的大臣之上 大臣的生死融入完全取决于皇帝的一句话 这样以来 专制制度使一切大臣都无法行使自己的职责 一切都以皇帝的事非为是非 以皇帝的好物为原则 揣摸着皇帝的意图去说话 当一个王朝 一个政府 所有的大臣 所有的官员 都要看着上级的脸色去行使 揣摸着上级的意图去办事的时候 这个政府 这个王朝 其实已经完全失去了活力了 失去了他的生存的基础了 所以这个王朝就会迅速的腐朽 所以秦始皇制定的这个制度 也是导致李斯之死的重要原因 那么秦帝国的政坛 因为李斯之死以后 就能够稳定下来了吗 赵高掌权能够平安无事吗 风雨飘摇之中的秦帝国 还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已经死去的 冥冥之中的秦始皇 将会用怎么样复杂的心情 看着他死后发生的 这一幕一幕的血案呢 我们下集再讲 谢谢大家 指鹿为马是中国历史上 一个著名的典故 它的始作俑者就是赵高 令人不解的是 赵高在李斯死后一个月 就公然在朝廷上 导演了一出指鹿为马的闹剧 明明是一只鹿 赵高为什么要信誓旦旦地说是马呢 这个指鹿为马背后 究竟隐藏着怎样的阴谋呢 静静关注王烈君独死记 秦始皇之 胡亥之死 指鹿为马是中国历史上 一个著名的典故 它的始作俑者就是赵高 令人不解的是 赵高在李斯死后一个月 就公然在朝廷上 导演了一出指鹿为马的闹剧 明明是一只鹿 赵高为什么要信誓旦旦地说是马呢 这个指鹿为马背后 究竟隐藏着怎样的阴谋呢 静静关注王烈君独死记 秦始皇之 胡亥之死 上一集讲到 赵高为了大权独了 他用阴谋轨迹 搬到了梁朝老臣李斯 这块最大的半岛市 在秦始皇杀求病故的短短两年之内 赵高先后参与了 沙斯秦始皇的亲定继承人 胡苏 重臣蒙田蒙义 以及秦始皇的二十多个子女 最终 赵高用沾满了鲜血的双手 突救了自己的权力之路 据实际记载 李斯死后 秦二世就拜赵高为终丞相 国事无论大小 一律取决于赵高 按理后 赵高此刻可以高枕无忧 尽情享受权力的快感 然而赵高还不知足 他竟然又把谋杀之箭 指向了秦二世胡亥 在李斯死后的一个月 赵高就在朝廷上 导演李斯 指路为马的闹剧 那么指路为马事件 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杀机呢 赵高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隐心 对胡亥使用了什么样的阴谋轨迹呢 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 宿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 王立群读史记 秦始皇之 胡亥之死 上一集我们讲到李斯之死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 在秦始皇死了以后有多少人被杀 秦始皇一死 第一个被杀的就是他亲定的皇长子和法定的继承人 胡宿 紧接着被杀的蒙田蒙义兄弟两个 秦始皇的众臣 大臣 赛王下 秦始皇 二十多个儿子 十几个女儿 被杀 赛王后 沙丘政变的三巨头之一的李斯被杀 一个一个被杀 看到这一段历史 就像看那个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一样 只要上了那个船 一个一个早晚都得被杀 所以在李斯之后 必定还有一个人要被杀 这个人是谁 秦二是胡亥 这就很奇怪 起码有两个问题 胡亥是赵高举荐的 而且赵高杀的李斯做了丞相 赵高一向是坚决支持 这个坚决支持 按今天的网络名词叫立挺 赵高 立挺秦二世 秦二世也要被杀 这是第一个 不可思议 第二个不可思议 秦始皇建立皇帝制度以后 皇帝什么地位 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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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大 至尊至贵 皇帝要被杀 不可思议 但是不可思议 但是不可思议 历史事实叫历史事实 李斯死以后 下一个被杀的就是秦二是胡亥 所以胡亥为什么被杀呢 这里边究竟有着多少曲折的内幕呢 我们这一集就讲胡亥之死 李斯之死是在秦二世二年的七月 到了秦第二个月 就李斯死后的一个月以后 八月份发生了一件 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一件大事 这一天秦二世很意外的 很魄力 他好长时间不上朝了 这一天他很魄力 他上朝 召见文武大臣 在朝会的时候 当时的钟丞相赵高 使了个眼色 然后一个侍从 牵了一头鹿 上来了 上来以后 就对秦二世说 这是一匹宝马良鞠 我把它献给皇上 秦二世瞪着眼睛 看了半天 这明摆的是一头鹿 这丞相怎么说是一匹两马呢 我丞相是不是弄错了 这不是鹿吗 然后丞相不答 孝儿不答 赵高不回答 秦二世就问他左右的大臣和侍从 三种答案 有的人说鹿 有的人说马 还有的人说不认识 所以秦二世就懵了 秦二世觉得是我养华了 还是大臣们和左右的人脑子都进水了 怎么会鹿给马都分不清了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 非常有名的一个成语 以鹿为马 这件事情发生以后 出现了两个后果 第一 秦二世回到宫里精神恍惚 不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 越想越的觉得自己的病重 这到底是鹿给马 我都不认识了 我得了什么病 是眼睛的病 是脑子的病 搞不清楚了 再一个 是赵高 赵高下了朝以后 把那些凡是说是鹿的大臣 一个一个找理由 全杀了 这一次指鹿为马事件 皇上是病了 精神恍惚病了 大臣说是鹿的一个一个被杀了 结果剩下来的大臣都明白了 再遇到事 赵高说是什么就是什么 咱别说实话了 说实话的结果就是被杀 照这样看来 赵高的权力不是大了不得了吗 大臣们都不敢 明白地告诉秦二世 这支鹿 是鹿 都没有人敢说了 到了这个程度 赵高可以说是肆无忌惮的 李斯死后 赵高虽然大权在乎 但他也害怕 大臣们联合起来反对他 为了实验大臣对他的真实态度 赵高精心策划了一期 在历史上遗臭万年的政治事件 指鹿为马 我们可以看出 这一黑白颠倒的事件 对秦二世胡亥 也是一个莫大的侮辱 说明此刻的赵高 已经不把皇帝放在眼里了 已经二十多岁的秦二世胡亥 就是再糊涂再有病 也不至于分不清路和忙 胡亥难道看不出 这是赵高对他的挑衅吗 这时候 一件重大历史事件的推进 使得胡亥找到了 问责赵高的突破口 恰恰在这个时候 赵高心里非常胆怯 为什么呢 因为关东的起义军的声势 越折腾越大 越闹越大 你可以把朝中的这些人 什么扶苏 蒙田 蒙义 公主 公子 李斯 都杀了 但是你杀不了起义军 寒冠一东的起义军 一天必天声势大 赵高就害怕了 他是丞相 负责处理朝中大事的 他怕什么呢 怕秦二世追究他的责任 赵高怎么办 干脆装病不吵 不上班 赵高已不上班 秦二世果然 实时责让高 已盗贼士 就派了个使者 去责备赵高 山东的盗贼 为什么至今越闹腾越大 赵高一听秦二世时日的话 心里更害怕 害怕至极的赵高 立即招来了两个人 一个是他的女婿 咸阳县令 颜乐 一个是他的弟弟赵成 和这三个人在会商议 说现在是天下大乱 皇上没有办法 想拿我来问罪 我的意见 我的意见是费胡亥 另立皇上 结果他的女婿和他的弟弟 双手赞成 三个人要发动第二次政变 杀胡亥 这事怎么做的 他们先和郎中令 说好 郎中令是往宫厅警卫的 就是中央警卫团的团长 签个郎中令说好 然后让他做内应 再派自己的女婿颜乐 带了一千多人 直接往秦二世胡亥的宫中 杀过去了 理由什么 说宫里边有盗贼 这颜乐派出去以后 赵高并不放心 因为赵高是个搞阴谋诡计的人 这阴谋诡计搞得多了以后 他对谁都不相信 他女婿都不信 他怎么办 把他女婿的母亲先抓起来 做人质 扣到我这 省得你颜乐 给我来点什么花肠子 把颜乐的母亲也给抓起来了 其实这个颜乐倒挺忠心的 他这个女婿倒挺忠心的 带了一千多人 直接就铺到 秦二世居住的一个宫殿 这个宫殿在历史上非常有名 叫旺夷宫 所以古人写诗 经常写 旺夷宫中鹿位马 就是指了这两件事 指鹿位马和旺夷宫 秦二世为什么会住到旺夷宫去的 就原来在这之前 秦二世做了一个梦 他梦见一只白虎 咬死了给自己拉车的一匹马 他醒了以后 就找那个占卜的官 替他占上一挂 这占卜的官给他占不完了 就告诉说皇上 说您这事 是什么事 是净水之神在作祟 你应当去祭祀净水之神 所以侯害一听 赶快就从咸阳的宫殿 移驾 移驾到旺夷宫 他在旺夷宫准备在那祭祀净水之神 这个时候严乐了 就带着一千多人杀到旺夷宫来了 到那以后 先把旺夷宫的警卫队长给抓起来了 抓了警卫队长 警卫队长你说抓我干什么了 他说我们奉丞相之命 听说这旺夷宫里有盗贼进来了 这个警卫队长说不可能 周围全部是戒备森严的警卫部队 这旺夷宫中一个贤达人员都没有 淫了二话不说 就把警卫队长给杀了 杀了以后 带着这个人就往 这一千多士兵就往里面冲 这一边冲是一边张弓射箭 这宫里边的有的是警卫 有的是宦官 有的是宫女 他们看见谁就杀谁 看见谁就射谁 这平时这些宦官宫女 哪见过这个阵势 谁也没见过 所以宫中历史大乱 这大乱之中就出现了两类人 胆大的跟胆小的 胆大的就操家伙 胆小的就赶快就逃 胆大的操家伙的全部被杀了 胆小的不知道逃哪去了 全躲起来了 然后就直接冲到秦二世住的望一宫的宫殿 对着秦二世住的那个床 就一阵乱射 乱箭射过去了 秦二世一看就赶快躲到内殿去了 赶快招呼左右的侍从 左右的侍从全跑光了 只剩下一个宦官没有走 这宦官害怕 没敢逃 在那呆着 直大哆嗦 然后秦二世就责备他 说这盗贼进入忘一宫的事 你咋不早些天告诉我呢 怎么会出这种事呢 这个宦官呢 非常胆怯的给他说 他说陛下 正因为我没有说我才活到今天 我要说了 我去年都被你杀了 我咋能活到今天呢 这回答一说 秦二世也要杀了 这个时候 盐乐带了一批士兵就进来 把秦二世围起来了 围起来以后 这时候秦二世已经无路可走了 秦二世一看 但大势已去 就提了几个问题 像说我能不能见见丞相 盐乐说不行 不能见丞相 秦二世说退一步吧 不见丞相也罢 我现在不要皇上了 我去做一个郡的郡王行不行 不行 也不答应 秦二世又退了一步 我不当皇上 不当郡王都不行 那我去做一个万户侯行不行 严乐说 也不行 最后秦二世 非常凄凉地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和我的妻子 甘心情愿去做一个普通百姓 行不行 严乐说 严乐说不行 你老就自己自裁吧 自己解决吧 然后就指挥士兵 拿着兵器冲了上去 秦二世一看 秦二世一看 没有办法 自杀 这样 秦二世就走完了 他二十三年的生命之旅 他二十一岁继位 二十三岁被逼 自杀而死 李斯列传怎么说 是李斯死了以后 赵高做了丞相 赵高政了丞相以后 秦朝朝政了 就整个归了赵高 归了赵高以后 结果就发生了 指路为马的事件 也是发生了 不过这个指路为马的事件 和秦皇本纪的记载 大同小异 我们不都说了 指路为马事件发生以后 秦二世心里满腹疑惑 就找了一个占卜的官 叫太补 为他去补一挂 太补补完挂以后 就告诉他 当然秦朝本纪说 是净水之神 作祟 这是说什么 这是说你在祭祀的时候 你的斋戒做得不好 因为一般在祭祀之前 都要斋戒 吃斋 洗手 然后静后 再去举行祭祀 说你的斋戒工作做得不好 说你现在需要怎么办 你需要隆重地举行一次祭祀 所以这样 秦二世就移居到上林院了 上林院是个皇家的御花园 非常大 而秦二世在这儿的工作 只是等待着祭祀 所以白天有很多时间 这么多时间秦二世干什么 天天打猎 有一天秦二世在打猎的时候 看见一个行人 穿过上林院 秦二世就拈弓搭剑 一剑把这个行人给射死了 射死以后 赵高就知道 赵高知道以后 首先指使他的女婿 咸阳县令 严勒给上林令写了一个司法文书 说我们在上林院发现一具尸体 让上林令严查凶手是谁 墓地是恫吓秦二世的 然后赵高亲自去见秦二世 说作为一个皇上 平白无故地杀了一个百姓 上天不容的 这件事出现以后 你一定要远离上林院 你在上林院出了事 你要远离上林院 然后秦二世就从上林院 移居到望一宫 秦中皇本纪没有上林院这件事 李斯列传交代了上林院这件事 三天以后 就秦二世从上林院移居到望一宫 三天以后 赵高假借着秦二世的命令 调动了大批军队 然后让这些军队 把秦朝士兵的服装脱掉 穿上白色的服装 手持兵器 杀向望一宫 把望一宫团团围住 然后赵高进入望一宫 去面见秦二世 一见秦二世就告诉秦二世说 大事不好皇上 说关东盗贼已经杀入关中 杀到望一宫来了 现在叛军已经把我们这个望一宫给包围了 秦二世一听就害怕了 就登上楼上一看 果然不错 在楼上一看的话 看见大批穿白色衣服的士兵把整个望一宫团团围住 秦二世这下子吓坏了 赵高就趁着秦二世极端害怕的情况下逼迫秦二世自杀了 这是史记的李斯列传的记载 秦皇本记给李斯列传记载的情节稍有不同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司马迁在当年写史记的时候 对秦二世之死他听到了两种说法 他把一种说法写在了秦皇本记里边 另一种说法写在了李斯列传里边 这两种说法在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流传的都很广 所以他分别写在两个传记中间去了 这两个传记中间有一些不同 也有些相同 有一点根本相同的 就是赵高杀了秦二世 怎么杀的过程有点不同 赵高已经做了丞相了 这在古代叫魏集仁臣 为什么还要杀臣 杀这个皇上呢 我想最重要的原因是两点 第一是权力 第二是避险 这是两大原因 赵高是一个权力欲望极其强烈的人 你想想赵高 他首先杀福苏 扶持了胡亥 然后杀蒙田蒙义 利用了李斯 最后杀李斯 再发展 他只有杀皇上了 因为赵高这个时候的权力已经非常之大了 但是赵高当了丞相以后 赵高仍然感到有危险 为什么呢 因为在丞相之上还有一个人 这个人是谁呀 皇上 秦二是胡亥 我们讲了那么多 大家可能会有一个印象 觉得胡亥不就是赵高手中的一个傀儡吗 那么赵高还怕胡亥吗 我的回答是赵高怕胡亥 胡亥不完全是赵高手中的一张牌 一个傀儡 我可以举出来三点例证 第一 胡亥一级位 采取加强祭祀 这个 还有他的出巡 目的为了就是巩固地位 这说明这个人 还是有一定政治头脑的 不能说这个人政治成熟 至少说这个人有一定的政治头脑 第二 赵高对他有畏惧心理 赵高搞了那么多阴谋诡计 是瞒着胡亥的 他不敢让胡亥知道真相 一旦他做了丞相 他最怕的就是秦二是胡亥 向他追究关东起义军 越来越强的这个事情 向他问责 他就害怕了 所以应当说 他还是对胡亥有畏惧心理 第三 胡亥在处理李斯的案件中间 受了赵高的蒙蔽 但也表示了一定的谨慎 就是他杀李斯的时候 他对李斯极端不满的时候 首先是查他的儿子理由 有没有通敌 通贼 这说明他总要找一个理由的 当李斯归赵高审理以后 赵高把李斯共认的叛乱的事情 告诉胡亥的时候 胡亥并没有批准去杀李斯 他一定要亲自派人去复查 只不过这个复查被赵高利用了 李斯被骗了 胡亥也被骗了 胡亥得到的是李斯的假供词 真供词李斯不敢讲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胡亥才认为证据确实杀了李斯 所以我们从这三件事情来看 胡亥并不是完全昏到那种 什么都不懂 可能在很多人的心目中间 就觉得胡亥完全是一个傀儡 我觉得未必 那么胡亥不是赵高手中的傀儡 他是什么 他是受了赵高的欺骗 也就是说赵高是愚弄了秦二世 赵高愚弄秦二世主要是两条 在这两个方面愚弄了秦二世 一个叫隔绝 第二个叫断臂 我们先讲什么叫隔绝 所谓隔绝 就是讲的赵高隔绝了秦二世和大臣的联系 这件事怎么做到的呢 因为一旦大臣们给秦二世失去联系 那么秦二世就成了个孤家寡人 赵高就好控制他了 他怎么做到的呢 其实这个事情很简单 赵高做了很巧妙 赵高给秦二世说了一番话 说你很年轻啊 才21岁 你就当了皇上了 手下的大臣都是当年皇上的旧臣 你对朝政并不熟悉 如果你和大臣们在一起商量着处理朝政的时候 你很可能会出现失误 如果你处理朝政一旦有失误 那等于把你的短处表现在大臣的面前 所以你最好的办法怎么办呢 最好的办法是不见大臣 你自己身居在身宫里边 然后咱们两个来商量着处理朝政 你这样你就在大臣中间不显示你的短处 你不懂的地方 你处理不当的地方 我会告诉你 这样呢 你在大臣面前永远是很神秘 很正确 很高明 这一说就符合了侯害的心理 侯害很愿意 这是方便 再一个呢 信任 因为侯害最信任的就是赵高 这个信任是两点造成的 一个赵高是他的老师 教他法律 教他书法 第二 赵高首先倡议发动沙丘政变 让自他当上了皇上 所以他很感谢赵高 第一是方便 第二是信任 第三还有个好处 他两个人在宫中怎么商量处理朝政 大臣们一无所知 这样大臣们就不知道自己的短处 在大臣们中间表现的自己还很高明 这叫士高 显示自己的高明 一是方便 二是信任 三是士高 那你想想 那侯害当然愿意了 赵高为什么主动提出来 让秦二世不要在朝廷去和大臣们商议 而在宫中和他的商议 其实赵高是有私心的 第一 他害怕大臣告状 第二 愿意控制二世 就这两个原因 赵高当了郎中令以后 报私院 杀了很多人 他唯恐大臣们在给秦二世 处理朝政的中间 会把自己的这些丑事揭露出来 现在一让秦二世不出宫 这大臣们再也见不了面了 自己的短处就不暴露了 自己的那些劣迹就不暴露了 这是八大臣告状 再一个便于对秦二世的控制 秦二世是一个年轻的 21岁的一个年轻人 很多事情根本不懂 不知道怎么处理 如果和大臣们在一起的话 他就会发现很多人都能帮他 现在只和赵高在一起商量事情 那当然赵高对秦二世的控制 就大大加强了 所以出于这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个想省事 一个想控制 那两个人凑到一块 那刚好咱甭上朝了 咱师生两个人就在宫廷里边 事该怎么办 我说说你说说 咱俩一稍好发个诏书下去 就这样就办了 这实际上秦二世不明白 这就是秦二世被愚弄的最大的一点 你想想在这种背景之下 秦二世一个大臣都见不到 你想我们上一集讲到李斯之死 李斯之死多冤 李斯死得非常圆 李斯之死最直接的原因 就是皇帝给大臣两人不见面 这个不见面 就缺乏一个沟通 这是非常危险的 赵高语弄秦二世的另一个办法是断臂 所谓断臂就是把秦二世的左膀右臂都把它砍掉 秦二世本来就是个年轻人 并不懂得朝政 他处理朝政全靠他手下的秦皇时期的老臣重臣 而李斯是最重要的大臣 两朝元老开过园群 如果李斯在 李斯可以帮助秦二世处理很多问题 李斯可以提出很多好的建议 但是赵高偏偏要杀掉的 第一个重要大臣就是李斯 这一次这个李斯之死 一共死了三个人 一个左丞相李斯 右丞相冯去吉 将军冯结 是两个丞相 一个将军 三个人 两个自杀 一个被杀 三个人一块死了 也就是说整个秦帝国中央政府中间 排在前三位的三个重要大臣 全部被杀 那等于把秦二世处理国政的最重要的助手 全部杀光 秦二世失去了这么多助手 你想想秦二世处理朝政 还能会准确吗 而且还更可怕的一点是 这些人都是拱卫秦二世的屏障 如果这些众臣在 如果蒙田在 蒙义在 李斯在 冯绪吉在 冯杰在 这么多将军 这么多大臣 他们都是秦二世的防火墙 都是秦二世的万里长城 那这些人如果都活着的话 赵高想在忘一宫中间杀 他秦二世未必那么简单 他想调动军队 他想发动政变 即使他发动了政变以后 这些人也饶不了赵高 但是这些人一个一个被杀 我们前面讲过 当赵高所有的政治对手 都处理完的时候 就该收拾胡亥了 因为你这个时候 已经没有对手可做了 那么所有对手都被处理完了 那么下一个被杀的 自然而然的就是胡亥 所以胡亥之死是必然的 他的兄弟姐妹被杀 他的左膀右臂被杀 那么下一个死的就是他自己 所以这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杀了秦二世 赵高会怎么样 赵高野心大得很 赵高从秦二世的尸体上 解下来皇帝的玉玺 佩戴在自己的腰间 然后赵高就尝试着 要去坐秦二世的龙椅 结果在赵高走上大殿 要坐秦二世的龙椅的时候 突然这个大殿摇晃起来了 史记的记载就是这样的 当然他没有说是发生地震 但是至少说这个大殿摇晃 赵高站都站不稳 别说坐到龙椅上了 没坐上 这个记载不大可信 不大可信 那不就是一把椅子吗 咱们今天到故宫去看 不就是一把椅子吗 比如说赵高能坐上 咱们要是没有障碍物 也能一屁股坐上去 没坐上以后 赵高就知道 天意不允许他当皇上 大臣们也不允许他做皇上 那他这个皇上不能当 杀了秦二世 他还不能当皇上 那么杀了秦二世以后 他自己不能当皇上 该谁当皇上呢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杀丘政变后 赵高借刀杀人 除掉了蒙田蒙义和丞相李斯 不仅如此 赵高还杀了秦二世胡亥 此时的赵高已经丧心病狂 然而让赵高想不到的是 就在他把屠刀砍向别人的时候 有一个人把刀也架到了他的脖子上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王力群独史记》 秦始皇之赵高之死 上一集讲到 赵高杀死秦二世之后 也想常常当皇帝的自卫 就直奔龙椅 史书记载 当赵高坐上龙椅后 就觉得地动山摇 从龙椅上摔了下来 我们不知道 此记载是出于传闻 还是后人的演绎 总之 这一摔让赵高意识到 这是上天不让自己当皇帝 那么现在怎么办 胡害死 谁来当皇帝呢 功于心计的赵高 会安排一个什么样的人 河南大学王力群教授 为您继续讲述系列节目 《王力群独史记》 秦始皇之赵高之死 上一讲我们讲到 赵高成功地杀掉了秦二世 登上了权力的顶峰 但是呢 也就在赵高杀掉秦二世不久 赵高自己本人也被人杀掉了 而且杀赵高这件事 杀的是干脆利索 一点悬念都没有 那么我们就要有一个问题要问 谁这么大胆敢杀赵高 谁这么有本事 能把赵高干脆利索地杀掉 我觉得我们首先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 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就是秦王子英 在后秦皇时代 秦王子英是个非常特殊的人 这个人的特殊呢 就听了 我刚才说这四个字 大家仔细想一想就有问题 第一 秦王 秦始皇当上皇帝以后 已经把秦王改成叫始皇帝 然后下面是秦二世 这个时候怎么又出来了一个秦王呢 这是个问题吧 再一个子英 这个人我们前面几乎没有讲过 只在杀蒙田杀蒙义的时候 子英出现过一次 劝谏秦二世 所以这就出来了两个问题 第一 这秦王是怎么来的 第二 这子英是个什么人 我们要解释一下 我们先说第一个问题 赵高把秦二世杀掉以后 其实赵高正是自己想做皇帝的 但是赵高看见大臣们都沉默 这个大臣们无言的反抗 让赵高感到心虚 所以他不敢当皇帝了 他选来选去了 选了一个人 但是他先立了一个规矩 他说过去秦皇那个时代 他是不单拥有关中之地 而且拥有整个天下 那个时代叫做皇帝 现在不同了 现在秦国只有关中这一块 韩国关以东的土地 已经被重新立国的六国所占领了 那就是说秦国的土地已经大面积的缩水了 既然土地面积缩水了 那这个皇帝就不能叫了 咱们还恢复原来的那个说法 叫秦王 这就是秦王的来历 第二个问题 就是子英 子英是谁 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得回答 因为是子英杀掉了赵高 根据我们现在看到的史记文献的记载 子英的身份有三种说法 秦始皇本记的记载 他是秦二世的侄子 这是第一种说法 李斯列传的记载 他是秦始皇的弟弟 这是第二种说法 另外史记的六国年表记载 他是秦二世的哥哥 三种说法 其中 以秦二世的侄子 这个说法最流行 大多数人都用这个说法 而且说这个侄子不是别人 说他是被杀死的 那个公子扶苏的儿子 这样一来 子英的身份 史记 司马迁的记载 三种说法 那么哪一种是比较正确的呢 我们先说一说 那个最流行的 就是 秦二世他哥哥的儿子 也就是秦二世的侄子 这个说法呢 有两点 有问题 第一 年龄不符 因为他要是 扶苏的儿子的话 我们可以算一算 他有多大年纪 秦始皇是49岁 49周岁 虚岁50岁死的 我们就按50岁算 秦始皇50岁死 秦始皇多大生扶苏呢 生他的皇长子扶苏呢 历史没有记载 我们推算一下 就按17岁生儿子来算 那么17岁生儿子 那就得16岁结婚啊 这个就差不多是够早的了 16岁结婚 而且呢 17岁就生了扶苏了 那么这就意味着 秦始皇给扶苏的年龄 相差了17年 秦始皇死的时候 扶苏的年龄应当多大呢 应当是33 50你减17 不就33了吗 扶苏的儿子 我们再算一算 扶苏死了时候33 假如说扶苏也是17岁生儿子 生了个子婴 假如是这样的话 那么当秦二世继位的时候 你用33岁减去17岁 秦二世继位的时候 他那个儿子多大呢 16岁 秦二世就活了三年 那么他的儿子19岁 这是最大的年龄了 假如说他是扶苏的儿子的话 就是秦二世的侄子的话 他只能是 在秦二世被杀的时候 他19岁 但是史书明确记载 子婴在刺杀赵高之前 和他的两个儿子 在一块密谋 他和他两个儿子商量 商量好以后 把赵高杀了 你想想 他多大了 他19岁 他19岁 他和他的两个儿子商量 他19岁 我们也按说 他17岁生儿子 他儿子多大了 两岁 两个儿子都算双胞胎 和他两岁的双胞胎的儿子商量 怎么把赵高给做掉 这能成立吗 说不过去 年龄不符 因为史书明确记载 子婴杀赵高的时候 是和他两个儿子 在一块密谋的 你要这样一算 秦二世侄子这个说法 不成立 再一个 地位不称 赵高在立子婴说过一句 很重要的话 他说这个子婴在老百姓中间很有影响 子婴很有影响 假如子婴是扶苏的儿子 那么他只有19岁 他在老百姓中间有多大的影响 那也不过就相当于咱们现在一个80后 甚至相当于一个90后 你说你在全国老百姓中间有多大影响 这不可能 所以 二世兄子说 也就是秦二世侄子这一说 不能成立 另一个说法呢 说他是秦二世的哥哥 这话也不可靠 虽然是史记六国年表明确记载的 他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何以苟活 就是他怎么能够活下来 我们知道秦二世当了皇帝以后 他把他所有的兄弟姐妹都侍卫政治对手 都杀了 杀光了 为什么子英能活下来 这是第一点 活不下来的 第二点 史书还记载 当秦二世要杀蒙田蒙义的时候 这个子英是挺身而出 劝秦二世不能杀 而且劝的话说得非常重 子英怎么说呢 他说你现在要杀蒙田蒙义 就像赵国的王国之君赵谦杀那个大将李牧 就像齐国的王国之君田建 他杀他的忠臣 你想想 把秦二世比作王国之君 他要是秦二世的哥哥 他不被杀已经是万幸了 他还敢说这样的话 而且说完以后 秦二世不予计较 没有追究责任 这个话绝不可能是秦二世的哥哥说出来的 那反过来也证明 这个人在秦二世的关系上 是有特殊身份是有特殊身份的一个人 他不可能是秦二世的哥哥 他要是他哥哥 要么被杀 要么小心谨慎谨慎的一句话都不敢讲 怎么敢说这么重的话 不可能 最后秦二世的哥哥哥说了 这一说出自李斯列传 那么这一说可靠不可靠呢 我觉得有三点要提出来 第一 年龄相符 他是秦皇的弟弟 秦皇是五十岁死了 他弟弟多大 至少四十多 那么四十多 他的儿子多大 那差不多也是二十多岁了 他和他儿子们商量着沙赵高 在年龄上说得过去 第二点 身份相符 他向秦二世觐见的时候 话说得那么重 秦二世不计较他 为什么呢 很简单 这是他叔叔 他既然是秦皇的弟弟 那就是秦二世的叔叔 他的身份在那放着了 话说得再重 毕竟是他输了 他不敢轻易对他叔叔怎么样 这是第一 再一个 秦国的国君继承制 只有秦五王 就是爱举重的秦五王 他死了以后 因为太年轻 没有儿子 选了他一个兄弟继位 历来都是 父死子继 弟弟是不能继承军位的 秦始皇的弟弟 由于不能继承军位 所以秦始皇的弟弟 最没有顾忌 因为我的身份就不能当官 不能当国君 所以我不怕 你要是有可能当 那秦二世就盯上你了 就惦记上你了 那就麻烦了 因为你不能继承军位 那你就没有这种 对秦二世的威胁 所以说话就很随便 第三点 声望相合 他既然是秦皇的弟弟 四十来岁 他在老百姓中间 口碑好 人气旺 这是有可能的 因为他敢于挺身而出 为蒙田蒙义兄弟说话 秦二世在赵高的怂恿之下 杀蒙氏兄弟的时候 李斯氏一句话都不讲 唯独子英敢于劝谏 而且话说的分量很重 可见子英是一个很耿直的人 敢于说话 敢于坚持正义 在这种情况下 他在老百姓中间 有人气 有威望 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所以我们大体上可以判断 这个继位的子英 应当是秦始皇的弟弟 这一说比较可靠 这就我们解决了第二个问题 子英是谁 那剩下来的就是第三个问题了 子英怎么把赵高给杀了呢 赵高可是只杀别人 从来不被别人所杀的人了 子英怎么杀了他呢 您现在收看的是 百家讲谈栏文 按照赵高的逻辑 他所辅佐的皇帝 一定要对自己言听计从 这样才好控制 所以秦始皇死后 他篡改遗诏 杀扶苏 立胡亥 现在胡亥死了 他肯定会再立一个 自己好控制的皇帝 于是子英继位了 但是这一次 赵高的如意算盘落空了 赵高不但没有控制住子英 反而被子英结果了性命 那么子英是如何杀的赵高呢 这过程其实既简单也复杂 说简单可以这样讲 就是赵高在秦二世死了以后 自己想当皇帝 但是又不敢当 他就选秦皇的弟弟子英继位 而且把皇帝的帽子改成秦王 然后让子英到一个宫中 斋戒五天 斋戒五天以后 然后到祖庙中间 去接受皇帝的玉玺 来正式继位 然后子英就带着他的两个儿子 到那个宫中去斋戒了 到了宫中以后啊 这个子英就在琢磨这件事 他给他的两个儿子商量 还有一个宦官叫韩潭 他说那个赵高杀秦二世 本来是自己要当皇帝的 但是他不敢 不敢的原因 是因为他怕大臣们杀了他 所以他现在立我完全 只是一种权益之计 他叫我到祖庙中间 去接受那个玉玺 那就意味着到祖庙里 他会杀了我 这是一点 再一个 我已经听说 赵高给刘邦已经开始勾结了 这时候刘邦已经从陕西的五官 打入了关中 刘邦已经入关了 赵高已经给刘邦开始在一块秘密的接触 他们两个商量好怎么办呢 赵高说我帮助你把秦国给灭掉 然后呢 我来做关中王 关外的我就不要了 赵高已经和刘邦在秘密的勾结和谈判 在这种情况下 紫英就决定要杀赵高了 因为我不杀他 他必杀我 那怎么办呢 他说咱们他叫我摘戒五天到祖庙去 我就不去 我要不去他一定会来 他只要来我就有办法把他干掉 紫英就商量好 然后到了第五天头上 五天摘戒完了 该紫英去祖庙的时候 紫英就是不去 铁定主义就是不去 然后赵高就急了眼 派了几拨人马请不动 最后赵高亲自来了 赵高一来 紫英就传他入宫 这一入宫 紫英就指使宦官 寒寒 在自己的宫中 把赵高给刺杀了 而且立即下令 对赵高灭三族 这样一来 这不很简单吗 就是引诱着赵高到他宫中来 然后在宫里把赵高杀了 所以杀赵高 杀的一点悬念都没有 赵高到死都不明白 紫英还敢杀他 他没想到 所以到此为止 沙丘政变的三个重要人物 三巨头 赵高 胡亥 胡亥 李斯 每个人都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这里就来了一个问题了 那么 赵高这个人 是一个非常善于搞阴谋的人 他把扶苏杀了 蒙田蒙义杀了 李斯杀了 秦二世都杀了 他为什么会栽到紫英的手里头来 这个人是很了不起的 要搞阴谋诡计 李斯 胡亥都不是他的对手 他怎么会栽到紫英的手里边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 只有一点 就是他过高了估计了自己 过低的估计了紫英 赵高因为沙福苏 鲁蒙田 祖李斯 士胡亥 他觉得他自己很了不得 没有人敢奈何他 他公然能在朝廷大唐之上 上演指路为马的这种游戏 他觉得他非常了不起 所以他就认为 没有人敢奈何他 这是他非常自信的一点 另一方面 我们来看这个紫英 紫英这个人为人一向很低调 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公子 既没有政治野心 又没有政治资源 三 也没有显露出来过人的才华 一直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 所以赵高也就没有把他放在眼里 赵高真正放在眼里 认真对待的人 没有一个人能躲得过去赵高的徒刀 我们刚才讲的那些人 只要叫赵高惦记上 那就完了 我们经常说 不怕贼偷 就怕贼惦记 这赵高就是天下最大的贼 你只要叫赵高惦记上 那你就肯定跑不了 但是赵高就是没有惦记上紫英 所以紫英躲过去了 反正他把赵高给杀掉了 我们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来 紫英这个人不是一个一般的人 他是一个有魄力 有智谋 而且行动非常果断的人 所以他才能够最后 把乱秦亡秦的元凶赵高给杀掉 所以赵高最终被紫英所杀 走完了他罪恶的一生 恶贯满盈的赵高终于走完了 他罪恶的一生 史书记载 赵高的活动主要在秦帝国建立以后 如果说赵高在秦始皇生前 无法对秦帝国产生重大影响的话 那么在秦始皇死后 赵高的活动深深地影响了历史的进程 他的所作所为 不管是不是主观行为 其结果都造成了秦帝国的快速灭亡 那么对于赵高这样一个人物 后人给出的评价是什么呢 实际上 后人在谈到秦国灭亡的时候 总是不断地提到赵高 因为只要谈秦国灭亡 绕不过赵高 赵高发动杀旧政变 赵高杀蒙田蒙义 赵高杀李斯 赵高杀胡汉 赵高把秦朝的中央政府 变成了一个血流成河的屠宰场 所以赵高可以说是 秦朝灭亡的一个屠夫 这个人我们怎么看待他 历史上对赵高的评价 有两种 有两个针锋相对的观点 一个观点认为 赵高是乱秦亡秦的一个罪人 这是一种看法 另一种看法 认为赵高是卫照灭秦的功臣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 那么哪一种看法更正确一点呢 我们不妨看一看 赵高在整个秦朝灭亡中间 赵高一共走了五步关键性的旗 我们看看他的五步是怎么走的 第一步 沙丘政变 秦朝灭并故沙丘 是一个突发事件 赵高是沙丘政变的主谋 他说服胡亥 胁迫李斯 以胡亥为政治筹码和豪赌的工具 以李斯作为自己的帮兄和伙伴 发动了沙丘政变 杀掉了秦皇亲定的接班人扶苏 这是他在秦朝灭亡国中间 走的关键第一步 沙丘政变 沙丘政变以后 赵高做的第二件重大的事情 就是诸杀蒙氏 我们讲过蒙田蒙义 是秦国三代的功臣 是个功臣世家 蒙田蒙义 一文一武 一个朝中一个朝外 对秦帝国的巩固 是一个关键性的 一个稳定因素 赵高在杀死扶苏以后 第二个要除掉的 就是蒙氏兄弟 这是赵高乱秦王秦的第二步 第三步 清除公子 秦皇是二十多个儿子 十几个女儿 这是秦始皇的直系的亲属 是他的子女 胡亥继位以后 由于胡亥兴兴 他是篡改遗诏 截取了 窃取了君位 所以其这个秦二世 就很本能地 把他的兄弟姐妹 示威政敌 要除掉他们 赵高就利用了胡亥的这种心理 怂恿秦二世 把他的兄弟姐妹 全部杀光 秦二世当时只想到 这些人是自己将来 有可能威胁到自己皇权的人 但是秦二世没有想到 这些人也是拱卫 秦二世的一股力量 所以秦二世把他的兄弟姐妹 全杀光的时候 最后他在望移公被赵高 逼着自杀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帮他 他的兄弟姐妹 全被他自己亲手杀掉了 这是第三步 第四步 陷害李斯 李斯跟赵高不同 我们要明确地指明这一点 虽然在沙丘政变中间 李斯成为赵高的帮凶 但是李斯跟赵高不同 李斯是帝国的功臣 是一个著名的政治家 他对秦的建立 对秦的巩固 都做了重大的贡献 但是李斯一个最大的弱点 就是过于考虑个人的得失 所以在赵高的胁迫之下 他屈服于赵高 帮助赵高发动了沙丘政变 没有李斯沙丘政变完不成 但是这么一个人 帮助赵高发动政变 让赵高一步一步攫取了权力 到最后他的结局是被陷害 而且陷害得很惨 最后一步那就很简单 诛杀胡亥 最后把所有的人都除完了 就该杀秦二世了 在秦二世被杀之前 赵高上演了中国历史上 非常有名的一个经典剧目 叫指路为马 这个指路为马 是项权愚弄皇权的一个经典案例 大臣们经过指路门事件以后 谁也不敢再违背赵高的意志 这样赵高最后就在旺仪宫逼杀了秦二世 成为在中央继权制度之下 以臣弑君的第一人 所以我们回顾一下 赵高王秦的五步 可以看出来 赵高对秦朝的灭亡 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当赵高达到权力的顶峰的时候 他也走到了地狱的大门口 这就印了一句很流行的话 上帝要他灭亡 一定要先让他疯狂 因为赵高这个人 谁也管不了他 他疯狂到极点的时候 自然有人收拾他 古今中外 这都是个规律 从赵高的所作所为来说 对于赵高的历史评价 我们用任何语言都不为过 他是一个典型的小人嘴脸 但是在后世 对于赵高的评价中 还有另外一种声音 他们认为 赵高是王秦报赵的大功臣 那么这种观点有没有道理 第二种观点 说赵高是王秦报赵的大功臣 这个观点有没有道理的呢 谁提出来的呢 提出这个观点的人不是别人 是为史记做著的一个著名学者 唐代学者司马珍 他在史记缩影中间 说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话 司马珍说 赵高本赵诸公子 痛起国为秦所灭 乃自公已尽 足智杀秦子孙 亡其天下 这的话什么意思呢 说赵高本来是赵国的一个公子 他痛恨秦朝灭了赵国 所以他就自公 就是自己对自己实行了公刑 然后到秦国的宫廷中间做宦官 最后把秦朝的宫廷搞得乱七八糟 最后把秦朝给灭了 他其实实际上是为赵国灭了秦 司马珍的史记索影是史记三家柱之一 我们读史记有三个重要的柱士 其中有一个就是司马珍的史记索影 这个史记索影就公开提出来 赵高是王秦暴赵 就是灭亡秦国 暴达赵国 不但由此一说 我们再引一首诗 做个例证 古人写过有一首诗 叫永赵高 当年举世与诸秦 哪记为名与沙身 先去扶宿后胡还 赵高公冠汉竹臣 这四句话的意思说什么呢 说当年整个天下的人 对秦都恨死了 都想把秦给灭掉 当灭秦的时候 这些反秦的这些人 根本不考虑自己的性命 能不能保得住 自己将来能不能有什么功名 谁都不考虑 先杀扶苏 后杀胡还 这是赵高的作为 赵高的先杀扶苏 后杀胡还 他所发挥的作用 可比汉高祖刘邦手下的大臣 哪一个大臣的功劳都大 这个话 客观上讲 听一听 还有点道理 他确实把秦朝搞得乱七八糟了 秦之所以最后灭亡 是从内部被瓦解掉了 而内部瓦解秦朝的就是赵高 从内部瓦解秦朝 这个赵高的作用 谁都不可替代 但是我们对司马贞的话 还不能完全听信 因为我们衡量一个人 是功臣还是罪人 有一个客观的标准 这个标准就是要看 第一 他的动机是什么 第二 要看他的作为是什么 我们分别从这两点来看一看 我们先看动机 赵高确实是乱秦 亡秦 那么他乱秦 亡秦 是为了暴赵呢 还是为了个人的私欲呢 史记的《蒙田列传》 记载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话 这段话这样说 高雅德性与活害 御立旨 又愿蒙义法治旨 而不为己也 应有贼心 赵高这个贼心是怎么产生的呢 两点 第一 他跟胡亥的关系非常铁 他觉得想立胡亥当皇帝 胡亥当了皇帝 他就能得到重用了 这是一个目的 再一个 他痛恨蒙义 蒙义当年审过他的案 判过他的死刑 只有让胡亥当了皇帝 才能够杀掉蒙义 你看 他这个贼心就这两个原因 这是为国呢 还是为己呢 很清楚 完全是为了自己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 赵高发动政变 完全没有考虑的是国家 没有为赵复仇之意 完全是为己谋私利 所以司马贞的灭秦暴赵之说 不能成立 我们再看作为 政变以后赵高做了什么事呢 赵高就做了两件事 第一 不断攫取权力 第二 引诱纵容胡亥 就做这两件事 你看赵高在政变以后 先做的是什么 郎中令 九卿之一 害了李斯以后 做了什么官呢 中丞相 最后他又杀了胡亥 立了子英 赵高在整个杀旧政变以后 他的作为就是不断地攫取权力 第二点是引诱纵容胡亥 他让胡亥不要见大臣 他让胡亥在宫中尽情享乐 最后导致秦国的国政不可收拾 赵高的作为 与民合力 与国合力 与民族发展合力 对老百姓 对国家 对民族发展 一点贡献都没有 所以这个人绝不是英雄 他不是王亲暴赵 他是王亲为己 总而言之 赵高是一个心底极坏的人 世界上的坏人 有两种 一种坏人 是对谁都使坏 这种人最可怕 第二种坏人 是对大多数人使坏 只对少数人好 世界上就这么两种坏人 赵高属于哪一种呢 你想想 赵高 对扶苏 要杀 对蒙田蒙义 要杀 对帮助他发动 沙丘政变的李斯 只是作为一个临时的伙伴 用完之后 要杀 对于信任他 提拔他 重用他的 胡亥 要杀 所以赵高 属于第一种坏人 那么赵高死以后 秦王子英就掌权了 而且我们通过杀赵高 可以看出来 紫英是一个有智谋 有魄力的人 紫英 解替了秦王的权力 应当说是一个合适的接班人 紫英这么一个合适的接班人 掌管了秦朝中央政府的权力以后 他能不能挽回秦朝灭亡的 这个大趋势呢 我们下次再讲 秦二世胡亥死后 紫英被立为秦王 紫英一掌权就迅速除掉了赵高 通过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 紫英是一个有智谋有魄力的人 是秦帝国当之无愧的接班人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有能力的人 也没能挽回秦帝国灭亡的趋势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难道紫英又是第二个胡亥吗 紫英真的无能吗 进行关注系列节目 王力群独使记秦始皇之 紫英亡国 上一集讲到紫英继位后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除掉了一手遮天的赵高 清除了秦帝国的海群之马 紫英的快速行动 就连一向激进的赵高 都没回过神来了 可见紫英果然是一位有魄力的人 但是就是这样一位有魄力的紫英 只坐了46天国军 秦王朝就灭亡了 那么有魄力的紫英 为什么没有挽救住秦王朝呢 是紫英无能吗 河南大学王力群教授 为您继续讲述系列节目 王力群独使记 秦始皇之 紫英亡国 紫英用计杀掉了赵高 杀掉了乱秦王秦的元凶 按理说秦帝国的命运 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但是紫英仅仅当了46天的秦王 刘邦就打到了咸阳附近 驻军霸上 就在今天西安的东南 紫英穿上桑服 拿着皇帝的玉玺和符节 在指道 就在西安附近 指道是一个亭 向刘邦投降 秦帝国 自此宣告灭亡 我们上一期讲过 紫英有魄力 有智谋 而且也是个很勇敢的人 他并非是一个无能之辈 为什么这么一个人 竟然不能够挽救一个王朝的灭亡呢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 我们首先要讲一讲天下的大事 我历来有一个基本的想法 就是我认为 古今中外所有的英雄 都是时事英雄 离开了这个时代 就没有这个时代的英雄 紫英他之所以最后亡国 是因为当时天下的大事 已经让他无力挽回了 也就是说 二世养患 赵高嫁祸 急重难返 大事所趋 无力回天 自应投降 没有办法 但是这个大事我们一直没有讲 我们从密不发丧那一集开始 我们用了很长的篇幅 讲的是在后秦始皇时代 秦朝中央政府内部的杀戮和清洗 而没有去讲秦二世即位以后 天下大事的变化 而这个天下的大事的变化 是决定 紫英最后投降的最根本的原件 这个最大的变化 就是秦二世元年七月 陈胜吴广的起义 陈胜吴广的起义 距离秦始皇的沙丘病故 整整一年 本来一个帝国的政权 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 这个重大事件 就是陈胜吴广的起义 帝国的元首就应当集中精力 去处理这件事情 但是秦二世是怎么做的呢 秦二世的做法 让我们非常困惑不解 秦二世一听说 关东去的使者 回来向他报告 说天下发生了这些事情以后 不承认 他觉得这个使者是说谎 把这个使者投到狱中 从此以后没有人敢说 这件事了 你可见 秦二世采取的是个什么政策来 用我们今天一个 含有讽刺意味的话 这叫鸵鸟政策 把头插到里边 外面的世界 我根本不闻不看 我不承认 采取了一个不承认的做法 实际上 这个时候天下大势出现了两点重要变化 一个是关东形式巨变 第二个是秦二世默然制止 我们先讲讲 秦二世为什么要默然制止 我想这里边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秦二世的盲目自信和盲目乐观 我们先说盲目自信 秦国是以武力兼并六国的 是以武力统一天下的 秦国的军队 打六国的军队是势如破竹 秦二世虽然没有参与 兼并六国的战争 但是他对他的父亲 兼并六国战争的形势 还是了解的 他知道秦国的武装力量是天下无敌的 这一点秦二世非常自信的 也没有错 所以21岁继位的秦二世 对秦国自身武装力量的强大 那是非常有自信的 所以听说有几个人造反 他采取的态度 蔑视之 这个是很自然的 这叫盲目自信 为什么说盲目乐观呢 因为秦始皇也很聪明 他知道要造反要起义的人 手中一定要拿家伙 没家伙 吃手空拳是要吃亏的 所以秦始皇当了皇帝以后 就立即下令 把天下的兵器全部收缴了 收缴天下的兵器 然后全部集中到咸阳 回路也练 筑成了十二个人形中价两边的立柱 他有的说法是十二个金人 我不准备采用这个说法 他筑成了十二个人形的 那个中价两边的立柱 一个立柱重多少斤呢 一个立柱重六万斤 你想想 一个六万斤的立柱 要多少兵器回路冶炼以后 才能筑成 所以秦始皇几乎把天下的兵器都收光了 收光以后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反证 陈胜吴光起义的时候 用了什么兵器 我们不知道 但是甲义在《过勤论》中间讲了非常有名的八个字 叫 斩目为兵 结干为棋 什么叫斩目为兵 砍一根树植 当兵器 拔一个猪竿 挑一块破布 做大棋 就陈胜吴光的军队 起兵的时候 武器确实很差 这也是秦二世很乐观的 但是他没有想到一点 陈胜吴光一起义 天下的老百姓纷纷显映 那些年轻人 纷纷把自己的那个县的县令给县长给杀了 杀了以后就夺了兵器 这样以来 陈胜吴光的军队就不断地得到兵器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 秦二世成了天下反秦武装的运输大队长 后来他的士兵就有兵器了 这就是他不以为然的最重要的两个原因 另一个起了很大作用的就是赵高 赵高自毁长城 这一点非常重要 秦二世在关东大起义产生以后 一是杀掉说实情的使者 第二是躲入深宫 不见群臣 纵情声色 第三 他还 他不去处理 去这个当时关东的齐军的事 他反而是什么呢 责难 大臣 秦二世的元年 发生了一件事情 秦二世元年的冬天 陈胜吴广的起义军 打入寒谷关 一直打到溪水之边 这个时候打到什么地方来 打到今天山西的临同 起义军已经打到临同的时候 秦二世才得到真实的情报 史书记载 二世大经 欲群臣谋越 奈何 二世大经 说明什么 说明在这之间 秦二世完全不了解关东的形式 一点点都不知道 等到人家几十万大经杀进关中 靠近他的都城了 他打经 打经以后 他做了第一个办做的事情 就是欲群臣谋越 可见 这个人并不弱智 在关键时刻 他要和大臣们去商议 商议的时候 他说了一句话 奈何 怎么办 这个时候 谁能够挽回这个局面呢 谁能够拯救这个 已经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帝国呢 只有一个人 这个人是谁 张憨 张憨是谁呢 是秦国的少府 少府是个什么官呢 秦国的九卿之一啊 少府是专门负责 给公厅制作各种器具的一个官 张憨就是一个少府 在所有的大臣都疏守无策的时候 张憨挺身而出 张憨提出两条措施 第一 调集军队来不及了 但是修离山陵墓的行徒 非常多 有几十万 立即赦免这些囚犯 犯的法的行徒 然后发给他们兵器 然后让我带领他们去迎击 张憨这个主意 立即就得到前二十的批准 因为张憨解决了两个问题 兵员 兵员从哪里来 行徒 谁来做将领 张憨 张憨率领了临时组建的兵团 我们把这个兵团称为张憨兵团 然后张憨就率领这个军团 迎击 异军 很快就把进入关中的几十万义军打败 赶出寒谷关 然后张憨就一路追击追到楚地 打败了陈胜吴广 逼得陈胜吴广自杀 然后又打败了楚地最强大的一支起义军 也就是项羽的叔叔项梁 把项梁给杀死了 整个楚地是齐军最多的地方 结果被张憨拼了 然后张憨杀了魏王 包围了邯郸 可以说张憨是一路凯割 在最危急的时候 是张憨挽救了秦帝国 张憨非常能打 可以说张憨的出现 是白起重生 王俭在世 他是能够力往狂澜的 一个秦国的万里长城 秦二世三年 张憨在巨鹿 和反秦义军的首领相语相遇 在这个地方打了一场 决定秦朝命运的巨鹿之战 这个巨鹿之战 秦军打得不顺 首先是王黎军团被消灭 王黎是谁呢 王黎的身份有两种说法 其中占主导意见的说法 王黎是王俭的孙子 王俭是秦王嬴政手下的大将 灭楚大将 也是灭赵的大将 他的儿子是王奔 他的孙子是王黎 王黎这个时候是长城军团的副帅 当蒙田被杀以后 他就成了主帅了 王黎带领驻守长城的主力兵团 来援救 来打巨鹿 被项羽击败 王黎被俘 等于说长城军团被消灭了 秦王嬴政时期 他的兵团兵力分布是这样的 在长城这个地方 驻守了三十万大军 我们称这位长城军团 监军是扶苏 主将是蒙田 副将是王黎 这是一支主力 另一支主力 是秦之皇派去征南岳的主力 这个兵团我们称之为南岳兵团 有多少人呢 五十万 这五十万大军留在岭南没有回来 那三十万长城军团被项羽消灭了 那么剩下来还剩谁 剩下来的只有张汉率领的军团呢 张汉的军团有多少人呢 二十万 也就是说秦朝的军队 本来是三十万的长城军团 和五十万的南岳军团 五十万回不来 三十万被消灭 只剩下张汉率领的二十万 这二十万是决定秦朝命运的二十万军队 主帅就是张汉 但是这二十万军队最后的结局很不好 结局不好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张汉最后是被逼得投降项羽了 张汉为什么被逼得投降项羽啊 因为张汉和项羽打仗打得不顺 打得不顺的时候呢 就截到秦二世的斥责 就秦二世的责难 我们刚才说过 秦二世这个责难很厉害 责难到谁的头上谁都很害怕 张汉也很害怕 张汉就派他手下的一个将领 去向秦二世汇报情况 他派的这个人呢 本来是想和秦二世说明情况 让秦二世谅解他 结果这个人到了秦朝的国度显阳以后 赵高知道 赵高当时是丞相 赵高不见 赵高的做法是什么呢 赵高想把关东起义军这件事情 最终架获到张汉的头上 他不见这个派来的使者 所以这个使者就觉得不妙 这个使者就连夜就逃了 使者逃过以后 赵高就派人追杀这个使者 你可见 你可见赵高起了多坏的作用 这个使者回来就向张汉报告 而且讲了非常重的两句话 说将军您在外面领兵打仗 由于赵高在掌权 你打了胜仗 你的结局是被杀 你打了败仗 将来你的结局还是被杀 这个话就太厉害了 如果一个将军在外面打仗 打胜了也要被杀 打败了也要被杀 反正都是被杀 那他何必为秦二世出力呢 你说说在这种情况下 张汉还能为秦国出力吗 张汉不可能啊 所以最后张汉想来想去 打了胜仗也是死 打了败仗也是死 不如干脆投降 他就带领二十万秦军投降了 投降以后发生了一个天大的事件 就是项羽把这二十万秦军全部活埋了 把这二十万秦军主力活埋了 活埋这个事儿 后来就成为人们指责项羽残暴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证据 但是我们倒过来想一想 项羽为什么要活埋着二十万秦军 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项羽难道是个傻子 他不知道活埋着二十万秦军给自己的声誉带来多大的损失 他不知道将在历史上落下多大的一个骂名 他不知道吗 我们说项羽没有那么傻 项羽知道 项羽知道为什么还要活埋着二十万秦军 只能说明这一点 这二十万秦军战斗力太强了 因为这些都是一些刑图 那不是一般的学圣兵 你说这些人本来就是亡命图 然后发给他武器让他去打仗 亡命图打仗 那比一般的兵要厉害得多 所以特别能打 项羽对他们不放心 由于项羽不放心 项羽把这二十万人给活埋了 张汉是秦朝最后的万里长城 赵高把张汉给逼返了 你这不叫自毁长城吗 你把自己的长城都毁掉 你这个帝国的灭亡只可待 所以到此为止 秦国三大军团 长城军团被消灭 张汉军团投降以后被消灭 南越军团五十万回不来 秦朝还有什么兵力可用 无兵可用 等于说秦朝去掉了一百万军队 三十万二十万五十万 一百万军队去掉了 紫英已经无兵可用了 其实我们说 单单是秦二世和赵高 就能够让秦帝国走向灭亡 似乎有点威严耸听 紫英除掉赵高之后 还可以历经图治 重振寻风 但让我们想不到的是 秦王朝的外面 也已经是四面楚歌了 那么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们说说这个关东形势的巨变 是关东的形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这个变化是两个方面 一个是辽元之势已成 第二个是六国纷纷复国 陈胜吴广就那么两个人率领了几百个人 成不了气候 关键是他们两个是个火种 这两个火种一点 整个天下大乱 史书记载 当此时 储兵数千人为惧者不可胜数 说储帝 几千人一伙的这个反勤武装 你都算不过来有多少了 几千人一伙 你都查不过来 那几百人一伙就更多了 你可见 这就叫辽元之势 这是无法控制的 另一点呢 我们可以说明天下大事的 就是陈胜吴广派的这军队 去打这个秦国的都城 韩古关 刚才我们讲张汉巴的击败了 你知道派出来的是这个人 只派了一个将领 这一个将领 陈胜吴广并没有军队 给了这个将领 给了他一个什么东西呢 给了他一个将军印 这个人是个什么将领呢 是当年向燕手下的 就是向羽祖父手下的 一个普通军官 他说他能打仗 然后就给了他一个将军印 也没有给他士兵 他就拿着这个将军印 一个就是往西走 由于有这个将军印 不断地有人 加入到他的军队中间来 等他打到韩古关的时候 他已经有了几千辆战车 几十万大军 这说明什么 说明只要有崇文信 这个只要有陈胜的一个将军印 号召力有多大 天下老百姓纷纷响应 进军进得非常顺利 也说明秦军这个时候 战斗力已经完全丧失了 韩古关六国联军合纵几次 想打入韩国关都打不进来 结果这个将领竟然带领几十万大军 一下子就攻入韩国关 说明秦朝大势已去 秦帝国大势已去 秦帝国大势已去的另一个表现 就是六国的纷纷复国 六国的纷纷复国 分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是反秦力量 借助于六国国军后裔的名义 来发动百姓反秦 第二种情况 是义军的首领 占领六国之地以后 格据称王 第三种情况 是六国的后裔 借助于反秦的大势 复国自立 这是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就是楚国 这个时候由于陈胜吴广死了以后 向良召集了一个军事会议 在这个军事会议上 听取了范增的意见 找到当年楚怀王的一个孙子 叫雄心 这个时候只有十几岁 在民间干什么呢 为人家放牛 把这个放牛娃拿过来 说你做楚王吧 你还叫楚怀王 他就当楚王了 这个就是后来的所谓的异地 就是向良最后把他杀了的人 这是为什么要利用他呢 利用他号召老百姓啊 为了争取民心啊 楚国就这样建立了 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呢 陈胜吴广起兵以后 派了很多人到各地去招兵 扩大地盘 其中派到赵国去的人 派了一个将领到赵国去了 这个人到了赵国以后呢 他手下的人就劝他 你既然来到赵国了 干脆你就自称赵王吧 然后这样他就自称赵王 那当然陈胜很恼火 想杀他的家属 结果陈胜手下的人劝了 你别杀 你要杀了他的家属 你不又多了一个对立面吗 陈胜没有办法 只好夹封他为赵王 这个人当了赵王以后呢 又派人到燕国去 挂大地盘 派去这个人 也学他的办法 到燕国以后自称燕王 当燕王了 这个人也不敢杀他 把他的家属老老实实送过去了 燕王又出来了 赵国国燕国就这样复国了 齐国了属于第三种情况 我们知道齐国最后的齐王田建 是不战而降 被饿死的 齐王田建的王祖 王祖啊 有一个后裔 他呢就起兵反秦 然后带人回去 他也姓田 是田氏的后裔 在齐国就建国了 这个六国复国 对秦国来说威胁太大 你说这六国纷纷复国以后 那张汉就得像个灭火队一样 一会儿再去杀赵国 一会儿再去杀楚国 一会儿再去围赵国 张汉再疲于奔命 所以关东的局势的变化太大了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秦王子英继位 当三大军团都消亡殆尽的时候 子英还能做什么 子英在做最后的努力 我们说子英不是一个庸主啊 不是一个庸才 就在于他在最后关头 他派兵严守摇关 他想把这摇关阻止 已经进入五关的刘邦进入关中 这个时候刘邦也忘乎所以了 刘邦想和子英派出来的军队进行决断 但是张良劝了他 张良说不能打 秦军的战斗力你是不可低估的 怎么办呢 张良给他出了一个三条主意 第一 你在周围的山上 到处插小琴 插得其虚张声势 给秦兵一个错觉 好像刘邦的军队很多 实际上刘邦只有几万人 我们知道刘邦进入关中的时候 只有十万军队 但是山上到处一查旗 这叫虚张声势 这是第一手 然后他派出来了两个顶级的说客 去游说秦将 这两个人在中国军事史上 在中国历史上都非常了不得的人 一个叫利一吉 一个叫陆家 这两个人嘴都是极其能说的人 所以我们称他为顶级说客 这个利一吉在楚汉战争最后期间 利一吉一个人单人独计 跑到齐国 说了一番话 齐王就投降刘邦了 齐国七十多的时候都投降了 你可见利一吉多厉害 第二个人是陆家 陆家这个人 那嘴也是很厉害 我举两个例子 南越王赵陀 带领五十万军队 占据南越称王的时候 刘邦已经当皇帝了 刘邦当时没有军队去争南越 他知道赵陀的军队很厉害 而且到广东去打 那个不像在北方打 怎么办呢 派陆家去劝祥 陆家到那儿 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最后南越王赵陀第一次归汉 归附汉朝 第二次到吕后时期 这吕后不会办事 封锁南越国 导致赵陀第二次造反 成为南越武王 又要称王 这个时候继位的是汉文帝刘恒 刘恒又派陆家去 陆家又千里迢迢 又跑到广东 去面见赵陀 又说了一番 赵陀第二次归汉 一个汉高祖刘邦 一个汉文帝刘恒 两次派陆家 千里迢迢到广东说服赵陀 赵陀两次归汉 都是因为这个陆家 你看这个陆家厉害不厉害 两个顶级说客 说服谁呢 说服秦将 蒋厉汉 结果 紫英派出来的 抵挡刘邦的秦国将领 答应给刘邦联手灭秦 你看这两个说客厉害吧 攻心之战 很厉害 但是 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 最终的结果是 这两个将领答应了以后 刘邦也想答应 但是张良说不行 这两个将领答应 他手下的士兵不应该答应 怎么办呢 趁着他将领打算给他们联合灭秦的时候 咱们赶快下手 然后他们绕过摇关 从背后攻击秦军 秦军已经给刘邦说好要联合灭秦 不做任何防范的时候 刘邦背信弃义 突然袭击 把秦军打败了 这样 接着刘邦又趁秦军战败至极 又发动蓝田大战 第二次打败秦军 算是把紫英派出来的最后一点家底 全给干掉了 这样紫英才束手无策了 所以我们说紫英不是无能之辈 但是可惜的是历史没有给紫英一个机会 紫英掌权的时候大势已去 所以贾义在过秦论中间批评紫英 说紫英哪怕是个庸主 有庸主之才 他也能够退守观中而自保 说紫英连庸主之才都没有 这个话说得太过了 我觉得紫英还是很有作为的一个人 但是到了那个大势已去的时候 他已经无兵可用了 他即位不到两个月就被迫投降了 他投降两个月以后 项羽就入关了 项羽一入关又得到曹无商的密报 说佩公欲望观中 使紫英为相 珍宝尽有之 这把项羽又给惹毛了 项羽又干脆把紫英给杀了 所以紫英最后的结局是 王国被杀 随着紫英的投降和被杀 秦帝国正式宣告灭亡 所以到此为止 我们把整个秦始皇和后秦始皇时代 全部讲完了 那么下面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讲来 还有两个问题 第一 秦始皇最后是安息了 到哪儿安息了 到他的宫殿里安息了 就是到他的灵寝中间安息了 史记的秦始皇本记的详细地介绍了秦始皇的灵寝 但是秦始皇的灵寝存在了太多的谜 我们需要讲 秦始皇那个灵寝到底是怎么建的 里面到底隐藏了些什么样的秘密 这是我们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 再一个 秦始皇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称皇帝的人 作为在世界史上中国历史的一个文化符号 我们该怎么样看待和评价秦始皇 这也是个大问题 有关这两个问题 我们下次再讲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秦始皇之 皇陵之谜 公元前210年 秦始皇走完了他50年的人生历程 被埋葬到位于今天陕西西安郊区 离山脚下的秦始皇陵 秦始皇陵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规模宏大 设计完善的帝王陵寝 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 结构最奇特 内涵最丰富的帝陵之一 历经两千多年的风雨心事和人为破坏 秦始皇陵留给人们太多的弊团 这个庞大的帝皇陵到底修建了多少年 动用了多少人力 他神秘的地宫之中 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惊天秘密呢 历经两千多年的风风雨雨 秦始皇陵又能否逃脱盗墓贼的无情盗绝呢 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 在浩凡的历史文献中寻找蛛丝马迹 解读神秘的秦始皇陵 为您继续讲述系列节目 王立群独史记 秦始皇之 皇陵之谜 讲秦始皇的皇陵 我们简称为秦陵 第一个碰到的问题 就是秦始皇的皇陵 到底修建了多长时间 关于这个问题 史记的秦始皇本记 有明确的记载 始皇除即位 穿至离山 这两句话说 从秦始皇开始 即位开始 就开始修离山皇陵了 这个离山 就是指的秦始皇的皇陵所在地 那么按照这样的记载 我们知道 秦始皇是公元前247年 在庄襄王下世以后继位的 既然是初继位就开始修皇陵 那么皇陵的修建 就应当从公元前247年开始 开始修建 而中国历代皇帝的皇陵的修建 都有一个规律 就是生命不息 战斗不治 只要这个皇帝不死 你不能算修完 你不能算修完 忌讳 你要说修完 等着 这不行 没有修完 一直没有修完 必须到他死后才能修完 秦始皇是哪一年死的了 我们刚讲过 公元前210年 这样我们就可以算出来 从公元前247年继位开始修 到公元前210年 他去世为止 这个中建已经是37年了 这是我们学 史记告诉我们的第一个年代 第一个年份 就修了37年 秦始皇死的时候 皇陵并没有修完 史记呢 还有一条记载 是这样说的 秦二世继位以后 他就在秦二世的元年 开始了大规模的东巡 这么等他巡游天下结束的时候 是二世元年的四月 秦二世第一次大巡游结束 回到京城以后 秦二世讲了一番话 这个在史记的秦始皇本集中间 明确记载着了 秦二世说什么呢 说会上崩 霸起坐着 夫土离山 离山是大壁 夫坐阿庞公 那么这段话一说什么呢 说本来阿庞公并没有建完 秦始皇晚年决定秀阿庞 阿庞公没有救 做完皇上驾崩了 皇上先帝去世以后 首先要把他下葬 因为这个下葬 不可推得太久 原因是秦始皇的遗体运回咸阳之前 已经腐烂变质了 所以一回到咸阳必须立即下葬 下葬以后 这就导致秦二世说 这个霸起坐着 这个霸起坐着是指把修阿庞公的工程的这些民工停下来 停下来干什么呢 去修离山陵 他写了一句话叫富土离山 这个富土离山就是指秦皇 埋葬以后要在这个地宫上面修一个大的土堆 这叫富土 也就是我们说的回田土 在皇陵 这个一般在地宫上面要建一个大的土峰 等到富土离山这件事情完成以后 再把修离山皇陵的人调过去修阿庞公 这是史记秦始皇本记记载的第二件事 那么根据这件事的记载 我们可以知道秦二世元年的四月 富土离山的事情就结束了 那要这样来算起来 那就是在秦始皇死后又修了一年就完了 那就是38年了 这是目前学术界流传很广的一种说法 就秦始皇陵修了38年 但是我们现在还可以举出来第三个 在史记秦始皇本记的一个记载 说秦二世元年 也就是秦始皇死后一年7月 陈胜吴广起义了 陈胜吴广起义以后 天下整个大乱 特别是关东大乱 到了秦二世的二年 陈胜吴广的一个部下 叫周文 他带领大军来到了 打入这个关中 在这种情况下 秦二世采纳了一个大臣叫张汉 采纳了他的意见 然后赦免了数十万离山图 这离山图三个字是史记秦始皇本记的明确记载 赦免了几十万离山图 发给他们兵器 让他们充当士兵 让张汉带领这些士兵 去和攻入关中的周文的起义军对抗 这里面就存在一个问题了 如果按照我们刚才讲的记载 那就是秦二世元年 秦皇陵的工程已经完了 那这里面怎么冒出来几十万离山图呢 这个离山图是只修离山皇陵的人呢 还是只修阿庞宫的人呢 这就有问题了 关键就在离山图三个字该做怎么样的理解 可是我们在史记秦始皇的本记中间 这个离山图这三个字 在整个史记这五十二万多字的记载中间 只出现过一次 你这就没有比较了 但是我们找到另外一条记载 也就是史记中间记载的 史记秦始皇本记这样记载 隐功徒刑者七十余万人 乃分作阿庞宫或作离山 他记载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有七十多万人 这七十多万人分作两包 一波去作阿庞宫 一波去作离山 这个作就是作文的作 这个作阿庞宫跟作离山是分开记载的 你可见 修阿庞宫的人叫作阿庞宫 修秦陵的人叫作离山 所以根据这一条记载 我有一种想法 就是我觉得在秦始皇本记中间 凡是提到和离山有关的人 应当是特指修秦陵的人 不是指其他的 所以这个离山图 既然有离山两个字 它应当还是指修秦陵的人 这就和前面那个记载似乎有点矛盾 那实际上就是秦皇陵 在附土完成以后 有一部分人调过去修阿庞宫了 但是还留下了一部分人继续修秦陵 因为秦陵并没有完全完工 这个没有完全完工 我估计主要指的是秦陵的陪葬墓 没有完工 他还需要有人搞陪葬墓 这里我们可以举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就是我们今天去看兵马俑 这是秦始皇非常有名的一个陪葬墓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一号坑 二号坑 三号坑 都有秦永 唯独四号坑是空的 这个说明四号坑 原来也是一个陪葬坑 只不过因为突发事件 导致四号坑没有放秦永 什么原因 学术界现在说法不一 我倒比较赞成一种说法 那就是关东异军杀过来的时候 这个陪葬的工作就来不及再去细做了 所以唯独这个四号坑 没有放任何秦永就匆匆忙忙把它填平了 所以我估计就是在秦始皇那个地宫上面附土完成以后 还有一部分人在做黄陵的善后工作 如果这个说法能够说得通的话 那就是秦二世二年 黄陵的工程还没有完 如果要加上秦二世的二年的话 黄陵的修建就达到了39年 所以秦皇陵的修建 我比较主张的是39年说 这是第一个问题 中国古人对于林寅的修建极为重视 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皇帝 秦始皇更是要不遗余力地修建一个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下王国 历经39年修建的秦始皇陵 充分显示着中国第一位皇帝 生前身后无与伦比的万千奇象 那么修建这样一个庞大的工程 到底要动用多少人力呢 第二个问题就是 修皇陵到底动用了多少人 我们现在看到的史书记载 一共有三处记载 牵涉到修秦陵 用了多少人 一条是我们刚刚讲过那个例子 隐功徒刑者七十余万人 乃分作阿旁功 或作离山 是七十多万人 一部分修高樊功 一部分修离山陵 这是说 修皇陵给修离山的总人数七十多万 这是一条记载 另一条记载 也是秦始皇本集中间的记载 他这样说的 疾病天下 天下宋徒七十余万人 很多人都引这一句话 说秦始皇兼并天下以后 弄了七十多万人去修皇陵 第三条记载 不是史记了 是另外一本书 叫汉旧仪 在汉旧仪这部书中间 记载了这么一句话 说使丞相李斯将天下行人徒利 七十二万人坐灵 汉旧仪记载 是李斯带了七十二万人修秦陵 所以这样一来就造成了一个 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说法 说修秦陵用了七十多万人 这个说法 我觉得是一个可以商量的话题 是不是修秦陵用了七十多万人 三十九年 按他们这种说法 这三十九年 每一年都是七十多万人在那修秦陵 这可能不可能 我们可以算一算 在秦兼并六国之前 秦的主要兵力 用在主要的人力 用在什么呢 用在兼并战争上 他不可能把几十万人都去修秦陵 我举一个例子 秦灭楚国 是先败后胜 为什么呢 第一次因为去了二十万人打败了 第二次去了六十万人打胜了 你想想如果动用六十万人打楚国 打了两年 还得用多少人为他们做后勤保障 当六十万大军去灭楚的时候 你还能动员七十万人去修皇陵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期间就是在秦并六国之前用七十多万人去修皇陵 似乎是不太可能的 那兼并天下完成以后 就是秦皇统一中国以后 有没有可能动用七十多万人去修皇陵呢 我们可以看看秦皇统一中国以后 他做了点什么事 秦皇统一中国以后的第二年 也就是秦皇27年 公元前220年 这一年开始 秦皇在全国大修赤道 就修路 这个赤道是以咸阳为中心 通向全国各个主动 主要的交通要道的高速公路 快速通道 我们知道修路在古代没有大型工程器械的情况下 修路是要占用大量的人的 而这个路能不能修通 直接关系到秦皇能不能坐守咸阳 指挥和统一天下 你没有一个快速通道 你想治理和统一天下非常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 他能马上集中70多万人去修黄陵 修黄陵跟修赤道相比较起来 在秦皇的心目中间 我认为修赤道更重要 这是始皇27年的事情 始皇32年的时候 秦皇派蒙田带30万大军北征匈奴 然后紧跟着修万里长城 用了30万人去打匈奴 而且就驻守在边疆 同时动用了大量的民力修长城 长城尽管是在原来的秦国 赵国 赵国 燕国的基础之上连坠而成的 但这毕竟是万里长城 修建的地点就是冲山峻陵 这个豪费的人力 我们觉得也是不可轻估的 他动用的人力一定非常之多 而且这个时候 也就是秦皇正在求昌生的时候 他干嘛急着修他未来的那个 他未来的那个归宿 这是始皇32年 始皇33年开始 秦皇派50万大军南征南越 这打南越也咋打了四年 30万军队在北方防守匈奴 50万大军征南越 50万大军你说需要多少人 为他们运送粮食补给 那么这个时候 他能急于集中 70万人去修皇陵吗 好像可能性也不大 等到秦始皇35年 征南越的战争还没有结束 秦始皇又突发奇想 要建鹅鹏宫 修建一个大规模的鹅鹏宫 又动用了一大批人力 这些人力的分散 我觉得都导致秦始皇不可能 集中全部精力 去修他那个地下的那个寝宫 那个我觉得对他来说 不是个急事 所以我们列举这些事项 可以看出来 在秦皇兼并六国成功 一直到他始皇37年 他突然之间死在沙丘 他临死之前毫无思想准备 等到他一并故 来不及了 不管玩和不玩 一个腐烂变质 面目全非的秦始皇 总得入土为安 你再不埋葬 那不知道要烂到什么程度了 秦始皇是公元前210年 也就是秦始皇37年 7月并故 9月匆匆忙忙就下葬了 在这个下葬的前后 因为要赶工程 要急急忙忙赶快 把他埋进去 那么他肯定秦二世 又想证明自己是秦始皇亲定的继承人 为了证明自己的皇帝位置的合法性 所以他会调集所有的人力 去突击修建始皇陵 唯独在这个时候 有可能动用70万人 秦始皇陵位于今天 陈西省西安市林同区 城东约5公里处 他难以离山 北林渭水 总面积56.25平方公里 相当于78个故宫的档像 整个秦陵 仿照当时的京城咸阳修建 分为外城和内城 其中 用于埋葬秦始皇的地宫和风土堆 位于内城 尽管历经2000多年来的风雨和人为的破坏 但现存的风土堆 仍保存有原来高度的一半 大约55米 是中国所有帝王陵当中最高大的 陵寝四周 还有培葬坑和墓葬400多克 举世瞩目的秦始皇兵马俑 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 1987年 秦始皇陵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米路 2000多年 人们对于秦始皇陵 充满了好奇和神秘 而对其中的秦陵地宫 更是充满了无限的遐想 这个最为神秘的地下宫殿中 到底会埋藏着什么呢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韩兰 在刚与柔的智慧之中 看他如何在半君如半虎的时代里 每每逢凶化即 大将不辞 刀头死 在入世与出世的境界之间 看他如何在晚清黑暗动荡的时局中 常常独善其身 在生存与毁灭的抉择之中 看他如何白手起家 打造一支成功团队 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 利波副教授 与我们一同再度打开 曾国藩的家书与日记 利波评说曾国藩家训 下部百家讲谈 新年奉献 秦陵的位置 按我们中国古代的风水来说 非常好 它是难以离山 北陵畏水 就是背后是离山 面对着是畏水 就是背山面水 坐西向东 是这么一个皇陵的位置 因为秦汉时期的人们 以坐西向东这个位置 是最尊贵的位置 关于秦陵的概冒 史记的秦皇本记 有一段非常引人注目的记载 它是这样说的 穿三拳 下童而至国 公贯 百官 奇弃 真怪 西藏满之 令将作鸡奴师 有所穿进者 则舍之 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 极象灌输 上聚天文 下聚地理 以仁与稿为竹 夺不灭者久之 这是史记中间 关于秦皇陵一段最详细的记载 这段记载我们解释一下 它是什么意思呢 说这个皇陵挖了很深 穿三拳 这个三是多的意思 就穿过了多层地下水 挖了很深 然后用铜做了一个锅 锅就是外观 说秦始皇的遗体 它有一个内观 内观现在我们不知道 也没有记载 外观是铜制的 叫铜锅 另外 整个这个地宫里边 有百官 有各种各样的珍宝 全部都藏满了 而且令工匠制作了一种 能够自动连发的一种键 只要有人进入地宫 走近它 这个键就通过机械装置 可以连发 把那个盗墓贼给射死 而且整个地宫中间 用大量的水银 制作了江河 大海 而且它是通过机械运转 这个水银在整个地宫中间 还是流动的 那这里我们顺便说一下 秦始皇当年为什么要用水银放到它那个墓里边去 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 水银可以营造百川江河大海的这一个宏伟的一个自然景观 那等于秦始皇死后的那个地宫里边就是一个人造的一个自然界 这是一个目的 再一个 拱蒸气是剧毒 盗墓贼只要一进去 吸入拱蒸气 马上就被毒死了 第三 拱的蒸气还具有防腐作用 防止这个遗体不至于进一步的腐烂 地宫的上面画的是星宿 就是整个的自然界的天空 下面做的像我们这个地貌一样 就是有江河 有高山 有平原 整个地宫中间用一种鱼油 叫人鱼膏 用这种鱼油来点 而且这种鱼油点的据说 可以很长时间都不灭 这就是史记中间关于这个地宫的详细记载 而且还记载了地宫有门 这个史记记载了一件非常这个残酷的事件 这个残酷事件说什么呢 说什么呢 说这个当这个地宫修建到尾宫的时候 秦皇已经安葬了 摄入几乎快办完的时候 这句话说什么意思呢 当工人正在里边干活 即将快干完的时候 那个中门突然之间关闭了 中门突然关闭了 外门突然之间从上面落下来了 所有在里边的工匠一个都没有出来 全部活活地殉葬了 秦二世这种做法的本身 是不希望了解地宫内幕的工匠 泄露地宫的机密 结果导致大批工匠被活活地在地宫中间寻葬了 这里边大家要记住 避中眼门下外眼门 你听一听 它有一个中眼门 有一个外眼门 我们可以推测 它一定还有一个内眼门 这叫内中外 所以我们估计地宫有三道门 第二道门叫壁 那说明这个门是两事可以开 可以合的 这叫壁 外门叫下 所以这个外门不是这样开合的 外门是上下的 下 外眼门 内门是什么样子 不知道 这就是史记记载的地宫的真相 地宫是放置光果和随葬器物的地方 为秦始皇陵建筑的核心所在 有关秦始皇陵地宫位置的问题 历来众说纷纭 民间甚至还传说 秦陵地宫建在离山里 离山和秦陵之间 连有一条地下通道 不过 本世纪初开始的一项科学考察活动 终于揭开了 这个一直以来困扰人们的难题 那么 这是一个怎样的科考活动呢 秦陵地宫的具体位置 又是如何找到的呢 那么这个地宫现在在什么地方呢 经过现在 2002年到2003年 这个国家 搞了一个大规模的科学勘查 这一次科考的 就是在不挖掘地宫的情况下 来进行科学考察 这个考察工作 由中国地质调查局 和陕西省考古所联合搞 搞了一年 用了八大类 22项现代科学的手法来探测 最后的结果证明 地宫完整地保存在 今天秦陵的风土堆的下面 这是科考的结果 那么科考 他是怎么样知道地宫 下面就是 这个就在风土堆下面的呢 他是在那个秦陵的风土堆上 按照每五十米远 他画一条线 东西五十米远 各画了几条线 在每一条泡面上 下了一个测量仪 南北也是五十米远 一个泡面 下了这个测量仪 结果通电 测量他的电阻 最后把数据输入电脑 形成了一个电阻率图 从这个图中可以看到 在这个风土堆下 有一个椭圆形的一个巨大的高电阻区 就这个区域电阻非常高 那么这个区域是什么呢 就是地宫 为什么这中间有一大块椭圆形的地宫这个地方 它的电阻率非常高呢 因为第一 它是空的 它里面充满了空气 空气的导电性很弱 电阻率很高 所以形成个高电阻区 当然这个说法合适不合适 当年的科考人员还想了个办法的验证 怎么验证呢 他找了一个测量钻孔的地方 用一种盗墓工具 叫洛阳铲 这个洛阳铲是盗墓人发现的 洛阳铲是个什么样的形状呢 类似这个样子 是个半圆柱形的铲子 它的直径 大概有5厘米到20厘米的 一个半圆柱形的铲子 长度呢 大概有20厘米到40厘米的 一个半圆柱体 然后呢 这个半圆柱体很容易插到土里边 插过去以后 它这个弧度很重要 这个弧度打造了合适的时候 当你把这个铲子打下去 再拔出来的时候 这个铲子把地下的土层给带出来了 带的有土 所以那些有经验的盗墓人 他根据土质 可以判断下面有没有墓葬 如果它是生土 没有墓葬 如果它是回田的人工田的土 它都有墓葬 甚至于有经验的盗墓人 他可以根据生命判断 你下面有没有墓 所以我们在2002年到2003年 秦林考古的时候 它不光用现代科考仪器 而且用洛阳铲验证 直接往下挖 最后挖到30米深 出现了咚咚咚的声音 直到碰到坚硬的东西了 就石头 最后把这个铲子拿出来以后 看见这个铲子上面 带的有石屑 那个碎石 这个碎石经过检验 它不是离山的石头 不是离山的石头 因为这个离山的石头 它不是花岗岩 而地下用洛阳铲 在风土堆下去挖的时候 挖出来的是花岗岩 那就证明 这是从远处运来的 哪个地方的花岗岩比较多 渭水之北 而历史记载 秦皇陵修建的时候 就是从渭北运的石头 所以科考和传统方法的验证 都说明 地宫完整地保存在 今天秦陵的风土堆的下面 您现在收看的是 百家讲韩兰文 秦始皇陵 以其规模宏大 后葬空前而举世文明 而后人也有一个很大的疑问 那就是秦始皇明明知道 盗墓贼有可能会在他身后盗绝岭 当年为什么还要举全国之力 花费那么大的劲儿 去修建这样一个豪华的秦陵和地宫呢 其中的原委究竟在哪里呢 秦始皇陵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帝王史上 是修建的最豪华的一个皇陵 第一 它陵园的面积大 有56平方公里 第二 它用的工匠众多 第三 地宫藏宝非常丰富 第四 地宫修建的非常豪华 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呢 我觉得这里面和秦始皇的思想有很大的关系 首先就是秦始皇他有一个想法 就是秦始皇相信一点 人死以后灵魂不灭 所以他要把地宫修建的就像他活着的情况一样 有都城 有皇城 有他的宫殿 有江河 有大海 有天上的星空 完全就像他活着的一样 这是一种思想观念 认为人死以后灵魂不灭 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再一个 秦始皇非常重视自己的皇帝 他是第一个称皇帝的人 第一个统一天下的人 也是一个非常自负的人 这么一个人 他去修建自己的皇陵 他肯定很下功夫 他不会搞个豆腐大工程 这我们可以肯定 秦始皇为自己修皇陵 搞个豆腐大工程 还没土 还没挖上一敷了 就把那个把他地宫给他砸塌了 那不可能 那肯定都是没有假冒伪劣产品 一定修建的不是豆腐大工程 修得非常坚固 耐用 他希望能够让他永世长存下去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秦二世的重视 秦二世也非常重视 把这个皇陵修得豪华一点 因为秦二世想以此来证明 自己是秦始皇的合法的继承人 所以秦二世也很卖地 由于思想观念的秦始皇和秦二世 两代皇帝的重视 所以秦陵修得如此豪华 藏宝如此众多 但是也带来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你建了这么一个豪华的房子 就地宫 里边还藏了那么多宝贝 而且藏宝的情况 司马迁还都公开列出来了 藏了什么什么东西 什么什么东西 这不太昭眼了吗 这就带来了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秦始皇陵两千多年来 被人盗绝过吗 会不会有人去盗绝呢 我们下次再讲 一个拥有无数奇珍异宝的秦始皇陵 在两千多年的风风雨雨之中 是否能够逃盗绝 史书中一页页关于盗绝秦陵 甚至烧毁秦陵的种种离奇记载 是否真有其事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王力群读史记 秦始皇之 盗陵毁灵之谜 上一集讲到 秦始皇陵的地宫里 埋藏了大量的真王 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为 公冠百官奇弃真怪物 喜藏满之 简略的笔笔 为世人勾勒出秦陵地宫的 无尽秘密 中国有一句古话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既然秦始皇陵地宫里面 埋藏着那么多的奇珍异宝 难免会引起各种人物的垂涎 在司马迁的史记中 就有西楚霸王项羽 曾经盗绝秦始皇陵的记载 那么这个记载是否可信 英雄盖世的项羽 真的会做出这种 盗绝他人祖坟的事情来吗 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 在浩凡的历史文献中 招勋蛛丝马迹 解读神秘的秦始皇陵 为您继续讲述 那么秦陵到底被人盗绝过没有 我们翻开历史文献的记载 我们会发现 秦陵不但被盗绝过 而且被人毁坏过 文献记载记载的清清楚楚 我们上一集刚讲过 我们通过科考 通过用洛阳厂挖 说他没有被盗绝 这一集我们讲 文献记载 他早就被人挖了 而且第一个挖他的人 不是别人 就是项羽 而且后来还有人 还有天下盗贼 关东贼 吴明氏 还有一个毁灵的 是个放羊的一个小孩 放羊娃 那这些记载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还是从文献记载开始说 最早记载 秦陵被盗绝的 是史记的高祖本记 也就是刘邦的本记 刘邦在汉四年 刘邦跟项羽两个人 在今天行阳的广武对阵的时候 刘邦曾经说了项羽的十大罪状 其中第四条这样说的 说项羽烧情公事 绝始皇帝种 私收起财物 最似 汉书 高地记 也记载了 史记汉书都记载了 这应当是比较可信的 不过 有一个问题 这两条记载都出自一个人之口 这个人是谁呢 刘邦 刘邦这一说 就有问题了 可是我们翻翻史记的其他记载 比如说项羽本记 项羽本记记载 项羽进到秦朝的都城咸阳以后 做了三件事 第一 杀秦降王子英 第二 烧秦公事 一日大火三月不灭 第三 收其货宝妇妇女儿东 什么意思呢 第一 杀了投降的秦王子英 第二 一把火把秦始皇皇城的宫殿烧了 这一把火三个多月以后才自然熄灭 第三 项羽把秦始皇宫殿 咸阳周围几百个宫殿 那边的珍宝和妇女 全部带到他的都城 蓬城 就今天江苏的许多去了 全带走了 项羽本记只记载了这 没有记载 盗爵秦明 盗爵秦明出自刘邦之嘴 可信不可信 我提两点看法 第一 刘邦有可能夸大其词 第二 项羽没有必要道绝秦明 我认为 史记中间谁说项羽道绝都可信 唯独刘邦之言不可信 就刘邦说不可信 别看他是高皇帝 西汉的开国皇帝 为什么呢 刘邦跟项羽两个人是政敌 两个人在行阳对峙了28个月 28个月的对峙中间 刘邦一直高举着一面正义的旗帜 这个旗帜就是项羽犯有十大罪状 其中第四条就是盗绝秦始皇陵 所以刘邦这个话说话 我觉得是最不靠谱 最不靠谱 因为他是最能够夸大其词的人 他要极力地诋毁项羽 丑话项羽 所以这是第一点 第二 刘邦这个人 说谎成性 技能一流 世界一流的说谎高手 虽然道绝秦始皇陵这句话 出自刘邦这个说谎高手之口 未必一定是假的 但是这个话出自这么个 世界一流的说谎大师之嘴 你听起来就得琢磨琢磨了 不要听了就信 我觉得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其他史料没有佐证 史料的佐证非常少 仅凭刘邦一面之词 那就像刘邦跟项羽对峙的时候 刘邦要把项羽说的 像个魔鬼 那你就相信项羽是魔鬼吗 所以刘邦的话不可信 我再说 项羽没有必要道理 如果项羽盗结秦始皇墓 只有两个墓地 大家想想 是不是只有两个墓地 第一 报仇 第二 寻宝 如果不是为了报仇和寻宝 挖坟绝末的事 在中国那是个最不地道的事 所以如果是出现挖坟绝末的事 只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报仇 第二个是寻宝 我们看看项羽跟秦始皇有没有仇 确有仇 两件事可以看得出来 项羽的祖父香烟 是在秦灭楚国的战争之中 最后战败自杀的 这是侍仇 第二 项羽家族是楚国世代名将之家 楚国灭亡以后 项羽家族遭到了灭顶之灾 这是夹恨郭仇都有 但是项羽报仇了没有 我觉得项羽报仇了 我们有四句话 可以概括项羽的报仇 叫灭起国 杀起王 焚起宫 略起宝 你想想这四句话 楚八王项羽把这四件事都做了 我觉得这个仇该报完的吧 把人家国给灭了 把人家王给杀了 把这都城给烧了 把人家的宝物全部弄走了 你说你报仇还报到什么程度 还有必要去挖坟鞭吃吗 不至于 我觉得这四条做完 作为项羽来说 仇已经报了 再说寻宝 你挖人家的墓不就是为了找宝贝吗 那我们看看项羽得了多少宝贝 秦朝宫廷的宝贝 在史记中间记载 秦始皇的帝宫中间埋藏了很多 这是真的 但是我相信两条 没有埋的一定比埋的还多 大家信不信 是吧 你说秦二世再傻 他不能把秦朝宫殿的宝贝 都给他爹埋到那儿去 都埋了 他还凭什么去享福啊 他不可能都埋了 你想想秦朝宫的皇宫里多少宝贝 他本来秦国就有宝物 灭了六国以后 六国宫廷的宝物全弄过去了 整个天下的宝物都在秦朝宫的宫殿中间 弄了一部分下葬到地宫里就不错了 那上面的比下面的多 未埋的比那个不埋的多 项羽把那未埋的全把他划拉走了 他还有必要去挖那个吗 所以我觉得 刘邦说的像于 盗决秦始皇陵这件事 不太可靠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韩兰文 发生在秦朝末年的除汉战争 成就了开创四百年汉家王朝的汉高祖刘邦 也成就了慷慨赴死千古传颂的西楚霸王项羽 不过 成者王侯败着口 史记是汉武帝时期编撰的史书 在史实把握和行文方式上 自然要为汉室说话 所以在史记中 刘邦以盗决秦陵来筹划项羽的记载就不足为奇 那么在其他史书中 是否还有项羽盗决秦陵的记载 那么有没有记载项羽盗陵的佐证呢 有 汉书的刘相传有记载 刘相生活的时代 是在汉成帝时期 汉成帝要大修陵墓 刘相就给汉成帝写了封奏书 说你千万不要大修陵墓 你看那秦国 凡是大修陵墓 埋葬物多的 一个一个都被人家盗绝了 其中提到秦氏皇陵 说了这么两句话 相集翻起功识盈语 网者贤见发绝 说项羽挖了秦皇陵 只要去的人都看见了 这是汉书中间的记载 汉书一记载就比较麻烦了 我们知道班固是一个 非常优秀的史学家 汉书是一部非常严谨的史学著作 但是我们要说一句话 汉书的记载绝大多数是可信的 不等于这两句话也是可信的 这总体来说是可信的 刘相完全有可能根据他所获得的史料 这个史料不一定可靠 夸大其词 劝汉书成帝不要后葬 要博葬 后葬的结果就像秦皇陵 被人盗绝 有可能是这种说法 后来 另一条记载 是北魏力道源的水晶柱 魏水 这一条写得更离谱 他说是这样记载 说项羽入官发指 以三十万人三十日运物不能穷 说项羽把秦皇的地宫挖开了 派了三十万大军 搬运了三十天 都没有把地宫的宝物搬运完 这是力道源水晶柱的记载 我们知道力道源是个著名的科学家 水晶柱是中国地理学的名著 水晶柱总体的记载是可信的 但是这一条记载我觉得有问题 那地宫有多少东西 三十万人去搬 地宫总面积 两万四千平方米 三十万人去搬 搬了三十天没有搬完 不大可能 这是第一种说法 项羽道灵说 我认为不太可信 秦始皇陵以其规模宏大 后葬空前而举世闻名 每位关心秦始皇陵的人 都对他是否被盗十分关注 从整个中国古代史来看 历朝历代的末年 都是最混乱的时期 群雄争霸 盗费横行 整个社会处于无政府的状态 而此时 正是盗墓者 绝坟挖墓的大好时机 历代王朝的灵情 几乎都是在这个时候被盗的 那么 在两千多年的 无数次改朝换代中 秦始皇陵 是否能够躲过 盗墓者的贪婪垂涎 在各种历史文献中 还会有哪些 关于盗绝秦陵的记载呢 您现在收看的是 百家讲韩兰文 在刚与柔的智慧之中 看他如何在 半君如半虎的时代里 美美逢凶化即 大将不辞 刀头死 在入世与出世的境界之间 看他如何在 玩清黑暗动荡的时局中 常常独善其身 保身六法 在生存与毁灭的抉择之中 看他如何白手起家 打造一支成功团队 落脚点还要落在信仰的两个字上 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 立波副教授 与我们一同再度打开 曾国藩的家书与日记 立波评说曾国藩家训 下部百家讲谈 新年奉献 敬请期待 第二种说法 天下盗贼 盗灵 这个天下盗贼 这个盗灵它也有个出处 是出自论恒的死尾片 大家知道论恒是一部 非常有名的著作 它的作者是东汉的王宠 王宠的论恒 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部名著 王宠在论恒的死尾片中间说 秦始皇藏语离山 二世末 天下盗贼绝起目 说天下盗贼绝起目 当然王宠这个说法也有问题 第一个问题 史记记载 刘邦说是项羽 王宠的记载是天下盗贼 这两说本身就打架 到底是项羽 到底是天下盗贼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 天下盗贼指的是谁 为了说清天下盗贼是谁 我们再举一部书的例子 做一个补充 这一部书很有名 但是对大家来说非常陌生 叫太平预览 这个太平是个年号 是北宋初年一个皇帝的年号 这个皇帝的年号叫太平新国 所以这个时期编的书都叫做太平 这个书有记载 当然这个书很多人不太熟悉 这是中国古代特殊的一种书 叫类书 分类的类 它是分类收集了各种各样的典故 为古代的文人写诗歌 写文章用典故用的方便出这种书 这种书你要查一个典故 你比如说查月亮 它会把月亮所有的称呼 全给你列出来 然后古人用月亮的名句 全给你列出来 供你写诗文来模仿 太平预览记载了这么一句话 关东贼发始皇陵 终有水银 关东贼 他这个太平预览的书提到关东贼 而论横提到一个天下盗贼 我认为他指的是一个人 一类人 所谓天下盗贼 关东贼就是指的骑军 关东的骑军 打到关东的时候 盗绝了秦始皇陵 这就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么关东的义军什么时间打入 航古关的呢 是秦二世二年的冬天 有一位陈胜手下的大将 叫周文 他率领大军打入航古关 一直打到溪水边上 这个溪水里秦令非常近 秦二世惊慌了 采纳了张汉的意见 赦免了离山图 让张汉带领离山图 去给周文对抗 周文打了败仗 退出汉带 张汉成胜追击 周文战败 在河南的缅池自杀了 有这么一件事 这里边 天下盗贼给关东贼 只能指这么一件事 就进入 寒古关的天下一军 他们有没有可能盗决秦之皇陵 我觉得取决于两个问题 第一 有没有时间 第二 有没有力量 我们从时间上来看 我觉得不太可能 从时间上有两个不允许 第一是秦二世不允许 第二是张汉军不允许 因为关东的义军一进入关中 对秦二世来说 这可是天下第一号的大事 在此之前我们讲过 秦二世对关东义军的事情 没有放在眼里 他采取的是一种鸵鸟政策 不承认 不面对 但是一旦进入寒古关 秦二世震惊 立即召开御前会议 采纳张汉一箭 赦免离山途 组织反攻 所以秦二世迅速的反应 使周文的军队 没有时间去盗决秦之皇陵 因为秦之皇陵不像我们 来这个地方 搬个东西都走 那你的挖开 那是很艰难的那件事情 那要很从容的去做 第二 张汉军也不允许 张汉组织的军团以后 立即率兵去迎战 而且一上手 就把周文军队打败了 周文是一个 不太有作战经验的一个军官 他西进的过程中间 他开始出发的时候 他仅仅拿了一封 陈胜发给他的一个诏书 拿了一个大将军印 他一个人就出发了 一路上凭着这个将军印 给这个诏书 很多老百姓都拥护都参加 越走人越多 越走人越多 路上是秦军是望风疲靡 进入韩谷关 他已经有几十万大军 上千辆战车 他几乎没有遇到秦军的抵抗 进入关中以后遇到张汉 他才遇到真正对手 结果一战即败 而且是一败再败 最后是战败自杀 你想想 在这种情况下 周文能够去盗绝秦始皇陵吗 如果盗绝秦始皇陵 他必定要分出来一份兵力 他的兵力集中起来 还打不过张汉 他不可能分兵 他还没有给秦始皇陵挖开 张汉已经给他的灵 给他准备好了 他怎么去盗绝别人的灵 他没有挖别人的墓 人家已经给他的墓挖好了 没有事不可能 所以我觉得这个天下盗贼说 也不太可靠 第三种说法 叫无名士盗灵说 这无名士是我起的 因为我看到中堂有两个很有名的诗人 一个叫鲍戎 一个叫白居易 鲍戎的名气不太大 鲍戎写了一首诗 叫《经秦皇墓》 就是经过秦始皇墓 写了很长一首诗 我们不能全隐 我引有关的四句 这四句这样说 山河一意性 万事随人去 白昼道开灵 玄冬火粉树 这话已经说得很白了 说江山以改姓 所有的事你都做不了主了 你任平就去做了 结果大白天就挖开你的灵墓了 这就叫白昼道开灵 鲍戎光说道灵 他没有写谁道灵 所以我给他起了个名字 叫无名贼 另一首诗是白居易 白居易这个名字 大家非常熟悉 白居易有一首 新岳福五十十年有一首叫草茫茫 这首诗写得很漂亮 我读一下全文 大家可以听一听 草茫茫土苍苍 苍苍茫茫在何处 离山脚下晴黄墓 墓中下河三重泉 当时自以为身故 下流水银向江海 上水珠光坐雾吐 别为天地于其间 你将富贵随身去 一朝道绝坟宁破 龙果神堂三月火 可怜宝玉归人间 战界泉中满身祸 舍者狼藉简折安 一胸一脊在眼前 平均回首向南望 汉文葬在霸陵园 这首诗 白居易是提倡 搏葬 反对后葬 他说你那个后葬 你那个陵墓 都想把自己陵墓藏得保 越多越好 但是你没有想到 你藏得越多 被挖开的时间越早 被人反复挖开的次数越多 你那宝多嘛 都想去分一杯羹 那都是好东西啊 那都秦皇陵的宝物 那多好啊 所以这样一来 谁不去报啊 所以说 一朝道绝坟灵破 龙果神堂三月火 所以这样一来 秦皇陵就被盗了 这是白居易写的 但白居易像包容一样 他没有写谁道绝 这可很好理解 诗人写诗 不重文献 诗人写诗最重的是什么呢 诗人写诗最重的 就是抒发自己的感慨 白居易写这个新乐福 就是说 当皇帝的人 你千万不要厚葬 谁厚葬 谁将来被挖开 然后把你的尸骨扔得一片狼藉的越多 甚至把你嘴里边含那个珠子都抠出来 什么耳坠子 嘴里含的珠子全抠出来 一样都不给你留 而且最后把你的尸骨搞得狼藉不堪 所以白居易主张 博葬 不要厚葬 所以写的这首诗叫草茫茫 当然这样一来就造成了第三种人 就是无名贼 盗绝史黄林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谈栏目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史中 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为了笼络人心 对秦始黄林也都下令保护 甚至安排守陵人住在秦始黄林附近 看管秦陵 加之秦始黄林自身建筑的坚固和防护的严密 所以历经两千多年风雨侵蚀和人为破坏的秦陵 至今仍然保存相对完整 尽管地面建筑已经所胜无几 但藏有众多宝物的秦陵地宫没有背包 现代科技的勘探也表明 秦陵地宫应该保存完好 不过在有关的历史文件中 还有一种说法却与此格格不入 让人觉得离弃无怪 那么这个与众不同的记载出自何处呢 王立群教授该如何解析这一说法呢 史书还记不单有盗陵还有什么毁陵 这个记载的更离奇 最早记载的又是这个班固 班固的汉书《刘相传》 前面一大段我们刚才引过了 它后面还有几句话 其后木儿亡羊 羊入其凿 木者赤火赵求羊 湿火烧起葬锅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说秦陵皇陵先被项羽盗绝了 把宝贝全部挖走了 后来有一个放羊的小孩 羊丢了去找羊了 结果找着找着一不留神天黑了 他一下子掉到一个大坑里了 然后他在坑里点着个火把找 结果点着火把走着走着就走到秦陵皇的地宫里来了 一不小心 这一把火就把刚刚修好的那个地宫给烧了 把秦陵皇的棺材给烧了 班固在刘相传又记载了一个木羊娃找羊 掉到地宫里点了个花把无意中烧了 这就是非常有名的毁灵事件 而且这条记载 历道园的水晶柱在渭水中间又重复了 历道园前面不是记载吗 三十万人三十天还没有搬完 后来又加了 在这一段话的后面又加了两句话 说牧人寻羊烧纸 火炎九十日不能灭 这说的就更离谱了 说牧人找羊进去了 点了个火把地宫给点燃了 这个地宫的火一烧烧了九十天还没有灭 类似像雨一把火烧那个咸阳城的宫殿 大火三月不灭 九十天不就三个月吗 地面上像雨一把火 地下是放羊娃一把火 说的太离谱 而且后来的类书 我说刚才说过的太平预览 记载了 在太平预览之前还有一部 出唐编的非常有名的一部 历书 叫《一文类剧》 也是一部类书 这个书的编撰者是欧阳荀 欧阳荀是著名的书法家 他编的一文类剧中间也记载了这件事情 说这个放羊娃掉到墓里头去把它电燃了 这就是秦皇陵不但被项羽盗过 而且被放羊娃烧过 又盗又烧 那等于啥也没有了 这个但是我觉得这个牧羊娃误入地宫说 他这个存留的疑点太多 因为这里面很关键的一个问题 牧羊娃怎么能够掉到地宫里头去呢 他掉进去一定得有个通道 这个通道的形成只有两种原因 一个 自然塌陷形成的通道 第二 盗墓贼进去过 留下一个盗墓的通道 我们先说第一点 秦皇陵修了39年 他能够自然塌陷形成一个通道 点着火把就进去 还轮到这小孩进去吗 那颠着洛阳产到处找的人 他不早就进去过了吗 不可靠 秦城皇陵那么坚固 我们今天 那个陕西考古工作堆的人 用洛阳产 在那个风土堆上面 挖了30米深 才挖到那个地宫上面的那一层石头 怎么可能有一个木道进去了 帝王的陵墓的封闭的 非常之好 所以自然塌陷说不可能 那如果自然塌陷不可能 有没有可能 是盗墓贼去挖了一下 形成一个通道呢 我们前面分析过三种盗灵说 相语盗灵 天下盗贼盗灵 还有 那个无名贼盗灵 盗灵基本是不能成立的 这些文献资料不可靠 都是以讹传讹的传言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盗灵不可以的话 那么盗灵说如果不能存在的话 它就不可能形成一个盗墓的通道 又没有自然形成的通道 又没有盗墓的通道 你说这个放羊娃平什么就这么 一下子就掉到地宫里去了 那就简直是天上掉下饼 谁都想走着走着 扑通一掉 掉到地宫里去了 那么就一下子发了 不可能的 而且我们上一集介绍过 我们现代考古 通过物理勘探 通过传统的洛阳产的挖掘 证明地宫不可能被盗掘过 我们知道那个秦皇陵的史记记载 放了很多水银 水银是用挥发性的金属 它可以挥发 这种挥发性的金属 如果是被人盗掘了 两千多年以来 那个拱 就水银这种金属 可以顺着木道 就挥发了 但是这次在科考的时候测验 检验的结果 证明地宫里边 包括地宫上面的风土上面 都有大量的水银 就是拱的含量 远远高于其他地方 既然水银还没有被挥发完 或者说水银大部分没有什么 说明史记记载的正确 确实用水银制作了江河大海 同时也说明没有被盗 假如被盗了 水银早就挥发光了 那么我们还可以再补充一个说法 补充一个什么说法呢 在中国古代 还有一种非常有名的学科 大家可能不太熟悉 叫金石学 金石学是中国古代 非常古老的一种学科 它就是我们今天考古学的前身 叫金石学 金石学是研究什么的呢 是研究和记录 同气和时刻 金石学研究的对象 一个是同气 一个是时刻 凡是在社会上流传的同气和时刻 它要一一的记录下来 这就是金石学研究的内容 假如秦始皇陵被盗决过 秦始皇陵中间的宝物 一定会在社会上有所流传 一旦流传 金石学家就会记载 这件石器 秦灵 但是我们翻遍了中国的所有的金石学的记录 找不到一条有关的记载 说明什么 这恰恰证明 秦始皇陵从来没有被盗决过 假如他被盗决过 他就一定会有一个东西流传在社会上 因为他不可能所有的东西都 你说你收藏 我不流传 你这一代收藏可以 你能挡住你儿子去卖吗 你儿子不卖 你能挡住你孙子去卖吗 我们都知道中国有一句古话叫 君子一折五十二有斩 你家里收藏这个东西 绝对过不了几十代 一定要会流落的 我们看到很多的古代的文献 被许多人收藏 每一个收藏人都在上面盖上自己的收藏章 我们从收藏章上可以清楚地看到 他经过哪些人收藏过 所以说如果秦灵被盗 秦灵的古物 那个同气给石器 在金锤论一定有记载 但是我们现在看不到任何一条记载 这就是非常奇怪的这件现象 这只能说明秦灵没有被盗 秦灵的所有的同气时刻 没有 所以我们认为 盗灵说也好 毁灵说也好 都不可靠 那么当然 我们所有的讲的这一些 所谓的盗灵也好 毁灵也好 只是一种推测 当然最终的验证 还必须有考古 真正秦灵打开那一天 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了 谢谢大家 秦始皇分六世之渔猎 一统六国 建立泱泱帝国秦朝 然而这个帝国只传承了三世 历经十五年就灭亡了 汉朝距离秦朝最近 而且有很多人 是看着秦朝灭亡的人 对秦朝的宋王非常关注 那么汉朝人究竟是如何评价 秦始皇和秦朝的灭亡呢 在前面的节目中 王立群教授用了四十四级的篇幅 为我们全面系统讲述了 秦朝的兴起和衰亡 但是我们该如何评价 秦朝的缔造者秦始皇呢 千百年来 人们还是众说纷纭 莫中一世 有人认为秦始皇是暴君 他穷奢极欲恒征暴敛 实行严刑库防 给当时的人民造成了 深重的灾难 但是也有人认为 秦始皇是千古一帝 他完成了统一大年 建立了历史上 第一个封建的中央集权的国家 对后世影响深远 今天我们就把焦点 对准建立在秦朝废墟基础上的汉朝 出于为现实政治服务的需要 汉处儒者陆甲 汉文帝时期的才子贾义 汉景帝时御史大夫朝错误 汉武帝时的著名思想家 董祝舒等等 都对秦始皇和秦帝国的兴亡 发表过评论 在众多的汉儒平秦中 王立群教授认 贾义的过秦论是代表作品 那么王立群教授为什么这样说呢 从贾义的过秦论 我们可以看出汉儒平秦的什么特色 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 做客白家讲台 为您精彩讲述 王立群读史记 秦始皇之汉儒平秦 汉代四百年 对秦朝和秦皇 有许许多多的评价 在这里边 我们这一集只讲一个人的评价 这个人是谁呢 就是西汉初年的一个洛阳才词 叫贾义 将贾义的名作过秦论 为什么把贾义的过秦论 当作汉人平秦的代表作呢 三点原因 第一 史记的秦皇本纪的后边 全文引了贾义过秦论的全文 这在司马迁的史记中间 为此一篇 绝无二例 因为司马迁的史记中间 在引述别人的文章的时候 一般引的都是传主的文章 比如说司马向儒传 引了司马向儒的子虚父上林父 那是这个传的传主是司马向儒 所以在他的传中间 引了就是司马向儒的父 但是史记的秦皇本纪很奇怪 在秦皇的本纪后边 全文引的是贾义的过秦论 而且把我们后人称为的 贾义过秦论的上篇中篇下篇 全引了 一次不落的引了 所以我们读史记讲秦皇 既然是读史记 史记的秦皇本纪后面 为什么服了贾义过秦论的全文呢 很明显 它是史记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是回避不了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点 经典之作 过秦论从司马迁的史记中间引过以后 就被历代文章总集所选 特别是他的上篇 从南北朝两代萧统的昭明文选 一直到晚清重臣曾国梵的 金石百家杂钞 再到我们今天的中学语文课本 都选贾义的过秦论 这就叫经典之作 所以我们也不能回避这个经典之作 第三 代表性强 贾义的过秦论完全代表了汉人平秦的主要观点 所以我们不能回避贾义这篇名文 那么贾义是谁呢 但凡读过中学的人都知道 贾义是西汉初年汉文帝时期的一个著名的文人政论家 慈父家 他是洛阳人 被称为洛阳才子 他年轻的时候 受到洛阳当地的一个高官的赏识 这个洛阳在秦代的时候称之为河南郡 所以汉代建国以后他叫河南郡 这个河南郡的郡守姓吴 历史记载他叫吴公 这个郡守吴公非常欣赏贾义 汉文帝继位以后 吴公就因为政级被调到中央政府做庭位 就是当时的最佳司法官 所以吴公调到中央政府 就向汉文帝推荐了少年才子贾义 然后贾义被调到中央去任职了 这个时候贾义多大的 18岁 18岁当了博士 汉代的博士是个官 我们讲过秦代的博士 他这个官不是一个学位 一年以后 汉文帝把贾义从博士提为中大夫 提拔他提拔了很快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含蓝文 贾义从小就刻苦学习博览群书 先秦诸子百家的书籍无所不读 青少年时期 他就写过《道德论》 《道术》等论著 他又酷爱文学 尤其喜爱战国末期的伟大诗人屈原的著作 贾义18岁的时候 就因为能诵诗经 上书和篆著文章 而闻名于河南郡 贾义在被任命为博士和中大夫的两年内 就像朝廷提出了很多极有远近的建设性意见 贾义以他的真才实学震动了当时的政治 贾义的迅速提拔 引来了一批老干部的反对 这批老干部都是跟着刘邦打天下的人 所以我们称之为建国干部 他是刘邦建立汉朝之前跟刘邦打天下的 这一批人反对贾义 认为贾义这个青年干部提拔得太快了 在老干部给青年干部冲突之中 汉文帝毫无悬念地站在了老干部一边 就把贾义放逐了 放到哪呢 放到今天的长沙 做长沙王的太府 所以贾义后来被称为贾太府 后来又改任作梁怀王的太府 梁怀王骑马的时候摔死了 贾义觉得自己没有尽到太府的责任 非常自责 就按我们今天的话 就是极度的郁闷 心情很不好 33岁病死 这是很值得惋惜的 33岁英年早逝 贾义在过秦论中间 着重是讲秦朝的过失 什么叫过秦论呢 你拿道我来理解 叫论秦过 你就明白了 他论述的是秦朝的过失 也就是探讨秦朝灭亡的原因 贾义归纳的秦朝灭亡是四大原因 第一 三主事物 第二 不使仁义 第三 民心尽失 第四 大臣施欲 这四点就是贾义对秦朝迅速灭亡的一个结论 那么这四点的主要内容 我们可以大简单介绍一下 先说三主事物 贾义第一次明确提出来说 秦朝的灭亡 秦始皇 秦二世 秦王子英 三个人都有责任 主要是秦始皇和秦二世要负主要责任 秦始皇的责任是自以为是 坚持错误 秦二世是延期了秦始皇的错误 不知道悔改 秦王子英是没有力量来挽狂澜于击岛 所以三主都有误 第二 不使人意 在过秦论中间 贾义明确提出来了秦国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取天下 第二个阶段 守天下 第三个阶段 师天下 取天下表现得秦国之强 守天下 他是不使人意 师天下表现得秦国之弱 这是秦国灭亡的重要原因 第三就是民心进士 秦国最后把所有的民心都失完了 按照贾义的话来说到秦朝灭亡的时候从他的宫庆大臣 一直到民间的百姓 所有的人都怀着自伪之心 就是自己都感到自己很不安全 人人都想叛变 所以秦朝灭亡 最后一点 他认为秦朝灭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大臣失语 就是秦王朝的大臣患了集体失语症 大臣失语 大臣不会说话了 因为他说秦朝绝不缺乏看出来秦国弊端的大臣 为什么那些大臣不说话 大臣如果说话可以挽回秦朝灭亡很多过失 那大臣集体失语 这样一来 贾义就总结了秦朝灭亡的四大原因 这就叫做秦苏王震惊汉人 贾太府纵论秦朝 汉朝建立之后 为了证明改朝换代的合理性 以及提醒统治者借鉴秦朝灭亡的教训 汉如平秦大多采取了一种批判的态度 贾义在过情目中 对于秦朝政治的逐一评判 代表了汉如平秦的主流论调 对于秦朝的肃王 贾义旗帜鲜明地提出 秦始皇和秦二世应该复入主要词 尤其是秦始皇不失仁义 更是为秦朝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那么贾义这样的分析有道理吗 秦始皇不失仁义的背后 究竟暗藏着怎样的隐情呢 汉人讨论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秦朝灭亡的责任 究竟要谁来负 贾义认为三代国君都有责任 主要是秦始皇和秦二世 要负主要责任 这话有没有道理 我想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问题 我们算一算这三个人掌权的时间 秦始皇是13岁继位 22岁亲政 到他50岁去世 秦始皇可以说在位37年 实际上执掌政权长达28年 秦二世执掌政权多长时间呢 三年 子英执掌政权多少天呢 46天 37年 三年 46天 你们想想 谁该负主要责任 所以我认为贾义讲的很有道理 这中间最不应当负责任的是谁啊 是那个46天的子英 你说那46天能干点什么事 是吧 这是第一点 三主十五 我觉得这一点说的是有道理的 秦始皇对秦国的灭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二点 贾义弹出来说这个秦朝不是仁义 这个话有没有道理了 很有道理 我们看秦始皇在位的 特别是在统一六国以后的十几年 他搞了一连串的工程 什么修长城 修赤道 修直道 修阿旁宫 修宫殿 修陵墓 然后是北伐匈奴南征南越 把这个老百姓折腾的死去活来 所有的老百姓都陷在水深火热之中 大臣们也不敢提意见 秦始皇做了这么多事情 而且用严刑俊法 很多人都指出来 说秦始皇这套做法是宠上法夹 这个话没有错 因为法夹提供了一个专制独裁的理论 最适合秦始皇的口味 秦始皇虽然没有把儒家灭掉 但是儒家他有两点 第一儒家的人证他觉得不适合他 第二儒家的君君臣臣夫妇子子这一套东西 秦始皇没有意识到 他对巩固中央继权制的巨大作用 秦始皇意识不到 所以他摒弃了儒家 重用了法家 这是一点 这是他不止仁义的原因 还有一点 我们过去讲过德运王朝的时候 讲过武德中史 秦始皇认为金木水火土的武德中间 秦朝属于水德王朝 水德王朝主东 他的方向是北 在阴阳中间他主阴 在仁义和刑杀中间他主刑杀 秦始皇就信了 就是武德中史说误导的秦始皇 秦始皇又觉得只有刑法才能够统治天下 所以秦始皇滥用刑法很大的一个原因 一方面是法家思想对他的误导 另一方面是武德中史说理论对他的误导 所以秦始皇非常重视刑法 结果导致不识仁义 通过王立群先生的分析可以判出 秦始皇对于秦朝的宿皇难辞其咎 尤其是他的不识仁义 这也是汉代群儒夹在秦始皇头上的莫大罪状 这样一来 秦始皇的政治就成了彻头彻尾的暴政 贾义在过秦论中进一步指出 秦始皇不识仁义最终导致失民心 那么贾义是如何分析秦朝失民心的人 他论述的有道理吗 在刚与柔的智慧之中 看他如何在半军如半虎的时代里 美美逢雄化即 大将不辞 刀头死 在入世与出世的境界之间 看他如何在完清黑暗动荡的时局中 常常独善其身 在生存与毁灭的抉择之中 看他如何白手起家 打造一支成功团队 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 立波副教授 与我们一同再度打开 曾国藩的家书与日记 立波评说曾国藩家训 下部百家讲谈 新年奉献 敬请期待 第三点就是民心禁师 秦王朝的灭亡可以说是民心禁师 这个民心禁师 给我们印象最深的 就是贾义在过情论中间 他做的一个比较 贾义在过情论中间 讲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比较 他先拿秦克六国比 六国那么强大 最后秦是轻而易举 把六国给收拾了 收拾得非常利索 秦灭了六国 然后他拿六国和陈胜比 六国给陈胜一比的话 陈胜啥也不是 陈胜的军队的将领 不如六国的军队的将领 你看六国的将领有连坡 有赵舍 有多少名将 陈胜手下有什么名将 然后拿谋士来说 六国手下有多少谋士 陈胜手下有什么谋士 拿武器装备来说 陈胜的装备远不如六国军队的装备 拿军队的素质来说 陈胜领着那八百个 新兵起义了 那比起六国训练与素的几十万军队 那陈胜的军队也不如 那就是陈胜给六国比 陈胜样样比不过六国 最后是拿陈胜给秦比 结果陈胜这一起义 把强秦给灭了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怪圈 秦灭了六国 那就是秦比六国强了多 而六国又比陈胜强了多 到最后最弱的陈胜 又把秦给灭了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圈 秦灭六国 那是六国不如秦 六国不如秦 但是六国比陈胜强大了多 在秦 陈胜六国相比中间 最弱的是陈胜 但是最后是陈胜灭了秦 贾义在过秦论证中间 还专门给陈胜写了一大段话 说陈胜是个什么人呢 他说陈胜 问有神殊之子 蒙利之人而迁徙之徒 才能不及众人 非有众尼莫敌之贤 陶主以顿之父 最后是 这个人是涅族航母之间 崛起石波之中 这句话的意思说 陈胜地位低下 地位非常低 才能连个中等水平都搭不到 别说顶尖了 财富正无从谈起 实际上我们替甲义 做一个总结 陈胜叫六无之人 叫六无之人 什么叫六无 我说一下 无财 无德 无地位 这个才是才能的才 这是三个无 还有三个无 叫无财 无名 无依靠 这个才是财富的才 合起来 陈胜就是无财 无德 无地位 无财 无名 无依靠 什么都不是 但是陈胜最后把秦给灭了 为什么 其实贾易讲了一个道理 六国面对的秦 是一个朝气蓬勃的一个秦王朝 而陈胜面对的秦 是一个人心尽失的一个秦王朝 所以你别看陈胜 什么都不是 就像贾易刚才说那句话 什么 蒙利之人 千禧之徒 问忧神书之子 什么叫问忧神书之子呢 说陈胜家里那个房子 那个窗户 没有窗户 是挖了个洞 塞了一个塞上一个大水缸 没有底的水缸 那里才扎了窗户 陈胜家的门呢 没有门轴 是一个草绳 掉了一个门板 那就是陈胜家的那个门 这就叫问忧神书之子 蒙利之人 就实实在在跟他当故宫的 千禧之徒 就是去当兵的 才能不计忠人 连个忠等水平都达不到 没有忠泥莫敌之嫌 忠尼是孔子 莫敌是莫子 他的才能 没有孔子莫子那样的才能 没有陶珠以顿之父 陶珠以顿是古代的大富商 陶珠公就是我们过去讲过的 那个范里 就是说陈胜那个人什么都不是 但是这个人 涅足航武之间 崛起世博之中 最后他竟然 从一个当兵的航武出身 最后成了气候 就是因为陈胜面对的 也是一个民心尽失的一个情王朝 陈胜以起义 天下老百姓全响应 而且陈胜起义的时候 讲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 叫天下苦勤久矣 这句话在史记中间出现过四次 第一次是陈胜起义的时候说的 第二次是刘邦起兵的时候 给佩宪城中写了封信 那个信中间说的 天下苦勤久矣 第三次是刘邦在臭骂 那个立仪机的时候说的 天下苦勤久矣 第四次是陈胜派到赵国去的一个大将 也说了天下苦勤久矣 这句话在史记中间出现四次 这六个字 大家可千万不要轻易地放过 什么叫天下 天下不是一群人 而是整个天下的人 什么叫苦勤 受勤之苦 什么叫久矣 就是长时间 这六个字结识了一个道理 就是整个天下的老百姓受勤之害 长达很长时间了 所以人人都对勤怀着切齿之恨 只要有一个火星 它就会引发一个连环大爆炸 但这不是恐怖事件 这是一个反秦大起义 所以我们认为 贾易讲的民心尽失这个话 是完全有道理的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谈栏文 据统计 史记中汉人评论秦朝教训的记载有81处 其中指责秦始皇实行暴政的有67次 所以汉如普遍认为 秦始皇不失仁义 最终导致民心尽失 可是我们不禁要问 难道对于种种弊端 秦始皇的大臣们看不出来吗 所以贾易在过秦论中明确指出 大臣失语 也是秦朝肃王的重要原因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大臣们集体失语 最后一点 关于大臣失语 大臣的集体失语 是秦朝灭亡的重要原因 贾易这一点 讲得非常准确 我们为什么看重 大臣的失语呢 因为我们觉得 秦始皇有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就是他创立了一个皇帝制度 这样一种政治制度创立以后 他有没有生命力 看什么 就是看这个制度 他本身有没有一种自我修复能力 一种政治制度 一种社会制度 如果说它是比较完善的 他一定有一种自我的修复能力 这种自我修复能力 就是决定 当一个人 个人犯错误的时候 这个制度可以纠正它 那么 皇帝制度之下 来纠正这个帝国 败政的途径有哪 几种呢 三种 第一 皇帝最急 就是皇帝下最急照 检讨自己的错误 这可以挽救一个王朝的败政 这个比如像汉武帝就这样做的 第二点 大臣劝谏 大臣们看见皇帝做错了 向皇帝提出意见 皇帝改了 这也可以挽救一个王朝的败政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叫一代一人 就是改朝换代 把这个皇帝给换了 这个一代一人 在中国历史上 是最难的了 大家知道 皇帝是典型的终生制 他都是到他死 他才交权 没有说活着就交权 这个很少 所以 你要 换皇帝 你觉得这个皇帝 危害了这个帝国 危害了这个制度 你要换皇帝 在中国古代换皇帝 只有三种模式 第一 死亡 第二 政变 第三 一代 就这三种模式 死亡 这可不是一个 简单的事情 我们不要期望一个昏君 他会自然而然的死亡 他是个昏君 所以他死得就快 没那个事 他该活多大就活多大 这个我们很难期盼一个昏君早一点死 没有 没有这种可能性 第二个 政变 在皇帝制度下发生政变 有没有可能 有 但是极其困难 第三 就是一代 中国古代皇帝的一代 无非是两种途径 一个是自下而上发动民变 这个我们称之为农民起义 把这个朝代推翻的皇帝推翻了 换了 姓赢的换成姓刘的 那就是汉代代替了秦代 这是一种 第二种是自上而下的凭借军事实力 逼迫皇帝退位 有没有这种情况 太多了 你比如曹丕 逼退了汉宪帝 比如司马炎 代理魏国 再比如赵匡印 建立北宋王朝 代替后洲 都是依靠军事实力 逼迫皇帝 所以 我们看一下中国历史上的政变 和异代 都非常 有危险 这是我们讲成功的 没有成功的太多了 我们就不讲了 所以 皇帝换人 那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所以 按我们今天来说 在皇帝制度下来修正一个皇帝的错误 挽救一个帝国的命运 最好的办法就是大臣劝谏 这个代价最小 但是我们看到 在秦皇这个时代 大臣们患了一个集体施语症 大臣们都不坑了 不说话了 没有人指出来秦皇的错误 大臣施语对于一个封建王朝来说 是一种灾难 因为 我们不能要求一个皇帝 实时事事 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得完全正确 而皇帝呢 又是拥有一个至高无上权力的人 所以 大臣施语 对皇帝制度来说 是个致命的伤 那要挽救这个办法 那就是要大臣们说话 但是要大臣们说话 是需要有条件的 秦皇建立这个皇帝制度的本身 就扼杀了大臣的发言权 因为秦皇在设定这个社会制度的时候 这个政治制度的时候 他有一个预设 就是他把建立了一个权力的金字塔 这个金字塔的最下面就是县一级 再往后是郡一级 再到中央的三宫九卿 最后到皇帝 皇帝于这个权力的金字塔的塔尖上 这个制度设立的时候 就设立了一个塔尖上的皇帝 是不受任何约束的 因为任何制度在设立它的时候 都不应当设立一个不受任何约束的统治者 谁的屁股摸不得 谁都应当摸得的 如果这个制度的设立 有一个人不受约束 这个人就会成为这个制度的破坏者 皇帝 他就是皇帝制度本身的破坏者 我们不妨把秦始皇建立的秦朝 和秦始皇取代的周朝 还有商朝做一个比较 你可以看出来 商 周 秦 这三代王朝不一样 比如说商朝 商朝的最高统治叫王 商朝的王有一点 他给秦朝的秦皇不一样 商朝的商王在举行所有的事情之前 他要举行一个什么意思呢 占卜的意思 他要向鬼神请示 由于商代非常盛行占卜 商王举行任何事情都要向鬼神 这在无意中 商王就把自己的权力分了一大块给了鬼神 鬼神的神权就干预了商王的王权 换句话说 神权在一定程度上阅速了王权 所以商王就没有秦朝皇那么大的权力 我们再看周 代商而起的是周 周朝的最高的统治者叫王 我们也称之为周天子 周天子他并不能直接统治老百姓 他是把他的国土分给天下很多诸后 他通过诸后来统治清代夫 清代夫来统治百姓 这样以来 实际上周天子已经把他的权力 很大一块权力分给了诸后 诸后分给了清代夫 这也叫分权 商周都有分权的性质 并不是绝对的中央继权制 不是典型的中央继权制 秦朝皇建立的是个典型的中央继权制 这个中央继权制 他是不允许分权的 从宪令 郡守到三公九卿 所有的权力 军事 政治 司法 所有的权力都在秦皇一个人的手里面 没有任何分权 这样以来 政治的清明和腐败 完全取决于皇帝个人的素质和品德 这就坏了 皇帝不受任何阅速 我们知道 一个人都有善恶两面 一个不受阅速的人 他一定会恶性膨胀 最后膨胀的结果 就是皇帝本人毁掉了皇帝制度 导致大臣失语 所以我们说皇帝制度本身 葬送了大秦帝国 而且秦皇创立这个皇帝制度 他还给后代留下来了一笔政治遗产 这个政治遗产就是皇帝制度 这一整套的皇帝制度的统治模式 统治中国两千多年 一直到才从形式上终结了皇帝 这就是假意过秦论最重要的四点 也就是我们介绍的汉对 汉代的人对秦 秦始皇的评价 那么这个评价有两个特点 这两个特点叫做 秦秦皇亦无事处 论述王重在实用 就是评论秦始皇的话 没有说秦始皇一点好处 你看看过秦论 那里边哪一点是夸秦始皇的 一点都没有 把秦始皇说的一无是处 这就是汉人评秦的第一个特点 对秦始皇评价特别低 第二个特点 我们刚才说 叫论肃王重在实用 就是汉人评论秦始皇 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实用主义 实用性很强 这种对秦始皇和秦帝国的 否定性的评价不是偶然的 它是一种现实政治的诉求 汉帝国是在秦帝国的废墟上建立的 所以汉人评秦的出发点 是总结秦朝和秦始皇的失败教训 为新兴的汉帝国提供一种经验 所以这个人们的着眼点 全是看秦始皇的错误 这是我们介绍的汉人对秦和秦始皇的评价 那么后代呢 后代人评价秦始皇 也像汉人一样吗 我们下次再讲 谢谢大家 后人总想借鉴秦始皇的教训 可是有位唐人却提出惊人观点 也白总结 后人还会继续犯错误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在人们对秦始皇的评价 普遍不高的情况下 唐朝竟然有人为秦始皇名不平 那么这个人又是谁呢 大唐盛世的人们对秦始皇究竟是怎样一个评价 敬请关注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之唐人论秦 上一集讲到汉朝刚刚建立 汉朝的统治者和臣民们 急切地想借鉴秦朝肃王的教训 为了证明汉朝的正统 汉代儒者对秦始皇的评价 都是立足于他所推行的暴政 所以以假意味代表的大部分人都认为 秦始皇是一位十足的暴君 汉代儒生对秦始皇的评价 揭开了两千多年以来 对秦始皇评价的一个序论 之后人们对于秦始皇的评价越来越深入 尤其是在历史上 一直与汉朝相继并论的唐朝 对秦始皇的评价也十分热衷 像唐朝的著名诗人李白 杜牧 大文学家柳宗元 大唐英主唐太宗等等 很多人都对秦始皇有过精彩评论 那么为什么距离秦朝八百多年的唐人 也那样热衷评论秦始皇呢 唐人论秦究竟具有怎样的心意 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讲述《王立群读史记》 秦始皇之唐人论秦 两汉的乳生对秦始皇的评价 揭开了两千多年以来 对秦始皇评价的一个序幕 序幕拉开以后 证据要上演 其实汉辱平秦只是一个序曲 真正对秦始皇评价最重要的是唐代 明清和近代 人们对秦始皇的评价越来越深入 这里边我们要特别提出来的是唐代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强大统一的一个帝国 时间很长 第二个强大统一的时间很长的帝国就是唐代 所以我们讲中国古代前期的王朝的话 离不开两个王朝 汉唐 一个是汉 一个是唐 那么唐人是怎么评价秦始皇的呢 唐人评价秦始皇有的什么特点呢 从形式上看 唐人评秦第一个特点是形式多样 唐人评秦的形式非常多 假意就是一篇散文过勤论 唐人词妇有诗歌有奏书有散文也有 他的形式多样 从内容上看 唐人评秦既有批评也有肯定 毕竟唐和汉还有不同 就是唐人对秦的评价中间出现了一种肯定的声音 所以我们从唐人评秦的史料来看 秦始皇虽然到唐代 已经相聚了很长时间 但是历史并没有因为秦始皇渐行渐远而忘掉这位始皇帝 相反唐人对秦始皇充满了关注 这种关注首先表现在 秦始皇在唐代成了一个反面教员 成了一个警示皇帝教育的一个反面教员 秦始皇留给后人的一笔最丰厚的遗产 就是他创立的这个政治制度 这个政治制度两千多年以来 没有因为秦朝的肃王被人们扔掉 大家回想一下 刘邦在乌江逼杀了项羽 转过年来 刘邦在山东定陶 迫不及待的当了皇帝 刘邦当皇帝 大家看起来是个很平常的事 但是如果你要是纵观整个中国的政治制度史 这个是一个大事件 这个大事件的意义就在于 秦始皇创立的皇帝制度 在汉代得到了延续 秦始皇死了 秦始皇创立了皇帝制度 没有因为秦始皇的死亡而死亡 刘邦摒弃了项羽分封诸侯王的分封制 建立了西汉王朝 西汉王朝是皇帝制度 当然他有一些变通 他封了一些诸侯王 这说明皇帝制度得到了人 皇帝的青睐 皇帝制度在以后两千多年来不断的受到人们的重视 谁都想当皇帝 大家知道连辛亥革命成功以后 还有一个军阀想当皇帝 大家知道这个红线皇帝当得很短命 你想想袁世凯到那个时候还想当皇帝 那皇帝真叫做引无数英雄进折腰的一个终极目标 谁不想当皇帝 你知道当皇帝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当皇帝最大的好处第一 他拥有天下的所有的财富给权利 这是一点吧 挣钱多 谁又被皇帝挣了钱多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宾莫非王臣 整个天下都是他的 整个天下的老百姓都是他的 当皇帝的第二个好处在什么地方呢 皇帝说对了 天下所有的臣民都会俯首天儿 皇帝说错了 天下的臣民也会俯首听命 这就是当皇帝的第二个好处 说对了 说错了 都有人高呼万岁 多痛快 不用再受领导批评了 所以皇帝制度 他确立了一个皇帝至尊至贵 至高至上的这么一个地位 这样一来 皇帝就成了一个不受任何约束的人 这可又带来个大麻烦 我们知道 一旦皇帝不受任何约束的话 这个皇帝本人就成为 这一个王朝的破坏者 那么要想让一个王朝延长他的寿命 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 就是要想办法约束皇帝的皇权 我们过去讲过 商朝是靠神权 约束商王 周朝是靠分权给朱后清大夫 来约束周王 那么在皇帝制度下 怎么约束皇帝 这需要政治智慧 其实拥有者最怕失去 拥有财富的人怕失去财富 拥有权力的人怕失去权力 皇帝最怕失去的是皇权 稍微清醒一点的皇帝都知道 害怕失去皇权 所以皇帝既然害怕失去皇权 那么你只要怕 那就是你的软爹 你要什么都不怕 那就没法教育了 那就是孔子说的 秀目不可雕印 你只要知道怕 就要对你进行教育 对皇帝进行警示教育 最好的反面教员是谁 秦始皇 秦始皇是对历代皇帝 进行警示教育最佳人选 你想想 谁又比秦始皇的资格更合适 做教员 你发给这个教室资格证 按这个教室资格证来看 就秦始皇最合适 因为他是皇帝制度的开创者 他也是第一个 十五年就亡国的皇帝 那么秦始皇就成为 对皇帝进行警示教育的 最好的一个人选 这就是古人的政治智慧 秦始皇已死 秦帝国已亡 但是秦始皇所创立的政治制度 为中国两千多年来的 历代王朝所遵循 以至后人 有百代行秦制的评论 王立群先生认 在秦始皇所创立的 众多制度中 皇帝制度更是影响了 中国人的内心深处 对于封建帝王 秦始皇的成百得失 具有不可比拟的警示作用 那么唐朝人 是如何拿秦始皇 来警示皇帝的呢 这种警示有效果吗 在唐代 我们发现 唐人开始写诗歌 来警示皇帝 唐诗是中国古典文学 皇冠上的明珠 我们看今天的唐诗中间 一个最有名的诗人李白 大家知道讲唐诗绝对绕不开李白 李白写过古风祖诗 在这个古风第三首中间 有一首诗叫《秦王扫六合》 有时间大家可以下去看 在这首诗中间最后写到什么呢 写到秦始皇派徐福入海 求那个长生不老药 最后的结果是个什么结果呢 弹剑三泉下 金冠葬行徽 说秦皇追求长生不老派徐福 两次入海寻求仙药 最终的结局是 在他的地宫里边 那个金冠里边 埋的是一个骨灰 这就是李白借诗歌 用秦始皇来告诫当时的唐宣宗 别求仙了 看看秦始皇最后求的结果是怎么样 还是死 那么拿秦始皇警示皇帝 有没有结果呢 我举一个例子 举唐太宗的例子 我们今天在《贞观正要》简约篇 可以看到这么一段记载 写那个唐太宗的 写唐太宗干什么来 这段话原文我给大家读一下 秦始皇迎见公事 而人多傍逸者 未汛起私欲 不欲众共固也 朕今欲造一殿 财末已聚 原想秦始皇之事 随不负作义 这话什么意思呢 说唐太宗李世民想造一个宫殿 把木材木料 什么都准备好了 不盖了 为什么呢 他想起来当年秦始皇修宫殿 惹得天下人天怨人怒 导致秦王朝灭亡 所以最后 唐太宗想到秦始皇 这宫殿我也不见了 为了什么 为了希望唐王朝能够多延续一些年 所以我们看秦始皇对唐代皇帝确实有警示教育的作用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谈蓝文 历史上的借秦始皇来教化劝谏帝王 可以说是司空见惯 而很多帝王自身对秦始皇的一系列避震及其危害 也有深刻的认识 唐太宗就是典型势力 唐太宗这种清醒的自戒 对于他的政治行为产生了重大影响 真冠之志就是这一认识的政治成果 然而有位唐人在他的一篇流传千古的作品中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说教训总结了也白总结 后人还会继续犯错误的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他究竟是如何评价秦始皇的 广告之后请继续关注王立群独史记秦始皇之唐人论情 在唐代写秦始皇的作品中间 有一篇作品非常有名 这就是晚唐度墓的阿旁功夫 杜牧的阿旁功夫可以说是一篇唐代副作的翘楚之作 这篇副太有名了 我们在中学也都学过 整个杜牧的阿旁功夫只有六百多字 但是这篇副写得非常有名 他把阿旁功建筑的壮丽和宏伟 美人的角色和众多 写得绘形绘色 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 所以这篇副一出来 阿旁功三个字就从此被人记住了 由于阿旁功夫一出 所以很多人认为阿旁功建成了 实际上阿旁功没有修成 阿旁功并不是这个宫殿的正式名称 阿的意思据唐人的注视 阿就是靠近 旁就是房子 所以阿旁就是靠近一大片房子的一个宫殿 实际上就是秦始皇想建一个朝宫 这个朝宫的前殿叫做阿旁功 叫阿旁 但这个阿旁并不是正式的名称 秦始皇想把它修建完宫以后 再给它取名 为什么修建阿旁功 据史记的记载是秦始皇认为 咸阳的宫殿太小而人多 容纳不下 这可想而知啊 你本来你秦国的宫殿 就容纳你秦国的美女 你把六国的美女都搬过来 那能容纳他下吗 肯定要扩建的 俄皇宫按我们今天的说法 叫烂尾楼 就他没有修完 没有修完 他开始建于哪一年呢 在秦始皇三十五年开始修建 但秦始皇三十七年 修了两年秦始皇死了 阿旁功那么大 没有修完秦始皇死了 秦二是接着修 还没有修完秦二是被杀 到秦王子嬴的时候 已经没有办法 剩四十六天 所以等齐军刘邦项羽 打到咸阳的时候 俄方宫没有建成 所以它叫烂尾楼 俄方宫多大呢 史记记载 说这个大殿呢 俄方宫的宫殿 东西五百部 南北五十丈 里边可以容纳多少人呢 万人 而且可以输多高的旗帜呢 五十丈的旗帜 修建这么一个大的宫殿 实际上 俄方宫没有修成 杜牧的俄方宫父 是怎么平秦的呢 第一 俄方宫父提出来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话题 就是秦始皇 创建的秦帝国的宿王 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秦始皇过度的交涉淫逸 他太重视自己的相恶了 所以俄方宫父说了两句很有名的话 说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 什么意思啊 就是当你当皇帝的人 想充分享受人生的时候 天下的老百姓也想享受人生 你把老百姓所有的财富都剥夺来了 那老百姓像你一样 他不能享受人生了 他能不恼恨你这个皇帝吗 而且俄方宫父的最后的结尾 写了一段非常深刻的话 谈到了秦朝灭亡的原因 这段话是这样说的 乌乎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 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 绝父使六国各爱其人 则足以俱秦 秦父爱六国之人 则第三世可治万世而为君 谁得而足灭也 秦人不暇自来 而后人爱人 后人爱人而不见之 已是后人而服爱后人也 这段话杜牧写得非常深刻 他讲了什么问题呢 他讲六国的灭亡 是六国的人你自己做得不好 所以说灭六国者六国也 族秦者秦也 导致秦国被灭的是秦国 导致六国被灭的是六国 他讲了一个很深刻的原因 一个帝国 它的灭亡 自身的原因 内因是主要的 但是 假如说让六国的人 爱六国的人 那么秦朝可以传 多少代不会灭亡 那就是说 一个国家的灭亡 很重要的原因是 对他的臣民不是仁义 不爱自己的民 心里没有老百姓 所以老百姓最后抛弃了你 第三点 这个历史教训 人们很难借鉴 这就是最后所说的 秦人不瞎自哀 秦人还没有来得及 反思自己的 而后人还之 后人哀叹秦国灭亡 但是后人 在感慨秦国的祖王的时候 后人又没有吸取教训 结果又亡国了 所以又是后来的人 再来哀悼前人 他讲了一个规律 王朝的心替 往往是后一个王朝 在总结前一个王朝的 失败的教训 而这个教训 永远是总结不完的 到下一个新王朝建立以后 他还会重蹈这个福泽 在对秦始皇的评价中 焚尸书 坑术氏 是他的一大罪状 可是关于这一点 历史上有不同的记载 这不同的记载 决定了对秦始皇的评价 是否客观公允的问题 那么对于焚尸书 坑术氏不同的记载 唐朝人又是如何取舍的呢 秦始皇在唐朝人的心目中 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形象 您现在收看的是 百家讲韩兰 在刚与柔的智慧之中 看他如何在半军如半虎的时代里 每每逢凶化即 大将不辞 刀头死 在入世与出世的境界之间 看他如何在晚清黑暗动荡的时局中 常常独善其身 在生存与毁灭的抉择之中 看他如何白手起家 打造一支成功团队 落脚点还要落在信仰的两个字 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 立波副教授 与我们一同再度打开 曾国藩的家书与日记 立波评说曾国藩家训 下部 百家讲谈 新年奉献 敬请期待 唐人论秦的第三个亮点 就是秦始皇被看成暴露 这个我们在粉书坑儒内集中间 讲到一个例子 讲到那个坑术士 我们知道坑术士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秦始皇本记记载的 秦始皇本记记载的坑术士是怎么坑的呢 是因为方氏们骗秦始皇 可以拿到仙药 最后找不到 花了很多钱找不到仙药 这些术士还在背后 这个诽谤秦始皇 最后呢 他们还逃亡 惹得秦始皇恼火了 下令追捕 抓了一些人 审案子 在互相之间一共认 牵涉到四百六十多个人 被秦始皇一块杀了 这就是历史上 秦始皇本记记载的坑术士 但是 还有另一说 就是魏弘 在古文《齐子序》中间提出了另一说 魏弘这个新说是怎么说的呢 说秦始皇把天下的文字统一的时候 统一成小传 导致天下很多都市人不满意 秦始皇就设了个阴谋 把天下的读书人们招到京城 封他们为狼 然后在离山 有温泉的地方 种了瓜 在秦代的话 那个地下有温泉 它有地热 冬天竟然那个瓜 长出来结了瓜 当然这叫反忌种植 我们今天在苏拉大房里 完全能够完成 但是在秦代是个奇迹 秦始皇就把这件事告诉这些读书人 然后让这些读书人到那去集体考察 当这些读书人到了离山的山谷里边集体考察的时候 秦始皇用机器突然间向这个山谷里边封土 把这七百多个读书人全部给活埋了 这是魏弘的新说 我们在坟筑坑路中间讲过 这两条记载一个出自司马迁的史记 秦始皇本记 一个出自魏弘的古文齐字序 这里边就有两个问题了 司马迁跟魏弘各是什么时代的人 司马迁西汉中旗人 魏弘东汉人 那就司马迁的生年 早遇魏弘的生年 当两个人同时记载同一件事的时候 你信哪一个 一般来说信时代早的那一个 是吧 就像我们今天这次讲座 你们每个人做个记录 你们的记录是最可靠的 将来你们的孩子在记录的不可靠 你们在前 他们在后 所以司马迁的记载有点可靠 第二 魏弘的这个新说没有交代史源 这个史料的来源是什么 因为这两则史料差别很大 你要按前一则史料 秦始皇本记的记载 那是秦始皇被那些方叔们骗的 秦始皇一生气 给他们镇压了 按后一说 那秦始皇纯粹是设了个阴墓 把天下的读书人一网打尽给害了 那这两种说法中间 秦始皇的形象很不一样 但是我们发现唐代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唐代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 按照中国的文化史上来看 秦代以前的典籍到汉人读的时候 汉人读不懂了 所以汉代出现了很多人为秦代人的典籍做注释 这是第一个文化现象 第二个现象 就是汉人写的著作 到了唐代读的时候 唐代人读不懂了 所以唐代出现了一批学者 为汉人写的著作做注释 这里边最有名的 像唐人张首杰 为史记做注 写了史记正义 唐代著名学者严始谷 为汉书做注 张怀太子李贤 为后汉书做注 你看史记汉书后汉书 这都是贤四史最有名的三部书 还有一个出唐著名的学者李善 为肖童的文选做注 这里边这四个人 张首杰 岩石谷 张怀太子李贤 加上李善 这四个人都是我们金人承认的 唐代的顶尖级的学者 这些学者在为古书做注的时候 引用的坑辱这一说 引用的是史记呢 还是古文齐字序呢 毫无例外 这四个顶尖级的学者 引的都是魏弘说 而不是司马迁说 大家想想 这是偶然的吗 要是一个人引魏弘 三个人引司马迁 这我们可以解释 四个人都撇开司马迁 四个人都引魏弘 而且这四个人都是唐代 对顶尖级的学者 为什么 这有一个道理 这说明唐代这四个顶尖级的学者 都认可魏弘说 魏弘说把秦始皇说成是一个 极其阴险的暴君 所以我们通过这四个顶尖级的学者 给前代典级的注释 看出来一个问题 唐人把秦始皇看成什么 看成是一个极其阴险的暴君 这就是唐人对秦始皇的共同的看法 通过唐代大学者们 对于秦始皇焚尸书 坑数字资料的取舍可以看出 虽然唐人对秦始皇的评价形式多样 但基本上没有摆脱对秦始皇的负面评价 大事人李白虽然在秦王扫六河中 盛赞了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业绩 但最终也是把秦始皇 作为一个负面典型来讽刺 一直到中唐时期 大文学家柳宗元 才在他的封建论中 客观地肯定了秦始皇 那么柳宗元肯定秦始皇的 究竟是什么呢 他肯定秦始皇的背后 究竟有着怎样的隐情呢 唐代论秦和秦始皇的名家可真多 你看看我们举这例子 第一个李白 圣唐的李白 第二个宛唐的杜牧 杜牧和李商隐并称为小李杜 圣唐有个李白给杜甫 叫李杜 宛唐有个杜牧给李商隐 叫小李杜 这都很有名的 第三个是我们刚才讲的 四个顶尖级的学者 第四个又是唐代一个名家 和韩裕并称的柳宗元 柳宗元写了一篇著名的封建论 柳宗元的封建论 在唐代论秦的著作中间 独树移植 柳宗元的封建论 充分肯定了秦始皇的郡宪制 认为郡宪制 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制度 柳宗元在封建论中认为 秦始皇在兼并六国以后 在全国范围内退行郡宪制 是个非常英明的决定 秦朝的迅速灭亡 不在于郡宪制 而在于其他的暴政 所以在封建论中间 柳宗元讲了一句 非常有名的话 说秦之师在正不在于智 说秦朝的失败在于他正 就是他的政治 不在于他的制度 就是没有把秦的暴政 和秦始皇推行的郡宪制 一股脑全部撇开 认为郡宪制是正确的 这样以来 我们就出现了一个新的观点 在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肯定秦始皇的人 是中唐的柳宗元 在柳宗元的封建论中间 高度评价了秦始皇的郡宪制 而且柳宗元还认为 秦之所以革职者 其位制 公制大战 柳宗元认为 秦始皇的郡宪制 叫公天下 是大公无私 怎么叫大公无私 秦始皇没有把天下的土地 分给他的儿子 而是把天下的土地 作为郡宪 有皇帝统一管理 这就叫大公无私 所以柳宗元认为 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秦始皇的郡宪制 是公天下的开端 所以柳宗元对秦始皇的 评价非常之高 这里面就带来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为什么唐人 重视郡宪制 为什么对郡宪制 看得这么重 人们对历史的评价 总是从现实的出发 超越自身现实的历史评价 是不可能存在的 唐人重视郡宪制 和唐代的现实分不开 柳宗元生活的中唐时代 有一个最大的现实 就是藩镇格局 什么叫藩镇 唐代初年 中央政府就在唐代的边境地区的重要的州 设立都督府 这个时候的话呢 到了唐玄宗时期 在边地的州里边已经设了十个都督府 这个十个都督府呢 每一个都督府都设了一个戒度室 这就是所谓的藩镇 安市藩镇的势力扩大 当时最有名的就是和硕三镇 和硕三镇就是指的魏伯 承德和幽州 幽州就是北京啊 承德就是今天石家庄这一带 这个魏伯指的是山东 河南河北三省交界这一处 就这一块 在安市直乱以后 由于唐朝中央政府的实力削弱了 不得不封了三个重要的戒度室 就这三镇的戒度室 都封给叛将安禄山和史思明的部下 让他们做这三镇的戒度室 戒度室有三大职责 第一 可以扩充军队 可以任命官吏 可以收取辅税 等于他是一个独立王国了 而且戒度室死了以后 也不由中央政府任命 或者由他的儿子继位 或者由他手下的部将继位 这就形成了唐代中期著名的藩镇格局 这种藩镇格局到中唐的后期的时候发展到四十多个 这些藩镇之间打仗 要么联合起来 要么联合起来反对中央政府 对唐代的中央政权造成极大的威胁 柳宗元看到这个现实 这个时候柳宗元才认识到 郡县制 可比这个藩镇格局要强得多 藩镇格局延续了两个世纪 使国家给人民都饱受苦难 一直到宋初 解除了藩镇的兵权 藩镇格局局面才得到遏制 所以柳宗元赞扬郡县制 诗和唐代的 特别是中唐藩镇格局的现实 必不可分的 所以柳宗元成了秦始皇郡县制的知音 那已经是秦始皇死后将近千年的事了 秦始皇死后那么多年 柳宗元才认识到郡县制的可贵 所以历史的魅力就在于 他经历了千年的岁月之后 才能让后人体会到他的价值所在 在他历经了千年沧桑之后 才能让后人体悟到他心的意义 这样一来 唐人对明显和汉人不一样 唐人论秦出现了一个重大 转折就是有批评也有肯定 这就是唐人论秦和汉辱贫秦的不同之处 这就是唐人论秦的新的视角 新的观点 那么后人呢 唐代以后的人又会怎么样评价秦始皇和秦帝国呢 我们下次再讲 谢谢大家 自秦始皇死后 人们对他的评价不绝于耳 他已经成为一个文化不好 深深地印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 而在千古一帝的评价最夺人而过 那么这个评价从哪里来呢 对于这个评价 王立群老师有没有不同的看法呢 敬请关注王立群读史记 秦始皇之千古一帝 在上一期节目中 王立群老师讲到 在后世对秦始皇的评价中 以假意为代表的汉儒 对秦始皇几乎是全盘否定 当时的现实政治 让人们更多地思考 秦王汉兴的原因 更多总结秦始皇的故事 正是这种时代因素 让人们来不及思考秦始皇的贡献 而到了唐代 人们对秦始皇的评价 有了新的视角 他们从唐朝翻证歌剧的危害中 开始肯定秦始皇的郡县制 所以王立群老师认为 谈谈两代的学者 都从当时现实政治的实际需要出发 对秦始皇做出了适合时事的评价 而唐代以后一直到民国 对秦始皇的评价并没有消息 与汉唐相比 后期评价也有了异样的声音 那么在这一漫长时间跨度里 有关秦始皇的评价 集中在哪几个问题上 已经讲解了秦始皇 这么多集的王立群老师 又是如何看待这些人物的评价 对于秦始皇千古一帝的评价 王立群老师又有什么新的见解 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 为您继续讲述 王立群读史记忆 秦始皇之千古一帝 其实从宋代到民间到民国以来 对秦始皇的评价 首先集中在还是粉诗书 坑树式这个问题上 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坑树坑儒 就在这么一个时间跨度中间 我们要介绍几个重要的评论者 第一个要介绍的是南宋一个大学者 叫郑桥 其实郑桥是一个大学文家 他一生没有参加科技考试 埋头著书 他写了一部史书 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 叫通智 在郑桥在通智的教筹略 就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他写了一篇很有名的 写了两篇文章 叫《秦不觉辱学论》 这两篇文章中间 郑桥提出来了许多新的看法 第一 关于坑树士 郑桥认为秦始皇的坑树士 是一时议论不合者 他就是把那一个短时期内 和他意见不合的人杀了 然后郑桥认为秦始皇 秦始未尝废乳学 秦始未尝不用乳学与经学 那就说秦始皇杀那些所谓的坑儒 只是一时之间的一种冲动 没有废乳 也没有进乳学 什么依据呢 郑桥提了六点依据 第一 刘邦见汉以后 他手下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乳生 有一个大乳 就是汉出的大乳 叫陆家 说这个人就是秦代的乳生 陆家还活着吗 他说如果是杀这个粉书坑儒的话 那陆家怎么能活着呢 第二个 刘邦手下还有一个重要的谋士 叫利一基 这个人曾经给刘邦出过很多 继谋 最后是说服齐王投降的一个人 这利一基也是个大乳 他也是从秦代活到了汉出 他也没被杀吧 还有给刘邦制定当皇帝那一朝朝夷的 有一个蜀孙通 这个人是秦朝的博士 他也没有被杀 第四 蜀孙通手下还有一百多个弟子 都是跟着他学 儒家学说的 也没有被杀 第五 秦二世 在国家威王的时候 曾经召集了三十个博士 三十多个博士 商议国家大政 你要说吧 焚书坑儒 那么儒生杀了 这三十多个博士从哪来了 第六 项羽死以后 项羽开始被封为鲁王 所以鲁国的老百姓 鲁帝的老百姓 就不投降刘邦 最后刘邦是拿着项羽的人头去 证明项羽死了 这时候鲁帝的百姓才投降了 他根据这六点事实判断 说秦代既没有废乳学 也没有废乳生 而且这个乳学对当时的社会影响还很大 就郑乔 他的观点 这文章不长 但是这篇文章是从汉代以来 又从秦之皇死后以来 第一次为坑树氏事件翻案 这影响非常大 加上郑乔是个大学文家 这是郑乔说的第一点 郑乔说的第二点 就是关于粉丝书 郑乔认为 这粉丝书给秦皇无关 他说这个责任在谁呢 一个在萧和 一个在项羽 刘邦入关以后 萧和都跑到秦朝宫殿中间 萧和要了什么东西呢 就是天下的地图 萧和都把它拿走了 还有各地的人口 记载 赴税的征收的那些数量 萧和把这些书拿走了 真正秦朝宫殿的那些经书 萧和都没有拿 这萧和没有拿 萧和拿走这些东西 为了将来刘邦当了王以后来 可以知道天下有多少户口 然后安护股来征税 萧和最关心的是怎么征税 所以有关户口给税收的书他拿走了 其他都不要 然后项羽来了 一把火烧了 把秦朝宫殿一烧 书也烧了 所以他认为 其实对中国古代典籍 伤害最大的是萧和和项羽 跟秦皇没多大关系 这郑桥 作为南宋的一个大学者 他提出这种伤害 他说最后 先秦的经书是怎么亡的呢 是学者自亡者 这书不是秦皇烧的 实际上是学者自己把它消灭掉 他的话是有根据的 他的话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说汉代人为先秦典籍注经 我们知道现在有文字记载 经书上五个字 那个注解的文字能达到两万多字 所以你为了读懂那五个字 再把那两万多字去看完 他说你这种繁琐的注书 到最后那个经书肯定完 所以古人都说 好手穷经啊 什么是好手啊 头发白了 什么叫穷经啊 把这一种经书读完了 他说这种学习方法导致经书非完不可 你这么一个繁琐的做法 最后导致完了 郑桥是个大学者 所以郑桥这个说法在后世影响太大了 他等于为秦政皇的焚树坑乳 整个翻了个案 所以引发了后人巨大的震动 所以后人在这个问题中间就开始讨论起了 第一个跳出来 反郑桥的就是明人 明人孙承恩写了一篇文章 叫秦汝 他在这篇文章中间直接拨这种桥 他说不错 路甲 利宜姬 都是秦汝 确实活到汉初 为刘邦服务了 蜀孙通 是秦国的戴昭博士 这也是不错的 问题是这三个汝生在秦代都没有受到重用 没有受到重用 给废了 有什么区别呢 这是孙承恩说的第一点 说你总不能说 粉书坑儒一定要把天下的汝生杀绝 那才叫坑儒 这是孙承恩的驳斥第一点 第二点呢 他说秦二世确实是召集了三十多个博士 讨论国家大政 但是千万不要忘了 秦国宫廷的博士很杂 有的博士管 给你解梦 皇帝做个梦 怎么讲 招个博士来 专门叫詹梦博士 但是三文博士不一定都是纯儒啊 孙承恩就驳斥正巧的意见 这两家就隔代交锋了 宋代给明代跨度就很长了 其实他们在文章上已经开始交锋了 这个交锋 以我看来 孙承恩说的可能更客观一点 郑乔的说法呢 他的意义只在于说明一点 这个历史不能立得太近 立得太近的时候 距离太近的时候 没办法平 历史一定要拉开距离 拉开一段时空 这就是正巧平家的意义 从后人对焚书坑乳的争论中 我们可以看到 焚书坑乳成为金石皇身上 无法洗去的污点 始终逃脱不了人们对他的诟病 焚书发生在公元前213年 博士纯于月反对当时实行的郡县制 他提出应该根据古制实行分封制 城乡李斯加以驳斥 并主张禁止百姓以古飞金 以思学诽谤朝政 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 下令焚烧秦国以外的列国史记 对不属于博士馆的 私藏诗书和诸子百家书 也限期交出烧毁 这就是焚书 坑乳发生在公元前215年 有两个术士暗地里诽谤秦始皇 秦始皇得知此事大怒 派遇事调查 审理下来 460余人被全部坑杀 那么针对焚书坑书 王立群老师认为 后人还有很多不同的声音 这其中不买大家 那么后世的人们 为什么关注这个问题 王立群老师如何看待 这些大家的观点呢 正巧以后 清人给民国时期的一些大家 小家我们这都不提了 我们今天只讲大家 清代有一个大学文家 叫朱仪尊 这也是清代一个赫赫有名的一个大学者 他说秦始皇焚书坑乳 他说这个事 你们不要责怪秦始皇 那时秦始皇被逼得无奈了 因为秦代是个以法治国的国家 他不能够允许 法治之外的那些言论的存在 而从战国到秦代 这个时间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叫做处事横溢 什么叫处事横溢呢 就是一些民间的读书人 他们读了书以后 对朝政 他们可以指手画脚 去评价 这个评价在战国时期 当时是很普遍的 秦始皇兼并天下成功以后 对这个现象开始 他还是容忍的 但是他越来越不能容忍这个现象 所以就在秦始皇34年 借着这个纯玉悦 这个要求秦始皇分封子弟的问题 李斯提建议粉之书 所以就引发了这场大的劫难 所以秦始皇认为 当时粉这些书是为了统一 朱一尊认为 秦始皇要坑杀的是乱道之书 而不是圣人之徒 这朱一尊替秦皇辩护的 所以朱一尊最后得出一个结论 他说这个粉书坑儒 是那些乱发议论的处事 把秦始皇逼到墙角 秦始皇没有办法了 最后才走到这个极端 所以说要说谁粉书 那不是秦始皇粉书 是那些处事粉书 这个话说了就 公然为秦始皇开拓罪责了 我们下面还要举一个大学者 这个人叫刘大奎 刘大奎这个学者 名气大得很 他是清代同城派的 前期代表作家 我们知道同城派 是清代最大的一个刘派 这个刘派绵延两百多年 刘大奎专门写的篇文章 叫粉书辩 刘大奎在粉书辩中间这样讲 他说六经之王 非秦王之义 汉王之义 那就是六经不是秦烧的 是汉代把他搞的 是传的 书之粉非李氏之罪 而相吉之罪 刘大奎的说法 给我们前面介绍的那些 清代学者的说法 不谋而合 他认为粉书的罪 不在金黄 在项羽 是项羽一把火烧了 而项羽之所以能烧 还得再拉上一个人 萧和 光顾的把那些税收的书拿走了 其他书你不要了 那么项羽不就烧了吗 再发展到民国时期 就是清末民初的时候 还有一个大人物 这个人物大家都更熟悉了 康有为 没有人不知道康有为的 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 秦粉六经未尝王缺考 在这一本书的一本 一篇中间 康有为提了一个非常大胆的说法 他说 秦粉书 六经未因此而亡 秦坑辱 辱生未因此而绝 秦皇焚书 他书没有 六经没有因此而灭 秦确是坑辱 但是辱也没有因为这 而被灭绝 所以康有为也认为 秦志皇不是灭绝六经的罪格祸首 是另有他人 不是秦志皇 我们刚才引了很多 清代著名学者的讲法 这些讲法我引了很多 大家记住记不住都不关键 关键大家要明白一个道理 明白一个什么道理呢 就是秦志皇在中国历史上 人们指责他非常多的一件事 就是分书坑辱 而这件事在汉代给唐代 都批评得非常厉害 宋代到民国时期 出现了一个新的思潮 就是为分书坑辱进行方案 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这说明人们对秦志皇的评价 随着时间的推移 在发生变化 尽管焚辱坑辱是秦志皇一生中不光彩的记录 但王立群老师认为秦志皇也有他不容忽视的历史贡献 他开创了以皇权为中心的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 在中央建立对皇帝负责的以三宫九卿组成的中央政府 在地方建立对中央负责的郡献制 这个制度在此后两千多年的封建地制中不断完善 被继承下来 那么对于秦志皇首创的制度里 人们又是怎样评价的呢 王立群老师对此又有什么新的看法呢 在刚与柔的智慧之中 看他如何在半君如半虎的时代里 美美逢凶化继 大将不辞 刀头死 在入世与出世的境界之间 看他如何在完清黑暗动荡的时局中 常常独善其身 保身六法 在生存与毁灭的抉择之中 看他如何白手起家 打造一支成功团队 落脚点还要落在信仰的两个词上 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 立波副教授 与我们一同再度打开 曾国藩的家书与日记 立波评说曾国藩家训 下部百家讲谈 新年奉献 敬请期待 后代有关秦志皇的评价 实际上集中在两个问题上 一个是分手坑儒 一个是俊献制和封建制 分封制 这两个问题讨论得很厉害 这里我们也介绍几个学者的观点 第一个就是明末清初的一个大学者 叫王夫之 很多人都知道王夫之 王夫之写过一篇 一本书 叫读通建论 通建 司马光的字的通建 王夫之在读通建论中间 他提出来了一个非常有名的观点 他这样讲 他说封建制不可服 是因为事业 这个是就是趋势 大趋势 所以历史的趋势决定 秦志皇只能搞俊献 不能搞分封了 不能搞封建了 我们这里说明 这个封建 指的是封土建国 他说这一个 不可能再出现 但是王夫之说的很简单 王夫之是直说的事业 但是王夫之没有讲 为什么 他是个历史大趋势 我可以替王夫之做一点解释 其实搞封建制最集中的 应当是周代 西州东州都实行的是封建制 西州实行封建制 封建制就是周天子 作为天下的公主 他把土地给人民 分给他手下的宗室 功臣 这主要是两位人 还有先朝的后裔 把这些东西 土地给人民 分给这些人 这些人就成了竹后了 这些竹后呢 封土建国以后 又把土地给人民 分给他手下的人 这就是清和代夫 所以西州的制度 天子 竹后 清代夫 氏 是这样一种制度 这种制度 在开始分的时候 由于周天子力量比较强 他可以号令天下 再加上分封这些竹后呢 很多因为血缘关系很近 在当初开始封的时候 他们互相之间是和睦相处的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亲属关系越来越远 逐渐的血缘关系越来越远以后 这竹后国有的经营的好 它强了 有的经营的不好 它弱了 血缘关系又远了 强的跟弱的之间就不平衡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以强凌弱 不可避免 这些诸侯国之间 他们是不是凭血缘说话的了 最后是凭实力说话 那么这样就出现了一些 国力最强的诸侯王 他们打着周天子的旗号 要维持这个天下的秩序 这就是霸主 这就是春秋五霸 但是随着霸业的交替 诸侯国又不断的出现分化 有的崛起 有的木落 在这种情况下 又会形成新的一些强国 这些新的强国形成以后 强要吞并弱 这就导致所谓的兼并 兼并到最后 天下只剩下来了几个大国 这就是战国七雄 这几个大国互相决住 最后有一国最强的 把其他都吞灭了 这就是天下发展的大趋势 这个大趋势 是经过上千年的历史 这是没有人能改变得了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当最后这一国兼并的天下以后 他面临一个选择 要么重蹈周 那个福哲 再分风 然后再争霸 再兼并 你要不想再出现那个福哲 那怎么办呢 肺分风 而行郡县 所以封建给郡县 封建制目落 郡县制产生 是个历史大趋势 这个大趋势不能改的 这是王夫之的看法 王夫之 在郡县制给封建制的问题上 说得很透 大家知道这是个争论焦点 当年秦始皇在世就因为封建和郡县之争 惹得秦始皇一把火 要烧书 王夫之还提了一个看法 他说这个郡县制 代替封建制还有一个好处 他那个封建制有一个什么缺点 封建制你把这个诸佛王封到这 他实实在在是诸佛王 这就叫什么呢 这就叫终身制 世袭制不就终身制吗 他说你这个终身制有个很大的弱点 什么弱点呢 贵以成贵 贱以成贱 意思是说 你的祖先是贵族 你的后代 世世代代是贵族 你的祖先是平民 你世世代代是平民 这叫贵以成贵 贱以成贱 那这个老百姓就没有出炉之日了 你把封建制一废 你才能实行科举制 实行了科举制 那些韩民子弟 韩门子弟 他就可以通过考试上来 他说这个俊宪制还有他的一个好处 这是王福芝的看法 这是第一个清代大学者 第二个大学者 清代另一个大学者 叫顾炎武 顾炎武写过九篇文章 这九篇文章叫俊宪论 顾炎武专门讨论俊宪的问题 顾炎武提到了两点 第一 他说封建制演变成俊宪制 封建制是一个过程 是一个过程 第二 俊宪制代替封建制是一个历史的必然 顾炎武还说了一句非常深刻的话 他说封建制是其砖在下 俊宪制是其砖在上 你看 两千多年以来 关于封建给俊宪制的争论中间 以顾炎武的说法最深刻 他说你实行封建制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你周天子权的越来越小 那个诸侯王的权力越来越大 所以封建的他的失误之处 就在于其砖 就是砖权的在下面 俊宪制的想法 俊宪制的 他的权力都在上边 都在皇帝那个地方 所以他认为封建制是其砖在下 俊宪制是其砖在上 你看 顾炎武很有点辩证法的味道 他能看出两种制度 各有利弊 这就是说 到了清代的时候 关于俊宪给封建制争 顾炎武已经看得很深刻了 下面我们介绍 在这方面的第三个学者 叫袁梅 袁梅作为一个大才子 他对俊宪制 他也有自己的看法 他说这个俊宪制 给封建制相比较 他提了三点 他说这个封建是有利于出思想家 就是你看那个 百家精明 竹子百家 都出现在什么时代 出现在周 出现在封建制下 那个封建制 天子管诸后 诸后管秦大夫 他说这个中间有很多 管不到的地方 比较自由 所以出现的孔子 孟子 老子 庄子 都出来了 等到俊宪制一实行 秦之皇一搞思想统一 再出不来孔子了 莫子老子 什么子也出不来了 为什么了 管死了 他是因为封建制 有利于出思想家 俊宪制 不利于出思想家 你看 这俊宪给分封 他已经看出来 能不能出思想 第二点 他认为这个封建制 有利于选贤 人家封建制 封了那么多诸后 这些诸后中间 肯定有贤的 有不贤的 那么老百姓 就拥护那个贤明的诸后 所以你看 商汤 原来只是一个诸后 但商汤因为他贤明 最后他就取代了夏节 昼王也是一个诸后 因为他贤明 最后他就取代了 这个 商昼王 所以在封建制底下 老百姓选贤军 选明军的自由度比较大 你一搞成郡县 老百姓不能选了 天下就一个皇帝 你要选谁 没法选 第三 原本还认为 这个郡县制 还有一个毛病 郡县制那个 郡守个县令 不是皇帝派的吗 派到那个地方来 他是几年一个任期 按原媒的话 数岁而一千 或半岁而一亿 或者是几年换一次 或者是半年换一次 他还没熟悉情况 他就掉走了 他说这个不利于 为老百姓做点好事 他说那个诸后王 你给他封到那了 封建制你给他封到那了 那个诸后王 一辈子都是他的国土 他会兢兢业业去治理 当然原媒这个说法 也有问题 你要碰到一个 诸后王很残暴 他还是终生制 那老百姓不是苦死了 郡县制 你碰上一个不太好的 这个郡守县令 但几年以后他走了 他走了 老百姓还有楚头之日 你要弄个封建制 好了 他很坏 他不到死 他不交权 他儿子在继位 他儿子比他还坏 这老百姓不苦死了吗 所以原媒说法有他的合理的一面 但是你不管如何你可以看出来 到了明清这个时候 一批思想家对封建给郡县的考虑 远远超过了汉人给唐人那种 好或者不好那种简单的评价 民国时期还有一个大思想家 政治家 叫梁其超 我们刚才介绍过康远为 现在我们看梁其超 梁其超在1920年写过一篇 《战国载记》 他对郡县也有一个评价 对天下的统一 他这样说的 他说 天下之统一事也 不统于秦 以统于他国 而统一之玉与纷争 则明甚也 天将假手于秦 以开汉以后之局 服谁能预之 而秦与他国又何责言 秦并六国是古代千余年之 大势所趋 治势而始成熟 非始皇一人所能为 以非秦一国所能为 其公罪由非一人一国 所亦认受 这话详细说了三点 第一点 说天下统一是个大趣事 你根本阻挡不住 天下统一是一个逻辑归宿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统一之力 远远要胜过分裂 统一比分裂要好 至于谁统一天下 那都无所谓 秦也罢 其他国也罢 总而言之 统一是必然的 谁统一 无所谓 第三 秦国给秦皇统一天下 不是他一国一人之功 反过来 秦始皇的过错 也不能由他一个人承担 关键是这一句话很重要 所以这样对秦始皇的评价 就说 他统一是个大趋势 也不是他一国一人之所为 那么他的错误 也不应当由他一国一人来承担 这是梁其超的看法 王立群老师认为 尽管人们对秦始皇的评价不一 但汉唐以后 人们评价秦始皇 已经从单一走向了多远 这说明 人们对秦始皇的评价 一直在不断的变化之中 那么 在众多的历史评价中 其中有一个人给秦始皇 千古一帝的评价 此评价一出 立刻引起了人们的处理 那么 这是谁做出的评价 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王立群老师对于这个说法 会给出什么样的评价呢 有一个人 我觉得我们不能忘记他 这就是明代的理智 明代的理智 从宋代一直到民国这一段 评价秦始皇中间 理智是一个重量级的人 理智说了三点都非常重要 理智的第一句话叫 始皇帝自是千古一帝 千古一帝的说法 是理智说的 第二 始皇出世 李思相指 天崩地彻 先翻一个世界 始圣是魔 未可轻易 说秦始皇一出世 加上李思的辅佐 千番的一个世界 这个人 秦始皇这个人 始圣是魔 未可轻易 你千万不要轻易地说 他是圣人 还是魔鬼 还有一句话 祖龙古英雄 祖龙就是秦始皇 秦始皇是千古英雄 就理智对秦始皇的评价 提了两个 一个是千古一帝 第二个是千古英雄 在所有评价秦始皇的这些 古人中间 理智对秦始皇的这些 理智对秦始皇名价最高 千古一帝 千古英雄 而且理智认为 秦始皇是先翻一个世界 先翻一个世界 这个话怎么讲来 按我的理解 秦始皇是中国封建制的终结者 秦始皇是中国帝国时代的开创者 所以秦始皇非常了不起的 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史上 他是把西州以来的封建制 给他终结了 而这个终结又是个历史大趋势 他又开创了以皇帝为首的一个帝国制度 他是一个旧制度的终结者 也是一个新制度的开创者 这个人是圣是魔 未可轻易 这些评价介绍完了以后 大家会发现两个问题 第一 你王老师光说古人的评价了 你的评价 我还没说了 下集要讲 第二 古人对秦始皇做了那么多评价 这说明古人没有忘掉秦始皇 你想想古人要是忘掉他 就不会再说他了 古人一直在念念道道 在惦记着秦始皇 那么为什么老惦记着他呢 为什么 我们下次再讲 从秦始皇的身世之谜 一直到他并故沙丘 王立群老师用了四十多集的篇幅 讲述了秦始皇的一生 改观定论 对于这样一个帝王 在本系列即将结束之际 给秦始皇什么样的定品 他如何给秦始皇的一生做总结呢 敬请关注 王立群独史记 秦始皇之 难说再见 秦始皇虽然只活了五十岁 但他却深深地影响了 此后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 从公元前二百三十年 到公元前二百二十一年 他指挥秦军 以势如破竹之势向东凯进 依次灭掉韩兆魏楚燕齐六国 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 建立起规模空前的秦帝国 随后 他自称始皇帝 制定一系列加强封建专制主义 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 将中国历史推进到一个新时代 同时王立群老师认为 秦始皇的一生也充满了遗憾 当年他在自称始皇帝的时候 是希望他创立的大秦帝国能够传至千秋万代 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他的这个愿望持续了短短十五年 就在向你的一把大火中灰飞烟灭了 所以秦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寿命最短的王朝 秦始皇也成为后世人们议论最多的帝王 今天我们将播出这个系列的最后一集 对于这样一个充满传奇和戏剧色彩的人物 王立群老师会做出什么样的个性评论呢 他将如何总结秦始皇的功过是非 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 为您继续讲述王立群独史记 秦始皇之难说再见 公元前210年 秦始皇病死沙丘 戛然终止了他50年的人生历程 一个人生命结束了 其实这个人已经完成了他的周期 但是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 正如我们上一所讲一样 他是一个永远难以说再见的人 我举两点事实 在现实的政治中间 秦始皇是影响中国和世界历史的 重量级人物之一 为什么一个人死了两千多年 还老有人惦记他 我想这里边一定有他的原因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我想谈谈我的看法 第一 首先是秦始皇的贡献 这个巨大的贡献是人们不能够忘掉他 秦始皇的贡献是什么 以我个人的看法 秦始皇一生的贡献就是两个字 统一 这是秦始皇最大的贡献 这个统一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是国土的统一 第二是制度的统一 我们先说国土的统一 秦始皇兼并六国 统一中国 这是中华民族第一次实现的真正意义上的统一 这个统一是大秦帝国为我们现代中国奠定了一个基本的框架 所以统一的大势从秦始皇这个时代形成以后 后来还有分裂 比如五代十国的分裂 魏晋南北朝的分裂 但这些分裂都是短暂的 而统一这个大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秦始皇活了并不长 五十岁 人生五十年干这么多事情 已经很不容易了 我们比他活了长得多 有几个人能干出来像他那样那么多的事情 很不容易 比如说秦始皇 建兵六国成功以后 他派三十万大军北极匈奴修了长城 然后派五十万大军南征南越 北极匈奴大家说了很多了 今天这个征南越我们不妨多说几句 秦始皇动用五十万军队征南越 是他兼并六国成功以后最大规模的用兵 而且打了四年 换了两任主帅 最后把南越这块地方整个给占领了 所谓的南越 也就是他现在的两广 广东广西 福建 云南 这个用兵他打了四年 最后建立了三个郡 南海郡 桂林郡 项郡 秦始皇通通都把他纳入中国的版图之内 而且在陈胜吴广起义以后 这一支南征军五十万没有回来 沉淀到那了 这里边有一个很关键的人物 叫赵驼 河北镇定人 就是咱们河北十亚邦人 赵驼 他在那建了个南越国 自称为南越王 后来又归汉 他带着五十万大军 沉淀到那 成为今天广东 广西 福建 客家人的先人 赵驼在担任龙川县令的时候 曾经给秦始皇打了个报告 要求秦始皇把中原女子 给他派去三万 不要男的 光要女的 为什么呢 就是和这五十万大军 部分士兵结合 组织家庭 繁衍后代 秦始皇呢 他要了三万 秦始皇拦腰一刀 给了他一万五 这一万五千 中原女子到了广东去以后 到今天被广东的客家人尊称为客娘 广东人叫做客娘 就是客家人的老祖奶奶 当然客家人行政后来还有两次大的移民行动 现在你到广东省 他有一个龙川县驼城镇 那个地方一个镇有两百多个姓 一个镇保存到今天还有将近五十个姓氏的祠堂 这反过来恰巧 label 这反过来恰恰证明 这一个镇有两百多个姓 只能证明是当时南正的秦军沉淀下来造成这个现象 所以他把这些地方都纳入中国的版图 所以秦皇建立了南到福建广东 东到沿海 西到林陶 北到长愁以北的广袤的国土 它是第一次奠定了中国的大国的基本框架 当然秦的版图和今天我们中国的版图 还不能完全匹配 但是他第一次奠定了你这个大国的一个基本框架 经过汉武帝的扩张 基本形成我们今天一个大国的基本格局 这一个遗产太了不得了 我举两点 我们从国防上看 在当今这个世界上最有话语权的是大国和强国 如果你这个国家既大又强 你的话语权就非常强 大国有什么好处呢 大国有国防纵深 我这个土地广阔 我就有国防纵深 小国我一个小时 我的摩托化军队我就可以横穿你这个国家 我们这个大国就放开你 让你从东部沿海 你给我跑到新疆 你得跑一阵时间的 这就是国防纵深 有这个国防纵深 你可以进行提及防御 这是了不得的一笔遗产 另外从经济上讲 大国的抗风险能力比小国强多了 因为大国它有庞大的国土 有庞大的人口 它有内需 小国不行 小国就那么一点点的人 它经不起风浪 所以真能经得起风浪的是大国 所以航母还是厉害 因为它大 而这个遗产谁留下来了 秦始皇 这是国土的统一 再一个制度 秦始皇不但给你辽阔的国土建起来了 而且他给了你一个政治制度 这个制度就是以皇帝为首的中央继权制 在这个制度之下 秦始皇完成了一系列的工作 统一文字 统一车轨 统一度量横 统一货币 实现了一个整体意义上的国家统 这是中央继权制制度下 他所完成的一系列的工作 而人类的政治制度 不是哪一个人的独创 它是一个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然 它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最终形成的 所以秦皇创立的这个制度 他给我们带来了 我们两千多年 帝国制度的繁荣 同时他这个制度也给我们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个制度的腐秀性也就逐渐暴露出来 当然最终这个制度是结束了 结束中国两千多年 这个帝国制度的人是孙中山 他领导的辛亥革命 结束了帝国制度 这些人物都是政治制度史上的 地标 地标式的人物 他终结一个制度 开创一个制度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就秦皇创立了一个皇帝为首中央继权制 中央继权制延续了两千多年 一个短命王朝 存在了十五年的一个短命王朝 他创立了一个政治制度 为什么两千多年被人们接受了 我想这里最重要的是两点 第一 是这个制度本身的优越性 第二 是它的不可替代性 就在那个社会 找不到一个比它更好的制度 也找不到一个可以替代它的制度 所以农民起义成功以后 还是当皇帝 刘邦不是还要当皇帝 朱元璋不是还是要当皇帝 就这个制度 它在当时是没有办法替代的 没有更先进的社会制度出现之前 它总是在不断地循环 这是我觉得秦皇被人们 不断地念叨 不断地提及的非常重要的第一个原因 就是他的贡献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奖谈栏目 王立群老师认为 后世之所以不断地提起秦始皇 原因之一就是秦始皇的贡献 同时 王立群老师还认为 后人提起秦始皇 还与他本身的思想有关 这主要表现在秦始皇一生的活动中 而指导秦始皇行动的主要是法家思想 特别是商鞅变法之后 秦国君臣都认识到法家学说对复活强兵的作用 由此就形成了秦国以法家思想来指导治国的传统 而秦始皇耳独目让 法家思想已经渗透到他的血液当中 所以从他统一六国到制定制度政策 都可以看出秦始皇是笃信法家学说的 而法家思想是为君的 也是冷酷和冷峻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王立群老师认为 秦始皇性格中的暴死就非常突出 这也是秦始皇被后世屡屡提起的原因 那么王立群老师的这一说法 是否站得住脚呢 两千多年以来 人们不断地提到秦始皇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一个字 叫骂 如果说得完整一点 叫骂声不觉 骂不觉 人家总是骂秦始皇 我们从对秦始皇的骂声中间 可以看出来什么来 我们前面用三集讲过 人们对秦始皇的评价 可以看出来 历代的文人业政治家 只要是目的不同 眼光不同 时代不同 角度不同 对秦始皇的评价就绝不雷同 这是个规律 所以 金人评价秦始皇 同样是 见仁见智 当然对秦始皇的评价 焦点集中的是三个问题 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 一个是焚书坑儒 一个是言行刻法 一个是滥用名利 其实三点都是应当有所分析的 比如说焚书坑儒 我们通过明清一些学者的评议可以看出来 明清学者大多认为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 都是一时的行动 不是次序性的少数 也不是连续不断的杀人 焚书首先是文化专制 这个是要批判的 坑儒是一时的恼怒之下 做的临时的举措 当然历代帝王 如果以杀人多寡定暴君 那可不至秦皇一个 如果以修皇陵修宫殿 滥用名利来定暴君的话 没有一个皇帝不修皇陵修宫殿的 如果用言行刻法来评价皇帝 是不是暴君 汉代整个成熙的就是秦代的法律 汉惠帝废除邪书令 屡后时期废除三族罪 最后也没有废得了 三族变五族 五族变七族 七族变九族 九族变十族 越杀越多 哪个朝代的法律不严酷 所以我觉得秦始皇对他的评价 我们还应当看到他确有残暴的一面 比如说他把赵国灭了以后 秦始皇亲自跑到赵国去 把他当年和他母亲家里有仇的人 全部给坑杀了 这是秦灭六国中间 秦始皇唯一到被灭的国家去举行报复的 就是到赵国去 这说明这个人很残暴 但这个事只是个别事件 他不是灭一国跑去 秦始皇没那么多时间 他跟那些国家没那么多关系 他不会跑到齐国 跑到楚国 他唯独在赵国 这个是和他历史有关系的 当然秦始皇做了这些事情 人们往往称他为暴政 比如说长城 赤道 直道 皇陵 宫殿 我前面讲过 这些事情其实我们要分析的 不要龙儿统治的谈 秦始皇这些宫城 它是两类 一类是有利于这个帝国的安定的 你比如说长城 赤道 直道 这些工程 它是有利于保卫这个帝国的安定 保卫农业文明下面的人民的和平安定的生活的 它是有利的 当然在完成这个工程中间给当时老百姓带来的灾难太大了 另一类工程 比如说像宫殿 像陵墓 纯粹是为他个人享乐的 这个我们是应当批判的 那么我认为秦始皇二世亡国 不在于他搞了这些工程 而在于他这些工程搞得太急 太急中 秦始皇从39岁兼兵六国成功 到五岁去世 多长时间 12年 12年完成这么多工程 太多了 太急了 太急中了 这些工程是必要的 但是你这样完全不顾老百姓的承受能力 一下子上马这么多工程 老百姓不堪重负 不堪重负的老百姓 当然就无法生存了 所以陈胜无广一起来 跟着都响应 所以我觉得我们最后是不是应当这样说 说秦始皇是暴君 并不亏他 这个人确实够得上个暴君的标准 但是同样残暴的皇帝都不称暴君 光说秦始皇是暴君 有点不公平 鲁迅先生讲过一段很有意思的话 鲁迅是这样说的 鲁迅说 秦始皇实在冤枉的很 他的吃亏在二世而亡 一帮邦贤们都替新主子去讲他的坏话 关键就是他王太快了 所以那些邦贤的文人 都帮着新的主人刘邦 说秦始皇的坏话 鲁迅倒是看得很准 王立群老师认为 秦始皇毫无节制的大道工程 让他在历史上背负了不少骂名 所以在后人的议论当中 骂始终与秦始皇联系在一起 在王立群老师看来 秦始皇的失误 在于他夺天下 守天下 都用的是暴力 导致民心禁止 如果说秦始皇在兼兵六国之后 改型更张 不急于集中用兵 不急于兴修大量工程 给百姓以休养生息的机会 或许就不会造成 天下苦心久矣的被动局面 这样 陈胜吴广也不会铤而走险 即使有人铤而走险 天下的百姓也不会云集相应 但历史是不容假设的 那么对于秦始皇 王立群老师如何评价呢 您现在收看的是 百家讲韩蓝 在刚与柔的智慧之中 看他如何在半军如半虎的时代里 每每逢凶化即 大将不辞 刀头死 在入世与出世的境界之间 看他如何在完清黑暗动荡的时局中 常常独善其身 在生存与毁灭的抉择之中 看他如何白手起家 打造一支成功团队 落脚点还要落在信仰的两个词上 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 立波副教授 与我们一同再度打开 曾国藩的家书与日记 立波评说曾国藩家训 下部 百家讲谈 新年奉献 敬请期待 我觉得秦始皇 评价一个人 比较客观的说法 还是把这个人的医生 划分为几个阶段 你比如秦始皇 我就给他划分为四个阶段 零岁到十三岁 这是第一个阶段 零岁到十三岁 他在哪呢 前九年他在赵国 他的父亲是个人质 这九年过得 连生命权都没有保障 九岁以后 随着他父亲当了秦国的太子 他被送回来了 这回来以后 到十三岁这一间 他的生活相对来好一点 咱总的来说 零到十三岁 童年时期 这个人还没当王 那谈不上是君 就更谈不上是暴君 这第一个阶段 十三岁到二十二岁 人生第二个阶段 这个阶段虽然当了秦王 但是年幼没有举行加冠礼 权力在谁那儿呢 在母后赵姬 在落矮 在吕不韦的手里边 所以这时候秦王嬴政 实际上没有权力 但这个时候 他已经看到了宫廷的黑暗面 但他不是掌权的人 二十二岁到三十九岁 这嬴政做了三件大事 第一 除掉了落矮吕不韦两大集团 第二 为兼并六国做了大量的准备 第三 发动并且完成了对六国的兼并 二十二到三十九 是秦始皇一生最辉煌的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英明 果断 善于听起意见 是这样一个秦王 也谈不上什么暴政 三十九岁到五十岁 这是他人生的第四个阶段 这个阶段 秦始皇创立了皇帝制度 中央搞三宫九经 地方搞郡县制 修万里长城 北极匈奴南征南越 他还修宫殿 修灵墓 修迟道 修制道 做了许许多多的事 在这个过程中间 他立了很多功 也出了很多错 这个时期 秦始皇犯了很多错误 犯错误的根本原因 是这个人到这个时候 功成名就了 他就像中国历史上 许许多多的帝王一样 前名 后案 他越到快结束的时候 他办的事越蠢 四十六岁 修长城 四十七岁 粉诗书 四十八岁 坑树氏 五十岁 死了 你看他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人们骂他的修长城 粉诗书 坑树氏 都是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他越到最后快 快结束的时候 他越出错 秦始皇一生 基本上 做的是不错的 后期 第四个阶段 犯了一系列的错误 所以 历史最后 只证明了一句老话 只证明了一句 古代的格言 就打败自己的 一定是你自己 不是别人 这是秦始皇的悲剧 也是世界上 一切独裁者的悲剧 所有的独裁者 最后都是这个下场 您现在收看的是 百家讲韩岚文 秦始皇的暴政 让人们在骂声中 记住了他 这对秦始皇来说 确实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但王立群老师认为 秦始皇给后人留下的启示 远远超过了秦始皇本身 那就是秦帝国 是中国古代史上 第一个封建王朝 也是寿命最短的王朝 那么 他为什么会如此迅速地灭亡 在秦帝国宿王的背后 到底隐藏着什么问题 王立群老师 将如何分析和评价 这个问题呢 秦始皇短暂的一生 留给了后人 许许多多思考的空间 人们老是思考秦始皇 老拿他来思考 包括金人都想从秦始皇的身上 得到一点启示 我觉得最值得我们思考的 大概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 欢迎讨论思想 秦始皇可以说 在制度上是个很成功的人 他建了一个皇帝为首的中央继权制 是个很成功的人 但秦始皇的失败的地方 就是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统治思想 在这里边 我们特别要强调的 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 不仅要靠制度 而且要靠思想 制度要靠整合 思想要靠创新 在这一方面 秦始皇给了我们很多启示 秦始皇实际上 我们讲过 秦始皇没有废主 但是他偏好法家 这个偏好法家就带来了有问题 法家强调了君主独裁 君主独裁 就意味着皇帝是没有人能够管的 没有人制约他 没有人能够制约皇帝 皇帝一旦失误 那你这个帝国就崩溃了 所以秦始皇在统治思想上 一个很大的失误 就是他没有认识到儒家思想的重要 法家是强调 法家是强国之道 儒家是治国之道 法治不可少 德治也不可少 法家是臣民畏惧 儒家是臣民忠诚 法家强调 以法治国 而皇帝是在法治外的 儒家讲究 圣贤人格 德治思想 他不仅教育臣民 而且也约束君王 一个统治思想 如果不能够约束君王的话 君王就会专制独裁 犯错误 导致帝国的灭亡 秦治皇因为他太短言 他这个秦国太短 他又是第一个创建皇帝制度的人 所以他不知道儒家思想 对治国是多么重要 所以这是我们要思考的第一个问题 统治思想问题 第二个问题 讲一下关于秦国贵族的辅行 秦国的灭亡 很多人归结为秦皇的暴政 秦二世的暴虐 赵高在中间 干了很多坏事 但人们都忽视了一点 秦国贵族本身的腐朽 我举一个例子 陈圣吴广起义以后 山东六国的旧贵族都纷纷建国了 什么赵国 齐国 燕国 魏国 楚国都建国了 但是这六国的旧贵族 复国运动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最后全失败了 谁胜利了呢 源自草根的一个刘邦 他是最后的胜利的 他建立了西汉王朝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 刘邦的胜利和六国后裔的浮灭 是偶然还是必然 其实六国被秦国兼并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是六国贵族自身在几百年的发展中间越来越腐朽 最后导致亡国 所以六国的贵族在秦末大起义的复国运动中间 不可能成功 因为作为他们这一个部族来说 经过当年周天子封他为诸侯国 一直到最后被秦国兼并 在几百年的这个发展过程中间 这个贵族阶层本身他腐朽了 秦国贵族是表现最优秀的 所以秦国最后是灭了六国 但是灭了六国以后 秦国贵族本身就迅速的腐朽了 原因是秦国贵族在灭六国之前 秦国贵族是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 非常谨慎的 一旦六国灭亡以后 秦国贵族就失去了敌人 一旦失去对手的时候 就非常可怕了 有对手你会谨慎 有强大的对手你会格外小心 如果没有对手了 你就会质疑妄为 以为自己无所不能 其实离死期就不远了 所以没有对手是非常可怕的 有对手 有敌人 你才知道家气为王 所以秦国最终的灭亡 和秦国贵族的腐朽相关 而在秦国贵族中间 最重要的是秦皇的儿子 你看秦皇的儿子 几个有作为的 我们看到秦皇的二十多个儿子 至少有十个公主 这是秦皇皇族 秦国贵族中间的核心 这一方面我们听到了什么声音 只是在坑树市的时候 我们听到了扶苏觐见的声音 结果扶苏就被发配到边地去了 其他的皇族中间 没有任何人有反对的声音 就这个扶苏 很多人还很看好他 觉得他可以做接班人 甚至有人假设 如果不是胡亥 要是扶苏继位 那说不定秦皇不灭亡 这是一个不正确的看法 扶苏其实很无能 扶苏是坚持一个原则 凡是秦志皇说的 我都照办 秦志皇叫他死 那个假诏书叫他死 马上回房那就哭 哭完就要自杀 蒙田都不相信 蒙田说单车一时 你怎么能相信呢 就这他还是自杀了 你说这是他手下唯一有声音的一个皇族 也是后代很多人看好的一个人 你说这人能行吗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你知道明代 朱元璋一死 他的太子朱彪死了 是朱永文继位的 他皇太孙继位的 他那个儿子燕王朱棣马上就不就不愿意了 就在北京举兵 举兵我就要打了 那说明朱元璋的后代中间在刚刚继位以后 他这个新兴的统治阶层中间没有腐朽 他不听 他敢打 扶苏就做不成燕王朱棣的事 这说明这个秦国的贵族 其实在兼并六国之前 秦国贵族一直表现很优秀 兼并六国之后 秦国贵族本身就腐朽了 这个腐朽就导致秦帝国必然灭亡 而出生于草根的刘邦 他不一样 他代表着一个新兴的阶层 他最终统一了全国 刘邦建汉以后 刘邦以皇族和功臣为首 形成了一个新的统治阶层 这个统治阶层延续了很长时间 但是最后也完了 为什么呢 自身的腐朽 一个帝国 你看中国历史上一个帝国 它往往什么呢 当一个帝国刚刚建立的时候 它这个统治阶层是比较健康的 它能够控制这个局面 而随着时间的退育 经过一代一代的转换 它逐渐灭亡了 但同时呢 在帝国的内部 又会酝酿着一个新的阶层 健康的阶层 这个阶层最终的要代替 那个旧的那个阶层 所以历史总是不断地在培育着 新的执政阶层 也在不断地淘汰着 旧的腐朽的阶层 这是历史的规律 就是在这样一个淘汰之中 秦国的贵族的腐朽 导致秦国最终灭亡 秦帝国灭亡 秦始皇传之万事的梦想也破灭 对于这样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帝王 王立群老师认为 总体来说 秦始皇是一个前明后暗的君王 对他的评价应该分阶段来看 在他统一六国之前 秦始皇还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君王 自称帝以后 秦始皇大建功成 造成天下苦勤的局面 落下了千古骂名 因此如果要给秦始皇一个定诚的话 王立群老师认为 那就是贡献很大 备受争议 两千年的岁月 尘封了一代帝王 曾经雄聚东方横扫天下的秦帝国 也渐行渐远 后人所看到的仅仅是诗书 历史的真相永远淹没在岁月的长河中 引发一代又一代人去发掘 去探索 系列节目 王立群独史记之 秦始皇系列 到此全部结束